喷院落幕门被人一脚踹开 生人突然进门 拴在院子里的看家土狗大声狂吠不已 几个西茧吹造型的小年轻 大摇大摆进了夜修土皮弃城的家 领头一人装出凶神恶煞的模样 恶狠狠对着正在堂屋吃早饭的夜修的父亲喊道 夜宝是你儿子吧 是啊 把他怎么了 夜修的父亲 夜全 常年夏天劳作 风吹日晒 皮肤有黑粗糙 虽然年纪还未到五十 模样却比同龄人显得更为沧桑憔悴 今天正式通知你 你儿子夜宝欠的十五万赌债已经到期了 现你一月之内将这笔债款连同利息一道还清 不然后果自负 说完 那人啪一声 将一张揉搓得很皱的4A尺寸大小的纸张拍在桌子上 这是你儿子借条的复印件 记住了 一个月 见不到钱 你就别怪我们对你儿子动粗几人动喝夜全 肆无忌惮的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爸 他们是些什么人 弟弟怎么了夜修本在里屋睡觉 听到来人言语不善便赶忙起床冲了出来 夜全看见儿子夜修竟能下床行走 大喜道 阿修 你的伤好了 夜修一月前回乡 在城郊被一辆货车撞伤 伤重失血休克 小命差点不保 经抢救并在医院ICU特护病房 躺了十天以后才得以出院回家静养 夜修从ICU特护病房出来后 身上还有多处骨伤未愈 夜全本不想着急出院的 可苦于住院治疗费用开销巨大 肇事车辆逃逸 赔偿无果 单靠夜家确实无力承担 在夜修一力坚持下 提前出院回家静养 就在夜全拿着自己不争气的 儿子夜宝的赌债借条 正正出神的当口 院子里传来了甜美的女声 爸爸 我考上了 女儿夜文问 一脸喜滋滋的神情 手里挥舞着一份文件 一蹦一跳地进了屋 夜全祖上三代都是农民 传到他这一代也没什么改变 夜全膝下共有两子一女 大儿子夜修 老二夜宝 妖女夜文问 小文 考上哪所学校的夜修 看着乐呵呵的妹妹笑问道 夜文问今年高考 这几日便是获取录取通知书的日子 大哥 你看 京城浓大的录取通知书 夜文问喜不自胜地说道 兴奋之情 异于言调 我们家文文可真厉害啊 夜修亲密地用双手 捧着妹妹夜文文粉嘟嘟 水嫩嫩的小圆脸可敬地夸赞道 那必须的 哥哥一直就是文文学习的榜样 我一直都想做一个 像哥哥那样努力奋斗的人 夜文问看向夜修的目光里 满是敬意 夜修是夜家 更是整个夜家村出的 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 京城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 文文 这学咱不上了好部夜拳皱着眉 纠结沉默了好一阵开口说道 父亲夜拳的话语 彷復一道晴天霹雳 让一直沉浸在喜悦状态下的夜文文 整个人一下子就猛了 夜文文一脸可怜兮兮的表情 看向自己的父亲夜拳 撒着马尾的小脑袋 摇得像波浪谷一般 爸爸 文文想念说 夜文文一双渴望的大眼睛 眼泪汪汪地望着夜拳 弱弱地说道 龙家子弟 能够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出路 也就是读书上大学了 现今这个社会 像夜修这么贫寒穷困的农村家庭 任何社会资源 人脉关系都没有 想要出人头地 只能依靠自身努力去改变了 哪怕只能改变一点点 也总比待在家务农一辈子好得多 况且 夜家村地理位置又十分荒僻 交通不便 缺水严重 想靠种田脱贫 那基本是痴心妄想了 这也就是 为什么当夜拳说出 不让夜文文继续念书读大学的话语后 夜文文心情 就瞬间跌落到谷底的原因了 文文 你要怪就怪爸爸无能吧 爸爸对不起你 谁叫咱们家那么穷呢 夜拳说着说着 一把将闺女夜文文暴入怀中 两妇女相对而弃 夜拳的话确实不假 夜家本就很穷 夜修妈妈死得早 子女三个都是夜拳 又当爸又当妈 一手拉扯大的 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现今为了工业修读大学 夜宝 夜文文念书 夜拳早已经把家里 所有值钱的家当全部卖光了 能借的钱也都借变了 现在的夜家用 家图四壁来形容都不为过了 可现在乌漏偏逢连夜宇 家里又接连飞来横祸 夜修遭遇车祸 不孝子夜宝 欠下一大笔赌债 突如其来的的 打击一下就把夜拳 这个老实巴交的庄家汉子 给击垮了 爸 你甭操心了 弟弟妹妹的事情 多交给我吧 我长大了 可以为家里出一份力了 夜修站起身 坚定地说道 不行你才刚获得 职业一失资格 工作还没着落 这担子 对你来说太重了 夜拳知道 光凭夜修微薄的工资收入 想要负担起弟弟妹妹 和整个家庭的巨大开销 是不可能的 而且 目前夜修的工作单位 还没有定下来呢 一切都还是未定之数 夜修将来有没有一份 稳定的一生薪酬 都还难说呢 文文 你放心 大哥一定让你 顺利完成学业的 学费和生活费的问题 你不用担心 一切有大哥 夜修已经想好了 自己不管再怎么苦 怎么累 就算是求爷爷告奶奶 去借钱 也一定要妹妹夜文文 顺顺当当念上大学 顺利完成学业 大哥 文文拖累你了 夜文文非常懂事 知道夜修这么做 意味着什么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夜文文情不自禁 啜气着紧紧抱住 大哥夜修 没事的 文文 一切都会好的 夜修轻抚妹妹 柔弱的肩膀低声安慰道 当日夜 夜修返回自己房间 关上门 再次习练 自己从造化玉蝶上 获得的功法混元一气绝 自从那日夜修遭遇车祸 贴身佩戴的造化玉蝶残片 遇到夜修的鲜血 便产生了神奇的变化 造化玉蝶残片 竟与夜修血肉融为一体 造化玉蝶残片上的鲜灵之气 也进入夜修身体之中 护住了夜修的心脉 并缓缓修复夜修所受的创伤 要不然如此重的内外伤 夜修就算有九条命 也是死透了的 夜修所修炼的功法混元一气绝 乃是太古道门无上修炼功法 每一个人与生俱来 都带有一口先天混元气 这口混元气的多寡强弱与否 基本就决定了 个人的身体体质强弱程度 这口先天混元气 可以称的尚是生命的本源之气 气消则受尽 后世炼武修道之人 想尽一切办法 也就是为了增强 这口体内的先天混元气 可世上修炼法门千千万 甚少有一门功法 能够直接增强混元气的 最多也就是起到一些辅助作用 收效不大 而修炼混元一气绝 就可以直接增强体内的混元气 夜修席练混元一气绝半月 身体受用无穷 不仅创伤痊愈 而且身轻体健 力量活力十足 抵夜修席练混元一气绝到后半夜 而盼忽然传来一些 缥缈柔和的声音 恭喜道友夜修 你修为已突破到炼气一层 晋升成为一名一阶散修 获得天庭赠予的三分仙界自留地 请自行前往 选择合适的土地 话音刚落下 夜修面前不远处 出现了一道红色的门 夜修走过去 打开那道门 便看到一望无垠 由无数个发光的小方块 组成的浩瀚空间 夜修行走在上边 举目放眼望去 似是无边无际一般 请选择一块土地 作为你的仙界自留地 那缕缥缈柔和舒服的声音 再度响起 夜修看着满眼密密麻麻的 发光方块土地 一溜小跑 来到相邻的一块土地上 发现自己一旦站在哪块土地上 哪一块土地上的光亮 便随即阴没 哎呀 随便了 反正也看不出个花来 就这一块了 夜修指着脚下的土地说道 花一声仿如砸彩蛋的声音过后 夜修脚下的土地 便显露出原本面貌出来 恭喜散修夜修 你的仙界自留地等级为零级 肥沃度等级一级 额外获得一棵梨树 一眼灵全 我是你的仙界自留地 看护兽眠眠 夜修揉了揉眼睛 环目四顾 终于看清楚了 自己选中的土地 一块面积大约相当于 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土地 在不远处 有一眼用石块围砌好的水井 水井旁长着一棵郁郁葱葱 开满白色梨花的梨树 梨树下握着一只浑身雪白 毛茸茸的的小羊羔 夜修走进那只小羊羔 俯身轻拂小羊羔 毛茸茸的小脑袋问道 刚才就是你同我说话 是的 主人 我是你仙界自留地的看护兽 天庭给每一个修仙之人 一块土地 作为个人的一项修炼副业 可以在自家土地上 种植各种农作物 也可以圈养各种动物灵兽 种个毛呀 我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有 夜修苦笑吐槽道 主人 仙界有贩售各种植物种子 和各种灵兽封印了的蛋 只需要你有足够的功德积分 就可以自行购买 面面说完 夜修时海里 哗啦出现一长串 仙界天庭官方贩售的植物种子 和各种灵兽封印了的蛋价格 价格从高到低排列 人参种子 五公得积分 核手屋种子 五公得积分 紫藤种子 五公得积分 灵芝种子 五公得积分 桃树种子 二公得积分 稻米种子一包 一公得积分 玉米种子一包 一公得积分 三叶草种子一包 一公得积分 零零总总一大串 没有一万种 也有七八千种 除了天庭官方贩售的 还有其他散修寄售的 各自仙界自留地的果实和种子 不过这些价格就没那么公道了 有些完全就是狮子大开口 一颗桃树种子 就敢喊二十公得积分 夜修心里富翡道 尼玛什么势道呀 这些散修童游戏里 那些浑水摸鱼的奸商 完全有得一拼 估计是想晃晕别人 看错买错牟利 更为夸张的是 天庭各路 以挣到神仙贩售的 零售做其封印蛋 价格更是贵得吓人 牛魔王做其 碧水金金兽 一枚封印零售蛋 标价三万功德积分 二郎神的笑天神犬 封印零售蛋一枚 也卖到了令人炸舌的 四万功德积分 仅仅只是看了几个 神仙贩售的封印零售蛋 夜修只得无奈 选择无视了 自己功德积分 那一栏里醒悟的大鸭蛋 时刻警醒夜修 那些奢侈的玩意 可不是自己可以觊觎的 至少现在远远不行 次日鸡鸣 天刚蒙蒙亮 夜修起了一个大走 因为还有一大段 山路要走 给提早赶路 夜家村地处大山深处 交通闭塞 进县城前 需要走二十多公里的山路 搭乘搬车 阿修 这是治病剩下的五千元钱 你带着 这次去省城 你需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夜泉早早地起床 守候在堂屋上 等候自己的儿子 夜修刚一出门 便上前说道 夜修接过老父 满是老简的粗糙双手 递过来的五千元钱 从中抽出两张 放入自己裤子口袋中 然后将剩余的钱 退还给夜泉 爸 我留下两百元坐路费就行了 家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不足的部分 我自有办法解决 您无需担心了 阿修 爸爸知道你难 尽力即可 不要过于勉强难为自己 夜宝这个不孝子 都是我灌出来的爱 十五万的赌债 哪有那么容易还得轻的 夜泉悔恨不已 爸 我懂 你放心 弟弟夜宝这事 夜宝没多想 从始至终只有一个态度 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外人 伤害自己弟弟分喉 谁敢动自己弟弟 夜宝就弄谁 夜宝是出了名的互犊子 从小到大 不管是谁欺负自己弟弟妹妹 就算干不过别人 夜宝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去 互助弟弟妹妹 赶到县城火车站 买了票 夜宝顺路在小卖部 买了一包桶装康师傅 红烧牛肉面甜肚子 毕竟火车到达省城东阳市 也得要几个小时 上了火车 夜宝找好了自己的座位 幸好今天沿线 搭乘火车的旅客不多 火车上还不算拥挤 至少过道上 还是可以轻松随意走动的 不像过年的时候 过道上黑压压全都站满了人 就连座位的茶座下方 都挤满了人 想要在火车里走动 那是极为要命的一件事 这位帅哥 可以帮我个忙妈 一名身材高挑 热裤短衫清凉装打扮的 鹅蛋脸美女 费力地拖着一个旅行箱 来到夜修面前说道 没问题 夜修起身 左手轻轻一提 右手轻轻一拖一送 就把看似很沉重的旅行箱 塞进了座位上的行李架里去了 夜修得造花玉蝶 残骗仙灵气之柱 又席练了太古无上道门玄弓 混元一气绝 半月有余 身体体质经过混元气 洗水法体 早已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力量 速度 柔韧性 协调度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帅哥 看不出吗 你力气蛮大的 热库美女 笑意淫淫夸赞道 不用客气 举手之劳 叫我夜修就可以了 美女怎么称呼 夜修眼睛一扫 目光很自然地 就停留在了热库美女 裸露在外的一双 完美白皙修长的大白腿上了 光是这双性感美腻的大长腿 玩十天半个月 也不会腻的呀 夜修不由地口干舌燥起来 使劲咽了两口口水压压火 你看够了没热库美女 感受到了夜修的炽热的目光 有些不悦地说道 哪里会看够 你身材很辣 夜修丝毫不加掩饰 直接说了出来 热库美女也没想到 夜修竟然如此色胆包天 之前对夜修帮忙的好印象 瞬间降至冰点 热库美女坐在夜修座位的对面 两人抬头不见低头见 一路上气氛不免有些尴尬 就在列车员推着开水车过来的之时 夜修干脆拿出桶装康师傅方便面 重跑开吃 方便面泡发后 调料浓郁的味道肆意 近在咫尺的热库美女 不经柳眉微除 似乎不大喜欢这个味 夜修懒得理会 一把撕开泡面封面塑料纸 埋头大口大口吃起来 吃炉吃炉直响 夜修狼吞虎咽的吃相 热库美女实在看不下去 便从随身夸包里 拿出一本小说 打开一盒巧克力 一边看书 一边细细咀嚼巧克力 对夜修来个眼不见为敬 夜修吃面之余 看了一眼热库美女手上那本书的封面 原来是近来网络大火的 玛丽苏文总裁 再上我再下 夜修脸上浮现一抹笑意 装什么装 这一下全都给暴露了 就在这时候 正在手捧小说戏懒的 热库美女柳梅大咒 放下了手上的小说 手捂着自己上腹部 轻声哼哼喊疼 很痛苦的样子 夜修也停了下来 关切问道 你怎么回事 我胃疼得厉害 热库美女有气无力应道 疼的声音都有点打颤了 手伸过来 我帮你看看 夜修语气不容置疑道 热库美女本不想搭理 可在夜修笃定的语气下 还是把千千玉手给绳了过来 夜修手指准确搭脉 眉头微除 运转丹田混元气 给眼部充能 然后望向热库美女 胃部病造部位 热库美女抽回自己的手 小声说道 我这是老毛病了 吃几颗胃药就没事了的 说完 热库美女从自己胯包里 磨出一瓶丝达书 拧开瓶盖 倒出两粒服下 大约一刻钟过后 酷美女前额 脸上满是汗珠 脸色也已变得有点惨白 并已经从座位上滑落 跌坐在地板上 双手紧捂胃部 哼哼轻轻的声音 渐渐变大 很明显 胃药根本没有效果 热库美女疼得死去活来 苦不堪言 美女 你那病可不是一般的慢性胃病 而是来世凶猛的急性化 浓性胃炎 一般胃药没多大用的 夜修开了天眼 看到热库美女 胃壁上有蜂窝撞气泡出现 就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 光说有屁用 本姑娘就是医生 自己清楚自己的病 不用你猫库耗子假慈悲 热库美女正疼得死去活来 心情极度烦躁 对夜修也就更没啥好态度了 我是中医 有办法缓解 你的病情让你不那么痛苦 你一麻夜修自信的语气说道 事已至此 那就试试吧 热库美女脸色更惨白了 还不时地干呕 这份活醉她也不想再受了 你走好 我准备开始了 入手触感温润柔软 手感极佳 手指头还不经意触碰到 上面弹力极佳的肉球 夜修极近距离 嗅着热库美女身上 散发出的香水味 看着对方火辣的身材 不禁有一丝走神 我警告你 你可别乱来热库美女 一双大眼睛 警惕地盯着自己面前半蹲着的夜修 还有夜修那只触碰自己身体的手 夜修凝神运功 将混元气缓缓送入对方病造部位 几乎就在同时 热库美女感受到了 自己胃部有一丝丝暖流沁入 疼痛感立即缓解了许多 这下她终于知道 夜修不是在吹牛了 是真有本事的一个人 大约两分钟过后 夜修收工站起 轻松笑道 可以了 你的急性未言已无大碍了 恭喜主人 你获得一点功德积分 夜修耳畔响起熟悉的 自家仙界自留地看护兽 咧咧的声音 经过夜修短暂治疗 热库美女身体的疼痛感 已经全都消失了 她欣喜地站起身 整理了身上的短衫 谢谢你 之前误会你了 认识一下吧 我叫林楚楚 热库美女笑着看着夜修说道 夜修微笑点头回应 转念想到仙界自留地上 忽然 就在自己作为边上的过道上 出现了那道红色的 进入仙界自留地的大门 夜修这下有点明白了 这个仙界自留地 是一个异度空间 而且可以随念想显现 只有自己可以看见 随进随出 非常方便 只是现在身处火车上 人多眼砸 夜修也就打消了 进入仙界自留地的念头 毕竟凭空一个大活人 失去踪影 还是挺惊悚的一件事 夜修可不想这么弄 哎呦呦 又开始疼了 夜修 麻烦你过来 再帮我揉揉 车厢四周环境还算安静 林楚楚清脆的声音 吐字又清晰 普通话咬字发音又正 作为四周乘客 大都听清楚了 坐在林楚楚 相邻一侧的一个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手中正在削着皮的苹果 突然间从手中滑落 坐在该年轻人 对面的一个中年大叔 差点把喝进嘴中的茶水 给喷出来 林楚楚声音清脆动听 而且语气又是那么的 恳切娇媚 不由得让在座的个人 浮想联翩 夜修看了眼 急不可耐的林楚楚 叹气道 刚才治疗效果达不到预期 可能是因为有衣服阻隔 我的内镜 不能全部透进你的病造部位 林楚楚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眨了几眨 翘脸红晕浮现 低着头小声说道 人家把衣服撩起来 你把手放进来治疗 虽然林楚楚说话声音小 可离得近的林坐的人 也基本听清楚了 那个掉苹果的男青年 这回两眼瞪得如同林那般大 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站起身 看着不远处坐着的林楚楚 正正出神 做他对面的中年大叔 同样是目瞪口呆 这还有天理吗 一个活脱脱的大美女 大庭广众之下 主动撩衣球揉搓 这种好事 怎么不轮到老子头上 夜修此时 几乎成为了四周 所有成年雄性的眼中钉 看向夜修的 多是羡慕极度恨的目光 快来嘛 林楚楚再次催促到 他已经在上次的治疗中 尝到甜头了 对夜修的能力毫不怀疑 夜修在众人 活辣辣的目光注视下 走到林楚楚身前 蹲下把手掌 慢慢探入 林楚楚轻薄的衣服里 就在这时 一个瘦削的高个子 年轻男子冲了过来 用责问的语气说道 快把你的脏手拿开楚楚 别怕 有我在 没人敢伤害你 对于高个年轻人的护花举动 林楚楚似乎不太领情 周梅说道 蒙俊你别误会 人家是在用中医医术 为我治疗胃病 楚楚 你胃病犯了 我这正好备有药 你等一下 我给你拿 你不要给人骗了 我就是中医 中医治不了急性未严 蒙俊双拳紧握 看向夜修的目光中 满是怒意 林楚楚和蒙俊 是同一所医院的同事 蒙俊追求林楚楚 已不是一天两天了 各种送花 送礼物 嘘寒问暖 关怀备至 至今连林楚楚的手 都没能牵到 而夜修一个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 野小子 现在竟然可以 堂而皇之地揉搓 林楚楚娇嫖嫩光滑的肌肤 蒙俊能忍得下这口气才怪了 他现在已经咬牙切齿 心里早已把夜修 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过接下来 林楚楚的话 差点没把蒙俊气得背过气去 人家是中医名家 手法高明着呢 说话的功夫 林楚楚在夜修 不间断贴身治疗下 胃部疼痛感全部消失 而且越来越舒服 暖暖的 说不出的舒爽 林楚楚舒服得 差点都呻吟出来了 就在林楚楚 沉浸在舒爽海洋中的时候 夜修收工站了起来 笃定地说道 林姑娘 你的急性未言我治愈了 不过 你以后还是得注意 饮食作息要规律 即时生完海鲜 你体内的诱发病因还在 没有彻底根除 不注意的话 胃病还是会复发的 夜修的话 仿佛如仙音佛语一般 四周众人自发鼓掌点头 众人纷纷嘖嘖嘖交口称赞夜修 年纪轻轻 医术就这般高明 这不可能随便摸一下 揉一下就能把病治好了 我不信蒙俊拼命摇头 大声吼道 情绪有点失控 这也怪不得蒙俊 你心目中的女神 被陌生男人揉摸完了 还夸人技术好 换你你也得疯 就在众人闹哄哄的时候 车厢广播忽然响了 各位旅客请注意 广播紧急寻人求助 第七节车厢 有病人突发疾病 病情紧急 请医生朋友们伸出援手 谢谢 蒙俊 别说了 跟我去救人恢复健康的林楚楚 站起身 抬腿便往第七节车厢跑去 楚楚 你等等我 蒙俊见林楚楚跑了过去 也屁颠颠跟了过去 夜修想到 刚才自己为林楚楚治病之后 获得了功德积分奖励 这才明白了 先借自留地 交易所需的功德积分 是如何获得的 原来帮人治病 也能获得功德积分 夜修大喜 治病可是自己的强项啊 猛地起身 也往第七节车厢跑了过去 我的碧水晶晶瘦 我的笑天神犬 我来了 第七节车厢中部座位上 躺卧着一位两并斑白的老头 老人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 嘴角流淡 裤当处似乎也湿了一大片 估计是尿失尽了 林楚楚正俯身拿着听筒 给老人做检查 蒙俊 愣着干什么 赶快测血压呀 林楚楚回头喊道 看得出来 他神色略微紧张 大家都站开一点 病人是突发脑梗塞色 需要足够的新鲜空气 林楚楚大声示意 围观众人散开 闲杂人等都给老子滚开 两名身高体壮 穿着白色T恤的彪悍男子 张开粗壮的双臂 横瞒地将围观的人往外推开 没用的 病人发病急促 现在脑梗塞色已经很严重了 脑部血管堵塞严重 而且还是大面积堵塞 站在边上看了好一会儿的夜修 大声说道 臭小子 你乱说什么找死 是不两名T恤标型大汉 闻言大怒 指着夜修喝道 让开别妨碍 我就让夜修瞪了一眼 两名正要上前 拦挡自己的标型大汉说道 两大汉被夜修气势所设 带立原地 互相对视 不知所措 夜修从两名大汉之间的缝隙中穿过 来到发病的老人身旁 两名标型大汉 被夜修从面前应挤过去 终于回过神来了 一起转身 张开蒲扇般的大手 就要朝夜修背后抓去 助手一名面容坚毅 冷峻的中年平头男子 大声喝道 那两名正要对夜修 动手的标型大汉 立刻停了下来 服服贴贴垂手站立 似是很畏惧 那名中年男子 小伙子 你有把握 医治老太爷中年男子 缓缓起身 一双阴损一般的灵力双眼 盯着夜修打量问道 不敢说有把握 你家老人发病太急 病情还很严重 我只能说尽力 夜修淡淡硬道 夜修所言不差 老人的病是中老年人常见的 危害性也最大的一种脑血管疾病 脑梗塞发病突然 来得快 来得猛 危害严重 后遗症严重 治残几率高 重则终身瘫痪 甚或生活不能自理 变成植物人 若是抢救不及时 死亡几率还是很大的 是中老年人健康的第一杀手 目前医疗界 还没有特别好的治愈手段 赤脚大夫 你有行义资格吗 你别冲大头乱来 病人可是脑梗塞 稍有差池 就会有生命危险 蒙俊起身身手挡住夜修 优越感十足的大声说道 滚开你谁啊 学人指手画脚的 夜修见眉微除 有点厌恶的赤道 他平生最讨厌没本事 还要装逼的傻貌 哼哼 听好了 我是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蒙俊 蒙俊那张欠抽的脸 微微扬起成三十度角 颇为自豪的大声说道 生怕有人听不到似的 难怪蒙俊会洋洋自得 副主任医师 医生职称的一种 居主任医师之下 主治医师之上 为副高级职称 在国内三甲医院里 副主任医师 可算是各个科室的绝对骨干 中间力量了 蒙俊三十岁出头 年纪轻轻 便获得如此高级职称 自然也就有些趾高气扬的傲气 特别是在夜修这个潜在对手面前 蒙俊更是要出足风头 好让林楚楚 看到自己的与众不同 揭穿夜修拥衣片子的真面目 你会致麻夜修看了眼蒙俊 淡淡问道 不会 你敢医吗 这并不在医院里 根本没法自医蒙俊被问得火起 大声吼道 你既不会致 又不敢医 傻子一样处在我面前 想干嘛夜修冷冷直视蒙俊 周围看热闹不嫌失大的旅客 也纷纷摇头窃窃私语 耻笑蒙俊 就这怂样 还副主任医师 记住了 以后上医院 别去中医科 被夜修一番话说得灰头土脸 蒙俊善善难堪不已 老师把手缩了回来 不敢再阻拦夜修 被夜修当仲下了面子 蒙俊心里仍是愤愤不平 心里不住冷笑着 等着看夜修出糗和笑话 毕竟脑梗塞 可是医学界公认男智的大病 夜修一个来路不明的毛头小子 能治就怪了 小伙子 我丑话可跟你说在前头 你要是胡一乱治 我家老太爷出了状况 我雷武第一个不放过 你中年男子脸色肃穆 冷冷盯着夜修说道 林医生 有酒精和棉签骂夜修眉搭理中年男子 蹲下身子看着林楚楚问道 有呢 你要这些干嘛林楚楚 从自己包里 拿出一小瓶衣用酒精和消毒棉签 一脸不解地看着夜修问道 病人脑梗塞色很严重 脑血管大面积堵塞 没有其他办法了 我要用针灸治疗 夜修从衣服口袋里 取出两支银针 用林楚楚递过来的棉签和酒精 在银针上涂抹消毒 针灸林楚楚美目原睁 一脸猛神地 看着夜修手上拿着的银针 林楚楚可是这儿八经 医科大硕士高材生 西医出身的他 完全无法理解夜修的治疗手段 质疑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小子 你可别乱来 我学了十几年中医 在医院干了七八年 从来就没听说过 脑梗塞色可用针灸治疗的 蒙军再次当众秀优越感 指责夜修 围观的所有旅客 也都纷纷摇头一轮 大多认为 夜修的治疗方法 推不靠谱 雷军也受到了周围众人的影响 看向夜修的眼神里 也是满满的怀疑神色 夜修才懒得理会 众人质疑的目光 对于自己意外学到的医术 夜修那是相当的自信 夜修用手轻轻 拨开老人头顶的毛发 第一针准确落入头顶百会穴 第二针落入两枚中间的硬塘穴 一手捏一针 缓缓转动 阿灵楚楚看到夜修下真位之后 也是惊朗 太大胆了 百会穴合影堂穴 这两处穴道 乃是人体头部最重要的穴道 稍有差池 都会出人命的 喂 香巴佬 哪有针灸指下两针的 你到底会不会啊 蒙俊一直盯着呢 不识时机嘲讽一下 夜修因为走山路的原因 休闲鞋上满是泥土灰尘 很脏 一身衣服裤子 又是地摊逃来的便宜货 所以被一向以社会精英 成功人士自居的蒙俊 看清和鄙视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车厢里静悄悄的 人们都一个心思 平生静气看一看 夜修针灸到底有没有用 夜修全神贯注 汇源气内力 源源不断通过银针 缓缓注入老人身体穴道之中 你们看 银针变黑了围观的人惊呼道 插在老人印堂穴上的银针 也变黑成黑乎乎的了 而且从银针入口的地方 似乎还有黑色的液体渗出 随着时间流逝 老人印堂穴上渗出的 黑色液体越来越多 林楚楚不断在一旁 帮着用棉签擦拭 夜修独特的针灸治疗 让围观旅客 个个都看得目瞪口呆的 他们中没有人见到过 这种诡异的治疗脑梗色的手法 有人还用手机录下夜修 整个救治过程 上传热门论坛 又过了大约一分钟 老人印堂穴渗出的液体 逐渐变红 老人脸色也恢复了血色 呼吸也平缓正常了 夜修收工收针 起身笑道 效果不错 堵塞的脑血管血栓 毒素都顺利疏通消除了 以后慢慢恢复调理就可以了 夜修话音刚落 躺着的老人睁开了双眼 一脸迷糊的神情 开口问道 雷武 我怎么了 老爷子 您刚才突发脑梗塞了 人事不行 多亏了这位小兄弟 把您给抢救过来了 雷武一脸感激的神情 看着面前的夜修说道 老人起身 双手紧紧握住夜修的双手 激动地夸赞道 小伙子你 真是当时神医啊 这并我清楚 早年发过一次 病症轻 当时请了国内这领域 所有知名专家会诊 治疗 最后治疗康复了大半年 才基本痊愈 才这么一会儿 小伙子你 当真了不得啊 夜修微笑说道 我学医未经 未能彻底根除老先生 你的病造 惭愧惭愧 夜修这番话 外人听来是谦虚 其实夜修自己心里清楚 自己确实是碍于 混元一气绝功夫 没有练到家 体内混元气修为 不足以强大到 可以彻底清除 身体病造的地步 夜修 原来你是真人不露像 你这首高明的中医医术 到底师成 哪位国医大师林楚楚 一出身 当然知道 中医与西医的不同 中医最讲究言传身教 师父受益 没有医术高明的 中医老师父带着 像夜修这么一位 二十多岁的小年轻 是不可能有那么精湛的 中医医术的 不好意思 加事延续 不可将他的名讳说出来 夜修托词道 林楚楚一个劲夸赞夜修 而且还亲手拿指巾 帮夜修失去脸上 和额头上浸出的汗珠 把一旁看着的蒙俊 气得蹊跷生年 蒙俊现在 也只能自己怄气了 夜修当众展示的 这首真酒绝活 让他这个中医副主任医师 无地自容 他连剑都没见过 心里的失落感可想而知 一个小时后 火车到达了 东阳市火车站 临下车之际 林楚楚主动要求 与夜修互留手机号码 还轻易搭着 夜修肩膀OS 手机合影西边 出了东阳市火车站 夜修找了家星级酒店 然后在服务员指引下 寻到酒店厕所 进了厕所 关上门 夜修护出了 仙界自留地的红色大门 方才在火车上的时候 看护手咩咩 就连着多次提醒夜修 仙界自留地 有重要信息需要处理 所以夜修这才火急火燎 找了一个没人的私密空间 来处理仙界自留地的事情 进入空间大门 咩咩一溜小跑 奔到主人夜修脚边 主人 恭喜你 获得两点功德积分 现在你可以给仙界自留地 选择发展样式 仙界自留地 有多个发展样式可供选择 不同的发展样式 可以获得天庭给予的 各具特色的发展优势加成 龙庄 种植农作物类作物 可以获得生长时间加快100 产量收成50的奖励加成 果园 种植果树类作物 可以获得生长时间加快100 产量收成50的奖励加成 药谱 种植药材类作物 可以获得生长时间加快100 品质提升一个层级的奖励加成 鱼场 养殖水产类动物 生长时间加快100 品质提升一个层级的奖励加成 零售院 豢养零兽生长时间加快100 品质提升一个层级的奖励加成 牧场 豢养飞禽走兽动物 生长时间加快100 品质提升一个层级的奖励加成 矿场 矿石蕴藏量增加100 品质提升一个层级的奖励加成 看完仙界自留地发展样式说明信息 紧接着 夜修脑海里便出现了四个闪着亮光 可以供选择的选项 农庄 果园 药谱 牧场 其余几个发展样式选项 则灰暗一片 无法选择 发展样式一经选择 就无法再次改变 转变发展样式 需要消耗一点功德积分 夜修纠结了一下 觉得还是应该充分利用 自己仙界自留地的优势 发展样式定位为果园 夜修念想定下后 仙界自留地忽然笼罩在一片祥和的白光之中 白光转瞬即逝 仙界自留地发展样式转换完成 夜修功德积分 被扣除一分 还剩一分 玄机 果园可供建设选项 有提示信息 果园目前等级零级 提升到一级 需要十点功德积分 等级提升后 果园果树作物生长速度 提升100 果园土地 目前肥沃等级为一级 提升到二级 需要十点功德积分 提升后 果园果树作物产量提升5 增加5出现高品质果实的几率 夜修看了看自己 少得可怜的一点功德积分 无奈叹气道 现在什么果树种子都买不起 目前只有一颗天庭赠送的梨树 给自己果园撑门面了 夜修再次仔细看向 开满白色梨花的梨树 脑海里旋即得到了 这颗梨树的信息 果树品种 梨树 果树品质 七品 二十年一开花 二十年一结果 果树品皆共分九等 从高到第一品至九品 夜修惊喜不已 自己这双眼睛 竟然可以看出果树的品质 果树自己也可以看出品质高低来了 届时选择的时候就爽了 就可以用最低的价格 挑选到自己最重要的果树种子和果实 处理完果园的事情 夜修重新回到现实社会之中 果园的建设发展 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急不来的 现在夜修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 那就是 尽可能在一个月时间里 赚到十五万 用来偿还弟弟夜保所欠的赌债 另外 妹妹接下来上大学 还需要一笔不菲的学费和生活费 夜修肩头上的担子一点也不轻 夜修出了酒店 直奔东阳市最大的股丸 奇珍交易市场 古藏原 古藏原不但有来自全省各地的股丸 古董商贩 收藏家在这摆摊淘宝交易 还有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算命 不挂的江湖术士也在这里摆摊谋生 夜修想法很简单 利用自己从造化玉碟上学到的技能 去古藏原闯荡一番 能赚到钱是自己本事 赚不到增长自己见识 也是好的 夜修在古藏原慢慢溜达了一圈 对这里的环境基本心里有底了 古藏原不愧是东阳市最热闹的淘宝天堂 古藏原市场到处都人头攒动 人山人海 商贩们的高声叫卖声 此起批伏 在古藏原东街角有一块角落 这里相比市场其他地方 显得安静许多 这里是各门各派算命 捕挂的江湖术士摆摊落脚地 夜修扮成算命捕挂的客人 找了几个看上去比较牛逼的算命 捕挂大师吹水 算命 大师们给出的算命 不挂结果说法 让夜修忍俊不惊 大都是名不副实的江湖骗子 只会察言观色 减好听地说 灵了弄出一个血光之灾 之类的说辞 唬人额钱 一点解决实际问题的本事都没有 虽说是忽有人的把戏 可是这些个江湖术士 收费还不低 夜修只是随便算个八字 就花去了三十元钱 夜修身上 现在一毛钱都没有了 他也有样学样 捡了块碎砖时 在一块空地上写下了算命 算运程 后面还特意加上了一句 行人零零散散好几波 几乎都被夜修地上的字句所吸引 没有哪一家算命 不挂的敢向夜修这么玩 算不准还倒贴钱 驻足为官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交头接耳议论着 这个算命先生 年纪这么轻 靠谱吗 算不准还倒贴钱 我看他准是疯了吧 看热闹的人挺多 可真要算命的一个都没有 这会儿 一个恶挪多姿 身着蓝色连衣裙高跟鞋的长发美女 拉着胖嘟嘟女般的手 婷婷鸟鸟地朝夜修这里走了过来 蓝群美女站在夜修跟前 低头看了看夜修所写的字句 不屑笑道 这年头的人 吹牛都往死里吹了 见过不准不收钱的 还没见过不准倒贴钱的 她的胖女般笑着硬道 你还记得吗 去年我们在这遇到的那个 吹嘘自己是牢山派嫡系传人的大师 算命补挂无一不惊 最后听说被人砸了摊子 还把腿给打折了 蓝群美女哈哈笑道 小帅哥大师 你尸城河门河派 该不会又是什么毛山弟子 劳山传人的吧 对蓝群美女的戏虐 夜修笑而不语 蓝群美女秀眉微除 接着说道 你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心虚了 我瞧美女 你应堂光亮润泽 春风得意 近期是不是高升了呀 夜修看了看蓝群美女五官气色 便笃定说道 夜修话音刚落 蓝群美女脸上的笑容 立刻就凝固了 夜修所说 却有歧视 蓝群美女名叫李珊珊 就职于东阳市一家 外贸进出口公司 前两日刚被提拔为 销售部东阳市市场部经理 李珊珊的女伴 指着夜修赤道 骗子 你这是懵的 江湖术市最拿手 就是这种骗人的把戏了 珊珊 走 不理她 两女刚转身 夜修接着大声说道 美女 我关你全耳饭赤 眉眼寒春 近日一定会命犯桃花节 而且是大胸之相 处理不慎 还会引火烧身 破财伤身 李珊珊听到夜修的话语后 身体忽然一颤 当即转身回头 盯着夜修问道 你说的可是真的 夜修眯起眼睛 学着电视里大师们的做派 摇头晃脑硬道 真一架来假一真 好吧 你给我说说吧 该怎么躲过这一劫 只要你能帮我躲过这一劫 钱少不了你的 李珊珊蹲下身子说道 满脸都是期盼的神色 想必这个烂桃花 给她带来了无穷的烦恼 你这个桃花节 不是命中结束 是可以化解的 不过 你得照我说的办才行 夜修故意掐指一算 缓声说道 小师傅请说 李珊珊现在已经很信任夜修了 连说话语气都变了 对夜修都尊称小师傅了 你先付给我一千元钱 我要去准备一些 办事所必须的物件 李珊珊眨扎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看着夜修好 一会儿不言语 你不信就算了 这种事不能勉强 夜修两手一摊 笑着说道 我信 我信 给 这是钱 李珊珊从钱包中点出 十张红艳艳的大头钞票 递给夜修 你就不怕我拿钱跑了夜修 看着一脸虔诚的李珊珊反问道 你不是那种人 李珊珊很肯定地说道 你怎么那么肯定 直觉 女人的直觉 李珊珊笃定地说道 等半小时 我去去就来 夜修说完 便冲了出去 四周围观看热闹的人 纷纷摇头叹气 大多认为 夜修这回是一去不返了 李珊珊的胖女伴 也摇头叹气埋怨道 珊珊 你太容易相信人了 他肯定不会回来了 就在这边众人 都在嘲笑李珊珊 识人不清 被轻易骗取钱财之时 夜修一阵风四奔了过来 没超时吧 夜修提着一个大纸袋子 里面不知道装了些什么东西 围观看热闹的 正在阴阳怪气碎碎念 嘲笑李珊珊的人看到 夜修出现后 全都哑然无声了 李珊珊看了看手机时间 看着夜修得意地笑道 没呢 还差三分钟才到半小时 我李珊珊果真没有看错人 小师傅你真是守信之人 李珊珊这番话 既是故意大声说给 方才嘲笑她的人听的 也是对夜修守信的包赞 李珊珊的胖女伴 偷偷瞧了眼夜修 暗中碰了碰李珊珊的手臂 在她耳边悄悄说道 珊珊 你真有一套 回头教教我呗 小师傅 你这袋子里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李珊珊一脸好奇的神色 望着夜修手上的纸袋子问道 都是好东西呢 这张是两级护身符 你随身携带 不敢近身 好运常在 夜修从纸袋里 拿出两张十六开纸大小 由黄表纸制成的符传 交到李珊珊手上说道 夜修用李珊珊给的一千元钱 去买齐了制作符传所需的材料 黄表纸 狼毫 朱砂 并竭尽全力 赶制出了一批符传 夜修碍于修为 只是炼器一层 只能制作一些入门级的简单符传 比如护身符 辟邪符 驱邪符 镇宅符 青神符等符传 像一些具有攻击力的初级符传 夜修仅能够勉强制作风系符传 而且制作出来的风系符传等级 还仅仅只有一级 制作成功率也不高 三次估计能成一次 李珊珊看着夜修递过来的符传 面色犹疑 很明显 李珊珊是对这些符传的作用信心不足 但又不好意思当面说破 夜修看了看 知道李珊珊心里的担忧 开口点破说道 珊珊 这两张符传妙用无穷 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 此节定能安然度过 而且经此一难后 你的财运会有所起色 在工作事业上定有所收获 李珊珊定睛看了一会儿夜修 然后问道 好吧 那我试试看吧 你还要多少钱 你是我第一个顾客 这也是你我的缘分 这次就当我做好事吧 不另收你钱了 夜修白手笑道 喂 做好事 我看你是居心不良 另有目的吧 像你这种江湖骗子 我见得多了李珊珊的胖女伴跳了出来 指着夜修鼻子赤道 这年头 好人好事果然不好做啊 那行 你们给钱我也没意见 两级护身符五万 一级避邪服一万 夜修无奈怂怂肩 笑道 胖女伴闻言惊朗 大声喊道 五万一万 你还真敢开口 不就两张破纸吗 信不信我报警抓你这个大神棍 猪猪 别说了 我们走吧 李珊珊拽着胖女伴离开了 两女离开后 夜修从纸袋里 把制作好的各式符传 每种拿出一张摆在地上贩售 符传虽然被视为是封建迷信的东西 但政府并没有强行禁止 古葬园里 也有不少像夜修这般公开贩售符传的人 可那些符传 根本就没有任何灵气流转 根本没有丝毫效果 好在卖的便宜 从十几块到几十块都有 都没有破百的 全都是烂于充数的 对于符传的好坏高下 大多数普通人无法识的 少数明眼之人 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的 夜修摆了一个下午符传 无人问津 夕阳落山之际 一个背着旅行包的中年男子走过来 铸足仔细看了一会儿 开口询问道 你的符传怎么卖 夜修心下大喜 这要是开张了吗 赶紧起身 指着左边十多张一集符传说道 这些符传一万一张 那边的是五万一张 疯子旅行包中年男子 甩出这么一句话后 便匆匆转身离去 夜修只得无奈摇头苦笑 心里默默说道 符传啊符传 你们现在可是诸语蒙尘 明珠暗头啊 用黄表纸制作而成的符传 因材质因素 灵气流转蕴藏有限 使用过后便会化成飞灰 消散不见 是一次性消耗物品 要不然夜修贩售的价格 只会更高 夕阳西下 夜幕笼罩 古葬园沿街的路灯 全都亮了起来 夜修的摊位对面 正好有一盏路灯 所以天色虽晚 夜修的摊位周围 依然还是亮如白昼 夜修一天都没怎么开张 肚子蝉虫咕噜咕噜叫的欢 可爱于荷包干扁 一贫如洗 全身上下仅有买符赚材料 剩下的两块三毛钱 想在这个物价消费其高的大都市 填饱肚子 那纯熟白日做梦 夜修只得拗着头皮 忍受鸡肠碌碌的折磨 继续摆摊贩售符赚 就在这时 远处传来了一男一女的争执声音 虽然相隔还很远 但以夜修现今的修为和听力 还是可以清楚听到的 萱萱 你就不能再等等吗 等威尔金森医生假期结束 我就请威尔金森医生 去给伯母瞧病 威尔金森医生 来是世界脑神经外科学界的权威专家 医术了得 只要他出手相助 我相信伯母的病会好转的 等哼哼 你倒说得轻强 她是我妈啊 她是最疼爱我的亲妈呀 妈妈已经人事不省卧床整整十年了 我现在一天都无法再等了 我不管 什么方法我都要尽力一事 况且 我妈妈这种病 国外也没有治愈苏醒的案例 三人来到叶修的摊位前 女的极美 有倾城之姿 风姿绰约 高贵清朗 身旁跟着的男人白净面皮 五官还算周正 一身名牌商务西服套装 头发梳得油光成亮 几人驻足看了好一会儿 叶修饭售的福传 难民 角色女子首先开口问道 小师傅 这些福传都是你的吗 叶修抬头看了看应道 不错 都是我的 我的福传 不仅能振邪辟邪 还能驱邪治病 周轩轩闻言不绝一喜 饶有兴致地继续问道 哦 能治什么病 叶修手指着一张一级青神符说道 这张青神符能治邪气入体 神治不轻治症 并邪不重的话 一张病人即可恢复神治病苏醒 两张基本就能治愈 周轩轩俯下身 将一级青神符拿在手中 问道 怎么卖 轩轩 这人一看就是一个专门招摇撞骗的 这种封建迷信的东西不能信 周轩轩身旁的西服帅哥 大声制止说道 一口价 一万一张 叶修应道 叶修话音刚落 西服帅哥便指着叶修大声恫吓道 你这个江湖骗子 神棍还真敢张口 一口价一万一张 你干嘛不去抢信不信我立马报警抓你 闻言 叶修见眉微除 脸色冷凝 右手闪电般出手 不动声色 便将周轩轩拿在手中的青神符夺了回来 就在叶修出手的刹那 周轩轩背后站着的那名 身着笔挺中山庄的男子也动了 他急不上前 一脚踢向叶修右手 但是叶修出手太快了 青神符到手后 手掌闪电迎上 手指轻轻在中山庄男子 踢出的脚掌边上的太白学一幅 这一幅叶修用上了混圆镜 中山庄男子如触电一般 猛地收脚后退两步 如灵大敌般 紧紧盯着叶修 再也不敢轻举妄动 两人这番手脚短促交锋 是在电光火时间完成的 旁人都没怎么察觉 周轩轩见叶修夺服 知道叶修是生气了 便回头赤道 宗伟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关你的事 请你不要多管闲事 周轩轩呵斥完 回过头对叶修连连抱歉 殊不知 被周轩轩呵斥过的宗伟 现在双眼里近视怒意 把在周轩轩身上受到气 全部转移到了叶修身上 现在叶修在宗伟眼里 已经是一个残废了 因为宗伟从小到大 从来不曾受过别人的窝囊气 谁敢给他气受 他就会让谁不好过 周轩轩是他心里的女神 爱慕追求对象 宗伟自然不会如何 但是叶修嘛 宗伟早已是其为残废了 叶修洗水法体过后 耳聪目明 宗伟眼神里的那点小心思 哪里逃得过叶修的双眼 叶修才没功夫理会他呢 反正叶修也没打算 在古藏原久待 天大地大 人海茫茫 叶修就不信宗伟有那本事 找得见自己 宗伟 你先回去吧 这里不需要你 周轩轩为了安抚叶修的不满情绪 直接对宗伟冷冷地下了逐客令 神棍山不转水转 咱们走着瞧宗伟临走前 对叶修狠狠撂下了这句狠话 送走了宗伟这尊温神 周轩轩微笑说道 师父 不好意思 刚才那人犯魂 你别往心里去 他是他 你是你 我心里清楚 轻神符你还买吗 叶修云淡风轻说道 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买呀 你有多少张 我全都要了 轻神符我还有两张 叶修把两张轻神符 送到周轩轩面前 周轩轩从手袋里拿出支票簿 签好一张面额五万元的支票 私下交给叶修 叶修接过支票一看 便说道 你给多了 两张服两万 不多 只要服赚有用 多少都不算多 这是我的诚意 周轩轩笑道 叶修推辞不过 便从纸袋里 掏出一张两极的护身符 递给周轩轩 叶修没有占人便宜的习惯 更不喜欢平白无故欠人情 所以以服充数 要知道 一张叶修亲手制作的两极护身符 其价值可远不止三万 叶修接着把如何使用亲神符的诀窍 交给周轩轩知道 其实也很简单 拿着要使用的符传 对着目标人 手指捏一个指诀 喊声 零即可 周轩轩一脸欣喜的神情 把两张亲神符折好 放进手袋里 满怀期待地转身离开了 自从周母发病 陷入人事不省的植物人状态后 可把周轩轩给愁坏了 周轩轩国内国外 到处便访名医专家 为母亲治疗 都没有任何效果 周轩轩甚至还托人全世界 购买各种法器 灵气为母亲祈福 驱邪 今天逛古葬园 巧遇夜修卖福 得知亲神符 可能会对自己母亲的病有效果 周轩轩哪里会放过 无数次为母治病失败的经历 让周轩轩更为孤注一掷 只要有一丁点希望的可能 周轩轩都绝不会放过 周轩轩现在是一家上司公司的董事长 几万块钱对她来说 根本不是问题 能为母亲买回一个疾病治愈的希望 哪怕几十万 几百万 周轩轩也不会眨眼的 况且在返回的路上 自己的保镖陆文龙 对她透露了夜修身手了得的情况 这就让周轩轩对夜修亲神符所抱的希望更大了 要知道 周轩轩所请的保镖陆文龙 可是国内保镖界屈指可数的 曾经拿过全国散打冠军的高手 身手那可不是一般了得 回到自家所见的疗养所 周轩轩迫不及待地 直奔母亲的特护病房 此时在特护病房外的椅子上 坐着两个男人 周琪 周琪年纪五十了 可以指养尊处优 保养得好 外表看上去 顶多三四十的样子 不显老 自从妻子发病陷入昏迷之后 她便撒手不理了 还在外面花天酒地鬼混 包养情人 所以周轩轩看到这两人来疗养所 心里就很不高兴 不用问 周轩轩就知道 这次肯定又是宗伟告的命 不然自己那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是绝不会来这里的 果然 正当周轩轩走到病房门口 周琪开口了 轩轩 你竟然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之前你怎么任性胡闹 我都可以不管 没想到 今天你竟然变本加厉 连福转这种封建迷信的东西 都搬出来了 你不晓了 做事情应该动动脑子了 要不是宗伟 我还蒙在鼓里呢 周琪沉声说道 我任性我胡闹妈妈 摊在病床上 需要你照顾的时候 你在哪里你门心自问 你为妈妈做过什么周轩轩 憋在心里许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看着父亲周琪 连续质问道 周琪面对女儿的连声质问 神色惭愧 低着头 不敢与女儿周轩轩的目光对视 轩轩 你误会了 伯父这么说 也是关心你 怕你被坏人欺骗 误入歧途 宗伟站出来 为周琪解围说道 你闭嘴谁要你多事 我们家的事 不需要你这个外人瞎餐 和周轩轩非常不满宗伟 冷冷赤道 一点面子也不给宗伟留 周轩轩说完 不再理会两人 推开病房门 走了进去 看着静静躺在病床上 一动不动的母亲 周轩轩泪也模糊了 整整十年了 周轩轩一次又一次满怀希望 一次又一次希望破灭 她感觉自己真的到了极限了 再也经不起希望 再一次破灭了 周轩轩喃喃自语祈祷 从手袋里小心拿出清神符 按照夜休所教的方法 将符传对着自己母亲 然后捏了个指掘 喊了声 零 符传忽然化成一团白光 白光消失后 符传也随之消散 再也寻不到一丝踪迹 轩轩 躺在病床上 周母慢慢睁开了双眼 轻轻喊了一声 周轩轩简直不敢相信 眼前看到的这一幕 她激动地跳了起来 像一个小孩子一般 大声欢呼喊叫 使劲拍手 病房外面的周琪 透过窗户 看到了病房里面 不可思议的一幕 她所看到的画面 完全颠覆了她的认知 宗伟的情形也差不多 同样目瞪口呆 这是幻觉吗 终于开张 做成一单福转生意 金账五万元 夜休很是高兴 不过夜休很快便冷静了下来 她清醒地意识到 福转买卖这种生意 偶然性太强了 碰不到实货的人 自己的福转就算再好 也休想卖得出去 很有古玩行当里流行的说法 要么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的的架势 可残酷的现实和家庭财务压力 让夜休不能再那样 靠天和运气赚钱了 毕竟时间不等人 弟弟夜宝赌债还款期限快要到了 夜休必须尽快赚够15万 把弟弟夜宝的赌债轻了 这样夜休才能放心 已经晚上8点了 各大银行早已下班关门 夜休无法把支票上的5万元钱 转到自己银行卡上 也就没办法取出现金来了 夜休怀揣着5万元的支票 鸡肠碌碌地走在古葬园的街道上 烧烤摊上飘散出的香浓烤肉的味道 让夜休不住吞口水 夜休全身上下 仅剩裤子口袋里的两块三毛钱 这还是买福转材料剩下的钱 就在夜休漫无目的地 在古葬园街道上走着的时候 一抬头看到前面不远处 一处店面门口外 人山人海 摩肩擦肿 非常热闹 人气爆棚 夜休也觉得挺奇怪的 现在这个时候 各家店面门前都是挺冷清的 客人很少 可为什么唯独这家店面门口 人气那么旺 夜休快步走上前 一窥究竟 原来这是一家新开张的典当铺 店家为了吸引眼球 赚足人气 为店铺打响知名度 正在举办抽奖性质的 呱呱彩特别活动 店铺门口前用木桌椅 置起了三个呱呱彩的活动平台 每一个活动平台周围 兜里三层外三层 挤满了踊跃买彩的人 买彩的人群中 还不时爆发出 中了我中了的疯狂喊声 整个活动场面的氛围 简直是嗨翻天了 夜休看到典当铺里 走出来一个身着红色 糖装的中年肥胖男子 该男子招手 示意活动平台的一名工作人员过去 两人鬼鬼祟祟的转身 进入一个无人的街道拐角 夜休好奇心驱使 决定跟过去看看 我让你找的人都安排好了 没有店铺里值钱的物品 一定不能有失 全部都要由我们自己人抽中 才行肥胖糖装男子低声交代道 汪老板 我办事你放心 今晚这个活动 一定会大转特转 转得盆满钵满的 而且 铺面广告效应绝对刚刚的 夜休离得七八米远 将两人的对话 听得清清楚楚 这时 从店铺里面连着走出来 三个抽中大奖的人 手里不是拿着金光闪闪的 精气饰品 就是拿着玉手镯之类的玉石饰品 每个人出门后 都把手里的战利品 高举过头顶 向众人展示 还给大家加油鼓劲 煽动买采众人的镜头 中奖几人相似的举动 和店铺老板的话语 让夜休恍然大悟 这家典当铺 开张稿的呱呱彩活动 其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店家挂出的巨幅宣传横幅承诺道 攒期五百元呱呱彩彩金 就能获得进入典当铺 随便抽取一件物品的宣传噱头 让无数蒙在鼓里 幻想着占大便宜 一夜报复的人趋之若鹜 前赴后继 不顾一切的疯抢呱呱彩彩票 夜休挤进买彩的人群里 观察了好一会儿 心里也有个底了 一张呱呱彩彩票两元 重彩几率还是蛮大的 但大部分重的都是两元 五元之类的小面额 最高彩票彩金面额是五千元的 终者寥寥 不过夜休认为 按点当铺老板的尿性 这种大面额的彩金 多半也会落入自己人之手的 喂 你到底买不买啊 不买就自觉 让开一名卖彩的年轻女人 指着夜休不屑喝道 夜休辛苦摆了一整天的摊 灰头土脸的 地摊逃来的白衬衣上 满是灰尘和汗液的污渍 难怪会被狗眼看人低的卖彩女人 轻视和嫌弃 夜休从裤带里 把身上锦鱼的两块现金掏出来 拍在桌面上 说道 老子就是来买彩的 那名农装燕抹的势力女人 看了眼夜休拍在桌上 皱巴巴的两块钱 夜休拍在桌面上的两块钱捞了过来 一脸嫌弃的神情 手指一拎 便将夜休的两块钱 扔到了桌下装小票的箱子中了 收了钱后 浓妆燕抹的势力女人 拿出一张呱呱彩彩票 正要扔给夜休 夜休伸手指着另一张彩票喊道 这张不要 我要那张 穷讲究女人态度更为不屑 夜休懒得同这种无知的庸俗女人计较 拿过彩票 开始刮彩 当彩票上的涂层被涂抹开之后 显示出了500的阿拉伯字样 夜休买的这张彩票中了500元面额的彩金 夜休开起了眼睛透视异能 很轻易就能看穿呱呱彩彩票的彩金面额 只是为了不引人注意 见好就收 外面的呱呱彩票 只是迎头小利而已 典当铺里的藏品和典当物品才是大头 视力女人看到后脸上不屑的神色 被羡慕极度的神色所取代 嘴上酸溜溜说道 瞎毛撞到死耗子了 夜休在四周买彩之人艳羡的目光 注视下进了典当铺 500元彩金 足够夜休随意抽取店里的一件物品了 进了典当铺 那名身着红色糖装的胖老板 皮笑若不笑地迎了上来 热情拉着夜休进入李建的收藏室 夜休也不禁吃了一惊 连着的两间宽敞的大屋子里 整齐罗列摆放着上千件 各式各样的典当物品和收藏品 李建的屋子里的一张桌子上 整齐摆放着一些做工一般的经营饰品 和玉石饰品 夜休只是略扫了一眼 就知道他们的价值都不高 胖老板一个劲在夜休身旁忽悠 想让夜休在那些便宜的精英视频里 挑选奖品 夜休没搭理胖老板 而是环目四股 忽然 在一处不显眼的角落大刺屏里 一卷包裹着的画卷 吸引住了夜休的目光 那一卷包装好的画卷 往外发散出一股其他画卷 和藏品所没有金黄色气息 而且夜休通过透视异能 发现了这卷画卷内有蹊跷 画卷之中的夹层内 竟然还藏有另一幅画 老板 我要这卷画 夜休走到百方画卷的大刺屏旁 取出那卷内有蹊跷的画卷 胖老板跟上去 一脸疑惑地看着夜休 从百方画卷的大刺屏里取出的画卷 这幅画卷 他心里清楚得很 是前不久 自己仅仅花了三百多元钱 从一位业余收藏爱好者手里 收上来的零摹品 画卷本身并没什么价值 不过胖老板一双老鼠眼 咕噜咕噜转了一圈 记上心来 他决定拿这幅画作价 吹嘘一番 能多占夜休一点便宜 就多占一点 小伙子 这幅画乃是当代名画师的得意作品 价格不菲 摆放在这里的藏品获取前提 必须是积攒了五百呱呱彩彩金 够了没夜休 将呱呱彩中奖彩票拿在手中 在胖老板眼前晃了晃淡淡说道 胖老板见状 谗笑说道 小伙子 你当真确定用五百彩金 换取本店的这幅画卷 胖老板害怕夜休反悔 为避免日后麻烦 今日我们双方就立下凭证 个人签字画押 你不要多心 这只是走一个程序而已 目的是为了大家日后方便 胖老板见夜休入套了 为把这事情做实 不给夜休反悔的机会 在胖老板授意下 典当铺的财物 很快便拿着一试两份字句过来 交给胖老板和夜休 夜休看了看 觉得没识 不妥之处 便拿笔签上自己名字 两人签字手续完成以后 周围看热闹掠懂行的人 纷纷摇头叹息 都为夜休不值 有一个带着老花镜 须发揭白的老学究样子的老人 忍不住开口 提点夜休说道 小伙子 你这幅画只是零摸品 而且画技还很一般 值得原作三分形 市场价值最多也就几百元 甚至一文钱都不值 老学究话音刚落 胖老板在一旁 质得一满投笑不已 夜休全都看在眼里 不动声色开口问道 老板 你店里有镊子 刀片吗 有啊 小伙子 你要这些有何用胖老板不解的问道 转身立即吩咐手下去准备 夜休将画瓶铺展开在桌子上 一手拿着刀片 一手拿着镊子 小心翼翼分拆画卷 夜休的举动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的 大家大多认为 夜休是忍不了吃了暗亏这口气 破冠破摔 当着众人面 毁坏画作 老学究还在一旁劝说道 小伙子 不要冲动 就当是交学费了 吃一欠掌一掷 胖老板则言嘴怯笑不已 冷眼看着夜休毁坏画作 夜休默然不语 专心致志分拆画卷 五分钟过去了 夜休拆分的也差不多了 有人惊呼道 看啊 那画作中还暗藏有一幅画 众人当即围拢上来 对夜休这幅未知的画中画 直指点点 胖老板一双老鼠眼 紧盯夜休即将取出的 暗藏在临摹画作加层中的新画 当夜休让不见天日多年的画作 重见天日之时 老学究首先惊呼道 求英的仙山楼阁图 典当铺胖老板 也是情不自禁 哀哑一声惊呼 眼放金光 贪婪之太惊险 求英是名代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 于沈舟 文征明和唐寅 被后世并称为名四家 无门四家 以称天门四姐 求英擅长画人物 山水 花鸟 楼阁等题材 画法仓秀 构思巧妙 笔墨俊雅 仙山楼阁图乃是求英晚年得意之作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求英早年画作西村草堂图 曾在国内的拍卖行 以10188万元的高价格卖出 而这幅仙山楼阁图乃是求英晚年 画季登峰造极之作 价值可想而知 从典当铺胖老板 降红色的惊讶脸色 瞪得都要快掉出来的眼珠子 也可以知道 此幅画作价值绝对不菲 而且 整幅画作保存得极好 画作品质一流 完整无瑕 小伙子 这幅画你卖给我吧 200万怎么样一名中年富商 当即开价的 对于古画的具体市场价值 夜修并不清楚 也被富商爆出的价格吓了一跳 要知道 夜修这辈子 还从未想到过 自己可以赚200万巨款呢 不过 夜修并没有见钱眼开 立即答应 而是沉吟不语 中年富商见夜修不搭话 以为夜修嫌报价低 再次加价到300万 中年富商每出一次价 点当铺胖老板的胖脸 就不自觉地抽搐一下 当报价涨到400万时 夜修依然微笑摇头不语 既然有人那么心急火了出价购买 那就说明 这幅画价值不菲 夜修决定再等等看看 小伙子 这样 我个人非常喜欢收藏古画 500万 如果你觉得满意的话 我马上可以给你支票 或者银行转账 中年富商再次提价 点当铺胖老板这下 脸色已经非常难看了 肥嘟嘟的脸庞都快扭成一团了 可想而知 他此时内心所受到的煎熬有多大了 为了贪500元的小便宜 这一家伙赔上了500万 换谁谁都要郁闷死的 老学九此时也开口了 小伙子 这个价格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古画拍卖行的行情起落太大 我没记错的话 球鹰的秋元由企图手券 去年卖了个600多万 除去手续费和用金费 实际到手的也就500万多一点 而且还费时费力呢 小伙子 我这么说 只是给你个参考 决定还是你来做 好吧 500万 成交把前银行转账到我的银行卡里吧 夜修这回学金了 不要支票了 支票今晚是无法兑现了 最快也要等到明天银行开门上班 没问题 中年富商回头招手示意自己的秘书过来 秘书把手提电脑拿了过来 接上电源 中年富商叫夜修在电脑上 输入自己银行卡账号 确认无误后 中年富商清点键盘 鼠标500万元 实时转入了夜修的银行卡里 同城同银行转账 资金到账还是很快的 一个钟之后 夜修手机上便收到了 自己银行卡资金到账的短信提示 老板 谢谢你的馈赠 夜修出门经过 点当铺胖老板身边时 开心说道 汪东兴脸上坠肉狠狠抽动了起来 他早已郁闷抓狂不已 夜修领了的这句话 就像一把利刃 狠狠扎进了汪东兴的心脏里 但是这一切又能怪谁呢 俗话说得好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活 不过汪东兴可不这么想 夜修前脚刚离开点当铺 汪东兴当即吩咐自己 最得力的手下强子 去为自己出这口气 为自己挽回经济损失 从点当铺走出来后 门外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望向夜修 夜修抽中一幅 价值不菲话中话的事情 早已传遍点当铺内外了 夜修现在 已成为万众瞩目的 逆袭立志榜样 就连原先那个 瞧不上夜修的势力女人 这时也与身旁同事 高声谈论夜修 与其中多是艳羡的味道 夜修昂首挺胸 在众人艳羡的目光 注视下风光无限地离开 本来想将点当铺老板 卧错伎俩告知 还蒙在鼓里疯狂买采的众人知道的 不过在看到买采众人身上 几乎一模一样的 癫狂买采镜头 夜修还是决定 自己不要多此一举了 在诱人利益和贪婪私心的驱使下 无论怎么劝说 都是徒劳的 更何况 自己还是获益者 这就更说不清了 夜修离开点当铺 便往离得最近的银行走去 银行虽然下班关门了 可艾地基 还是24小时全天后正常工作的 夜修银行卡 500万卖化资金已经到账 取款一点问题都没有 离开古藏园 转入商业步行街 虽然现在已经晚10点了 好月当空 繁星点点 可东阳市商业步行街 沿街各店铺 却是灯火通明 街道上往来穿梭的行人 更是络绎不绝 这个时间 东阳市商业步行街 多姿多彩的夜生活 才算是正式开始 这就是现代大都市夜生活 与农村的不同 在夜修农村老家 这个时间 大多半人早已进入梦乡了 走上一座行人稀少的天桥 夜修紧觉得发现自己 似乎已经被人盯上了 而且跟踪自己的人数还不少 上了天桥 夜修顿感不妙 从天桥另一端跑上来 五六个身着T恤 手臂上还有刺青纹身的小年轻 他们每一个人手里 不是拿着铁棍 就是棒球棒 朝着夜修这边快步走过来 跟在夜修身后的另一拨人 也快步跟了上来 前有狼后有虎 夜修进退不得之际 看到天桥下方不远处 接到座椅上 坐着一名女警察 夜修虽然得造化御蝶 无上大道传承 可还是碍于修为根基浅薄 尚无法修炼御蝶里的那些 深奥精妙玄宫 现在的夜修 最多也就是比普通人体质强 各方面身体素质强悍而已 但是玄公护身术 夜修还是不会的 对付一两个 两三个小混混 夜修自存问题不大 但是同时应付 十几个手持凶器的小混混 夜修心里还是有点犯虚的 从夜修身后追上来那伙人 在体型魁梧壮硕的强子带领下 盯着夜修不住冷笑 目露凶光 面目猙獰 强子早年在国外当过雇佣兵 手上沾满鲜血 身手了得 形势很辣 回国后也犯过事 后被典当铺老板汪东兴 收作小弟 成为汪东兴的打手 马前卒 夜修瞥了眼追上来的强子等人 在强子身上 他看到了很强的煞气 那是一种杀了人 才会形成的负面气场 夜修这才知道 点当铺胖老板汪东兴 这回是要一条道走道黑了 你做出一 就别怨哥做十五了 夜修此刻心里暗下决心 修为提升后 就要狠狠教训汪东兴 这个无良奸商 好汉不吃眼前亏 夜修忽然跃出天桥护栏 在强子等人惊讶的目光注视下 纵身跳下三层楼高的天桥 稳稳当当安全落地 夜修落地后 一溜小袍 跑到坐在椅子上的女警察面前 装出一脸惊慌的神情 抓住女警察的小手 说道 美女警察同志 有坏人要抢我 坏人就你这样 会有坏人抢你哈哈 别逗了 难道坏人都是不长眼的那名 被夜修抓着小手 求助的女警察 举目四顾 没有看到夜修所说的坏人 低头打量 夜修一身 有点凌乱的形象 不以为然笑道 美女警察同志 我不骗你 他们都在天桥上 夜修指着天桥再次说道 放手别妨碍我听音乐 女警察将掉落的 苹果6S手机耳塞 重新塞进耳朵里 夜修跳桥逃走后 强子等人早已散开 隐去踪迹 在暗处盯着夜修 夜修耳聪目明 可以毫不费力发现 隐藏在暗处的强子等人 可女警察就没这本事了 威胁并没有解除 但强子等人 因惧怕女警察 不敢追击夜修 夜修看着面前 这个英姿飒爽的 俏丽女警花 心里来了主意 美女警察同志 我昨天刚下火车 身上的钱财都被人偷了 没钱吃饭 女警察文言摘下耳塞 仔细打量了一会儿夜修 伸出手 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夜修可怜兮兮地摇摇头 说道 也被贼顺走了 给 自己去买东西吃吧 女警察掏出一百元钱 塞到夜修手上 看着手里红烟烟的大头钞票 夜修这一刻感动莫名 俏丽女警花在她眼里 就像是天使一般 纯洁 美丽 夜修心里对女警花的好感度 瞬间爆棚 可我不识路啊 我是一个大陆痴 夜修目的 只是让女警花保护自己 不是为了骗吃骗喝 有女警花在 强子等人 就不敢明目张胆近身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 还不如一个姑娘 跟我走吧 女警花当先引路 计谋得逞的夜修 则大摇大摆地 跟在女警花身后 强子一脸无奈的神情 只得一个人 暗暗跟在夜修后面 在路过一处小巷子的时候 夜修赶上女警花 伸手一把将女警花搂了过来 把喜欢的女神搂入怀中 夜修情不自禁 放开我 你想干什么女警花回过神来 猛地一把推开夜修 楚嫣然 楚警官 谢谢你的一百元钱 还有谢谢你的吻 夜修说完 搜一闪身 便往那处黑暗的小巷子狂奔去 留下一脸发猛的楚嫣然 愣在原地 楚嫣然气鼓鼓地伸手 探进警服荷包 发现夜修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 将自己给她的一百元钱 塞还给了自己 混蛋我楚嫣然发誓 一定要逮住你楚嫣然 挥舞着一对粉拳 对着早已消失在黑暗巷子里的夜修 大声喊道 楚嫣然为何大发雷霆 要知道 夜修夺走了楚嫣然 珍藏保留了二十一年的初吻 那是她特意留给自己未来丈夫的 可恶的夜修 竟然杰族仙灯了 楚嫣然不发火 那才是怪了 新书气球各位读者大大多多支持 用你们手中的推荐票 砸晕我吧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 夜修都躲在仙界果园里 苦练混元无极功 夜修可不想再被人追杀欺辱了 会员无极功乃是太古道门护身无上玄弓 得天地人之奥妙 功成则能夺天地之造化为己所用 夜修席练会员仪气绝之前 就曾经练过几次 可均无一丝进展 会员无极功 必须要有一定的会员进气 奠基方能修炼 要不就如无缘之水 无本之木一般 根本练不起来 现在夜修会员仪气绝小有进展 修为提升到了练气一层 使得席练会员无极功 有了先决条件和基本保障 不过就算如此 夜修修炼会员无极功的过程 也是极其艰辛 会员无极功 共有三十六天刚七十二地煞 共一百零八般数绝变化 想要功成圆满 那可不是一般困难的 夜修苦练三天 也仅仅是略掌握了 七十二地煞树绝里的一项 三成空火的法门 出手运进之时 体内悬扬正气澎湃沸腾 可自攻敌之用 修炼闲暇 夜修啃食方便面面饼 用灵泉水送服冲击 拜仙界果园灵气浓度醇厚所赐 三天的苦练 夜修护身玄公小游所成 再也不是之前 那个任人欺辱的文弱书生了 夜修躲在自家仙界果园 苦练玄公之时 殊不知在东阳市 很多人也在全力搜寻他的踪迹 林楚楚得夜修亲神父助力 成功治愈自己母亲的疾病 他大喜之下 更觉得夜修非一般人 有心亲近交好 派自己保镖陆文龙 带人去寻找夜修 有人喜欢夜修 也就有人憎恨夜修 古藏原典当铺的老板汪东兴 此时也勒令自己的得力干将强子 在东阳市各个公共场所 搜寻夜修踪迹 锦花楚嫣然 这三天也在极力搜寻夜修踪迹 他是要爆出稳被夺之痕 夜修看着自己果园内 大片空闲的土地 不无惋惜的思道 不能将这么肥沃的 仙田抛荒了 功德积分 虽然一时之间挣不来 但可以先用一般果树 种子种种试试看的呀 似及此 夜修转身 走出了仙界果园 返回现实世界中 夜修现在钱凑够了 重回东阳市 首先就拿出手机 给自己弟弟 夜宝拨了一个电话 他想先同弟弟打个招呼 找一个适合的时间 上门还赌债 宝 你现在在哪里那边 怎么那么吵电话接通后 手机里传来一阵 闹哄哄的重金属 摇滚跃的嘈杂声音 你是谁 手机那头 传来了一个陌生的男人声音 夜修皱眉说道 夜宝是我弟弟 你让他接电话 你要想你弟弟没事 一小时之内 拿两万块红包 来红玫瑰夜总会 警告你啊 不准报警 否则你弟弟缺胳膊少腿 就怨不得我了 手机里陌生男子 语气十分嚣张 你先让我弟弟接下电话 夜修想确定 自己弟弟安危状况 夜修等了好一会儿 手机里头终于传来了 自己弟弟夜宝的声音 哥 我是宝啊 快来救我 他们打我爱哟 手机里夜宝声音 沙哑淒厉 似乎正在遭到殴打 听到了吧 你弟弟现在还完整无缺 不过一小时之后 我就不敢保证了 手机里陌生男子威胁说道 钱马上送到 不准再打我弟弟夜修 大声吼道 夜修的弟弟夜宝 读书不行 脾性却顽劣异常 家里把他送到省城技校念书 以期学一门实用的手艺 日后谋生用 没想到夜宝顽劣之性不改 赌债之事风波未平 现在又惹了一大摊子 难事上身 夜修就递心窃 挂断电话后 就直奔银行 心急火燎地 提了三万块现金 然后拦了一辆出租车 直奔红玫瑰夜总会 红玫瑰夜总会 在东阳市是出了名的乱 夜总会的人 本就三较九流 形色色色的人都有 东阳市地下帮派组织的人 也常在里面寻衅欧斗 夜修也想不出 自己弟弟是如何惹祸上身的 到了夜总会 夜修掏出手机 立马拨打弟弟手机 喂 你们在哪里 我来送钱了 108房 只准你一个人来手机里 男子冷冷说道 夜修快步冲进夜总会 在夜总会服务员指引下 很快便来到了108房 门口外有两名身着白衬衫 黑西裤的年轻男子把守着 夜修进门前 还被两人搜身检查了一遍 在确认夜修没有携带攻击性武器之后 才把他放了进去 哥 哥 夜宝跪在一堆碎玻璃扎上 脸肿得像个猪头 两个眼睛像大熊猫一般 膝盖压着的地板上 鲜血淋漓 模样惨烈极了 草 谁下的手夜修看到自己弟弟 被人打成这般惨状 心头无名火 窜起三丈高 冷喝道 夜宝 你哥还蛮爱你的吗 这么快就把钱送来了 一个秃头肥胖 赤膊男笑呵呵走了过来 想从夜修手上 把装着三万块钱的纸带夺过去 你们先把这件事情 给我说清楚了 我弟弟 这亏不能白瘦了 夜修推开秃头胖子 伸过来拿纸带刺胖手 哟 你小子还蛮硬的 知道这是谁的地板吗 秃头胖男一脸张狂的模样 不屑地说道 我说得很清楚了 钱就在这里 但是我要给的明白夜修啪一声 将三万块 用报纸简单包裹起来的现金 拍在包间玻璃桌子上 你弟弟夜宝 不知天高地后 泡我大哥的马子 我大哥很不高兴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原委 秃头胖男说完 就想俯身 把玻璃桌子上的现金拾起 碰夜修一腿踹飞上来 捡钱的秃头胖子 冷冷说道 这钱既然是赔给你大哥的 就让他自己来要我看 你们谁他妈敢动 秃头胖子 被夜修一腿 踹飞三米远 重重摔在地板上 哀悠悠 疼得直叫唤 包间内另外两个小混混 见夜修动手 也冲了上来 也就一个照面 两个小混混 被夜修掌力阵飞出两米 一起摔在包间一侧的沙发上 哼哼唧唧 再也起不来了 守在门口的两人 听到包间内的打斗声音不太对 也急冲冲跑了进来 夜修迎上前刷刷两下 毫不费力 就把两个壮士大汉放倒了 干翻包间里外所有对手后 夜修过去 把弟弟夜宝 从满是玻璃渣子的地板上扶起来 宝 刚才是谁打的你夜修问道 夜宝指着仍然躺在地板上的秃头胖男 恨恨说道 就他打得最凶 有大哥在 谁打的你 你就过去打回来夜修瞪着秃头胖男说道 哦 夜宝拾起桌子上 一瓶没有开瓶的啤酒 一瘸一拐 走到秃头胖男身边 平一声 狠狠将啤酒瓶 狠狠砸向秃头胖男的圆脑袋上 啤酒瓶瞬间喷一声爆开 满是气泡的酒水和碎玻璃屑四散飞溅 夜宝你小子不想活了 敢动手打老子秃头胖男满头满脸的啤酒 挣扎起来 推了一把夜宝 夜修二话不说 上去连着就是两脚 咔嚓 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 秃头胖男推人的双手 起肘断折 叫得像杀猪一般 关门 我倒想看看 谁他妈那么有种 赶来我阿水的肠子里搞事 一个身着白西装的中年男子 搂着一个妖艳性感的年轻女人 手里捏着一只燃着的雪架 带着十余个穿着短衫的壮汉猛男涌了进来 来人还把包间大门给锁上了 水哥 你帮我报仇啊 他太狠了 把我手全弄断了 哎呦呦 秃头胖男剑就冰到了 挣扎着喊道 新书气球各位读者大大多多支持 用你们手中的推荐票 砸晕我爸求助攻 小红 叶宝看见进来的那名妖艳性感女人后 情不自禁地喊了声出来 显然两人是认识的 马德 老子看见小白脸就来火气 还踏马的是勾引老子女人的小白脸 白色西服中年男子怒目瞪是叶宝 恶狠狠说道 哥 叶宝被白色西服中年男怒目瞪是以后 身子不由地发抖 赶紧躲到叶修身旁来 叶修淡定微笑 摸了摸叶宝的脑袋 安慰自己惊慌失措的弟弟 对方领头的白色西服中年男子 是东阳市地下世界里 很有名的混混头子之一 控制着几家夜总会和夜店 手下有百十来号人 实力在东阳市混混头里排行第五 心狠手辣 道上人称水哥 草 小白脸就是靠不住 过来给老子吹吹降降降火气水哥 不屑地白了一眼瑟瑟发抖的夜宝 粗暴地把自己怀里的妖艳性感女人 奔着蹲在自己身前 妖艳性感女子 只得当着众人的面 蹲下为水哥吃香蕉 水哥一脸享受的神情 还不住地哼哼啊 呀舒服地直叫唤 他身后的马仔们 更是细虐的口哨声 肆意的浪笑声响成一片 小红不要做了 我跟你拼了夜宝 被眼前男女当众上演的活春功 刺激的情绪失控 眼睛充血 脸色扭曲铁青的可怕 坐下不值得夜修强行摁下 欲冲过去找人拼命的弟弟夜宝 夜修一看女人外貌就知道 该女子是水性洋花的 搞不好自己弟弟夜宝这件事 也是中了他人圈套 哼 蝼蚁汉术 自不量力小白脸 好好看着 水哥现场免费教导你 正确的撩妹姿势 哼 水哥模样张狂极了 根本就是夜修两兄弟 为待宰的羔羊一般 在疯狂扭动冲刺一番后 水哥身体像打冷战一般 高声舒服地嘶吼了一声 蹲在地上的妖艳性感女人 则是妆容全毁 头发凌乱 爽玩的水哥 接过手下递上来的雪茄 十分惬意地吸了两口 长长地吐了几个烟圈 小子 我阿水的人 你都敢动爆出你的后台来吧 水哥扭头盯着夜修说道 谁动我的家人 我就要谁生不如死夜修一字一句 冷冷说道 找死敢这么同水哥说话 水哥身旁 一个煞气很重的刀疤男子 指着夜修呵斥道 夜修看得出来 这个站出来呵斥自己的男人身上 肯定背负着不少人命 该男子面容凶狠冷酷 一看就知道 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阿水我只问你一句 我弟弟 是你下令打得不是夜修盯着叔父 哈哈有意思 我发现你们两兄弟 都塔玛一个德性 不知天高地后你一个将死之人 还敢同老子这么说话 信不信老子剁了你 为狗阿水还事左右 一脸不屑的神情 哈哈大笑道 房间内 阿水的十余名手下 也附和自己老大 捧父大笑不已 搜夜修呼得一闪身 只眨眼功夫 已来到阿水面前 啪 啪 连着两剂响亮清脆的耳光 阿水一张还算白净的脸庞 瞬间通红 红色的手掌印痕非常醒目 叼在嘴中的雪茄也被抽飞了 夜修行动迅疾 出手很辣 包间里几乎都没人看清 夜修是怎么出的手 阿水嘴角一出鲜血 他还吐出了几颗碎牙 夜修两巴掌 把趾高气扬的阿水 给直接扇猛神了 老半天仍没有缓过进来 好一会儿后 回过神来的小混混们 才喊叫着 朝夜修猛扑上来 啊 呀 哎呦 惨叫声此起批服 夜修令人眼花缭乱的一通快打 就把十余个壮汉全放倒了 现在包间里只剩下阿水 和他那个煞气很重的恶人保镖 两人没有躺下 不过两人现在都一个表情 默然看着躺满一地惨豪的手下 发呆不语 夜修再次走到阿水面前 那个煞气很重的保镖 刚要站出来拦挡 就被夜修瞪了一眼 吓得不敢动了 阿水则用守护着自己脑袋 哀求道 你不要过来之前不可一世的张狂镜头 已经消失不见了 夜修一掌 排在阿水丹田的位置 一股炙热的静气 窜进阿水下教学 不一会儿功夫 阿水立马捂着自己小腹 惨毫不已 夜修心炼成的悬崖正气 炙热无比 每几人都够扛得住身体经脉热气 乱窜之苦的 夜修这也是 为自己弟弟夜保出一口恶气 而且阿水这人自己做死 惹得夜修很不爽 被整治也是咎由自取了 不过 阿水经过夜修这么一弄 痛上一两天是逃不了 性命是无余 但男人那是他以后是不要再想的了 新时代的太监 下退的保镖脸面上受不过 表情纠结无比 大吼一声 发狠式地攻了过来 夜修看都懒得看 手掌混圆镜透掌而出 不避不让 朝对方来全迎去 咔嚓 一阵骨断惊蛇的闷响传出 保镖一条手臂骨头尽数折断 连退十余步 狠狠撞在包间一侧墙壁上 脸色惨白 阿水 今天只是教你做人的正确姿势 长个记性 如果日后你胆敢再纠缠我的家人 我丑话说在前头 定要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惨毫腾够七天 夜修冷冷丢下这句话 扶着自己弟弟夜宝 走出一片狼藉 惨毫生不断的包间 哥 你真厉害 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 能教教我吗 出了红玫瑰夜总会 夜宝便一脸崇敬的神色 望着身旁的夜修 宝 在里面人多 我不说你 你看看 你现在像什么样子 整日不学无数 吊儿郎当的 不学好 不进橘子 也是迟早被人打死的下场 夜修教训 自己不长进的弟弟说道 大哥 我知道错了 夜宝低着头 老实听讯 亲眼见识大哥夜修 大发神威之后 夜宝已经对自己这个大哥 佩服的五体投递了 无论夜修怎么训 怎么骂 夜宝都不敢有半句怨言 哥 还有 那个 等一下你有空吗 夜宝支支吾吾说道 神色有点紧张 你还有什么破事没弄干净 夜修没好气应道 对自己这个不学好的弟弟 他这个做哥哥的 也很头疼 没有了 就是学校那边 要求要见现家长而已 如果大哥你忙 就不劳您大驾了 夜宝赶紧解释说道 夜修与弟弟夜宝 搭乘出租车返回季校 新南方职业技术学院 新南方职业技术学院 是华夏西南地区规模最大 师资最为雄厚的 专门培养职业技术工人的学校 下了车 在走进学院的一路上 沿途有不少同学 与夜宝热情打招呼 不过打招呼的内容 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夜宝 你回校上课了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由于大哥夜修在身边 对打招呼的那些同学们 夜宝只能抱以尴尬的微笑回应 宝 看起来你小子在校外的生活 还是挺丰富多彩的嘛 不是 哥 大家只是在开玩笑了 你不要当真 在哥面前别装唇 你小子肚子里 那点小酒酒还想瞒得过我 哥 我下次注意 您大人有大量 别和弟弟我一般见识 还想有下次夜修飞起一脚 轻轻踢在夜宝的屁屁上 大哥饶命 夜宝连声告饶 屁屁上很醒目的一个鞋印 返回继校的出租车上 夜修用自己的混员工 给夜宝疗伤 不消半小时 夜宝身上的内外伤 就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这使得夜宝更加崇拜自己大哥 简直把夜修当成神看了 当夜宝引着夜修 来到职业技术学院 行政办公楼校长 办公室楼层之时 正好迎面遇上一对父子 神情落寞地 从校长室里走出来 那个父亲一边走 还一边大声训斥道 你这败家玩意咋不学好 老子上班赚两个钱容易吗 经过夜宝身边 只听他笑道 夜宝 你小子死定了 我旷客才两天就被开出留校查看 有你好果子吃 说完 一阵风势地跑下楼了 来到校长室门口 夜宝说什么也不愿意 随夜修一道进去了 那好 你就在这老师待着我出来 再收拾你夜修交代完 便敲了敲门 一个人推门进入 宽敞凉爽的办公室里 只有一个头发有点花白的男子 坐在室内一角的办公桌后 扶案工作着 夜修进来后 对方语气略微歉意说道 不好意思 老毛病犯了 腿脚不利索 你请坐 我是夜宝的兄长 您是校长吧 夜修笑着问道 我免贵姓陆 陆长江 是新南方职业技术学院的校长 陆校长笑呵呵说道 样子挺平易近人的 从陆长江身上 夜修感受到最多的是 对方谦和的气质 没有那种官老爷的臭架子 至少夜修对这个陆校长 印象还不错 叶先生 夜宝同学不听班主任 和学校领导的规劝 多次违反学校纪律 无故逃学逃课 你看 这是夜宝同学逃课的记录 陆校长翻出一张A4纸 给夜修看 A4纸上详细清楚记录着 夜宝逃课的所有情况 最后总计一栏里醒目的 500阿拉伯数字字母 让夜修也颇为震惊 虽然进来之前 夜修已经有了一点心理准备了 自己弟弟夜宝准没有好事 可如今事实摆在眼前 夜修也是醉了 自己这个调皮顽劣的弟弟 也真是够了 逃课课时 竟然都累积到500节了 陆校长夜修刚开口 作者的陆长江抢先说道 你不用再说了 鉴于夜宝同学 多次违反学校纪律 不停规劝 情节严重 经学校领导研究决定 对夜宝同学 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不是 陆校长 我刚才是想说 那你膝盖上的风湿症状 已经很严重了 再不治疗 你这腿日后 怕是走不动路了 夜修起身 走到陆长江身旁 蹲下仔细查看 对方膝盖肿胀的 像一个小西瓜一般的病灶 年轻时落下的病根 我跑遍了几乎 大半个华夏的大医院 吃药 打针 敷药 能用的治疗方法 全都用尽了 可还是一点用都没有 这两年是越来越严重了 连站起来 蹲下去都费劲了 爱 陆长江神情落寞 叹气说道 还有得治 你说什么陆长江文言一经 立刻追问道 我说陆校长 你的风湿病有得治 夜修笃定说道 夜先生 你是医生 算是吧 不过目前还没有找到工作单位 顶多算一个游医 夜医生 你年纪看上去不大吗 刚工作不久的吧 陆长江明显不相信 夜修这么一个 出出茅庐的医学院毕业生 菜鸟医生 可以治疗自己的晚级 夜修通过透视演艺 能看到陆长江种的 像小西瓜一般的 膝盖病造部位 湿气预结严重 风湿病症已经很严重了 而且身体里的湿气 仍不断滋生 源源不断 累积往膝盖病造部位 按照陆长江病情 夜修再次祭出 太古道门不传之秘 乾坤造化真法 乾坤造化真法 乃是道门创世神红军老祖所创 夺天地之造化 玄妙无比 有其死回生之奇效 夜修所修混缘仪气诀 也有脆体治愈的妙用 但无奈修为尚前 对一些疑难重症医治 还是存在很大的困难的 乾坤造化真法 与福传的原理类似 都是人为借用天地间各种元素 隐秘力量为我所用 能一定程度 增强施法者的功力 增强治疗效果 夜修在办公室里的桌子上 拾起一个烟灰缸 放在陆长江脚边 陆校长 我待会儿要给你针灸治疗 麻烦你把外裤脱到大腿位置 夜修从自己针带中 取出银针说道 针灸啊 之前市里第一人民医院 中医科的黄主任 给我扎过几个疗程 都没起什么疗效 你陆长江一脸质疑的神情 看着夜修说道 夜修不搭话 等陆长江把外裤脱下来后 银针扎进了陆长江 臀部大腿外侧的环跳穴 环跳穴 是足少阳胆精的精穴 主下之动作 在此穴道下针 有驱风化施 强健妖息的妙用 夜修第二针 昆针扎进了膝盖下方的足三里穴道 足三里穴 是足阳明卫精的主要穴位之一 它具有调理脾胃 补中益气 通筋活络 疏风化施 扶正驱斜之功能 乾坤造化针法 一共只有两针 前针主生气活气 有生生造化之功效 修复受损身体组织细胞 坤针主降气驱斜 将身体并斜排出体外 在陆长江紧张注视下 夜修屈针发工 十分钟治疗 从陆长江足三里穴下针畜 源源不断渗出了黑乎乎 黏乎乎的液体 其中还有一股难以名状的腥臭味 很快 夜修用来接毒血的烟灰缸都快满了 陆长江小西瓜 一般肿胀的膝盖肿块也变小了 只剩拳头般大小 夜修额头上也渗出了痘大的汗珠 身上衬衫几乎也被汗水浸透了 每用一次乾坤造化针法治病 夜修需号都不小 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恢复 夜修修为根基尚浅 适用乾坤造化针法是无法持久的 陆校长 你的风湿病太严重了 一次治疗无法完全治愈 还需要多几次治疗才行 夜修收针起身说道 亲眼看到 在夜修湿针下 自己西瓜般大小的膝盖 近乎恢复如常 陆长江激动地站了起来 紧紧握住夜修双手 数度哽咽无语 满脸都是静服 感激的神色 这时 办公室大门被人打开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精干男子 硬扯着门外的夜宝一起走了进来 当看到陆长江竟然能够站了起来 而且站姿还那么挺直 那人惊讶说道 陆校长 你今天身体状况好很多了呀 对了 夜宝的退学手续办了没有 陆长江文言没有答应 而是看了看面前的夜修 毫不犹豫地说道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 学生犯错误 我们老师择无旁贷 要帮助他们认识错误 改正错误 不能简单粗暴地直接开除 我宣布 夜宝同学的开除学籍 决定作废 陆长江说完 当着夜修的面 把那份开除夜宝学籍的文件 当场撕烂 揉成一团 扔进了垃圾楼里 陆长江话音刚落 近来那名中年男子当即一愣 不解地问道 陆校长 夜宝开除学籍的决定 不是您最后拍板的吗 怎么现在就废除了呢 罗主任 同学们都 还是些孩子 调皮犯错误总是难免的 我们可以教育 也可以惩罚 但绝不能随便放弃他们 夜宝此时完全是蒙圈了 他实在是闹不明白 平日里对自己颇为不满的陆校长 今天怎么会一个敬为自己说话呢 从校长室出来后 夜宝仍然没有回过神来 一脸疑惑地盯着夜修看着 有屁快放夜宝的举动 哪里能逃得过夜修的眼睛 哥 夜宝看着夜宝大厅里 黑压压的用餐人群 皱眉说道 除了一楼就餐大厅 在饭堂大楼三楼 还有多家私人承包的特色小餐厅 不过饭菜价格 就不像一楼饭堂大厅 那么便宜清明了 夜修兄弟两人 在三楼逛了一圈 还是选择 进入了一家名为 粤菜广记的餐厅 宝 你们学校饭点 一向都是那么热闹 拥挤的妈夜修看了看 就大餐厅里 作无虚习的盛况 有点炸舌说道 差不多就这样了 就三楼特色餐厅人少一点点 哥 借点钱来用用 江湖救急吗 夜宝可怜兮兮 看着夜修求道 臭小子 整天鬼混 家里给的生活费 又花光了 省着点花 你不是富二代夜修 没好气训吃的 同时从手提袋子里 抽出五千元钱 递给夜宝 知道了 哥 夜宝接过钱 笑呵呵硬道 夜宝点了一试 两份白切鸡 煤菜扣肉 和一份素菜 花了将近一百元 哥 餐厅里没座位了 我们出去吃吧 夜宝端着饭菜 走过来的时候 一路张望 都没有发现 可以坐下就餐的空余餐桌 不用了 那边不是有空位吗 夜修指着右侧角落里 一桌 只坐着一名女生的餐桌说道 哥 那是我们学院的笑花 戴青青 我们是来吃饭的 你管她笑花 还是狗尾巴花 夜宝话还没说完 夜修就端着饭菜 快步走了过去 同学 拼桌吃个饭 不介意把夜修端着饭菜 微笑问道 低头正在吃饭的戴青青 闻声抬头看了眼夜修 脸色淡如纸水 没有任何表示 懒得理会那么多繁文入节了 微笑说了声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与戴青青相对做 把餐盘放在了餐桌上 并招呼弟弟夜宝一块 过来用餐 就在夜修两兄弟 坐下来一会儿后 一群身着红色篮球比赛服的 年轻男子进了餐厅 他们中一人朝夜修 这一桌走了过来 青青 你怎么在这吃饭了 我不是叫你等我 待会儿我们一起 去外面吃的吗 那名穿着比赛服 搜高个 有点小帅的男子 有点不满地说道 戴青青停下了吃饭的举动 抬头望了往那名男子 轴眉说道 尹剑 我今天不舒服 不想出去了 那名叫尹剑的男子 听到戴青青这么说 更为不满 只见他三步并两步走了过来 不由分说 一把扯住戴青青的手臂 就要动满屎墙 不吃了 跟我走 尹剑拉扯之间 手臂碰到了 正在埋头大块朵移的夜修 同学 你影响到我正常用餐了 夜修抬头看着尹剑大声说道 面对夜修的指责 你不懂规矩 是不是敢同我女友坐一桌 尹剑父亲是东阳市工商局局长 舅舅是学校保卫科的科长 他仗着家里的势力 和自己会点空手道的皮毛功夫 在学校里作威作福惯了 无人敢说 没等夜修开口 尹剑放开戴青青 手指着夜宝不屑地戏虐说道 夜宝 你小子是不是不长记性 上次那抛尿 看来还是没有喂饱你 兄弟几个 待会儿大家轮着来 这次我们一定给你管饱 当夜修听到尹剑戏血 自己弟弟的话语后 脸色瞬间转冷 望向夜宝问道 有这回事 夜宝似乎有点惧怕尹剑 不敢出声 只是点点头 得到弟弟夜宝确认之后 夜修顺手将吃干净的鸡腿骨 扔在尹剑耐克球鞋上 香妈老 你以为这是你家呢 你他妈往哪里扔尹剑脸色大变 怒视夜修喝道 餐厅里正在用餐的学生们 闻声纷纷望了过来 大家都想看看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感同笑把尹剑做对的 坐在夜修对面的戴青青 眼见一场冲突就要爆发 他不忍看到夜修被殴 弱弱地劝说道 尹剑 不要争了 我陪你出去就是了 男人的是 女人不要插嘴尹剑 根本不理会戴青青的劝说 执意要给夜修两兄弟一个教训 香巴老 跪下给老子舔干净球鞋 尹剑趾高气昂 抬脚踏在夜修所坐的椅子上 夜修手掌 在尹剑脚踝穴道上轻轻一扶 尹剑当即连退七八步 身体重心不稳 狠狠摔在灵桌吃饭的人身上 模样狼狈极了 兄弟们 动手尹剑吃了一个暗亏 恼火之急 重新站起来 招呼一块进来的同伴道 在众人注视下 夜修起身 几步便来到尹剑身旁 捏住对方手腕和手臂 只轻轻一扭动 尹剑便疼得哇哇大叫 尹剑的同伴 见夜修这么凶悍 也都不敢妄动了 清点清点 断了断了尹剑哀嚎道 此时餐厅内 聚集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对夜修出手教训 笑霸尹剑的举动 大家心里都是暗自叫好的 可大家对尹剑 还是心存畏惧的 不敢表示喊出声来 你跟我过来 夜修并没有就此 放过尹剑的打算 而是扭压着尹剑出了餐厅 往楼到尽头的厕所走去 尹剑似乎感受到了 某种不好的预感 对夜修恐吓说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今天得罪我 你日后就别想好过 哦 那我很期待了 夜修冷笑说道 把引剑压进了厕所 此时厕所里一个同学 刚好蹲完大号 刚要起身 夜修霸气指着他说道 穿好裤子 出去 那名同学见笑霸引剑 在夜修手里动弹不得 服服帖帖的 更是惧怕夜修 提上裤子 就往外面跑 你让我弟弟夜宝喝尿 我今天连本带利一道还给你 请你吃香 夜修说完 压着神色慌张的引剑 来到刚才那名 蹲大号的同学侧位 一坨还冒着热气的屎 还没有冲刷走 你别乱来啊 你们看狗屁啊 上来帮忙啊 引剑见夜修 似乎是来真的了 他慌了 大声对一旁发呆看着的同伴喊道 几人护视一眼 大声呼喝 一同朝夜修冲上来 扑扑扑 夜修一只手连削带打 毫不费力 就把冲上前的引剑同伙 全部放倒了 夜修没有停顿 转过身 一手扭压着引剑的手臂 一手摁着对方的头 往那驼冒着热气的屎上凑 引剑拼命挣扎 夜修手上猛一用力 一把将引剑的头摁在那驼屎上 引剑嘴巴不偏不倚 刚好扎进屎堆里 吞了满嘴 呼了一脸 夜修目的达到 放开了恶臭熏天的引剑 眼鼻冷冷说道 你最好给我记住了 再敢欺辱我弟弟 下一次就不止吃翔这么简单了 哥 干得漂亮夜宝大愁的豹 开心笑道 漂亮的鬼 带我去还你的赌债夜修 轻轻在夜宝脑门上谈了一记 没好气说道 哎呦哥 轻点 疼 引剑厕所吃翔的壮举 很快便传遍整个食堂三楼 人人拍手称快 为夜修的行为大声叫好不已 就连站在人群中的戴轻轻 看向夜修的眼神中 也多是佩服神色 出了学校 夜修去学校对面的银行取了钱 出来坐上了一辆 停在路边的出租车 师傅 邵氏财务公司 夜宝对司机说道 出租车司机闻言 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回头望了望 后排坐着的夜修 夜宝两兄弟 司机问道 小伙子 你们是外地人吧 师傅 你眼力尽真见 我们确实不是本地人 夜修应道 邵氏财务公司里 有你们有熟人或朋友 夜修乱砍道 没有 我有朋友住在那附近 好不容易来一趟 去看看他 哦 那就好 司机叙了一口气说道 师傅 听你口气 好像邵氏财务公司 夜修两兄弟头一次进城 什么也不懂 您给我们讲讲好吗 夜修旁敲侧机问道 你算是问对人了 我在东阳市 开了十年的继承车了 东阳市地界上的人和事情 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 邵氏公司可不一般呢 厉害着呢 司机化匣子打开了以后 当真就像是黄河泛滥 一发不可收拾 直到车子驶到了目的地 夜修两兄弟付钱下了车 司机仍热情地提点说道 小伙子 记住 千万别进邵氏财务公司 晚上没事 也别出来瞎晃荡 谢谢师傅 我们会注意的 宝 你去接对面那个超市 随便逛一会儿 不用跟着我进去了 夜修担心 等下进去会出意外 夜宝跟进去 毫无必要 好的 哥 那你自己一个人要多加小心 夜宝心里也明白 夜修不带他进去的原因 点头答应道 邵氏财务公司 所在大楼大门口 两侧有一对 威武雄状的镇宅 石狮子拱位 夜修刚进入一楼大厅 便有两个身着黑色西服的 撞见男子迎了上来 干什么的 其中一个西服男子 手指着夜修 语气略有点蛮横地问道 来还赌债的 夜修从口袋中 拿出欠条复印件 展开说道 两人上前 看过夜修手里的欠条 还想要夜修 打开手里提着的 装着15万现金的蓝色旅行包 不要乱动 这里面都是钱 要是少了 你们负责骂夜修不理会 两人搜查旅行包的要求 断然拒绝说道 两名西服男子见夜修 竟然敢拒绝自己搜查要求 也是怒了 两人蛮横同时伸出手 想去抢夺夜修手里 提着的蓝色旅行包 夜修挥手轻轻一扶 两个身高体壮的西服男子 双双往后便跌倒 这一幕 恰好被刚从电梯里出来的一名 戴着墨镜的短发白色运动 休闲装年轻女子看见了 该名女子硕大的黑色墨镜 遮蔽住大半张脸 使得大家只看得见他嘴角的 那丝完美弧度 透着一股傲气 和天下无敌的自信 两名被夜修扶倒在地的西服壮汉 骂骂咧咧挣扎爬起 准备向夜修发动攻击 行了 把他带上来 那名短发墨镜女子 快步走了过来 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 臭小子 算你运气好 不然今天小爷就废了你 其中一名西服男在夜修跟前 比划了一下沙包大的拳头 恼吓说道 对西服壮汉男的挑衅 夜修只是淡淡一笑 夜修跟随两名西服壮汉男上了电梯 直达大厦最顶层十楼 电梯门打开后 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 出现在了夜修眼前 此时的大厅中央 有十余个身着黑色T恤的壮汉 三人一组 勘压着五名衣服头发凌乱的男子 出了电梯 进入这间由高档木地板铺设的大厅 夜修发现 刚才那个墨镜短发少女也在里面 她正翘着二郎腿 悠闲坐在大厅一侧的 梨花木高档组合沙发上 在她身旁 端坐着一名粗犷 飘汉 浓眉大眼的汉子 两人身后 垂手站立着四个西服彪汉男子 几人眼睛金光内蕴不散 气势雄壮 一看就知道是恋家子 这时 一名黑色T恤男子 快步走到那名端坐着的 浓眉大眼彪汉男跟前 弯腰鞠躬行礼 然后大声禀道 邵总 在赌场出签的几名千佬 已经被我们尽数逮住了 人赃并获 请问如何处置 这还用问暗老规矩 哪只手出签 就剁哪只手 是 浓眉大眼的邵总 洪亮的嗓音大声说道 大厅里每一个人 都清清楚楚听到了 邵总所说的话语 特别大厅正中央被看押着 五名老千 那五名老千中 有一名中年男子挣扎喊道 邵龙威 老子不服 你们邵家就知道 以多气少 把他们几个都放了 今天我邵文芳就给你们 一个以多气少证明的机会 你们几个一起上 能打赢我的话 就放你们走 打输的话 双手全都剁下来喂狗 墨镜短发少女起身说道 嘴角不经意闪现一抹 不屑的冷冷笑意 文芳 不要胡闹端坐着的邵总 伸手拉了拉墨镜少女的手 沉声说道 大哥 放心 那几个老千仔 我还不放在眼里 今天就让他们领教领教 我们邵家的厉害 范文芳挺了挺饱满的双风 信心十足地说道 邵龙威 你们说话可算话 那名出头的中年老千男子 大声贺问 邵家向来一口吐磨一颗钉 你们今日若真能打赢设妹 你们五个大男人 如果都打不赢我一个弱女子 你们也没脸活下去了 邵文芳摘下墨镜 英姿飒爽 走到大厅中央 巾帼不让须眉大声说道 叶修依靠在大厅一侧墙壁上 饶有兴致地观看 即将上演的美少女 独占群狼的戏码 搁几个 跟那娘们拼了在出头的 中年老千带领下 五个老千男子一拥而上 想使蛮力一举拿下邵文芳 哎哟 哎呀 邵文芳身形一动迅疾无比 迎面前冲腾空而起 旋风般刷刷刷 凌空连着踢了四脚 一个照面便干翻了四个老千 只有那名中年老千 横滚躲避开了 好 邵文威红中般响亮的叫好声 率先响起 整个大厅里瞬间喝彩声 掌声响成一片 叶修则在一旁冷眼旁观着 他看得出来 邵文芳身手虽然很矫健轻盈 力量技巧也很不错 可招式转换中 狠静有余而内静虚浮欠缺 出招过猛 后劲不足 以强击弱时往往能打出很漂亮的胜场 但已被高手所称 就在邵家所有人都以为 邵文芳这次交手 一定会轻松完胜之际 横滚避过邵文芳凌厉一击的中年老千 在地板上朝邵文芳横滚过来 动作显得很笨拙 大厅中不少人还忍不住笑出声来 一会儿过后 中年老千滚到了邵文芳跟前 邵文芳对中年老千的这个笨拙的举动 彻底赢得最后胜利之时 场上情况突然激变 中年老千腰腹发力 身体忽然离地腾空 闪电般踢出两脚 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 最可怕的是 中年老千鞋子上寒光闪闪 这个老狐狸鞋子里藏着杀招呢 猝不及防肩 邵文芳大害急退闪避 可是一切都晚了 鞋头上的利刃 划破了邵文芳腹部的白色休闲衣 转瞬之间 邵文芳被利刃划破的腹部 顿时血流入住 偷袭得手的中年老千 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一个鲤鱼打挺跃起 在满大厅邵家人的怒喝声音中 疯了似的 像已经遭到重创 站立不稳的邵文芳 连尸杀招 邵龙威此时也是急了 起身猛扑过去 他身后的四个贴身保镖 也一起冲了上去 不过原水解不了尽渴 估计邵龙威等人赶到 邵文芳早已命丧敌手了 忽然 大厅众人只觉得眼前人影一闪 一到人影眨眼间 便切入中年老千和邵文芳之间 大老爷们已多欺少 竟然还使用见不得人的暗器杀招 夜修也看不入眼了 他鞋子里猛地窜出 一手凌空发劲 混圆镜从掌尖吐出 把中年老千志在必得的连环踢杀招 给强势拍开了 另一手则推在邵文芳身体上 将他送出险镜 远离中年老千的攻击范围 只是 夜修感觉有点不对劲 触手柔软 使劲一抓之下 还很有弹力 邵文芳挨压一声惊叫 身体被夜修一推一送蹭蹭蹭 退出七八步远 摇摇晃晃的根本就站不住 眼瞅着就要重重摔跌在墓地板上 夜修猛地一个提气腾跃 抢线一步 将摇摇欲坠的邵文芳抱入怀中 你干什么快放开我邵文芳 被一个陌生男子紧紧抱住 不觉红头耳根 你是谁放开我妹妹邵龙威等人也奔了过来 警惕性的瞪视夜修贺问 放人大厅里邵家的保镖 手下呼拉一下全围了上来 长枪短炮 十多只黑洞洞的枪口 全部指着夜修的脑袋 而那名偷袭暗害邵文芳的中年老千 早已被邵龙威的保镖踢翻在地板上 拳打脚踢一顿狠揍 别误会 我只是来帮家人还赌债的 夜修放开了邵文芳大声说道 还赌债 你说我就信邵龙威盯着 夜修冷冷说道 脸上挂着一副怀疑的神色 这是欠条 还有 不要拿枪指着我的头 夜修热心救人反遭怀疑 肚子里也窝着火呢 怎么回事 君哥 一名板寸头魁梧大汉 快步走进大厅 看见大厅里乱糟糟的局面 大声贺问道 大厅之中 邵家的人看见来人走过 都恭敬打招呼问候 夜神医 你怎么在这里 都给我把家伙是收了 大厅里的这些人 目光齐刷刷看向邵龙威 没有大哥的命令 他们无人敢收枪 来人正是那日夜修 在火车上救人结识的雷军 雷军大声贺斥大厅 邵家众人 雷说 这人您认识邵龙威 对雷军也是礼尽三分 只晚辈里的 你父亲就是夜神医救的 他救我父亲 雷军的话语 让见惯了大风大浪的邵龙威 也不禁吃了一惊 夜修顶多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样子 邵龙威怎么看 也觉着面前站着的夜修 不像一个医术了不得的神医 不过老爷子火车上发病治愈 却是不争的事实 邵龙威不得不信 夜神医 鄙人鲁莽 刚才多有得罪 还望你海涵 邵龙威当众向夜修抱拳弯腰行李 赔礼道歉 大厅里所有人都为之侧目 这让夜修身后不远处 站着的两名邵家手下 更是一脸猛逼的神情 这两人在夜修出境邵氏公司的时候 还不依不饶动过手 邵总 二小姐晕过去了 手下惊慌喊道 什么 邵龙威转身快步跑到 躺在沙发上的妹妹邵文芳身边 眼前看到的一幕 差点让他飙泪 邵文芳脸色煞白 嘴唇也变成了暗紫色 腹部受窗部位流出的血 已经变成了黑色了 草泥马的 把那个偷袭我妹妹的混蛋 拖出去堕碎了喂狗邵龙威怒吼道 哈哈邵龙威 老子今天本来想杀的是你 结果你妹妹替你死了 那名被狂殴的中年老千 被拖出去前拼命狂笑 大声嚷道 他的同伙全都沉海 位于邵龙威仍不解气 恶狠狠下令道 现在不是报复的时候 你妹妹毒法很快 这是一种毒性狠烈的毒药 再不抢救人就没了 叶修走了过来 用透视眼一能看了看邵文芳 受窗部位 语气不容质疑说道 叶神医 你有办法医治吗 雷军神情凝重 邵龙威两兄妹 都是他看着长大的 他早已把两人看成 是自己的亲人一般 叶神医 我邵龙威一生从不求人 只要你能救下文芳 我邵龙威郑重向你承诺 无论今后 你有任何需要和请求 邵家一定倾尽全力 帮你邵龙威 紧紧握住叶修双手 眼中擒着泪水动情地说道 毒药毒性虽裂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是施救起来 怕是不太方便 叶修面露难色 欲言又止 叶神医 只要能救人 你就大胆放手去医 非常之势当行 非常手段邵龙威 当着叶修的面拍胸脯说道 我准备用针灸之法 给你妹妹解毒 但是必须除去 你妹妹身上衣物 好让体内毒素排出干净 叶修说出了心中所担忧的事情 毕竟男女有别 她可不想节外生枝 哥哥 我不要踏着这时 昏迷之中的邵文芳 突然醒了过来 挣扎喊道 文芳 听话 病了就要医治 哄完完自己妹妹 邵龙威转过身 看着叶修语气坚定地说道 叶神医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可以保住文芳的性命 把毒彻底解了 你就大胆放手医治 你们几个 把文芳抬进我的休息室 邵龙威说完 只会手下人 把陷入昏迷状态的邵文芳 小心翼翼抬进自己的休息室里去 把该说的话都说清楚了 叶修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医者父母心 治病救人乃第一药物 叶修随后也走进了 邵龙威的专属休息室 给我准备盆温水 一条干净的毛巾 闲杂人等都出外面等候 我发工治疗之时 不能有人打扰 不然你妹妹会有生命危险 叶修交代说道 按夜神医吩咐地办 快去 不一会儿 一盆温水被端了进来 邵龙威带着手下 全都离开了休息室 休息室里 现在只剩下躺在床铺昏睡不醒的邵文芳 和坐在床沿边上的叶修 叶修给邵文芳搭了搭卖相 对方卖相卖率不齐 诈书诈密 石块石蔓 散乱无序 有妖王之征兆 叶修不再犹豫 将邵文芳身上衣物进阶除去 只见一对高耸下方三寸肚夫位置 被利刃横着切开一道宽于五六寸的口子 伤口皮肉外翻 深可见脏腑 瘦疮之处 周围皮肤组织 近接黑子 触目惊心 叶修也是头一次看见这么严重的创伤 想了想 便在邵文芳侧腹部的张门学下前针 在肚脐 向左三指宽处天书学下鲲针 邵文芳瘦疮严重 脏腑机体竟被毒素侵入 当物之急是轻疮止血 以混原正气 护住他的心脉 和各大脏气 不再遭受毒素进一步损害 不然 纵使叶修有超凡入胜的医术 也是无可奈何了 张门学为脏会学 统治五脏疾病 天书学的气血强盛 为人体后天之气的冲补之源 是人体补原最佳学道 邵文芳一物退静 一身雪白一览无余 叶修强涉精神 闭目不看 可就算如此 邵文芳身上少女的悠悠体香 仍旧沁人心扉 让叶修这个出歌 难免不会心惊摇动 不过这一切外部诱惑 在叶修开始运气失真后 就不复存在了 进入乾坤造化针法失真状态的叶修 仿如进入了禅定的忘我境界 心中所思所想 皆是如何运气离气 在门口守候的邵龙威 时不时也探头进来 观望一下屋内情况 对叶修时刻保持着警惕 经过大约20分钟的失真治疗 邵文芳受窗处 被利刃切开的肌肤 已自动愈合 伤口四周的黑子肌肤 也渐渐转趋正常肤色 第一阶段的治疗效果比较理想 叶修没有急着取真 而是通过特殊手法 让银针继续摄取天地元气 为邵文芳缓缓进补 身体抗病急需的元气 进补天地元气的过程 就比较漫长耗时了 叶修起身不出房间 休息室里春光实在催人醉 叶修自问自己不是柳家慧 值得一步避嫌 叶神医 我妹妹情况怎么样了 一直守候在门口的邵龙威 见叶修出来 便急切问道 文芳已无大碍 过一会儿自会醒过来 不过毒药药性猛烈 已经侵入五脏六府里了 后续还需要进一步治疗 去毒排毒 才算大功告成 叶修淡定说道 那还望叶神医多多费心劳力 我邵家上下定然深感叶神医大恩 邵龙威言辞恳欠 救死扶伤 医者责任 无需邵兄交代 我也是会全力而为的 叶修一番失真治疗下来 劳神损气不小 说完话 身体不禁晃了一晃 叶神医 你不要紧把少龙威见状 赶紧扶住关切问道 我没事 对了 少兄 你公司里有女孩子吧 有 不知叶神医何意 令妹治疗之后 身体肌肤毛孔 会有毒素杂质排出 你找一个细心之人 用湿毛巾 将这些毒素杂质试取 免得毒素积累在皮肤表皮 时间久了 会形成二次感染的 男女有别 这种事还是让女生 去做比较合适 但是有一点切记 擦拭之时 万不可触碰 令妹身体上的两只银针 叶修沉声交代说道 你们两个 快去叫人少龙威 立刻招呼手下说道 叶修交代完毕 不再理会众人 自己在大厅里 找一处人少的空地 盘膝坐下 调膝恢复耗损真气 时间不知不觉间 过去了一个小时 休息室少文芳 已然行转过来了 只听见他在大声惊呼责问 响当 一个盛水的脸盆 被人从休息室里置了出来 脸盆里黑乎乎的水 洒满一地 文芳 不要生气 你的毒还没有排进 我的衣服 裤子呢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少文芳醒转后 瞧见自己赤条条 躺在床铺上 不禁羞残恼怒 大发慈微 闹 尽管闹 中毒之人 醉迹心浮气躁 一旦动目 体内残存之毒 定然借势而起 后果不可预料 叶修真气早已恢复如初 听到休息室里 传出大动静 知道少文芳醒了 便走进来瞧瞧 少文芳见夜修也走了进来 更来气了 顺手一抄 将枕头等床铺上 可以扔的东西 都朝夜修砸了过去 文芳 不要胡闹 夜神医是来给你治病的 少龙威见自己妹妹抱走了 赶紧劝道 叫她滚出去 我没病 不要她致少文芳 一把扯起 披在自己身上的毯子 准备也扔出去 丢 尽管丢 丢光了 你就春光大谢了 夜修一脸见兮兮的笑容 看着坐在床铺上 发飙的少文芳说道 你这个色鬼 我发誓 一定要宰了你少文芳 彻底被夜修惹毛了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睁得大大的 怒气冲冲 瞪时夜修喊道 你不要过来少文芳 见夜修不断逼近自己 心里慌了 大声喝道 美女时流群吓死 做鬼也风流 荣幸知智 欢迎来宰 不过在那之前 我们还是 先得把你身上的毒排除干净 夜修手指 在少文芳耳门学位置 轻轻一扶 对方便软瘫昏睡过去 夜修出手太快了 少文芳根本没能反应过来 一旁看着的少龙威 也是目瞪口呆的 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 夜神医 这少龙威见状 关切问道 无妨 我只是用气点了令妹的学道 她只会安静昏睡几个小时 到时候自然会醒过来 夜修抢先说道 你们先出去吧 我还要试真发工 把令妹身体里的残存毒药 全部逼出来 有人在场 怕不方便 好的 夜神医多劳您费心了 少龙威转身 少文芳刚才胡乱闹腾 索性身体穴位上的银针 并没有受到影响 天地元气 通过乾坤银针 缓缓注入少文芳身体经脉之中 护注了她身体各处药学关爱 使得残存的毒素没有机会 趁刚才她情绪失控的时候 侵入五脏六腑 和身体经脉药学之中 半个小时后 夜修一头一脸的汗 从休息室里走了出来 少兄 令妹所中的毒 都排除干净了 夜修说完 如是重负般长嘘一口气 少文芳是夜修行医至今 伤势最为严重的病人了 如今完全治愈了 夜修自信心大为增长 对自己意外学到的中医医术 更有信心了 夜神医 就媚大恩不言线 日后但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 尽管开口 我少龙威定然全力以赴 少龙威对夜修身居一躬 言辞恳切说道 少兄客气了 如不嫌弃 少兄日后直呼我的名字即可 神医之称夜修愧不敢当 夜修临走之际 将弟弟夜宝欠下的十五万赌债 还给少龙威 没料想少龙威坚持不受 最后在夜修一再坚持之下 少龙威才勉强收下 少龙威携众手下一路浩浩荡荡 护送夜修出少氏大厦 在大厦一楼大厅里 少氏公司近百男女员工整齐列队 鞠躬行礼 还送夜修出门 夜修在众人簇拥下出了少氏大厦 四下张望 寻找弟弟夜宝 为了给少文芳去度治疗 夜修在少氏大厦里 耽搁了将近两个小时 夜宝早已不见了踪影 夜宝这个弟弟实在挺闹心的 夜修无奈 只得掏出手机拨打弟弟夜宝手机 连着拨打了两次都没人接听 夜修有点急了 第三次拨了过去 终于是有人接了 哥 你给我的前辈小偷偷走了 我追了他两条街 现在被他的同伙反追着打 手机里夜宝说话的声音 上下不接下气的 气喘吁吁的 听起来是被人追得够呛 宝 那些钱没了就没了 夜修担心弟弟吃亏 赶紧叫夜宝回来 手机里传来了挂断的盲音 夜修心急火燎地等了一会儿 远远地在左边街角望见 拼命往自己 这跑着的弟弟夜宝 在夜宝身后十多米后面 有三四个留着非主流发型 手上挥舞着铁棒 铁链等攻击性武器的小年轻 紧紧追着 夜修还没有动 少龙威已经挥手示意 自己身旁的保镖冲了上去 眨眼之间 十几个西服壮汉 像离闲的剑一般冲了出去 在那几个追赶夜宝的 非主流小年轻 目瞪口呆中 三下五除二 就把他们干翻了 像老鹰抓小鸡一般 将几个非主流小年轻 提了过来 哥 这些人你认识夜宝跑过来 看见夜修身边围着一大票 西服鼻挺的标性大汉 很好奇地问道 你没受伤吧 夜修最关心的 就是弟弟的人身安全 没呢 再怎么说 我也是校运会 田径三千米跑记录保持者 那几个龟孙子想追我 道横远不过桥呢 夜宝不自觉地就吹上了 邵总 人都抓来了 都是孙老二的人 怎么处置一名惜福壮汉 恭敬向夜修身判的邵龙威禀报 孙老二是东阳市 最大的一股小偷团伙势力老大 在东阳市道上 也算是小有名气之人 小鱼小瞎的算什么事 教训一顿都放了 邵龙威看都没看 那几个被抓来的非主流小年轻 只见邵龙威 掏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 给你三十分钟 把孙老二抓来公司见我 邵龙威只短短说了一句话 就把手机挂上了 叶医生 到饭点了 不如今天 就有我做动如何 在邵氏财务公司大厦对面 不远处的一家高档酒楼包厢里 夜修被奉为上宾 坐在最为尊贵的首席 邵龙威和夜宝分坐在夜修左右 夜宝从没见识过那么多 看上去都很威风 很牛逼的人物 在自己哥哥夜修面前 恭维奉承巴结的 睁大了眼睛 一脸猛逼的神情 特别是在夜宝得知 坐在夜修左手边的那个浓眉大眼 威风凛凛的男子 还是邵氏财务公司的老总之后 就更对自己哥哥佩服不已了 邵龙威的大名 在整个东阳市黑白两道 那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 绝对是东阳市响当当的大人物 这妖牛逼哄哄的大人物 还陪着笑脸 亲自给自己哥哥夜修敬酒真酒 夜宝觉着 自己也备有面子的 至少回到学校 在一干同学面前 夜宝就有吹牛显摆的资本了 就在九过三巡之时 包厢门被人打开了 一名嘶嘶纹纹 带着眼镜的高个西服男 带着几名手下 走了进来 跟着他进来的几名手下两人 合力扛着一个杖鼓鼓 还会动得麻袋包进来 那名斯文眼镜男子 走到邵龙威跟前 先恭敬弯腰行了一个江湖敬剑里 大声说道 邵总 孙老二这丝 我给您弄来了 他还真会享受 我们是在桑拿按摩院的 秘密包厢里 把他逮住的 斯文男子说完 他的手下利索地将麻袋取了 一个矮胖猥琐 赤条条的男子 出现在了众人眼里 夜宵看了看手机里的时间 从邵龙威手机里 下令抓人 到孙老二被押送到自己面前 整个过程耗时 也就25分钟 不得不承认 邵龙威的手段和能力 不同凡响 邵家的势力 在东阳市 真不是一般强大 邵总 您抓错人了吧 我 从来都没有得罪过邵家的呀 孙老二用手遮住 自己的命根子 一脸可怜像地 望着邵龙威说道 孙老二 你是没有得罪我 可是你的人 得罪了我邵龙威的大恩人 这笔直接得罪我后果 还要严重邵龙威 历声历色喝道 不怒自威 邵总饶命呀 求邵总大人有大量 就给我一个 重新做人的机会 邵龙威话音刚落下 孙老二当即吓得跪了下来 浑身哆嗦 东阳市道上之人 无人不知邵家大公子邵龙威 行事雷厉风行 手段很辣无情 谁要是得罪了他 就等于去阎罗王那报名了 求我没有用 你的人偷了我大恩人弟弟的钱 还追打他 我这位大恩人很不高兴 我大恩人不高兴 我就更不高兴 邵龙威指着坐在 上手贵宾位置的夜修 和他的弟弟夜宝说道 孙老二不愧是在道上 混了几十年的老人精 见邵龙威这般说 知道事情有转环的余地 他哪还敢迟疑 立刻跪地西行 来到夜修跟前 头科的 砰砰砰直响 可怜兮兮地说道 这位大哥 对不住了 怪我治下无方 手下冒犯了你 我孙老二在这向您保证 您弟弟所遭受的损失 我孙老二会十倍赔偿 哼 邵龙威在一旁不满地轻哼一声 您弟弟遭受的损失 我孙老二定当百倍赔偿 那几个冒犯你弟弟的混小子 我回去 以后一定年加惩罚 您看这样可行 孙老二见识不妙 赶紧改口加码说道 夜宝毫发未损 夜修也就没什么怨恨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夜修点了点头 大声赤道 偷窃财物 本就狠损应得了 你们还持谢伤人 这也太无法无天了 以后不得再如此肆意妄为了 孙老二听得一脸猛逼样 要是按夜修的话来行事 他孙老二还混不混了 答应不是不答应更不是 呆呆跪在当场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夜医生宽大为怀 不与你们这些萧小一般见识 你他妈得了好处 还不感谢夜医生想死 是不是信不信 老子立马弄死你压的 站在一旁的斯文眼镜男子 立声喝骂道 孙老二文言 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头点得像鸡卓米一般 哪里还敢游移 连声答应 现在最开心 最过瘾的 当属坐在夜修右手边的夜宝了 他这回真是开了眼界了 东阳市最大的小偷团伙头子 竟然当众给自己跪下赔礼道歉 这太有面子了 而这一切皆因自己的大哥夜修 酒宴结束 从酒楼出来的一路上 夜宝一步一驱 跟在自己哥哥夜修身后 眼里满满的全是崇敬的目光 出了酒楼 众人站在一块寒暄告别 夜修开口说道 少兄 弟弟夜宝之事 多谢你出手相助了 夜医生客气了 从今往后 你的事就是我少龙威的事 谁要是敢冒犯你 就等于打我少龙威的脸 少龙威豪气甘云说道 这样就多谢少兄了 不才还有一个请求 不知少兄可以答应否夜修郑重其事说道 夜医生 你弹奖无妨 只要是你的请求 少龙威父汤蹈火 都要帮你完成 夜修一把将身后的夜宝 推到众人面前 指着弟弟夜宝说道 我知道少兄 你在东阳市的势力很大 很了不得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恳请少兄答应 我的弟弟夜宝 任性贪玩 你旗下的独当 夜店 今后不要接待 我这个弟弟 我还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情呢 这点小事有何难掩静 交代下去 今后少家旗下所有独当 夜店 还有与少家有合作关系的独当 夜店 都不准接待夜医生的弟弟进入 威者提头来见少龙威 招呼身边的斯文眼镜男子令导 是少总 眼镜斯文男子 逃出手机 给夜宝拍了一张相 留作识别用 不得不说夜修这招借力打力 府邸抽薪的管教方法很有效 像夜宝这么一个 玩脸男训之人 只有从源头断了他的念想 才能遏制住夜宝心底的欲望 让夜宝重回正轨 成为一个对击 对社会有用的人 以少家在东阳市的实力 只要少龙威答应帮忙 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东阳市一半以上的地下赌当 和起码六成以上的夜店 都会将夜宝拒之门外 就算有钱都没辙 果然 哥哥夜修谈笑间 就断了夜宝校外 所有的循环作乐的窝点 夜宝听到这个决定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愣在当场 最后发懵的夜宝 还是被夜修拽着 拉上出租车的 夜修是在回新南方 职业技术学院的 半道上下的出租车 下车的他 就近找了一条少人 无人的小巷子 呼出了进入 自家仙界果园的时空门 在返程的出租车上 夜修耳畔传来了 仙界果园 看护寿咩咩急切的 求援叫声 这突如其来 不同寻常的叫喊声 使得夜修顿时忙了 进入仙界果园 夜修顿时心生警觉 一道灰色人影 修一声闪电般 扑到自己跟前 人未到 一股彻骨冰寒的心风 已然扑面而来 夜修未及细想 本能般运起 悬扬正气 全力拍出 碰 冷热两股进风 猛烈相撞 瞬间激荡出 数个强劲的进风窝流 窝流起处 飞沙走时 漫天黄沙飞舞 嘿 修为还不错吗 偷袭之人 被夜修掌镜正开 甘笑一声说道 你是谁为何 来我果园偷袭 我夜修紧盯前方 拾不开外站着的 搜高个灰袍男子问道 哼 同是下届散修 今日碰巧经过你的果园 瞧上你这里的 丰饶物产 说的同时 灰袍高搜男子 扭头看了一眼 果园开满白色梨花的 七品梨树 我果园关你屁事夜修 从灰袍男子眼中看到的 竟是贪婪的目光 于是当即呵斥道 小子不知死活 我看中你的地势 你的福气 不要不识抬举 自取灭亡灰袍男子 恶狠狠恶恶道 末法时代 下届散修修炼 着实不易 提升作用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灰袍散修会不择手段 来夜修仙界果园 强抢豪夺了 下届散修千千万 基本是处于一种 竞争者的状态的 修为越高 所需求的修炼资源 也就越大 而下届就那么点 可怜的修炼资源 你多了 别人家就少了 道理就这么简单 抢夺别人的修炼资源 不仅能够加速 提升自己的修为 而且还可以削弱他人的实力 一时二鸟之际 灰袍散修是乐而为之的 多说无意 想拿就看你有没有本事了 夜修无来由 被人欺到家门口 心中无名火起 奋力运进攻了过去 灰袍散修见夜修挥掌攻了过来 脸上闪现一抹不屑的冷笑 翻身古镜 与夜修斗在了一起 夜修虽得造化玉蝶 无上护身玄弓 混缘无极弓传承 可碍于席练十日 上短 加上自身修为根基还浅 悬扬正气威力有限得很 仅仅七八招打斗下来 夜修就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气力不济了 夜修周身还被对方 冰寒撤骨的进风牢牢锁住了 打斗的同时还要奋波部分 悬扬正气 抵抗对方冰寒撤骨的寒气息柔 本来修为就不如对方 这么一来 对方优势就更加大了 夜修不胜其扰 抨击斗中 夜修气力不济 动作迟缓 猝不及防之下 被挥袍散修一掌击中尖头 狠狠摔跌出三杖开外 臭小子 你不是我对手 再打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 上天有好生之得 今天我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答应以后 尊我为王 日后你果园的产出镜 献给我一半 我今后就罩着你 有人欺负你 你可以报我名号 冰破道军挥袍散修 哈哈大笑 模样极其张狂说道 今日就算我们认识了 记住 日后可要按时按量进贡 要是你敢耍心眼 本道军就要你身死浑霄 绝不宽待兵破道军临走前 恶狠狠盯着 躺在地上的夜修冷冷说道 夜修向兵破道军远去的背影 狠狠脆了一口 心中一万个不服气 以夜修不服输的将劲 是宁愿战死 也绝不低头那拱屈膝投降的 果园康护兽 眠眠一蹶一拐走了过来 对主人夜修说道 主人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留得青山再不怕煤柴烧 那个兵破道军 乃是三阶散修 修为远胜于你 三阶散修夜修有点吃惊 难怪方才 自己与之打斗之时 处处落于下风 被对方限制的死死的 基本就没有一丝翻盘获胜的机会 哼 人善被人 马善被人骑 我夜修今日再次立誓 一定要击败兵破道军 让他为今日的傲慢无礼 付出代价夜修面容坚毅 目光坚定 一字一句掷地有声说道 夜修获得的造化玉碟里 不仅有太古道门无上功法 还有诸多高深玄妙的阵法 只要巧妙使用这些阵法 完全可以给自身修炼 带来莫大的避意 这也是夜修信誓旦旦 豪言打翻身杖的底气所在 夜修在自家果园灵泉水井里 打上来一桶灵泉水 咕噜咕噜仰头喝了一个痛快 灵泉水下肚 身体僵硬冰寒不适的感觉 很快便舒缓了许多 夜修心中大喜 借着灵泉水的这股镜头 赶紧盘膝坐下运功疗伤 一个小时过去了 麻木感就已经消失了 虽说蒸汽运行到此处经脉 还略显质感 但已无大碍 尝到了甜头的夜修 在仰头将小木桶里 剩下的半桶灵泉水 一饮而尽 然后喜滋滋盘膝坐下行宫 只不过半个多小时时间 夜修肩头伤势就已痊愈 全身经脉蒸汽畅通无阻 咩咩 过来 我看看你身上的伤 疗伤完毕的夜修 招呼果员看护手咩咩 主人 我大腿上被冰迫到军兵掌 寒风击中 僵硬麻痹 走起路来很是不便 咩咩对夜修说道 带咩咩走近 夜修看到 咩咩左边大腿外侧 有一片青色肿胀 薄 覆盖 夜修当即以掌底柱 运起悬阳正气味 咩咩屈寒疗伤 夜修锁练会员无极弓 七十二地煞术诀里的 控火术诀乃是悬阳之火 纯和守正 来道心演变之火 炼火之时 同修道心 是为太古道门 无上修炼秘法 悬阳之火极难炼成 一旦炼成 不仅能斩妖除魔 当敌一切魔会 而且用雌火炼丹 治疗世间一切寒毒和寒症 施症有其效 夜修锡练悬阳之火 只不过几日时间 受限于自身混元气修为 仅仅掌握了三成悬阳之火的火后 远没有达到炼成的地步 不过这并没有阻碍夜修 使用悬阳正气 给咩咩去除寒毒 治疗伤势 只不过耗时千言更久一些罢了 悬阳正气 乃世间一切寒毒的克星 一小时过后 捏捏大腿上的青涩肿块已消 覆盖在肿块上的薄冰寒湿之气 也已被荡地干净 从自家仙界果园 返回现实世界 夜修先去银行 给父亲汇去了一笔二十万的款项 要不是 担心自己汇款数目太大 父亲会受到惊吓和瞎猜忌 夜修本 还想多汇点钱回去的 自己小妹文文快要上大学了 家里积等的钱用 况且 父亲为了给出车祸的夜修治病 向村里的乡亲们 借了好几万块钱 这些都是要尽快还的 还有就是 夜修挺心疼上了年纪的老父亲的 也想尽可能多汇点钱回去 改善改善老父亲的生活 没办法 这种事也不能急 按部就班缓缓来吧 一切总会水到渠成的 现在等着夜修去办的事情中 有一件事事关生死荣辱的 必须尽快置办 骑诊发动阵法所需的 大批量高品质玉石 这是越快完成就越有力 拖不得 想在东阳市 逃到高品质的玉石 最好的去处 自然就是古葬园了 夜修打车直奔古葬园 东阳市地处华夏西部 区位地理优势明显 玉石市场贸易 极其火爆兴盛 在古葬园玉石市场里 不仅能够买到 腼腆各种品质的玉石毛料 而且还能够买到 玉石市场上 紧俏的西江和田玉石原石 夜修这次所需玉石量很大 唯一可去的 就只能是玉石原石市场了 这里价格实惠 惊喜多 不像成品玉石店 那里所卖的成品玉石价格水分 大的可以淹死牛 夜修下了车 准备进入古葬园 最大的一家 玉石原石交易店 忽然 一辆宝马X5轿车 风驰电车驶了过来 嘎一声急杀 在距离夜修所搭乘的出租车 很近的地方 稳稳停住 宝马车车头距离出租车后灯 紧一个手掌的间距 两车几乎是贴着的 宝马车司机 这种横蛮危险停车方式 也惹来出租车司机的一顿臭骂 夜修也是极为鄙视宝马车司机 这种危险驾驶停车方式的 不过事不关己 夜修也只能摇头无奈苦笑 迈不往原石店铺里走进去 哟 这不是叶医生吗 小婷 你看 那人不是你的前卫婚夫夜修吗 夜修背后 传来了年轻女子嘈杂的说话声 夜修回头一望 从宝马X5上下来了两女两男 其中一个穿着白色睡裙式的吊带裙 脖梗上 耳坠上亮闪闪黄金饰品 在阳光映照下 非常夺人眼目 吊带裙女子瓜子脸上妆容非常明显 浓妆艳抹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特别那张有点宽大的红唇 看上去更是醒目夸张 吊带裙女子轻腻地挽着一个 红色西服版寸头中年男子 该男子身形略胖 肚子圆鼓鼓的 仿如女子怀胎六月一般 不过该中年男子举手投足间 手腕上一大串亮闪闪的黄金手链 绝对能够晃瞎路人双眼 小婷 快看 那人真的是你前未婚夫叶修 吊带裙女子身旁跟着的 一名迷你裙时尚美女 手指着叶修喊道 那名吊带裙女子身边的 中年版寸头男子 瞥了眼叶修 饶有意味地说道 小婷 既然是老熟人 过去打个招呼吗 那名吊带裙女子 似乎对叶修不太友好 一脸比一的神色 看着穿着邹巴巴T恤 和休闲裤的叶修 话中带次说道 叶医生 已不在医院上班治病 跑来这种地方瞎逛些什么 小婷姐 听说市里医院医生工资 收入很高的哟 那名迷你裙时尚女子笑砍道 高个屁一个连三十万彩礼 都拿不出的穷光蛋 也悬光浴室市场 不自量力那名叫小婷的女子 讥讽叶修说道 吊带群女子名叫叶婷 与叶修同是叶家村人 叶修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老父亲托梅人给叶修找的对象 叶婷在十里八村 算得上挺漂亮的一个姑娘 叶修又是叶家村的第一个大学生 两人也算是男才女貌 蛮登队的一对碧人 叶修虽然对相亲说梅这种事不怎么赞同 但老父亲做的主 叶修这个大孝子也不敢反对 不过正是与叶婷相处一段时间以后 叶修渐渐发觉 叶婷满脑子都是拜金享乐思想 一切都从金钱出发看问题想事情 两人三观严重不合 为此两人经常争吵 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后来叶婷家人狮子大开口 喊出了非三十万彩礼不嫁的条件 叶修就劝父亲放弃这门亲事 叶修和叶婷两人的仇怨也就此结下了 不过听说叶婷日后 竟成棒了的大款 终于过上他想要的物质享乐生活 叶修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上昔日的恋人 叶修为了在款业面前表忠心 基于撇清与叶修的关系 更为了报复叶修终止婚事 抛弃他的行为 所以话语中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 对叶婷的嘲讽话语 叶修并没有任何表示 进入原始卖场的一路上 叶婷仍没有放过叶修的意思 为了继续向款业男友表忠心 各种卖力讥讽叶修 叶修对此女喋喋不休的呱噪 也是有点烦了 叶修停下脚步 转头对叶婷说道 小婷 大家相识一场 各有各的追求 没必要这样吧 哼 相识 你是什么人 一个穷光蛋 也配说这话叶婷 依偎在款业怀里 自傲的嘲讽说道 面对决绝势力的叶婷 叶修不愿同这种女人争吵 默不作声 转身进入原始卖场 这间原始卖场很是宽敞 卖场大厅里 整齐罗列着各种各样的玉石原石 每一枚原石上都贴有价格 原始产地 品质信息的变迁 以便购买的人选择 卖场大厅里非常热闹 前来选购原始的人很多 近些年 国内玉石 收藏热持续升温 玉石原始市场行情 也随之水涨船高 国内各大原始卖场 生意火爆得很 除了大量商家 前来选购原始 还有很多热衷赌食的 玉石玩家 也参与到其中 老板 这十块腼腆上等原始 我全买了 一个相貌 颇为精明的中年瘦削男子 指着平板手推车上 十块铲子 腼腆的上等原始 大声说道 原始卖场 给每一个选购原始的人 都准备了一辆 简编易用的平板手推车 用来装载所选购的原始 夜修文生看了过去 只见那人推的平板车上 仅有两块原始上方 有稀薄的灵气气息显现 玉石乃是 即日月山川之精华 会天地自然之灵气而形成 夜修通过透视异能 可以看见玉石 散发出来的灵气气息 何老板 这次又是大手笔啊 恭喜发财 卖场老板笑眯眯地抱拳 恭贺笑道 被卖场老板称为 何老板的客商 是国内一家 玉石珠宝公司的老总 这次是来采办捕获的 近些年 玉石饰品市场太火了 高品质的玉石需求量 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这次何老板 为了给公司进货补仓 不惜重金 聘请了一位 国内原始行业 有名的健保大师 前来把关 何老板 这是交易收据 10块上等腼腆原始 一共是6100万元 您是现场解食呢 还是密室解食 卖场老板做成了一扇大买卖 开心笑得何不拢嘴 蔡老板 老规矩 现场解食吧 甭管转不转 大伙一起乐呵乐呵 何老板豪气甘云笑道 10块上等缅甸原始 现场解食 立马将卖场大厅里的人 全都吸引过来了 夜庭挽着款业男友 也挤上前去看热闹去了 夜修早已将那些 上等腼腆原始 看了个大概 心想这一回 那个何老板能够保本 就很不错了 原始市场风险 与机遇并存 运气好的话 有人就能够一夜暴富 成为千万亿万富翁 故而原始卖场 从来不缺少 想来碰运气的赌徒和豪客 夜修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没心情去凑热闹 他自行在卖场大厅里 四处游荡 仔细挑选合适的原始 可不敢与那些的 大公司的老总 豪客相比 人家家底英时 买原始都是大批量 净减贵的买 夜修现在身上 全部家当加起来 也就460多万 这点钱若是放在农村 那可能会不得了 但若是放在 寸十寸金的原始卖场里 还真就不够看的 一圈逛下来 夜修很是失望 这间卖场大厅里的 原始是很多 但品质都不怎么高 这几年 勉腆军政府 严格控制本国矿场的 原始出口 特别那些品质好的原始 更是一律不准出口 国内各大原始卖场的 勉腆原始品质 普遍不理想 价格虚高 品质却不行 夜修这次布阵 所需要的玉石 品质要求高 一般的玉石 难以满足要求 这就是夜修范畴的 原因所在 老板 你这里还有其他的 玉石原始骂 夜修几近为观解释的人群中 大声问道 原始卖场的蔡老板文言 先是愣了一愣 然后定睛仔细 从头到脚 打量一遍夜修 小伙子 这里这么多原始 都没有你中意的 不是我自夸 我的卖场原始论质量 在整个东阳市 那可都是头一份的 蔡老板笑道 语气却是很不以为然的 他从夜修一副 穷酸像模样的衣着上 判断不像是来购买原始的 甚至连看热闹 都还嫌不够格 老板 你别搭理他 他就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小子 来这凑热闹 都还不够资格 夜亭不失时机 嘲讽夜修说道 哈哈 小伙子 话不能乱说 小兴风大闪了舌头 站在边上看看就行了呀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不知道自己的精良 我在公司 好歹也算是年入百万的中层 在这都还不敢乱之声 围观看热闹的人群里 顿时爆出一阵阵 讥笑嘲讽的声音 见大伙群起嘲讽讥夜修 最开心的 要数夜亭和他的款严男友了 夜修没理会众人的嘲讽讥笑 而是继续说道 老板 我只是实话实说啊 你这里的原始品质真不怎么样 就像那位何老板 他花了大价钱 买的上等腼腆原始 就很稀松平常 夜修话音刚落 一名戴着眼镜 上了点年纪男人 当即不满地干咳了两声 说道 小伙子 听你话里意思 是说 我选的这十块原始不行了 这位戴着眼镜的男子 正是何老板花了重金 从国内玉石健保协会 请来的专家薛超 他目前还顶着 玉石健保协会副会长的头衔 在国内玉石健保行当 算是有头有脸的名家了 夜修这话说者无心 可听者有意 薛超可不想在自己的金主面前丢脸呢 像薛超这种有身份的名家 专家 最忌讳的就是 旁人当众挑战他们的权威性 和话语权了 哦 原始价格高 我还第一次听见 有人拿原始性价比说是 小伙子醒醒吧 不懂标装懂 做人谦虚点 这不是菜市场买菜 薛超一副众人 接醉我独醒的清高模样 当众教训起夜修来 看见绿了说话的当口 谢氏师傅 已经把第一块原始解开了 在这块价格高达八百多万的原始里 成功切出了绿 切涨了 而且看绿点的 分不估计 玉石含量还算可以 至少可以稳稳赚回 购买这块原始花掉的 一世了 俨然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 不时冲大头 为众人讲解一些 选择原始应注意的原则事项 就连何老板 也连着夸赞 恭维了薛超一番 这使薛超更为飘飘然 看向夜修的眼神中 尽是不屑的目光 那意思很明显了 就是说 夜修你这什么也不懂的门外汉 矛头小子还是老实闭嘴吧 你根本没资格在这里说话 连给本会长提携的资格 你都不配 见到夜修当众被众人奚落 嘲笑 夜廷笑得很开心 但是他仍觉得不过瘾 负在款业耳畔 悄悄而语一番 不时朝夜修这边瞥一两眼 款业点了点头 指着夜修当众大声说道 夜医生 我挺佩服你的见解的 想必夜医生对原始也很有研究 不如我们当场来做个赌局如何 如果夜医生不敢的话 那就算了 夜廷旁的这个款爷 名叫焦俊 在东阳市 开着一家农贸商品批发公司 不仅如此 他还经营管理着 市里两处大的农贸市场 身家早已过亿 是名副其实的大土豪 焦俊在夜廷怂恿下 也想狠狠在夜修身上踩上一脚 好在自己女友面前出回风头 他自己本就想教训一下夜修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在自己女友面前 证明自己比他的前男友优秀得多 这是雄性动物基因在作怪 夜修正低头琢磨着 该如何置办玉石的问题 听到焦俊挑衅意味很浓的话语后 也不免来气 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忍让 想不到对方却步步进逼 得寸进尺 夜修望着焦俊 问道 你想怎么赌 见夜修竟然敢接话 焦俊也是有点意外 他摸了摸自己的寸头 嘿嘿笑道 很简单 双方各选一枚三十万以内的原石 看谁的原石解除的玉石价值高 谁就赢 输得一方输多少 就在赔多少 三十万 夜修一听焦俊说出的价格 就知道 这里面一定是夜廷在教唆捣鬼 心想 本来我看在大家相识一场的情分上 不想计较那么多的 可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进逼 这也欺人太甚了 赌就赌 谁怕谁啊 夜修大声应道 好 就这么办 夜医生 我劝你还是三思而后行 三十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小心赔了夫人又折兵 连老婆本都输没了 那就呵呵 夜廷和女伴一唱一喝 指着夜修捧腹大笑道 夜修没有理会两女的风言风语 转身去挑选原石 卖场大厅里 大大小小的原石毛料非常多 三十万这个价格区间内 可供挑选的原石数量也不少 焦俊带着他的油仔 认真仔细挑选原石 看上去还蛮专业的 夜修已经逛过一圈了 大厅里的原石毛料 基本都门清了 只见他快步走到大厅一处角落里 俯身拾起一枚标价十万 千球大小的原石 在卖场老板 那完成网上银行付款转账手续之后 这块千球般大小的原石 就归夜修所有了 夜廷等两女看见 夜修挑选的原石 个头太小 一点都不起眼 还继笑说道 夜医生 你真会过日子 买原石都比别人能省 呸呸呸 乡下土包子一个 夜廷故作比一状迟道 这有什么了 我就是农村出来的 我走到哪都这么说 不能过了两天城里日子 就忘了自己姓什么了呀 夜修很不屑夜廷这种 自己瞧不起 自己的角柔造作作派 闭嘴乱讲什么夜廷说不过夜修 只得历声呵斥了 咦 夜医生 你挑的这枚原石 也太小了吧 这样不是显得我们 占了你的便宜了 焦俊和他的油仔 也挑好了原石 返回谢氏区 浓缩的都是精华 夜修笑着硬道 焦俊挑选的是一枚 篮球般大小的原石 价格正好是30万元 焦俊挑选的原石 无论是体积个头 还是价格 都远超夜修挑选的 叶医生 谁先解释焦俊完成付款手续后 笑问夜修 你们先吧 夜修谦让说道 师父 谢氏 焦俊几人 合力将原石弄上解释台 哇 看啊 又出力了就在这时 另一边的解释台围观的人群中 爆发出了一片惊呼声 何老板购买的上等原石又切涨了 难怪围观的人会那么兴奋 不出夜修所料 这正好是何老板购买的原石里 第二块切涨的原石了 自从第一块切涨以来 连着五块原石切垮了 何老板郁闷了好久 第七块原石终于见绿了 何老板焦绿的脸色 终于是和缓了一些 掌掌焦俊等人 在解释师父第一刀切下去后 像是着了魔一般 使劲喊道 垮了 谢氏师父摇摇头说道 焦俊的原石第一刀切垮了 竟有绿从这下刀 再切 第二刀切下去 又是一点绿都没剪 焦俊一脸苦瓜相 他没想到自己运气会这么悲 原石竟然一点绿都没剪到 真是垮到家了 师父 从这里下刀 再切 焦俊的尤仔 俨然一副专家的派头 指点谢氏师父说道 机器轰鸣 第三刀切下去 长了有了 有了一双眼睛瞪得同龄般大 紧紧盯着谢氏师父的操作的焦俊 忽然惊乎雀跃起来 篮球般大小的原石 在三刀过后 已分为了数块厚薄不一的小石块 在其中一块小石块切面上 显现出了几点绿 我出四十万围观的人群中 有人报价道 原石切账了 焦俊得意得很 挑衅式的目光看向叶修 就像是自己最终赢了一样 叶婷更是兴奋得不行 只见他走到叶修身旁 双手环抱胸前 傲气十足地对叶修说道 叶医生 我真是替你担心啊 四十万你赔得出来吗 还切吗 谢氏师傅大声问焦俊道 不切了 焦俊和他的那个专家有仔 一口同声应道 原石已经被切得只剩下边角料了 虽然出绿了 但翡翠玉石含量也绝不会多 再切恐怕血本无归 焦俊认定 叶修那一小块原石 根本不可能出绿的 自己现在虽然赚不多 但胜在稳赚不赔啊 师傅 你按照我划好的文献下刀 轮到叶修上场了 只见他拿着千球般大小的原石 放在解石机器刀锋下 以我的经验看 这块原石没有料的 谢氏师傅断言说道 薛会长 以你经验看来 那个小伙子的原石有绿吗 何老板那边解石已经完成了 只剩下后续的擦模工序 所以两人夺了过来 来看叶修 焦俊的赌石之战 那块原石 无论从纹路还是材质颜色 出绿的可能性都很低 顶多会出一点低品质的玉石而已 玉石健保行会副会长薛超 笃定说道 正如叶修所料 何老板这次石块上等腼腆原石 只有两块出绿切涨了 其他的全垮了 大致估算下来 可以保本不亏的基础上 小赚一小笔 何老板与其他人不同 他有实力雄厚的 翡翠玉石加工企业做后盾 可以在后续加工工艺中深挖前 榨取翡翠玉石的最大价值 出绿了 好大一片绿啊 涨了 谢氏师傅第一刀切下去 叶修那块不起眼 千球般大小的原石 被切成了两个半圆体 一个体积略小 只占原石体积的大约四分之一 另一个体积略大 大约占原石体积的四分之三 出绿的部分都在这半边上 从切开的原石横截面 绿色部分的面积上看 原石所含翡翠玉石含量 定然不会少 诺化种翡翠 而且水头 颜色都很不错 算是诺化种里 少有的高品质翡翠了 谢氏师傅惊喜喊道 诺化种翡翠 是继玻璃种和冰种之后的 另一种翡翠玉石 价值较前两种翡翠略次 不过也可以算是 翡翠玉石里不错的品种了 我出两百万 三百万 叶修的原石还没有解完 围观人群中 已经有人迫不及待报价了 只要有人报一次价 焦俊脸色就阴郁一分 在他旁边站着的叶婷 此时脸色也是如丧烤笔般 死气沉沉 不用等了 这一次赌视焦俊一方是吻输了的 还切吗 谢氏师傅抬头问叶修说道 切 按我画好的纹路切开 然后擦磨 叶修决定给焦俊 叶婷等人 一个深刻教训 极其轰鸣 好一会儿后 一块成人拳头大小般大小的翠玉 出现在众人眼前 哇 好大一块翡翠啊 小伙子 这块翡翠让给我吧 我出五百万何老板 也看中了那块诺化种翡翠 叶修笑了笑 没有吱声 这块诺化种翡翠品项还过得去 叶修想自己留下 布阵使用 六百万 何老板再次加价 六百万的价位 对于叶修这块诺化种翡翠 其实已经算很不错的价位了 何老板也是看中了 叶修这块诺化种翡翠的加工增值潜力 才喊出这个高价的 焦俊见价格开到六百万 叶修还是无动于衷 他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了 六百万的价格 就意味着 焦俊要赔付至少五百六十万给叶修 一家伙五百六十万飞了 焦俊不淡定了 叶婷此时也是猛了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默然地望着叶修 眼神很是复杂 叶修默然沉吟了一会儿 抬起头看着何老板大声应道 好 六百万让给你了 叶修话音落下后 焦俊只觉得眼前一黑 身体晃了一晃 一旁的叶婷赶紧扶住 扶个屁败家娘们 都是你的搜主意 焦俊输了赌局 凭空损失了六百多万 一肚子气 正好没出仨呢 叶婷赶上了 叶婷当众被款业男友责骂 也是一脸的委屈 泪眼汪汪的 要不是现场人多 估计叶婷就要哇哇放声痛哭了 焦军怨归怨 骂归骂 信义还是讲的 他在电脑上完成了银行转账 五百六十万一分不少地 打进了叶修的银行卡里 叶修那没不起眼的小块原石大涨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就连玉石珠宝公司的何老板 对叶修都刮目相看了 高价抢够不说 而且还递名片 热情套交情 一副很看重叶修 要结交的模样 这可把高价聘请来薛超薛大会长 有人大声说道 这可当场将了薛超一军 他脸色有点尴尬 支支吾好一会儿 连着说了运气好 运气好 就这一句 没有下文了 看得出来 薛超从骨子里 还是瞧不上叶修的 他自始至终认为 叶修能赢得与焦军的赌石赌局 完全是倚靠自己的运气 这同专业技术无关 薛超对自己的原石健保 专业知识和技术 还是有着绝对的信心的 薛会长 要不你同业一生 也比上一句吧 就当给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们 也开开眼见 增长见识了 领略大师的风采 人群里不知是谁 突然大声喊出这么一句话来 一时之间 全场气氛瞬间就热络 爆棚起来了 大家纷纷鼓掌复合赞同 既然大家热情和兴致这么高 我也来凑个热闹 这场比赛重在交流 我愿拿出200万元 作为比赛优胜奖金 比赛中所需的原石成本 我一力承担 和总大声宣布说道 和总话音一落 卖场大厅众人纷纷热烈鼓掌 欢呼附和 群情激昂 和总都发话了 我也不忍 服了大家兴致 只是不知叶医生意思 薛超根本没把叶修放在眼里 这个机会明白着 就是和总出钱搭台给他长脸的 薛超怎会错过 和总如此慷慨 大家兴致又那么高 不才就献丑了 还请薛会长多多赐教 有人乐意送钱 叶修自然不会放过了 和总 那就请你来定下比赛规矩吧 每人任选三枚元石 最后解除的翡翠玉石 价值最高者胜出 和总大声宣布说道 和总悬赏两百万 激励两个元石健保高手 为他挑选元石 无论最后是谁获胜 会议最大的那个人 还是求翡翠玉石若渴的和总 叶修只用了一会儿功夫 就挑选好了三块元石 三块元石 共花去三百万 当然了 这些购买元石的开销 全数都有和总承担 当薛超推着平板车 载着三块元石回来的时候 叶修挑选的元石 就已经解完一块了 花青种翡翠谢氏师傅 大声喊道 花青种翡翠玉石品项 排在诺化种 冰种 玻璃种之下 是一种中低档次价值的 翡翠玉石 饰品多加工程配 坠 镯 雕剑 翡翠玉石 饰品成品 附加价值不高 一百五十万 何总给出了报价 叶修暂时以一百五十比零 领先薛超 其实这场比试 叶修只是应付了事而已 他还是留了一手的 所挑选的元石灵气气息 都不是最浓密的 好的元石 当然留下自己用了 最终比赛 以叶修一千一百比一千 微弱优势获胜 如果从最后价值比分上看 两人占得难分难减 无分伯仲 不过 叶修购买元石 一共只花费了三百万元 而薛超则花费了七百万 除去成本的话 叶修则是八百比三百 压倒性优势获胜 叶修以实际行动 印证了自己挑选元石的 性价比理论 何总和等聪明老道的商人 如何不明白 他只是为了照顾薛超的面子 把比赛说成是不分伯仲 最后叶修微弱优势险胜 比赛结束后 叶修看向叶修的眼神中 充满了迷茫和疑惑 这么厉害和优秀的叶修 还是自己认识的 那个农村穷学生吗 这次比赛笑得最开心的 当然要数何总了 他赚得盆满钵满 两百万元砸出去 为自己赚回来将近千万元 不过正是通过这次比赛 何总看到了叶修的不凡之处 在国内 能够在原石健保领域 做到大胜薛超的人 都不是一般人 何总更为看重 何想要结交叶修了 薛超经此一赛 也牢牢记住了 叶修这个年轻医生的名字 他虽孤傲清高惯了 但在事实面前 对叶修也不得不心服口服的 原石大卖场的蔡老板 和大多数围观群众一样 也是被叶修的出色 原石健保技术给惊呆了 蔡老板见过无数 来着挑选购买原石的人 但却没几个像叶修这样 目光老辣 独到 叶修在原石卖场里 只不过半天时间 就轻松赚取1400万元 加上原先卖股化 获得的460万 现在银行卡里 共有1860万元了 叶医生 到饭点了 今天就由我做东 在东正国际大酒店 大家把酒言欢 何总邀请说道 好吧 让何总破费了 盛情难确 叶修确之不公 东正国际大酒店 是东阳市数一数二的 五星级国际大酒店 不仅设施 服务一流 酒店大厨的手艺 更是东阳一绝 令人赞不绝口 唯独不好的就是 服务价格和收费标准太高了 一盘菜就顶普通工薪阶层 一月薪金 一瓶普通红酒 就顶普通工薪阶层 一年薪金 银色奔驰S级轿车 载着何总 薛超 夜休几人 稳稳停在了酒店大门的车道上 两名穿着酒店制服的门童 步履轻快地跑来 为车上之人打开车门 何总下车后 掏出古杖杖的真皮钱包 抽出两张红烟烟的大头钞票 一人一张 打赏给开车门的门童 谢谢老板 门童得钱后 弯腰鞠躬笑着说道 动作标准自然流畅 一看就知道是专门培训过的 何总熟门熟道的 引领着薛超和夜休 一起进入酒店 夜休一看就知道 这个何总 这里没少来 熟溜得很 就像逛自己家一般 在酒店美女服务员指引下 夜休一行人 进入了一间 装饰豪华的酒店包厢 薛会长 叶医生 你们今天是我的座上宾 最尊贵的客人 酒菜就有你们二位点 刚落座 何总一人一份菜单 酒单扔了过来 夜休随手翻开菜单 就算已经先有了心理准备 可还是菜单 被里面的菜价吓了一跳 一盘海参鸡丝会生吃 1500元 情深四海清蒸 十斑于2000元 夜休越往下翻就越吃惊 随便一盘菜 就吃去一月工资 想想就肉疼 夜休随便点了几道菜 推说自己不善饮酒 最后 何总点了一瓶 50年茅台陈酿 一瓶82年拉菲红酒 夜休记得在酒单里看到过 一瓶50年茅台陈酿 要25000多元 一瓶82年拉菲红酒 7万多元 从何总好点名酒 就可以看得出来 何总是非常看重夜休的 商人最讲究的就是利益 不能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人 精明的商人 是不会费力费钱 去讨好结交的 夜休仅仅一会儿的功夫 就为何总带来了800万的收益 这可不是一般的厉害啊 仅于玉石行当的 和总心知肚明得很 要是夜休没有过硬的 健保手段和本领 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运气不常有 要知道 原石这门生意运气 只能是暂时的 夜休在原石健保比赛中 大胜削超这个 原石健保行当的 大师级人物 就足以说明一切 这件包厢我早就预定了的 你们凭什么转给他人 包厢大门被人粗暴地踢开 踢门大声吵闹的人夜休认识 这人是夜休隔壁村的一个 先富起来的土豪 名叫甘卓强 最早出来打工闯荡 并且混出头的人 听说他在东阳市有关系 有人脉 加上甘卓强本人 有些手段本事 拉起一个工程队 靠关系人脉四处接工程 几年时间下来 就成为了夜休 他们乡最有钱的人了 不过甘卓强这人 平日里嚣张跋扈惚惯了 富起来以后就更看不起穷乡亲了 夜休对他也不太感冒 不仅如此 两家早年还因为征水员干过一家 夜休的父亲 还被甘卓强家的帮凶打伤了 夜休上去帮忙 也被打破了头 哟 我还以为是哪个大官贵人啊 原来是夜家村的夜休兄弟啊 你胆子见长啊 我定下的包厢 也敢抢去我看你是不是好了伤疤 忘了疼了甘卓强盯着夜休 冷言冷语讥讽道 夜医生 这人你认识同桌坐着的 何总见酒宴被人打扰 脸上神情也是很不好看 不说 只是同一个乡的 夜休应道 经理 哪来的疯子 跑来着叫嚣和总指着甘卓强大声赤道 草泥马你说谁疯子呢 甘卓强哪里咽得下被人辱骂的气 当即拖起衣袖 上前两步 一副要干架的架势 指着何总破口大骂道 甘卓强身后跟着的几名壮汉 一起涌进包厢里 个个都凶神恶煞的模样 指着夜休几人一顿臭骂 酒店经理见局面混乱 赶紧用对讲机 招呼酒店保安上来支援 甘卓强 你别以为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这里不是你家夜休最瞧不上的 就是甘卓强嚣张霸道的形式作风 马德 兄弟们 敢骂我们甘总 几名壮汉群情汹汹 指着夜休大声呵斥 坐在夜休旁边的薛超 见对方凶蛮不讲理 在桌子底下 偷偷扯了扯夜休一脚 脸有巨翼 小声提醒道 夜一声 好汉不吃眼前亏 不过薛超的提醒根本没用 夜休不会听 甘卓强那一方也不会买账 有时候 你示弱只会适得其反 招致恶人更肆无忌惮地侵害 艾佑就在包厢里闹哄哄的之时 和总手捂着额头 痛苦喊叫着 夜休扭头一看 原来何总额头 被对方制出的一根铁棒砸破了 鲜血直流 甘卓强和他的手下 竟然那么嚣张霸道 无法无天 在五星级酒店这种公众场合 都敢动手行凶 是可忍熟不可忍 对那些蛮横不讲理的恶人 甘卓强的手下想拦阻 可都被夜休轻松制服放倒 你你想干什么甘卓强见识不妙 说话都有点打劫了 啪 这一巴掌 是教你做人的道理 夜休来到甘卓强身边 反手就是一巴掌呼了上去 啪 这巴掌是打你臭嘴 啪 这一巴掌是奉送的 老子瞧着你烦 你你欺负人 甘卓强手捂着红肿的脸庞 一脸委屈的神情望着夜休喊道 谁闹事啊 都什么情况 几名身着制服的警察 快步走了过来 领头一名中年警察 指着夜休喝道 就是他那个无赖来的警察中 有一名身材窈窕的女警 快步走到夜休跟前 手指着夜休鼻子 横声说道 楚嫣然 夜休听着声音很是熟悉 扭头一看 心里顿时按叫妈呀不好 那名制服女警官 正是那天被夜休抢吻的楚嫣然 夜休这时 心里也在暗暗叫苦 这真是因为那句古语 不是冤家不剧头了 刑大队 你来的正是时候 快抓他他殴打我 你看 我脸都被他打肿了 甘卓强走到带队的那名中年警察 跟前诉苦深渊说道 看甘卓强与那名带队的刑警官之间 说话的语气和神态 夜休觉着两人肯定认识 而且 这两人之间的交情关系 还不浅呢 把这几人 考上带回局子 刑警官指了指夜休和包厢里 坐着的何总 薛超两人冷冷的 是 楚嫣然看上去挺开心的 一把摁住夜休手臂 从腰间拿出冰凉的手铐 靠在夜休手腕上 这位酒店经理可以为我作证的 夜休指了指包厢大门旁 站着的酒店经理说道 甘卓强狠狠瞪了眼酒店经理 吓得酒店经理低着头 支支吾咬手说道 我什么也没看见 什么也不知道 看起来酒店经理 还是很惧怕甘卓强这伙人的 无赖 不要狡辩了 进橘子蹲耗子吧 楚嫣然一脸得意的神情 小伙子 你看见了没我就说不要冲动吗 薛超经过夜休身边 有点埋怨道 收对带对的刑警官挥手说道 小心 到底怎么回事 邻近一间包厢房门打开了 走出来两人 一人身着警官服 尖章锦衔上端着三颗花 一看就知道官嫌不小 报告刘局长 酒店有人闹事打人 我已经处置完毕 刑警官毕恭毕敬 一路小跑道 那名刚从包厢房里 走出来的警官跟前 立定站好 大声恭敬禀道 那名尖章领着三颗花的警官 正是东阳市公安分局副局长刘伟 他今天刚好陪同有人在酒店吃饭 叶医生 你怎么在这里 刘局长身边的那位 头发斑白的老人 看着叶修高兴喊道 少老 叶修认出了 站在刘局长身边的老人 正是那日 自己在火车上 急救过的少老爷子 无赖 放老师点路遇熟人 叶修刚想上前打个招呼 聊一聊 就被身边的楚嫣然 强行笨住 叶医生 这是怎么一回事 少老兼叶修手上 戴着一副明晃晃的手铐 恶然问道 我和朋友在酒店用餐 有群恶人闯了进来 恶言辱骂 还动手打伤了我的朋友 我上前理论 正好碰到这位刑警官 带队过来 不想反被那些恶人诬告 所以叶修一脸委屈的模样 控诉说道 老刘 你也听到了 刚才隔壁市有人在妈妈闹事 我的这位医生小友说的 可都是事实啊 少老爷子 对身旁的刘副局长说道 刘副局长低头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抬头望着带队的刑警官 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刑大队 刚才隔壁有人闹事 我也听到了 你怎么不抓闹事之人 你怎么回事还不放人 是 刑警官立定敬礼应道 放人把那边几人抓起来 刑大队转身指着靠在墙壁边上 看热闹的干卓强大声说道 楚警官 放人吧 我都说我是被冤枉的了 叶修双手伸到楚嫣然俏脸跟前笑道 哎 不是吧哥们 我才是受害者啊 你看 脸都被打肿了 双手被烤上了 干卓强这下猛逼了 忙脚变道 何总一直默默地站在一旁瞧着 他也被眼前的这一幕反转大戏 给整迷糊了 少老爷子是东阳市的风云人物 何总自然是识的的 刘副局长 他也是有过几名支援 不过这两位东阳市的大人物 何总只是有幸见过 交情却是半点也无 他是想结识人家 可人家不搭理你啊 身份不对等 何总没想到 东阳市的风云人物少老爷子 竟然与叶修交情匪浅 这使得 何总更是打心里看中叶修了 叶修再和总心里的地位分量 再次跃升 少老 几日不见 精神绝朔多了呀 这还得感谢叶医生你啊 要不是你关键时候出手救命 我这条老命 怕是早就不在人世了 少老爷子 一脸感激的神色说道 少老 这位就是你 跟我提到过的那位在火车上 两针治好你中风病的叶医生 少老身旁的刘副局长 打量着叶修校问道 正是 叶医生 认识一下吧 我是东阳市公安分局的刘正东 想不到叶医生年纪轻轻 中医医术就那么深不可测 了不得呀 这是比人名片 日后大家多多联系 刘副局长热情与叶修说着话 又是拍叶修马匹 又是递名片的 交好之意非常明显 在场所有人都看呆了 在世上 有一种人 医生 特别是有本事 医术高明的医生 无论你官有多大 多么有钱有权 你都不可得罪于他的 除非你能保证自己 和家人一辈子都不生病 不然 你总会有求到他的时候 而叶修正是那种医术了得之人 刑大队一脸愕然看着叶修 楚燕然此时也是目瞪口呆望着叶修 他弄不明白 叶修这么一个骗吃骗喝的无赖 刘副局长 怎么就会去屈尊降贵地交好于他的 楚警官 再次见到 你真高兴 不过我有事先走了 有缘我们在见叶修笑嘻嘻 看着一脸疑惑 茫然神情的楚燕然说道 临走之际 还不忘隔空送上一个飞吻 叶修这么玩 这可把楚燕然气得够呛 他想起自己被叶修 给抢夺走的初吻 就气得牙痒痒的 叶修走着瞧 我楚燕然迟早要你好看 楚燕然气呼呼赤道 叶修出了酒店 打得直奔古葬园 原始卖场的蔡老板 刚吃完午饭 踢着牙 晃出大门外压马路 叶修提着一个旅行背包 快步走了过来 蔡老板 给你送钱来了 叶修笑着打招呼道 脚下却是不停 进了卖场大门 叶修在卖场里 曾经大大出过风头 卖场里的工作人员 都使得叶修了 蔡老板 我要接密室 我要自己解释 叶修准备甩开手 搭干一场了 布阵需要的大量玉石 一定要尽早置办齐了 时间可不等人 原始卖场 开了一间私密的解释房间 给叶修 这是原始卖场 专门为有保密需要的客户 特别准备的 叶修要求开私密单间解释 主要是为了避免 引起卖场的人的注意 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叶修很快便挑选好了 满满一辆 手推平板车的原始 大大小小二十多块 这一车 原始总价1850万 几乎花光了 叶修银行卡里的资金 叶修在电脑屏幕上 看着自己银行卡 最后一栏存款 结于一栏里十万的数目 肉疼得紧 钱真是不惊花 也太好花了 就一下子 1860万一眨眼 就只剩下十万了 叶修搜一下 就从千万富翁 变成了穷光蛋 完成付款手续后 叶修独自推着平板车 进了单间 关上门 先在房间里 仔细搜寻了一遍 确定房间内 没有隐蔽装设的摄像头之后 叶修把外衣脱了 准备开干 解释机器的使用很简单 叶修之前 已经默默在心理记下了解 时师傅操作的手法 和一些技巧 加上自己透视演艺能辅助 在具体操作机器过程中 叶修有把握做到 比一般的谢时师傅更好 更精准的 机器轰鸣声 震耳欲聋 叶修开工了 要说前面两三块原石 叶修操作起来 还有点磕磕绊绊的话 那么接下来 逐渐上手熟练起来的 叶修操作手法和技巧 就不见得逊色 卖场解释师傅多少了 谢时师傅 都是两眼一抹黑 完全凭经验 和感觉在谢时 叶修则不同 原石在他眼里 全是透明的一般 哪里有翡翠玉石 叶修可是一清二楚的 解释效率比 卖场解释师傅 高不止多少倍了 谢时师傅不小心 或者疏忽大意时 谢时还会出现 失败和意外 对原石里的翡翠玉石 造成一定的损害 影响翡翠玉石的品质 而叶修不会出现这些失误 在他手上解出来的 翡翠玉石品项 几乎都是无损的 二十多块原石 在叶修越来越熟溜的 解释操作下 很快便解完了 总共仅用四小时 看着满满一桌解出来 形态大小不一的翡翠玉石 叶修开心地笑了 最后 叶修用机器将解出来的翡翠玉石 切割成三个手指头 宽大小的玉片 那些难以切割的翡翠玉石 叶修暂时放在一边 将来可以请工匠师傅 用这些玉石雕刻 打磨出一些精巧的小挂饰之类的 两个小时以后 叶修终于弄好了 将处理好的玉片和玉块 统统装进旅行包 叶修打开房门 吹着欢快的口哨 信步走出原石卖场 临出门时 叶修遇到了卖场的蔡老板 叶医生 谢时完了 收获如何 还凑合 勉强保本 叶修淡淡硬道 叶修嘴上虽然是这么说 可蔡老板注意到了 叶修手里提着的旅行包 进来的时候 这个旅行包是空空如洗 干瘪的 然而现在 叶修手里提着的旅行包 却是沉甸甸甸的 蔡老板心里的震撼无以复加 如果那个旅行代理装的 都是谢时解出来的翡翠玉石 叶修这一趟保守估计 最少都能赚个几千万的 要是蔡老板知道 叶修将这次解除的翡翠玉石 大多半都切成了 毫无附加值的玉片 蔡老板估计会当场昏厥过去 在蔡老板眼里 叶修这么弄 完全是糟蹋翡翠玉石 十足的败家行为 出了原石卖场 天空早已繁星点点 叶修看了看手机 已经晚上八点了 趁着时间还早 古藏园里的店铺 还没有打烊关门 叶修去置办 骑整了一大套 写符传需要的材料 布置阵法 离不开符传的使用 而且这个量还挺大的 特别这还是在 叶修修为不高的情形下 稍微高级一点的符传 叶修制作的成功率很低 那材料消耗就更大了 叶修置办 制作符传需要的材料 花去了六万多元 几乎买空了古藏园 那几家卖这些材料的店铺的存货 叶修最后也是分两次 手拿间扛把置办好的材料 一起搬运进自家仙界果园里 叶修准备在自家仙界果园里 布置的阵法 乃太古道门低阶的聚灵阵法 九要聚灵阵法 要布置九要聚灵阵法 首先要先背起 九张两级以上的驱邪辟邪符 这九张驱邪辟邪符 就是这个阵法的阵眼 也是发动阵法的关键所在 驱邪辟邪符等级越高 阵法发动以后的聚灵效果就越好 只是可惜的是 目前叶修的修为 仅为炼气一层 最多能制作两级的符传 只能先凑合用着了 就算是降低要求到两级驱邪辟邪符 叶修制作过程也是极其艰辛 十次估计能成一次 九张发动九要聚灵阵法 必须的两级驱邪辟邪符 叶修耗去了将近一天的时候 符传的材料也用去了大约三分之一 符传弄妥了 接下来就是阵眼聚灵所需的玉片了 这些玉片还必须是开光过的 这样才能最大化聚集天地灵气 叶修拿出九块玉片 一一摆放在地上 然后运起混元功 手捏指绝 头念金光神咒 手指轻点玉片 混元气便注入玉片中 当玉片上留意着闪亮的金色光泽时 就说明开光成功了 这片玉片就能够凝聚天地灵气 将开光了的玉片 放置在阵眼上的驱邪辟邪符上 当九一聚灵阵法发动后 当前空间所有邪碎之气 将会被驱除干净 天地间的灵气 就会从四面八方 汇集聚集到阵法当中来 人在此阵法中修炼 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灵气加持 修炼将会事半功倍 一切布置停档后 叶修盘膝端坐阵法 核心阵眼位置 口念法诀 运起混元功 发动九一聚灵阵法 忽然 九到柔和的白光 从阵眼位置上冲天起 然后快速扩张放大 最终 九到白光交织汇聚 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光幕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天地灵气 全部聚集进入光幕中心阵眼的位置 九一聚灵阵法启动之后 叶修试着修炼会员一气绝 一个小周天行攻下来 叶修明显感觉得出 丹田气海 增加了可观的真气 修炼效率 果真比之前提升了许多 布置阵法一天一夜 叶修肚子饿得呱呱直叫 离开仙界果园 叶修返回现实世界 就在这时候 叶修手机突然响了 接通手机 手机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是叶修吗 我是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人士课 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获得了医院中医科的面试机会 请你明天早上来医院中医科 接受面试考核 叶修实习期结束后 将个人简历 给东阳市各大医院都投了一份 没办法 穷人家的孩子 出境社会 什么人脉和社会关系都没有 一切只能靠自己 用笨办法 广撒网 然后耐心等待消息了 收到医院面试通知的叶修很开心 如果这次面试成功的话 自己就可以成为一名正式的医生了 叶修从小立志 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 而且叶修机缘造化下 又获得了造化御蝶大道奥义传承 中医医术突飞猛进 早已不是原来那个 初出学校的菜鸟实习医生了 为了不错过面试时间 叶修只得在医院附近 找了一家酒店休息 叶修不是没有想过 进入仙界果园休息 可那个异度空间怪异得很 手机 手表时钟在里面全都混乱失灵了 次日清晨 叶修起了一个大早 面试通常来讲 考官第一印象很重要 如果不修蝙蝠 形象邋遢的话 第一眼就会被考官直接S掉了 叶修形象气质本就不错 稍微实坠一下 就活脱脱一个形象 气质双爆棚的大帅哥了 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东阳市医疗设备最完备 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 最好的三甲医院 也是基于此 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对于医护人员的选聘 相对市里其他医院来说 是最高 最严格的 有幸能在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供职 本身就是自身实力和价值的一种体现 医疗实力也弱一些 毕竟第一人民医院 是以西医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医院 西医内科系统和外科系统 各个科室实力排名更靠前 也更强些 中医科这次面试招聘的地点 设置在医院门诊大楼15层 叶修来到面试招聘地点 在面试招聘办公室外面的楼道座椅上 已经坐满了一排前来应聘的人 其中不乏一些上了年纪的面孔 这些上了年纪的应聘之人 大部分都是工作了很多年的老医生了 之所以来应聘 一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二自然是奔着着的高薪酬和高福利待遇了 叶修夺到应聘办公室大门外的时候 耳中忽然听到办公室那几个医生的聊天内容 叶修修炼会员一气绝 洗水法体之后 耳聪慕名 听力强过普通人许多 一些细微的声音都能够明辨听清楚 黄主任 您是我们中医科的钢顶之人和舵手 您给评评理 医院人士科 这次给我们选评来的这些代选医生人选 都是什么料 所有选评人员的资料 我都看过了 大部分都是一些刚出学校 一点临床医疗经验都没有的菜鸟 你们说说看 在传承经验和临床经验 远比黄金都金贵的中医医学领域 这些刚出学校的菜鸟们 能起什么作用 难不成还让我们从零开始 重新培训教导他们 就是吗 医院领导每年在各个科室评优大会上 都批评我们中医科 托医院医疗水平的后腿 可灵了到好 每年给我们找来的全都是菜鸟 这让我们中医科怎么提升医疗水平 是啊 我们中医科的资源 很大一部分 都投在培训新招聘来的菜鸟身上了 别说提升医疗水平了 说句难点的话 能让那些招聘来的菜鸟们 不出医疗事故就烧高香了 大家的心情我都明白 都想让我们中医科打个翻身仗 扬眉吐气 不再受其他科室人的白眼 可大家要明白 中医医学领域 不说我们东阳市了 就拿市全博范围来说 能达到中医国手水平的 都不足两百位 数量比国宝大熊猫还要稀少 而且这些国医大师们 要不是在国内顶级医院内供职 要不就自立门户自己单干 你说 你能请得动谁 是啊 东阳市能称得上中医国手的 也就黄主任和市中医院 已经退休的卢院长了吧 所以我说啊 大家还是务实点 不要总想着天降救世主来拯救我们 我们要立足于现实 深挖前 想办法尽快提升中医科 各个科室医生的中医医术水平 中医国医高手稀少 人才凋零 我就不说了 可人士科给我们硬塞一个毕业成绩 都还有好几科目要补考 实习期间 评出事故的菜鸟之王是几个意思 杜医生 你不知道吗 那人就是我们医院宁副院长哥哥的儿子 关系户 嘘 大家都别嚼舌根了 被外人听去了 吃亏的是 我们自己 办公室里热烈的聊天谈话声 戛然而止 叶修无奈耸肩摇头笑笑 国内福利待遇好的事业单位招聘员工 能有几家能做到真正公开 公平 透明的程度走后门 裙带关系的势力 那是频频出现 就连医院这个专门 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重要部门都沦陷了 这些关系户们 当真是无孔不入 这时候 办公室大门打开了 一名中年男医生 拿着一张名单高声喊道 高翔 刘军 到你们面试了 来了 两名戴着眼镜的年轻男子 起身大声应导 两人进去以后 空出两张椅子 叶修走过去坐了下来 就在叶修刚坐下一会儿 一个头发梳得油光成亮 吸服鼻挺 大长脸 白白静静的年轻男子 走到叶修旁边的空位旁坐了下来 你好 我叫宁守信 你好 叶修 那名刚坐下的男子 主动和叶修打起了招呼 叶修对这名男子的 第一印象不咋地 而且从办公室面试 考核医生们的聊天谈话话语内容 猜测出 这个宁信的年轻男子 很有可能就是大家口中说的 那个走后门的关系户 叶修 对他不太感冒 回应也是敷衍了事 我叫宁守信 东海中医学院毕业的 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宁守信 似乎也感受到了叶修的冷淡态度 知序地转身 同另一边的人攀谈起来 东海中医学院没听过 华夏中医大学 林强 叶修听得出来 林强语气有点自傲 和一点点不屑 华夏中医大学 是国内顶尖的 培养中医师的专业大学 比叶修所读的 燕京中医药大学 牌子还要硬 还要响亮得多 而宁守信口中所说的 东海中医学院 相比林强和叶修就读的大学 那就根本不够看了 属于地方自行筹办的大学 估计连三本资格都够呛的 这时候 面试办公室大门打开了 进去的两名男子 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 看两人一脸愁眉不展的苦瓜相 不用问 就知道面试结果是什么了 林强 郑娟娟 到你们了 到 林强大声应道 昂首挺胸走了进去 切 牛逼个卵 你信不他准没戏 宁守信看着林强的背影 一脸鄙夷地脆倒 哦 人家 可是国内第一流中医大学的高材生 你怎么就知道他没戏呢 叶修问道 我看你挺投缘的 不像那个自负的林强 不妨告诉你知道 今年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 只招两人 我叔说了 中医科今年只招 具有丰富经验的中医师 像他这种刚出学校的 一律不要宁守信神气活现地说道 啊 那你我不也没戏了吗 叶修假意吃惊说道 哼哼 我与你们不同 别看我念的大学不入流 不是我吹 我后台 和关系硬着脸 如今这个社会 没关系和后台 你能做什么宁守信得意洋洋说道 叶修看着宁守信 这副丑陋的嘴脸 心里不住冷笑 极度不鲜 面试办公室大门打开了 林强当先走了出来 与进去之时高昂着头 自信满满模样不同 出来的林强低着头 不住叹着气 摇头离开 神情很是落寞 叶修 明守信 到你们了 进入面试办公室 叶修也略微惊讶 偌大的房间里 摆放着两张标准病床 病床上躺着两名病人 每张病床旁 还站着两名 戴着医疗口罩的护士 七八个挂着医生 上岗证件的中医师 戴着医疗口罩 背着手 站在坐着的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年男医师周围 不住打量着刚进来的叶修 宁守信两人 叶修 燕京中医药大学毕业 嗯 毕业成绩还可以 在燕京中医院复院实习过一年 实习期间表现良好 一名身材恶诺多姿的女医师 低头看着手上的一份 简历表资料念叨 因为戴着医疗口罩的缘故 叶修从无法从脸上 看出对方的神态 不过从女医生说话语气听来 很有一股不以为然的味道 我是中医科的黄主任 这样 站在你们面前的 都是我们中医科各个科室的带头人 这次面试考核 我们不搞形式主义 不玩虚的 不看你们的纸面成绩 一切都来真的 现场诊病好脉 由你们的病人 和在场的各个科室的主任医师 给你们现场评分 花白头发的老年男医师大声说道 小王 开始吧 黄主任朝身后站着的医生 挥了挥手说道 黄主任身后站着的医生队伍里 走出来两人 分别带着叶修和宁守信 去到各自的病人病床前 叶修 他是你这次面试考核诊查的病人 你有十分钟时间去诊断病人患病症状 然后给出你的诊查结论 就这样 就这样 你没问题了吧 没了 没了就开始吧 计时开始 这是考核你们 作为一名中医师的基本工 治病首先要辩证 辩证环节出了差错 那就出大问题了 黄主任陈生说道 叶修抬眼望望四周 对面不远处的另一床病床旁 您手信四模四样地给病人耗脉 看舌头 凉血压 一会儿压压病人肚子 一会柔柔病人肩膀 挺有一声饭的 叶修暗暗冷笑不已 这丝真能装 叶修 时间过半了 你怎么还没开始给病人诊病啊 黄主任见叶修只是站着 没有半点诊查的样子 便提醒说道 哦 我已经开始了 叶修淡淡应道 叶修诊病 还就真不需要动手动脚 废话连便问这问哪的 叶修只需要手指轻轻搭脉一听 透视眼一望 就知道病人病情如何 诊查结果比任何检查仪器的结果还要精准 颈椎增生 肩周炎 膝盖风湿炎症 心肌缺险 皮须未寒 叶修已经得出了诊断结论 这个病人一身的疾病 叶修不经意间 瞥见一名医生 偷偷递给宁守信一张纸张 还小声对他说道 这是诊断结论 你照着说就行了 虽说中医科医生与宁守信之间 玩得猫腻 被叶修撞见了 但这却是别人能做 你绝不能说出来的 您守信你先来吧 把你得出的病人诊查结论 给我们说说吧 黄主任先点您守信的名字说道 经过我的诊查 病人诊查结论如下 病人肾脏有囊肿 肝气愈结 血压偏高 是比较典型的阴虚火旺症 说完了 您守信拿着那张作弊得来的 疾病疾病诊查报告大声念叨 话音刚落 黄主任就带头喊了声 好 除了那位身材恶努多姿的女医生 房间里的医生们 也都纷纷点头附合 叶修 到你了 黄主任手指着叶修喊道 房间里所有人的目光 刷一下 全集中到叶修身上 其中一名男医生 走到黄主任跟前 傅儿小声说道 主任 这个刚出学校的菜鸟 直接淘汰得了 浪费时间 听听无妨 黄主任巧声应道 叶修不紧不慢 转身走上前 脱高朗声说道 我对病人的诊查结论如下 这个病人患有颈椎增生 肩周炎 膝盖风湿炎症 心肌缺血 脾须胃寒症状明显 叶修话音落下后 房间里寂静无声 大家都吃惊地看着叶修 没有想到 仅仅十分钟时间 叶修就能把这个病人的疾病状况 诊断得那么详细精准 叶修的诊查结论 同医院仪器的检查报告结论 如出一辙 可医院的这个诊断报告 是通过黄主任亲自诊断 外加检查仪器辅助一块完成的 叶修就只凭个人完成 这就不得不让在场的所有人震惊的了 黄主任远想着 只要叶修能给出几项疾病确诊结论 就给他打合格的分数了 没想到 叶修的诊断结论 竟然那么全面精准 这令黄主任 对叶修这个年轻医生 更加感兴趣和重视了 就在房间里 所有人吃惊地望着叶修的时候 叶修清了清嗓音 补充说道 我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 病人左下肢静脉血管 有多处血管流出现 这个问题目前来看不是很严重 病人也没有感觉 但是不治疗的话 等病情恶化爆发了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轻则截肢 重则危及生命 叶修说完 本来安安静静躺在病床上 闭目休息的病人 蹭的一下就坐了起来 大声惊呼道 不仅病人情绪反应激烈 整间房间里的医生都惊呆了 就连一直稳稳坐着的黄主任 也都坐不住了 他猛地站了起来 手中拿着的钢笔 也掉落余地 这个病人之前 黄主任就亲自认真诊断过 还同其他中医科室的主任医生 一同会诊过 最后还不放心 动用了检查仪器辅助确诊 可就这么多人 加上检查仪器一同上诊 也没有发现 叶修口中所说的 下肢静脉血管流这个病灶 这就让黄主任 震惊到无以复加了 黄主任盯着叶修 看了好一会儿后 才开口缓声说道 好吧 今天的面试到此为止 你们先回去吧 如果录取的话 医院会有电话通知你们的 叶修答应一声后 便快步走出面试办公室 身后宁守信 一直在喊着叶修等一等 叶修加快脚步 出了门 当即进入电梯 不等后面 跑过来的宁守信 关上电梯门 直达一楼大厅 叶修可不愿同宁守信 这种无耻没品的废物一声 待在一块 一楼大厅里 林楚楚一抬眼 看到电梯里出来一个男子 很像叶修 便追了上去 楚楚 等一等在林楚楚身后 蒙俊捧着一个饭盒 追了上来 等林楚楚 追出医院门诊部门外的时候 叶修早已不见了踪影 楚楚 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蒙俊追得上气 不接下气 问道 那个人真的是叶修吗 林楚楚揉了柔美丽的大眼睛 茫然地自言自语道 怎么可能叶修那个香巴佬 怎么会来医院 你看错了吧 蒙俊对叶修印象不怎么好 还在为之前火车上丢的面子 愤愤不平呢 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楼15层 中医科面试办公室 所有在场的中医科 各个科室的主任医师们 都还沉浸在叶修令人匪夷所思的 诊查报告结论里 面面相去 漠然不语 黄主任仍然在低头仔细浏览着 叶修那份诊断结论报告 这份诊查报告 他翻来覆去 看了起码十几遍了 依旧毫无头绪 他弄不明白 叶修是怎么做到 诊断如此精准无误的 黄主任 我首先表个态 不管你们什么意见 反正刚才那个叶修 我们那课的收了 你们谁也不许 同我抢中医内科的主治医生 王双双摘下一条口罩 一张娇美绝伦的脸庞显了出来 为办公室增添了几分亮丽的颜色 这可不行 我的外科缺人 像叶修这种有本事 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 还是来我的外科 比较有前途 中医外科丁主任 站出来反对说道 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叶修竟然能够诊查得出 静脉血管瘤 我看他还是更适合 来我的肿瘤课 中医种流磕磕的吴主任 也出声抢人 黄主任 你快为我做主呀 面试之前 他们每个人都信誓旦旦说过 今年不收人的 现在又都跳出来抢人 有点节操好吗 王双双气呼呼说道 都别争了叶修这个年轻人 由我带 不配属任何科室 黄主任猛地站起来 不容置疑地大声说道 人才难得 黄主任也是看中了叶修的发展潜力 想把叶修留在自己身边 重点栽培他 为中医科培养一个 能够钢顶的名医出来 您守信 你们哪个科室要 黄主任话音落下后 整间办公室里的所有人 都立即闭上了嘴巴 装模作样地埋头工作 您守信就像是烫手的山芋一样 人人唯恐避之不及 丁主任 你不是说 你们外科缺人吗 您公子去你们科了 黄主任见大家都不吱声 只得霸王硬上弓 硬摊派安排 黄主任 您就饶了我吧 我的外科庙太小 装不下您公子这尊大佛 中医外科您主任 愁眉苦脸哀求道 叶修出了医院 便上了一辆出租车 直奔东阳市种子市场 叶修想选购一些果树种子 种植在自己的仙界果园里 那么肥沃的果园土地 一直这么任由他 慌者怪可惜的 师父 你这里有什么果树种子卖 进入果树种子店铺 叶修看着店里 琳琅满目的种子 眼花缭乱 我这里国内有的 果树种子都有卖 外国的果树种子 品种我也卖 如果你想买 我还能为你调货 店铺老板自豪地介绍说道 老板 那你给我一包樱桃的种子吧 叶修想起小时候 吃樱桃果的情景 回味无穷 瞬间勾起了蝉虫 玉石便问道 一包三百颗 五十元钱 给 叶修掏出五十元钱给老板 结果樱桃种子收好 年轻人 看你年纪轻轻的 第一次种植樱桃果树的吧 我店里 还提供种植果树 必须的各种优质有机肥 两大优惠哦 店铺老板不失时机 向叶修推荐说道 化肥不不不 我不需要 叶修可不想化肥 污了自家的果园土壤 拒绝说道 年轻人 种果树不施肥 你能种的活就有鬼了 店铺老板摇头叹气说道 叶修却不理店铺老板 匆匆离开种子店铺 进入仙界果园后 叶修开始挖坑种植樱桃种子 三分果园土地 说大也不大 说小也不小 合理利用安排种植 叶修最后种下了三十颗种子 种下种子以后 叶修用灵泉水浇灌 一切弄妥当以后 叶修走到果园九一具 灵阵法阵眼的核心中心位置 盘膝坐下 准备开始练功 会员功法有云 此门功法需每天早晚 可修炼一个时辰 也就是两小时即可 叶修现在每修炼一个小时 可以攻行小周天大约十次 一个小时修炼结束 叶修睁开眼睛一看 被眼前看到的一幕惊呆了 三十颗刚种下的樱桃树种子 已经长成了将近一米的树苗了 叶修想了想 恍然大悟道 这或许就是 得到了仙界果园的 特殊灵力的加持 叶修高兴过后 不免有点失望 那就是 这一个小时的混员功修炼 九一具灵阵法 其中九个阵眼上的玉片 已经不堪灵气聚集重负 全部爆裂碎掉了 果然 品质不形的玉石 使用起来还是不太尽用 好在叶修准备充分 还有一大袋的玉片可用呢 给玉片开完光之后 叶修将碎掉的玉片清出来 将新的玉片放进去 重新发动九一具灵阵法 十次小周天行工完成 叶修开眼发现 三十颗樱桃树果苗掌是喜人 果树树干 已经有成年男子胳膊那么粗了 按这个成长速度 叶修估计 三十颗樱桃果树 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收获了 只是 有喜就有忧 叶修忧的是 发动阵法使用的玉片 消耗有点大 每发动阵法修炼一个小时 就得消耗掉九片玉片 会员工一天两练 每次两小时计算 玉片每天消耗的数量 将达到三十六片之多 叶修旅行包里的玉片总数 也就一千出头 最多能够顶用一个月时间 也就是说 在这一个月时间里 叶修必须想尽办法赚钱 购买玉石制成阵眼所需的玉片 否则叶修就无法获得 阵法的增益加持 练功效率就会大打折扣 这还是低级阵法呢 若是日后修为提升后 可以布置更高级的阵法 那么消耗的玉石 那将会是一个 惊爆人眼球的数字 叶修现在才深刻体会了 穷文富武的民俗说法了 老祖宗成不起我 完成了今天的修炼 果园的樱桃树也种好了 叶修满意地 离开了仙界果园 返回东阳市 叶修现在要努力地治病救人 正取仙界果园急需的功德积分 用来建设自己的果园 让自己的果园更加地完善 这样就能最大化地利用 仙界果园丰富的修炼资源 为自己修炼加持增益 除了正取治病救人功德积分 叶修还要努力去赚钱 只有金钱 才可以换取修炼急需的 高品质玉石资源 叶修返回住宿的酒店 洗漱完毕 手机响了起来 喂 是叶修吗 手机里传来了娇媚的女生 我是 有事情说 我是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 恭喜你 你已经成功通过我们医院的面试考核 正式成为医院中医科的一名医生了 真的吗 叶修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的欣喜之情 自己的理想就要成为现实了 任谁都不淡定 况且 这次面试中医科 叶修本来就没有抱什么大希望的 宁守信的事情 让叶修如梗在喉 恶心地想吐 请你明天来中医科办理入职手续 挂上手机 叶修美美地睡了一觉 次日黎明 叶修练完混员工 梳洗完毕 去酒店餐厅 美美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叶修点了一份营养虾肉馄饨 一份番茄鸡蛋卷 一份千层肉馅饼 一杯水果麦片酸奶 这份丰盛的早餐 同共花去了叶修两百大元 犒劳完自己的胃 叶修便往医院走去 叶修所住的酒店距离医院 仅仅一街之隔 不行也就十分钟时间 叶修来到中医科15楼办公室的时候 竟然在办公室里 遇到了最不想遇到的人 宁守信 你也通过了面试宁守信 看见叶修走进办公室 很惊讶地问道 运气好 叶修面无表情淡淡硬道 走向另一边角落的椅子上坐下 就在这时候 办公室里走进来一个身材很有量 的美女医生 宁守信看得两眼直放光 美女医生是中医内科的主治医师 王双双 王双双瞥见叶修坐在角落里 便扭腰翘臀轻扭 停停鸟鸟走到叶修跟前 叶修王双双预指轻点叶修问道 我是 请问去哪里办理入职手续 跟我过来 王双双轻从玉指轻钩 示意叶修跟着过来 人生地不熟的叶修 只得起身老是跟了过去 王双双 叶修一前一后 来到廊道最靠里的 一间空无一人的办公室 等叶修也进入办公室后 王双双转身走回去 把房门关上 脱衣服吧 王双双的这句话 瞬间让叶修梦了 二叶修目不转睛 看着王双双俏立无暇的脸庞 猜测他这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孤男寡女 独处一事 而且这房间里 还摆放着一张床铺 这不能不让人浮想连变的 还发什么呆啊 你不脱西服 怎么方便按摩王双双补充说道 按摩谁给谁按摩呀 叶修更弄不明白了 王双双到底想干啥 这是中医科入职前 对你的一次随机考核 看一看 你中医按摩手法 有几成功力 你乱想些什么 王双双信念韩春 翘脸露出两个名人的小酒窝 叶修惭愧地摇了摇头 心里自己批判自己 叶修啊叶修 思想怎么那么卧挫 眼睛往哪里看啊 不过批判归批判 美女魔鬼般火辣的身材 吸引力简直太强了 没人可以抵抗 除非不是正常的男人 叶修三下五除二脱下西服 一回头 竟然看见王双双也在脱衣服 王双双把身上穿着的白大褂制服脱了去 显出了贴身穿着的紧身针丝衫 在紧身针丝衫 尾果束缚下 挺拔的双风更加夺人眼球 王双双这火辣身材 真是没得说了 叶修只觉得自己呼吸都快要停滞了 我躺上床铺 你过来 给我松松肩膀和双腿 王双双说着 便躺上了床铺 平躺下去 快点过来开工呀 见叶修站在原地 直愣愣地看着自己 王双双奄奄然一笑 玉手伸出一指 朝叶修勾了勾 示意叶修赶紧过来 叶修只觉得自己单甜似有火气 直往上窜 脸庞热得发烫 王双双这个狐媚勾人魂的妖精 一平一笑都似在勾引人 叶修啪啪 伸手给扇了自己两巴掌 然后冲到办公室的梳洗台旁 打开水龙头开关 手捧着凉水 就往自己脸上浇 凉水让叶修 被王双双勾起的火势 减弱了许多 可就在这时 王双双那娇媚得 有点嗲的声音传了过来 快点嘛 人家都等你好久了 这一声嗲声嗲气的叫喊声 让好不容易降火降温的叶修 再次亢奋了起来 丹田处的火势 熊熊生疼了起来 叶修 你是一声醒醒 医者父母心 大不了把它当成是一堆腐肉和烂肉罢了 没事的 叶修内心深处善恶之心 激烈交锋 再一次交了 满头满脸凉水 叶修来到了床铺边 伸手在王双双柔弱无骨的香肩上 暗揉了起来 在叶修熟练的中医按摩手法暗揉下 王双双信眼微闭 一副很舒服 很享受的满足模样 那张俏丽无瑕的脸庞 表情丰富 娇媚摄人 叶修根本不敢低头 去看王双双那张勾人心魄的娇媚脸蛋 你闭着眼睛干什么 王双双不知什么时候睁开了双眼 盯着叶修不住打量着 我中医按摩技术 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了 不需要看就能准确完成 叶修口是心非硬道 其实叶修不敢睁眼看的真正原因 是怕抵挡不了王双双 那清诚乱国的致命诱惑 那好 我大腿最近挺酸疼的 你帮我安安 王双双说着 就摆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姿势 两条白皙大长腿左右分开 王双双之所以敢摆出这么一个姿势 还是自是穿着打底牛仔短裤 不过 要是王双双知道 叶修的双眼 具有看透一切的异能本领后 他一定会后悔 在叶修面前摆出这么一个姿势的 因为在这种姿势下 王双双身体核心部位的水帘洞 全给叶修看个精光 清清楚楚的 不再有什么秘密可言 叶修双手在王双双白皙顺滑 弹力十足的大腿上按着 叶修一直强迫自己 闭上眼睛不去看 不去想 可就算如此 叶修还是不可救药的 无耻的十更了 叶修按了好一会儿后 王双双收腿起身 看着叶修俊朗的脸庞点点头说道 行了 你考核合格了 可我只按了一小话呀 按摩技术 王双双扑斥一声笑道 那你看什么叶修一脸疑惑的 看着笑叶如花的王双双问道 看你一得合格不合格呀 王双双的话 让叶修如梦方醒 自己刚才就像一个傻子一样 被王双双玩弄于鼓掌之中 王医生 你未明也太相信我了吧 难道你不怕我变成 催花狂魔叶修双手 在空中虚抓 一副见细细的坏笑模样 假意恐吓王双双 叶医生 恭喜你成功通过美人观的考验 办公室大门忽然被人打开 中医外科的丁主任笑呵呵走进房间 在他之后是肿瘤科的吴主任 最后走进来的竟然是中医科的领导皇主任 大家进房房间后都鼓掌哈哈大笑不已 这处美人寄的始作俑者王双双 更是笑得花枝乱颤 咦 叶修心里暗叫好险 差一点自己就节操不保了 越漂亮的女人果然就越危险 王双双 走着瞧 哥迟早把你办了 这口气一定要戳 叶修贪婪地顶着王双双胸前 一对阵战跳脱不已的大白兔 暗暗在心里励志的 叶修在抗住了中医科美女医生 王双双的一番调戏后 最终涉险过关 正式入职 成为了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一名医生 办完了入职的一些手续 中医科的黄主任 把叶修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叶修 你现在正式成为了中医科的医员了 按照医院的惯例 本来像你这么一个新入职的医生 具体做些什么工作 去哪个工作岗位 都是有组织决定的 黄主任看着叶修缓声说道 只要能够治病救人 我一切听凭组织安排 叶修呵呵咧嘴一笑应道 你倒挺看得开的 这样 我这里有两条路给你选择 第一 按照医院惯例 新入职的医生要下到住院部 间隙工作两年 积累工作经验 第二 留在中医科 跟在我身边 有我带着你 黄主任似笑非笑说道 领导 我不清楚医院具体情况 你就明着跟我说吧 治疗病人的机会更多 叶修来医院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治病救人 获取仙界果园急需的 功德积分的 不是来医院当大业混日子的 相对来说 肯定是下住院部 工作量大一些了 中医科更清闲自由些 黄主任微笑说道 那我下住院部吧 叶修听完黄主任解释说明后 当即下决定 没有一丝犹豫 你不再考虑考虑我认为 以你的情况 留在中医科 更适合你以后的发展 黄主任似乎也有点惊讶了 他没想到 有人竟然会放弃一条 前途光明的捷径大道 而去选择一条 崎岖难走的普通小道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留在中医科 特别还是留在中医科 刚顶之人黄主任身边 学习工作 那可是中医科 所有医生梦寐以求的 能够跟在有着 国一资格称号的 老中医黄主任身边 天天耳濡目染 得到名师 实施从旁提点的机会 那对自己中医医术水平的提升 将会是有极大促进作用的 而且最为关键一点 天天跟在领导身边 落连表现的机会多的是 接触领导的机会也更多 今后获得提拔晋升的机会 也别其他人大得多 这种好机会 别人若是得到了 做梦都会笑醒的 而夜休却轻易地放弃了 不用考虑了 夜休态度挺干脆坚定的 好吧 既然你喜欢去住院部锻炼 那我也不拦着你 黄主任有点无奈 只得摇头说道 领导 要是您没什么指示的话 我就去住院部报道了 夜休已经迫不及待了 哦 还有一点 医院的医生宿舍房间有点紧张 申请单身宿舍的人太多 你要做好两手准备 申请宿舍可能会排队 先去医院附近 寻找合适的民居租住等待 医院宿舍申请 没有那么快能批复下来的 黄主任提醒说道 没事 住宿问题我会自己解决的 夜休本来就不想 窝在医院宿舍楼里 与他人住在一起 这样一来 对自己这么一个 有特殊活动的人来说 是很不方便的 那这样的话 今天我就特批你半天的假 让你去解决好个人住宿问题 明天再来医院上班 谢谢领导关心 从医院出来以后 夜休一个人 茫然无头绪地走在大街上 一路四下张望 看街道墙壁留言栏上边 是否留有租房广告 走了两条街 黄天不负有心人 夜休终于在街道墙壁的一处 留言栏上看到了几条租房信息 其中有一条租房广告 挺吸引夜休的 一套四房 一位一厨独立小四合院 一个月租金三千元 不仅租金便宜 而且 房子距离夜休工作的医院也不远 相隔两条街 不行的话 最多半个小时路程 见到这么好的房子 夜休大喜 赶紧拿起手机 按着租房广告上的房东 联系电话打了过去 喂 你是房东陆阿姨吗 我看见了你的租房广告 想跟你商谈一下租房细节 你看什么时候方便 我现在就在房子这 你过来吧 好嘞 夜休开心收好手机 迈步往小四合院走去 二十分钟后 夜休来到了准备要租住的 小四合院所在街道 去去去 臭道士 别没事整天在我家门外面瞎晃荡 晦气 夜休走到四合院大门外边 一个高个略肥胖 阿姨正在呵斥 驱赶一名 穿着蓝色粗步道袍的道士 阿姨 我就是电话里和你谈租房事宜的人 夜休表明身份道 这位小兄弟 租房要谨慎啊 平道官这间房子院落内 因煞之气甚为浓烈 此处房子定然有不干净的东西出没 道士看着夜休 大声劝说道 夜休闻言当即转头朝院落里望去 果不其然 院落里一处水井上方 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阴煞之气 欲结不散 不过夜休一高人胆大 心中自有应对之法 加上此处四合院物美价廉 夜休非常重义 道士的话语自然不在意了 夜休天赋异禀 能看到这些东西不奇怪 只是这个道士 竟然也能看破院落里存在阴煞之气 那就说明 这个道士是有一点真本事的 夜休于是仔细打量 这名号蓝色道袍的道士 月末四十岁年纪 晚一个倒计 蒲扇般的大手拿着一把佛尘 身上皮肤有黑粗糙 但眼睛却炯炯有神 说话中气十足 小伙子 你莫听那个妖道胡言乱语说风话 我的房子既宽敞又干净 不知多少人抢着要来租住呢 我们进房谈 房东阿姨热情拉着夜休的手 就往四合院里走 不听频道善言归劝 或是就在眼前 道士闭目微笑摇头说道 房东阿姨拉着夜休 进入了四合院 两人静止穿过院子 往正房走去 房东阿姨领着夜休 在四合院内逛了一圈 笑道 小伙子 这么好的房子 我收你一个月三千元不多吧 不多 不多 阿姨 那间房是厨房对吧 夜休撇下房东阿姨 快步前往四合院内 不起眼的小房间走过去 阿姨 你这间厨房配套 还挺齐全的呢 夜休进入房间看了看后 满意说道 二救命 此时院落里 传来了房东阿姨的惊呼声 妖念 有频道在 这里容不得你放肆 那名蓝袍道士 这时已经冲进院子里 挥舞着佛尘 手捏指掘 咬指房东阿姨 背后不远处的那口水紧喝道 夜休听闻房东阿姨 惊呼喊声 马上转身跑出去 夜休看见十几米外 房东阿姨脖梗上 有长长一缕黑色的发绳 从水井中探出 仿如细绳一般 将它缠绕勒住 蓝袍道士口念咒语 一张黄表纸符传 朝天扔出 手中浮成灰洒间 那张扔出的黄表纸符传 瞬间燃尽成灰 符传化作一缕红光刺 向那缕从水井中探出的发绳 诗 那缕从水井中探出的发绳 被符传化成的红光 穿透燃烧坟段 冒出一缕青烟 房东阿姨就此 得以逃离水井发绳的缠绕 腿一软 整个人跌坐余地 手抚胸口 呼呼的大口直喘气 咦 那名蓝袍道士 果然有些本事 蓝袍道士出手后 房东阿姨当即得救 叶修也就暂时 打消了出手的打算 他想看一看 蓝袍道士的修为和手段 叶修 跑到跌坐余地的 房东阿姨身旁 摸出一张 一级辟邪符符传 塞到对方手里 低声交代道 随身携带 离水井远点 保你没事 房东阿姨低头看了看 叶修塞给她的黄表纸符传 一脸疑惑的神色问道 这种鬼话服一般的 纸张有用说完 房东阿姨抬眼看了看叶修 眼神中满是不相信的眼神 那神态很明显了 房东阿姨明摆着 不信叶修这么一个年轻人 年纪轻轻的 会有这个本事 忽然 水井里传出怪异的女子 喊叫声音 听起来不禁让人寒毛直竖 喂 你们两个快点离开这里 这个捏处手段看起来不弱 你们在这里 我分心顾不过来 蓝袍倒是扭头朝叶修 与房东阿姨大声喊道 叶修扶房东阿姨起身 就在这时候 水井里忽然击射出 三缕仿炉细绳的黑色发绳 一缕直取蓝袍倒是面门而去 另外两缕分别射向 叶修和房东阿姨 天地无极 乾坤戒法 抖一张符传 从蓝袍倒是手中制出 不过这缕从水井中 击射而出的发绳 速度太快了 蓝袍倒是符传 还没来得及释放出法力 这缕发绳就捆腹缠绕了 蓝袍倒是 房东阿姨见水井探出的发绳 再度袭来 他惊恐不已 手脚全部都不受自己控制了 叶修运起悬崖正气 画掌围刀 朝来袭的两缕 发绳斩去 痴痴 叶修击出的悬崖正气 迎头将两缕头发绳 从中破开 一路焚毁燃尽 水井突然传来了一声 淒厉的惨叫声 阿姨 你到院子的门口避避 不要声张 有我在 没事的 叶修一击得手之后 信心大增 自信十足地 对房东阿姨说道 嗯 房东阿姨答应后 不再犹豫 转身便往大门口跑 双手紧紧抓着叶修 塞给他的辟邪符 小心折叠起来 像手捧着珍宝一般 贴身放进衣服口袋里 叶修只一出手 便轻易斩断 焚毁了两缕可怕的发绳 房东阿姨内心震撼之余 对叶修更是深信佩服不已 既然是叶修给的福转 那就一定是好东西 很有用的 喂 道友 需要帮忙吗叶修 焚毁了席向自己的发绳 走到还在同捆付出自己的发绳 做疏死拼斗的蓝袍倒是身旁 腹身捡起掉落在地上 还未来得及使用的黄表纸符转 符转上灵力气息很弱 这是一张连一级驱邪符 都称不上驱邪符 比叶修制作的符转 那可差得远了 阿道友 帮帮忙 蓝袍倒是手中浮沉 已经掉落地上 身上被发绳紧紧捆腹 血管凸显 眼球都快有点凸出了 想必是被发绳 勒得快要筋疲力竭了 蓝袍倒是没想到 叶修法力这么厉害 只凌空掌力批出 两缕灵力的发绳 当即就被破开焚毁了 只得放下高人架子 哀求叶修出手帮忙了 叶修淡淡一笑 掌刀一挥 发绳吃一声 当即从中焚断 水井中再度传出一声 凄厉的女子惊叫声 道友 多谢大叫 蓝袍倒是 朝叶修抱拳施力谢道 叶修没有接话 快步走到水井旁 运进发工 向井底连发树掌 只听水井里惨嚎声 更为凄厉惊恐 叫声停歇后 一个红裙急身 劈头散发 眼瞼流血 脸旁丑陋流浓的女子 鬼魂搜声 从水井里窜出 恶狠狠盯着叶修等人 红裙女子 魂魄周身因煞之气 甚为浓郁 是有些道行和法力的鬼魂了 你为何治留人间 为害他人叶修冷声质问道 先师手下留情 不是小女子留恋阳间 而是被人所害 沉湿水井 心有不甘 要找仇人报仇 故而折服水井里等待机会 红裙女子鬼魂说道 叶修文言掐指一算 随即冷哼一声 不耻赤道 妖念 修得瞒我 你折服在这水井里 怕不是为了报仇吧 八十年来 死于你手的无辜女子 共有八人之多 红裙女子鬼魂见叶修 盗破她的丑事 当即恼羞成怒 张开一张满是蛆虫的血盆大口 朝叶修当头吞噬过来 叶修冷哼一声 一掌猛然派出 悬崖正气 迎面就把红裙女子 鬼魂大张的血盆大口 头颅焚毁 化成一缕烟气 消散在空气中了 没有了头颅的鬼魂 更加的狂暴 手脚挥舞 化成一副骇人的骷髅架 阴风阵阵 朝叶修攻了过来 哼 我今天就替天行道 灭了你这个骇人精 叶修口念法诀 一张一级驱邪符至初 悬崖掌力后发先至 喷一声 符状化作一团白光 将红裙女子鬼魂 幻化的骷髅架 瞬间积成积粉 随风消散了 主人 由于你消灭了一个 作恶多端的怨魂 获得五点功德积分 果园康护寿眠眠的声音 在耳畔响起 随着女子鬼魂魂飞魄散 院落内的阴煞之气 也随之全部消散 道友到法身后 平道自探服儒 佩服 佩服 平道青阳子 现居东阳市西郊南山青阳观 凡请道友 有空前来指教一二 蓝袍倒是抱拳作一 恭敬对夜修说道 道长客气了 小子夜修 东阳市一个 急急无名之辈 夜修淡淡应道 房东阿姨 没事了 我们接着 来谈谈租房事宜吧 夜修朝大门边 直愣愣看着的房东阿姨喊道 夜修租房途中 顺道出手 扫灭了折服在四合院水井底 害人性命的怨魂 救下了房东阿姨的性命 房东阿姨 感念夜修救命之恩 减免了他一年的租金 夜修扫灭怨魂 替天行道的同时 还收获了仙界果园 急需的五点功德积分 积分虽然不是很多 但这无以为夜修 打开了一条崭新的 赚取功德积分的途径 今后夜修 不仅可以通过 治病行医救人 赚取功德积分 还可以发挥自己特长 铲除阳间一切怨魂恶鬼 替天行道的同时 也能为自己 赚取功德积分 房东阿姨 免去夜修一年的租金 着实是帮了夜修的一个大忙 他银行卡里 也就仅于三万多块钱 四合院一年的租金 最少也得是三万六 倘若真交租金 夜修身上 就不剩多少生活费了 在东阳市这种大都市 缺钱绍金的日子 真的不是一般的难过 按东阳市各个地段的 租金均价来看 夜修租住的这个四合院 租金远不止三千一个月的 若不是四合院闹鬼 致使租客人心惶惶 房东阿姨 也不会把租金 降到三千元的低价位的 毕竟四合院居住面积 居住环境都远胜一般公寓套间 夜修轻轻松松 便捡了一个大便宜 高兴之余也犯了愁 这个小四合院年久失修 再加上凶宅闹鬼 久未有人居住 缺少人气 四合院维持基本生活 居住条件的管道设施 需要找维修工来 重新翻修更新一遍 特别四合院的厕所 夜修最为头大 不仅抱管 下水道还预赌不畅 根本就无法正常使用 里面臭气熏天 苍蝇蚊子满天飞 为了彻底翻修好 四合院的生活设施 夜修手机都快打爆了 求爷爷告奶奶的 请了多名家政维修工 来赶工翻修更换管道 最后花了夜修 将近一万五千多块钱 终于把四合院 实坠的适宜人类居住了 抱歉 家里迫失一大堆 没有来晚吧 夜修第二天去医院 住院部报道的时候 几乎是掐着苗表 冲进值班医生办公室的 夜医生 希望你明天能提前 一个小时到值班时报道 你要记住你自己的身份 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 菜鸟医生 你来住院部 是来学习锻炼来的 不是让你来这混日子的 办公室里 一名输着中分头行的 眼镜男医生 摆住夜修一顿很逊 语气很是不屑 我知道了 下次不会了 作为第一天来报道的新人 夜修 值得老师点头答应 医院里面 是严格按照职称等级 和医术水平高低论资排位的 那些刚毕业工作的 菜鸟医生 在医院里 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值得老师看人脸色 行事做人 见到那些医院里的骨干医生 值得陪上 笑脸喊人家老师 而且这一次 夜修不太走运 被分配到了住院部那一科 夜修是从中医科 调配过来的新医生 那就更不受这边的 那些个这儿八经 喝过羊墨水的 海归西医们的待见了 夜修被分到了那一科 211212213号病房 主管这三间病房的主治医生 正是狠狠教训过夜修的 那个中分头眼镜男医生 佟建军 佟建军可是这儿八经 在美国医学院 进修过的海归医学博士 年纪轻轻的 就获得主治医生 这个人人艳羡的 终极支撑 在住院部那一科病房区 佟建军就是主力骨干医生 话语权还是有一些的 像夜修这种 刚入职分配到住院部 学习锻炼的住院医生 名面职称等级上 本来就比佟建军低一级 惯例上 夜修这类住院医生 都得屁颠颠地 跟在主治医生 同建军身后 成为名副其实的小跟班 夜修这类刚入职的 菜鸟住院医生 是没有独立巡视病房 和独立处置 病房病人病况的权利的 最多只有协助的权利 发现问题 只有打报告上报的份 是不能随便 越则行使医生权利的 否则出了医疗事故 夜修这类低级的住院医生 就要背锅走人 甚至会被永久吊销 行医资格 医院住院部 实行的是医生分管制度 一名主治医生 职称以上的医生 分管若干间病房 病房内所有住院病人 都归该名医生负责 那一科一共有十间病房 同建军一人就分管三间 可见医院 对其能力的肯定和器重 同建军手下 除了带着夜修之外 还带着一个 刚从省医科大毕业的新医生 夜修 你给我把血压剂带着 待会儿查房需要 同建军遗址气使说道 我说 你们这些学中医的 会使这些仪器吗 不要到时弯不转 瞎耽误我的时间 海外留学归来的同建军 骨子里瞧不上中医 认为像夜修这些 中医院毕业的泥腿子 就连最基本的医学常识 都缺乏的 同医生 绝对不会耽误你时间 我会帮夜医生的 那名省医科大毕业分来的 新医生卢聪 从旁帮衬说道 都是刚入职的新医生 大家也都是年轻人 夜修同卢聪关系 还挺融洽的 不像同建军 自视清高 自视自己是海归精英 高人一等 从而对夜修 向来都是遗止气势 居高临下俯视的态度 从来没有好脸色 住院部每天早上8点到11点 是负责各个病房的 主治医生查房巡视时间 期间主治医生 会挨个询问 每一位住院病人的病况 和身体情况 病人要是有什么病痛和不舒服 也可以同查房巡视的 责任医生讲 最后由主治医生 根据病人情况临机处置 在进入第一间211病房的时候 同建军 夜修等人 就碰到了意外情况 一名身患糖尿病的 老年男性病人 躺在病床上哼哼唧唧 手捂着后脑勺 表情极度痛苦 李大爷 您怎么了 身体哪里不舒服了 同建军 也发现了病人的异痒 寻力问道 大夫 我头疼得厉害 李大爷有气无力应道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病人量血压 同建军回过头 瞪了夜修一眼 贺令说道 夜医生 我帮你 如从担心中医出身的夜修 手脚不利索 想过来帮一下 你退下 让他自己来他一个医生 如果连血压都量不好 那他还干个什么 进同建军横竖 就是看夜修不顺眼 当众不给夜修面子 狠狠训斥的 也是 夜修估计 是第一个以学徒身份 调来住院部 敢于不拍 顶头上司医生马屁 不谄媚的住院医生了 同建军本就自视甚高 一向看低中医 又见夜修如此不上道 不懂得做人 能有好脸色 给夜修看就奇怪了 会量血压 有什么了不得的 会量血压的人多了去了 有几个能治病的 夜修一边给李大爷量血压 一边在嘴上小声嘟囔道 对海归精英博士 同建军的这番话语 夜修是打心底里不认同的 你说什么 敢不敢大声说出来 同建军依稀听到了 夜修不服气的嘟囔声 扭头立声当场喝问道 整间病房的人 此时都惊呆了 今天这是要闹哪样 查房巡视的医生 首先对掐了起来 大家伙目光 都齐刷刷盯着夜修 想看他如何回应 说就说 有何不敢的 你听清楚了 我说会量血压的人海了去了 但能有几个人 会治病的夜修抬头 与同建军目光对视 一点都不落下风 不舒气场大声说道 岂有此理 你一个刚毕业的菜鸟 竟敢在我面前信口雌黄 当真不知天高地厚 建军觉得夜修 当众挑战了他的个人权威 恼羞成目 怒视夜修大声赤道 就在病房里闹得不可开交之时 一名身材娇小 面容俏丽可爱的小护士 推着一辆医疗药品 分发专用车进入病房 早上服药时间到了 小护士甜美的声音 缓和了一些病房里 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 李大爷 把用纸包裹好的药品拿出来 放在李大爷床头柜子上交代道 李大爷 高压135 低压85 高压稍微偏高一点 低压正常 夜修爆出了测量血压的结果 李大爷 您的血压基本正常 没有大的波动 头疼问题不大 我估计是感冒引起的 吃完感冒药和消炎药 休息休息 头疼症状就会缓解的 童建军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道 李大爷 感冒药和消炎药 你不能再吃了 您头疼不是感冒引起的 形成了风险预堵之症 这就是您头部异常头疼的原因所在 夜修收起血压剂 起身说道 闭嘴你一个刚毕业的菜鸟 住院医生懂什么 不要在病房里胡言乱语 你给我滚出去 马上童建军手指着夜修 立声喝道 李大爷的药都是童建军开的 夜修这么说 就是当众打童建军的脸 一个小小不入流的中医住院医生 竟敢当面质疑 主治医生治病开药的权威性 对童建军这个 一向自视甚高 蔑视中医的海归精英 医学博士来说 是绝对不能忍的 卢聪看见童建军当场发飙 怒气冲冲的 为了平息事态 他当即扯着夜修出了211病房 夜医生 你就算有不同意见要说 大爷等回了值班室再说嘛 你这样 童医生面子上肯定会下不来的 卢聪婉转劝说夜修说道 面子哼 我要是不及时指出来 李大爷服了药 一切就晚了 病人出了事怎么办 我不能为了照顾童建军 虚无缥缈的狗屁面子 而是病人健康 安慰于不顾夜修 想起病房里 童建军那副千凑的嘴脸就来气 夜修一直认为 一名合格的医生在工作之时 摆放在第一位的 永远都是病人的健康和安危 而不是其他 夜医生 我承认 你说得很有道理 可是你也知道 童建军就那鸟样 这不 你的话他不是也没听进去 你还背上了一个 顶撞上级医生的罪名 两边不落好 卢聪挺同情夜修的 当班第一天 大也可小 要是童建军抓着不放 要趁机报复的话 那夜修在医院的日子 就注定难过了 被卢聪拉出病房后 夜修就没有再去病房巡视 而是回到了值班医生办公室 翻看整理各个病房的病人住院病历卡 和检查报告单 中午下班后 同病房区的卢医生 在医院餐厅 使劲地向夜修招手喊叫 卢医生 这么急迫 有事情夜修打好了饭菜 走过来微笑问道 夜医生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卢聪样子挺急迫说道 不急 天他不了 坐下慢慢说 夜修招呼卢聪 找了张桌子坐下说话 211病房的李大爷 不久前突发脑中风 病情严重 现在住院部那科 所有副主任医生级别以上的医生 全都在急救是抢救呢 唉 该来的还是会来 夜修并没有任何惊讶的神情 似乎早有遇见似的 夜医生 你知道吗 那个嚣张不可一世的童建军 刚刚在办公室 被李大爷的儿子给揍了 脸都被打肿了 像猪头一样 卢聪说着说着 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童建军诊查失误 开要错误不假 可打人泄愤 始终是不对的 世人总会犯错误 工作中难免会出一些失误 改了就好了 希望这次教训 能让童建军醒悟过来 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夜修并没有幸灾乐祸 李大爷抢救情况怎么样了 夜修才懒得理会 童建军被打成什么样 病人才是最重要的 唉 不乐观 我出来的时候 看见住院部那科的张主任 脸色难看得很 不行 我得去瞧瞧 夜修起身 便往住院部大楼跑去 夜医生 你的饭还没吃呢 卢聪大声喊道 夜修赶到住院部那科 急救室的时候 看见急救室里 十几名医生护士 挤成一团 急救室外李大爷的爱人 哭得非常凄惨 他的儿子 则在一旁不住安慰 就在这时 住院部那科的张主任 快步走了出来 摘下医疗口罩 脸色阴郁难看说道 李克病人家属 病人病情危急 这是病危通知书 你们看一下 张主任递给李大爷爱人 一张通知单 医生 求求你 不管怎么样 你都要救救我爸爸啊 李大爷的儿子 紧紧握住张主任的双手 眼含热泪哀求说道 你们放心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抢救的 只是病人 这次发病太过凶急 病情过于严重了 张主任欲言又止 他何尝不想 把李大爷救过来 可是能力所限 也是没有办法了 张主任 李大爷的病 不如让我来试试 夜修看着张主任坚定地说道 你张主任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看着眼前站着的夜修 一个刚从中医大学毕业的菜鸟住院医生 竟敢当他的面说这话 夜医生 这是医院急救室 不是你们学校的课堂 你知道 你这么做 万一失败了的后果是什么吗 张主任一脸肃穆 紧盯夜修沉声问道 张主任 后果我都清楚 万一抢救失败 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夜修一脸坚毅的神情 一字一句置地有声应道 你疯了吗 你这样做 简直就是 再拿自己的医生前途做赌注 病人病情已经非常危急了 你这样做 无异于飞蛾扑火 治病救人 是我学医医史立下的誓言 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都不想轻易放弃 恳请张主任 给我这个机会 张主任 病人快不行了 就在这时候 急救室里一名中年医生 急冲冲走出来 低声喊道 张主任看着一脸坚毅神色的夜修 纠结了一下 拍了拍夜修的手臂 叹气说道 跟我进来吧 进入急救室 张主任吩咐夜修说道 病人血压不稳定 高压170 低压100 参与急救的护士长 双眼紧紧盯着监控仪器 大声提醒说道 肖普纳50克 静脉低住 记准备 张主任镇定下令说道 夜修洗好手 做好消毒准备 换上了手术砖用消毒服务 张主任 我准备好了 夜修走到病床旁大声说道 急救室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盯着夜修望 有一名内科的副主任医生 不耐烦说道 这人是谁赶紧出去 不要影响病人急救 老林 这位是中医科的夜医生 夜医生说他有办法医治 我决定让他试一试 张主任拍了帕林副主任的肩头 解释说道 张主任的话音一落 急救室里所有人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 大家盯着张主任看 在确定张主任不是开玩笑后 急救室里另外一名主任级别的李医生 直接说道 老张 你现在是我们住院部内科的领导 急救小组的组长 你要想清楚 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 这不关张主任的事 这些后果我愿意一力承担夜修脸色坚硬 目光坚定 说话语气质地有声 救人要紧 抹嘴皮的事情 以后再说张主任力排众议 大声说道 夜医生 你不要有太多顾虑和压力 放手去做 张主任最后还不忘 鼓励一下夜修说道 夜修从贴身衣袋里拿出针袋 取出两支银针 手指着李大爷百会学合影堂学 对一旁的护士说道 酒精消毒 我要用针 老张 我看你是疯了 我学了一辈子的医术 没想到还会看到如此荒唐的一幕 李主任无法接受夜修的治疗方法 摇头叹气说道 张主任 我们那科这么多在场的主任及医生 竟然眼睁睁看着一个中医科的住院医生 在我们面前搬门弄斧 这也太可笑了吧 灵妇主任一脸质疑神色 盯着夜修说道 夜修一脸淡定自信的神色 毫不理会众人的质疑 下针完毕 运气混员功 缓缓从百会学前针处 注入先天混元气 急救室里一片寂静 众人的呼吸声清晰可闻 监控医疗仪器上的滴滴提示音 时刻牵动着大家的注意力 一分钟过去了 李大爷血压依旧没有稳定 脉搏依然急促 大家你忘我 我忘你 谁都不说话 这时在场的所有人心里都清楚 急救如果失败 住院部内科将会面临一场医疗问责风暴 两分钟三分钟 护士长忽然惊喜喊道 病人血压平稳 脉搏正常 一切生命体征恢复如常 怎么可能治医生最重的李主任 紧紧盯着监控医疗仪器电子显示屏 惊呼道 停止一切静脉低注用药 张主任断然另导 又过去了一分钟 叶修输了一口气 笃定地说道 注意病人情况 不要摇动我下的两针 保持两小时湿针不动 两小时后可以取下银针 说完 叶修摘下医疗口罩 脱下了医疗手术服 怎么这就行了 林副主任睁大了眼睛 一脸猛逼的神情望着叶修说道 对啊 抢救已经结束 剩下的只是后续平缓治疗了 还有 下午我请假 要休息 叶修微笑应道 信部走出了急救室 只剩下急救室里 一众住院部主任级的科室带头人 专家医生面面相去 不知所以 医生 我爸爸情况怎么样了 叶修刚走出急救室门口 李大爷的儿子和李大爷的爱人赶紧起身 上前拦住叶修问道 你们放心 李大爷没事了 两小时后可以返回病房静养了 叶修如是重负般说道 真的 李大爷的儿子 手里还拿着医院的病危通知单 不可置信的表情望着叶修 具体情况 你们可以问张主任 我只是来帮忙打下手的 叶修说完 当即快步离开即就是狼盗 留下李大爷的家人 一头雾水不明所以 叶修午饭没吃 又损耗混元气失真救人 身体很是疲累 出了住院部大楼 叶修并没有在医院停留 而是直接返回自己租住的四合院 进入仙界果园后 叶修盘膝打坐 发动九要聚灵阵法 开始行宫修炼 在仙界果园空间里 修炼混元宫 叶修混元气恢复速度 增长速度最为迅速 效果最为理想 一个时辰的修炼结束后 叶修惊喜地发现 自己果园里种植的三十棵樱桃树 已经硕果累累 红彤的果实 晶莹剔透 挂在绿叶满枝的树上 看得人垂涎三尺 每一枚樱桃果实 都有全豆般大小 叶修摘下一枚一口咬下去 甘甜醇香的桃香味 让叶修的味蕾 久久回味无穷 仙界果园里的樱桃果 不仅果实远超一般樱桃果 而且果实味美多汁 入口细嚼间 让人满口流香 果汁果肉入腹后 叶修立即就有了保食的感觉 樱桃果吃完 叶修有一种 难以名状的舒爽感觉 比自己喝下淋泉水的身体体验 还要好 叶修隐隐觉得 自己仙界果园种植的 这些樱桃果 营养价值肯定不会低 到了樱桃果树的丰收时间 叶修既欢喜也忧愁 喜的是 仅仅三天的时间 第一批种植下去的樱桃果树 就获得了丰收 忧的是 这么多成熟了的樱桃果食 自己该如何处理 要是没记错的话 樱桃果成熟收获季节 应是每年的五月底六月初 现在今秋十月 市面上留存的新鲜樱桃果 基本所剩无几了 就算有 那品项和质量 与叶修仙界果园出产的樱桃果 也是无法相比的 叶修喜上眉梢 心里有了主意 这么多樱桃果 不如就摘下一些 去市场上贩卖 投石问路 看看市场反应效果如何 如果樱桃果卖得好 也可以为自己创收增收 缓解一下自己 日益窘迫的金钱压力 叶修离开果园 通过手机同乘A 寻到了售卖二手三轮车的联系人 手机谈好价格和街车地点 叶修去最近的小市场 买了几十个大箩筐 用来装彩摘下来的樱桃果 买好箩筐回到四合院 一辆红色的电动三轮车 停在四合院门口 师傅 你倒是挺快的 你这三轮车正见齐全吗 叶修问道 他可不想花钱买辆黑车 给自己找麻烦 这个你放心 你看 这是我今年刚去交警局办理的牌照 不是黑车 只开了两年 八成新 只卖你两千元 便宜了 车主拿着办理牌照的手续存单 给叶修看 东阳市这两年 加大了对电动三轮车的管理力度 统一办理本市所辖的电动三轮车牌照 没有办理的 一律不准上路 违反条例上路行驶的 发现一个查处一个 要不然 叶修也无需去验证牌照手续证件问题 直接买就上路了 大城市可不同乡下地方 规章制度可多着脸 给了车主两千元 电动三轮车就是叶修的了 进入仙界果园 叶修开始动手采摘樱桃果 不到半小时 两个大箩筐里 满满地盛满了红彤彤的樱桃果 正好一棵樱桃果树的果实 盛满一个箩筐 叶修双手试着提了提箩筐 估摸着一个箩筐的樱桃果 起码不少于一百斤 也就是说 果园种植的樱桃果树 每一棵的产量都不少于一百斤 叶修考虑到电动三轮车载货能力有限 停止了继续采摘樱桃果的打算 把两箩筐樱桃果搬运上了三轮车 然后驾驶着电动三轮车 往所在的西城区最大的农贸市场驶去 进入农贸市场后 叶修找了一个空地 停好三轮车 就坐在车上叫卖起来 十月都还有樱桃果卖啊 你家的樱桃果新鲜不新鲜啊 在叶修卖力的张罗下 很快便有一批 有购买意向的群众围拢了上来 大家看着叶修三轮车上 红彤彤的樱桃果 一脸质疑的神色 你一言我一句 一轮纷纷的 这位小哥 你家的樱桃果 颜色那么红艳 不会是染过颜色的吧 大家对食品安全 特别是农贸食品安全问题 明显信心不足 而且 叶修的这两大螺框樱桃果 还是樱桃果传统成熟季节半年之后的 所以 围观群众大部分都只看热闹 没有人上前真买的 喂 你这樱桃果怎么卖有个大妈 买好了菜路过问道 三百元一斤 叶修大声说道 什么卖那么贵 你以为你那是鲜果吗 大妈被叶修的报价吓到了 吃之以鼻走开了 围观的群众 见叶修的樱桃果 竟然卖到三百元一斤 也是纷纷出言声讨 骂叶修奸商的有 骂叶修黑心的也有 不过叶修知道 自家樱桃果的价值 无论卖相还是果实营养价值 都远远超过国内的所有樱桃果 叶修记得去年 在燕京实习 超市包装饭售的樱桃果 已经卖到了两百元一斤 而那些两百元一斤的樱桃果品 相比自己仙界果园的 可是差得老远了 叶修卖三百元一斤 已经算是优惠价了 喂小子 你进场卖果交摊位费 和保护费了没有一个榜大妖元 满脸横肉的中年男子 领着一群手指棍棒的男子 围了了过来 驱散了围观的群众 这一幕 正好被驱车来这里谈生意的 焦俊和叶修看到了 小婷 那个站在三轮车上卖果的男人 不就是你前卫婚夫叶修吗 焦俊停车手指着 不远处被围住的叶修说道 是啊 他来这里干什么呀 叶修也认出了叶修 看来 他是招惹到麻烦了 围着他的那群人 就是这个农贸市场老板 辉哥手下马仔 焦俊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 原始卖场上 惨败给叶修的气 焦俊还没有顺过来呢 他不会被那帮人揍一顿 把叶修笑道 瞧这架势 这顿打他是逃不掉了 进场卖货不守规矩 他以为市场是他家开的呀 老子巴不得他被辉哥的手下 狠狠教训一顿呢 敢赢我几百万 老子都想找人揍他一顿出气呢 焦俊一副乐得看热闹的心态笑道 正如幸灾乐祸看热闹的焦俊说的那样 叶修这次是遇到麻烦了 西城的农贸市场 实际上是由一个道上人称辉哥的人管理的 这个辉哥几乎垄断了 东阳市东西区 所有农贸集市的管理权和经营权 在东阳市混得是风生水起的 焦俊虽然也涉足市场经营管理 可同辉哥比起来 焦俊手里那两家规模不大的集市 还不入流呢 小伙子 樱桃不适合你吃 多吃无意 叶修阻止跟着辉哥手下马载过来的 一名十五六岁 脸色焦黄 体型瘦削的男孩 继续抓拿自家樱桃果吃的举动 臭小子你说什么 我们家小主人吃你几个果怎么了 信不信老子连人带车 给你掀翻扔进河里去 那名领头大汉 当即指着叶修恐吓道 我不是小气 心疼樱桃果 而是为你家小主人健康考虑 你家小主人 肝腹水严重 肝脏炎症很重 肝火旺盛 樱桃果性温热 热症患者 特别是肝炎重症患者 不宜多时 否则后果很严重 叶修话音一落 那名满脸横肉的大汉 脸色当即一变 立即问道 你凭什么这么说 我就是中医 而且对治疗肝病很有心得 你家小主人的肝病 现在已经很严重了 倘若不得到 及时有效的治疗 会有生命危险的 叶修故意把话说重一些 你等着 老子叫人 倒是证明 你是信口开河的骗子 你就死定了 大汉掏出手机 拨了一个电话 哎哟哟 我肚子疼就在这时 不听劝 偷吃樱桃果的那个男孩 捂着肚子蹲在地上 满头满脸的大汉 痛苦无比地惨叫着 草泥满你小子的樱桃果 给打折了 满脸横肉的大汉 见状当即发飙 鹤令手下动手 住手 就在一群手持棍棒的混混们 准备铺上前围殴夜修之时 一道洪亮的嗓音响起 准备动手的混混们 闻言当即收起棍棒 退开一边 让出一条道来 一名身着白色西服 头戴白色礼帽的中年男子 带着四名西装革履的壮汉保镖 步履轻快地走了过来 谁说我儿子命不久矣的 白西服男子大声问道 辉哥 就车上那小子 满脸横肉的大汉 点头哈腰 指着站在三轮车上的夜修说道 来的那名身着白西服 戴白礼帽的男子名叫刘辉 黑白两道人称 个人掌控着 东阳市六成以上的 农贸市场经营管理 富甲一方 小伟 你蹲地上干什么辉哥 看见儿子行为异常 便关切问道 爸 我肚子痛 男孩说话声音有气无力的 怎么回事辉哥贺问左右道 小伟就是吃了那小子的樱桃果 才肚子疼呢 我早就言明你儿子肝腹水严重 不能吃樱桃果 可他不听 夜修很无奈地 两手一摊笑道 你怎么知道 我儿子肝腹水辉哥盯着夜修问道 辉哥眼神凶光外露 如夜修应答 不能让他满意 他势必让夜修后悔莫及 我就是一名中医 从你儿子面色和体态 就可以判断出来 这并不难 夜修笃定地说道 夜修所说不虚 且不说夜修这个拥有 透视演艺能的中医了 就是普通的中医 只要中医基本功扎实 经验丰富 完全可以 从一个人的面色 体态看出他的大致身体状况了 果然 听了夜修的话语之后 辉哥眼中凶光渐渐隐去 脸上怒气也散了大半 中医有个屁本是 老子带着儿子 求变了国内治疗肝病的 所有有名的中医名家了 可我儿子的肝病 还是依然如故 在我看来 中医都是 只会捂嘴皮子 惊动些悬而又悬的理论 忽有人的废物 辉哥越说 情绪越是激动 想必他这些年 为儿子治疗冤枉路没少跑 不缺钱的 他冤枉钱也没少花 可儿子小伟的肝病 却依然无法治愈 肝病是世界医疗界 公认的医学难题 目前基本没有可靠 有效的药物和治疗手段 加以治疗的 再加上辉哥的儿子小伟 自身体质方面的特殊原因 治疗起来 难度也就更大 这位先生 如果你相信我 我愿意出手替你儿子治疗 不过得 等我卖完樱桃果 晚上回家 以后才能治疗 叶修说道 你谁呀 算哪根聪明什么 要我信你 辉哥手指着叶修不屑喝道 爸 我肚子太痛了 忍不住了 此时蹲在地上的小伟 脸色已经变得有点煞白了 瘦血单薄的身体上的衣服 也被汗水浸透 样子看着让人心酸 叶修跳下三轮车 走到小伟身边 也蹲下身子 臭小子 你想干什么敢伤我儿子 老子就弄死你辉哥 见叶修手掌 按在自己儿子肚腹上 当即脸色大便怒喝道 在场的辉哥众手下 也追随自己大哥 纷纷指着叶修怒吼斥责 一时间 叶修就像是被众人 吐磨心子淹没了一样 一分钟过后 小伟忽然面露喜色 猛地站起 朝辉哥开心笑道 爸 我肚子不疼了 大哥哥治好的 见自己儿子恢复如常了 辉哥一愣 只见他双手相下一压 大声喝道 都给老子闭嘴 辉哥喝令声过后 全场哑然无声 所有人都乖乖闭上了嘴巴 辉哥快步走到叶修身旁 和颜月色对叶修说道 小兄弟不知如何称呼 别人刘辉 大家抬去我叫我 瞧模样 我比你吃长几岁 你不嫌弃的话 就叫我刘哥行了 刘辉此时马上换了一副嘴脸 脸上的凶满巨傲之气 荡然无存 谦和地与叶修谈笑着 左右之人看见此情此情也是梦了 不知道他们辉哥葫芦里 究竟卖的什么药 刘哥 我叫叶修 目前在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上班 叶修自报名号 叶医生 你看看 我儿子肝病有治愈的希望吗 刘辉文言眼前一亮 继续谦和请教叶修说道 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 可算是全省最牛逼的中医名医集中地了 叶修这么年轻的年纪 就能在这里面任职上班 可见 他的中医水平绝不一般 很可能是中医世家出身 刘辉这几年 带着儿子 国内便寻名中医 多少也知道一些中医的门门道道 那就是 中医最为讲究传承 若是友好的传承和治病良方 那么 年纪就算嫩点 也绝不可等闲逝之 刘哥放宽心 你儿子的肝病 我有把握也好 叶修的话 无异于给处在黑暗中的刘辉 点亮了一盏明灯 看到了自己儿子身体恢复的希望 这样啊 叶医生 那你赶紧给小伟治病吧 只要可以治好 需要多少钱 你任你开 刘辉为治好儿子的肝病 不惜重金 刘哥 可我现在没空呀 还有樱桃果要卖 投食问路 探探市场对他种植的水果的反应的 不可半途而废 不就是卖果吗 这个太好办了 叶医生你说 想卖个什么价钱 我全买下来如何刘辉豪爽说道 刘哥 我目的不全是为了卖果的 我这批果 都是新开发的新品种 这次上市 是想探探市场反应了 你一家伙全给买了 我根本看不到市场效果呀 叶修解释道 刘辉想了想 一拍脑门说道 这个好办 叶医生 你把你这些樱桃果的特点优点 还有卖家告诉我 我这么多手下 都可以帮你摇合宣传 帮你樱桃果曝光率大增 叶修文言喜道 这样挺好 谢谢刘哥了 叶修就把自家的樱桃果的优点特点 心里预期卖家告知刘辉 只见刘辉召集四周的手下吩咐了一阵 几十人当即四散 满市场扯着嗓门 为叶修的樱桃果宣传造势 有了刘哥手下卖力的摇合宣传 只一会儿功夫 偌大一个西城农茂集市 叶修的特辑樱桃果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大量感激的人 纷纷涌到叶修的三轮车周围 人气瞬间爆棚 娇俊和叶婷在一旁 本想着看叶修被手下痛殴的热闹的 这下他们俩彻底傻眼了 得手下竟然反过来帮叶修邀和卖骨 这是几个意思 娇俊和叶婷看得一头雾水 纳闷不已 只好一块下车 走到叶修三轮车旁一窥究竟 老板 是啊 三百元一斤 这可算是这几年 国内价格最贵的樱桃果了吧 两名穿着时尚 浓妆艳抹的女人 跨着名牌包包 一副挑剔的嘴脸 看着叶修罗筐里的樱桃果 挑三拣四瓶说着 叶修三轮车周围 围观看热闹的人多是多了 可动真格掏钱买果的人却是没有 大家心里有一种潜意识的担忧 一种自己从没有见识过的樱桃果新品种 个头又大 价格又贵 怕买了名不副时 花钱被骗是小 当众丢面子是大 于是乎 大家都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两位漂亮的女士 我家的樱桃果不仅营养丰富 还能互服养颜 只要你们吃了我的樱桃果 就不需要再去费时间费钱贴面膜 弄SA套餐了 吹得天花乱坠 谁信你啊 三百元一斤 没见过钱呀 一名脸上长有青春痘的年轻女孩 站了出来嘲讽说道 就是 大家小心不要被她忽悠了 这种反季节的樱桃果 一定有蹊跷 叶婷也跳出来补刀说道 她就是看不得叶修好 这位漂亮的姑娘 你若不信 可以免费试尝一个 叶修笑道 试试就试试 青春痘美少女走近 拿起一个红彤彤的樱桃果 在手里用纸巾反复擦拭了几次 一口咬了下去 青春痘美少女表情瞬间就亮了 只见她眼眸微闭 细细品味 樱桃果肉 果汁令她完全陶醉了 那种香甜 唇齿流香的樱桃果味 完全征服了她挑剔的味蕾 让她连话都忘记说了 连着又咬了几口 大口大口咀嚼了起来 已经完全不顾忌吃相了 周围看热闹的人 也在忍着口水 樱桃果咬开果肉后 果香四溢 香浓味扑鼻而来 好吃 真心好吃 这是我吃过最好好吃的樱桃果了 没有之一 青春痘美少女 在围观群众催促下 有点不舍地停下了吃果的举动 欣喜地赞道 为了让大家 不要错过最好吃的樱桃果 我决定 每人都有一次试吃的机会 每人试吃半个樱桃果 叶修见试吃效果不错 信心大增 立即大声宣布道 嗯 果然好吃 太香甜了 汁水真多 爽 只一会儿 就有三百多名围观的群众 试吃品尝了樱桃果 反响热烈 好评如潮 老板 我买两斤 给我来三斤 我要四斤 试吃小高潮过后 掏钱购买樱桃果的人络绎不绝 叶修都快忙不过来了 只不过半小时 叶修拉来市场的两大楼框樱桃果 就只剩小半楼框了 大家购买热情太火爆了 只要樱桃果品质过硬 三百元的价格 真的不是问题 本来还想看叶修出球的交军 叶俯两人 此时也被众人疯狂地购买 热情惊呆了 就在这时 那名最先是吃购买樱桃果的青春豆美少女 又重返回来 挤进了抢购樱桃果的人群中 只听他大声喊道 老板 姑娘 你脸上的痘痘 好像消退了好多 有人发现了 青春豆美少女脸蛋的喜人变化 我吃了几个樱桃果之后 就感觉脸上清爽了许多 回家照镜子后 就发现自己脸上的痘痘少了许多 大的痘痘也变小了 老板所言不假 樱桃果美容养颜效果 真的很棒 我再要五斤 我要六斤 你们别和我抢啊 大家见状 抢购樱桃果的热潮再度爆发 最后 小半箩筐的樱桃果转眼间 就全部被人抢光了 叶庭间樱桃果美容养颜效果出色 也顾不得脸面了 也学人挤了进去 想买果 可是他最终什么也没捞着 只能眼缠肝瞪眼 老板 你家的樱桃果还有吗 明天还来卖吗 没有抢到樱桃果的人 一脸遗憾惋惜的神情 自家果园樱桃果 大受市场追捧 叶修信心大涨 对未来更是憧憬 果子有室友 可我还要上班 没时间来卖果了 叶修今天来市场试水 还向医院请了半天假呢 叶医生 你不用烦恼 我们可以签合同 保底三百元一斤 你果原剩余的樱桃果 我帮你代理贩售了 多赚的钱我一分不要 全部给你 刘辉走上前大声说道 刘辉为了讨好结交叶修 让叶修尽心为自己儿子治病 也是拼了 叶修拎着满满一个旅行贷 卖果得到的钞票 也不得空点数了 同刘辉父子返回刘家治病 刘哥 小伟肝病有点重 腹水很多 肝细胞受损严重 治疗急不得 头三天只能是缓行湿针 先把腹水排进 然后才能进行修复治疗 叶修完成湿针后 收针起身说道 小伟经过三小时的湿针治疗 神情明显精神多了 肝区部位骨胀状况 明显有所好转 腹水也顺利排出了一个茶杯的量 刘辉见到叶修针灸治疗效果 竟然如此神奇 就更为倚重和佩服了 叶医生 怎么医 你说了算 我全力配合 那好 叶修回到四合院 停好三轮车 进入仙界果园 看着二十多棵 结满果实的樱桃树犯了难 自言自语道 这么多果树 一个人要忙活到什么时候 才收得完 主人 不用担心 你把果园等级提升到两级 就会开启自动采摘功能 不需要人工采摘的 果园看护兽咩咩提醒道 那现在我的功德积分 够升级果园吗 叶修问道 主人 你现在功德积分八分 距离提升等级还差两分 咩咩的话语 让叶修有点失望 看来这一批樱桃果 还得靠自己人工采摘了 为了不耽误 明天早上 与刘辉约定好的 拉货装运樱桃 果的时间 叶修只得甩开膀子 连夜采摘樱桃果了 整整二十八颗 这一次 叶修可累得够呛 奋战了四个多小时 才全部采摘完 不过一想到 自己果园的樱桃果 大受市场追捧的景象 叶修也就不觉得累了 那乘满一箩筐一箩筐的樱桃果 就相当是一袋又一袋 数不清的钞票 将二十八只箩筐的樱桃果 全部搬运到院子里摆放好 四合院街道外 传来了汽车喇叭声 叶医生 我们是辉哥派来装运樱桃果的司机 几名货车司机 进入了夜修的四合院 樱桃果都在院子里 你们自己搬运吧 时间到了 我还要赶着去医院上班 夜修话音刚落 人已出了四合院了 上班第一天差点迟到 被同建军当众训斥的事情 夜修不想再重演了 夜医生早 夜修进入住院部内科病房区的时候 入狱的同科室医生 护士 纷纷主动同夜修打招呼问号 这在之前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夜修急救式赞路头脚 成功抢救的事迹 早已传遍中医科了 有本事的人 总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的 小卢 同建军来没有进入医生值班室 夜修拍了拍 先到的住院医生 卢聪的肩膀问道 医院住院部医生上班 规定时间是八点 夜修今天七点三十就到了 同建军和 他起不起得来床 还是一个问题呢 卢聪幸灾乐祸笑道 怎么回是夜修不明所以 同建军昨天被李大爷儿子痛扁 下班之时 是一瘸一拐走出去的 腰都挺不直了 卢聪话音刚落下 值班室大门被人打开了 同建军脸色阴郁地走了进来 卢聪见状 下得赶紧低下头 假装整理文件 不敢再说话了 你们两个说什么废话 一个小时 赶紧给我重新整理病房病人的病例与检查报告单 见荡归类 我待会儿要用同建军横眉怒目瞪着夜修 冷冷说道 瞧着同建军 这副拿着鸡毛挡令剑 死不悔改的臭德性 夜修指的无奈 答应了一声 按照同建军的无理要求去做 官大一级压死人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卢聪却是嘴上轻轻嘟咙道 见个屁当 纯属没事找事 病房病人的病例资料 和检查报告单早就按病人名字 一份份装订整理成独立文件夹了 同建军这么说 无非就是想显示一下 自己病房主管医生的威严和权利 嗅一下存在感的同时 借机敲打敲打一下夜修和卢聪两人 同医生 主任叫全科室医生集中会议室开会 此时 医生值班室大门打开 一名护士探头进来说道 知道了 同建军应道 行了 你们俩跟我去会议室开会 回来再弄 同建军遗址气使令道 同建军 夜修三人 赶到住院部那一科会议室的时候 早已有十几名男女医生 先行到达了 住院部那一科是一个大科室 共有24名医生 同建军等三人进入会议室 找位置坐下以后 那一科的张主任 当即起身走上会议室讲台 同志们 大家工作都很繁忙 今天为什么我在这里 召集大家开会 我不说 想必在座诸位心理 也猜得出一些来了 张主任一段开场白 让底下作者的那科医生们 顿时活跃了起来 大家纷纷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 各自揣测张主任 这番话语背后的意思 就在昨天 我们那一科 差点酿成医疗事故 成为全院的笑柄某位医生 在这我就不点名了 由于自己的工作疏忽 致使住院病人突发重疾 若不是中医科 调配过来的叶医生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顶住压力力挽狂澜 成功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为我们那一科 保住了脸面和全科室的荣誉 我们那一科 这次可就栽了 今天 我当着那一科全体同人的面 表彰叶医生 在这次急救中的突出贡献 张主任话音刚落下 会议室里 就响起了热烈的鼓掌声 在座的那一科医生 除了同建军以外 人人使尽鼓掌 大家都很佩服 叶修昨天急救中的表现 要不是叶修力挽狂澜 说不定全科室 所有人本年度的奖金 都会成为泡影了 所以大家是从心里 感谢叶修做出的贡献的 我现在宣布一个科室决定 鉴于同建军医生 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 科室也考虑到了 同一生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 从即日起 同建军医生 停止休假一个星期 同一生休假期间 他所负责的病房 暂有我接管 散会 张主任双手下压 示意众人安静收声 张主任宣布决定一出 同建军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只见他恶狠狠 瞪视着叶修离去的背影 恨得牙痒痒的 拳头狠狠砸在桌面上 那模样 仿佛是要吃人似的 这次事件 同建军现在还是认为是 叶修害的他 要不是叶修当众让他难堪 下不来台 情绪失控 失去判断能力 他自认为 凭自己的医术水平 是完全有可能 避免病人出意外的 叶医生 今天你和小卢医生 跟着我插房 张主任进入医生值班室 拿起桌上摆放好的 各个病房病人的 疾病资料文件夹 翻阅说道 趁现在还有些时间 叶医生 你给我简单讲讲 病房病人们的一些情况吧 张主任刚接管工作 想要尽快熟悉病人们的情况 叶修严谨一概 很快便将三间病房的 所有住院病人的状况 讲解清楚之后 张主任频频点头 脸上竟是满意的神情 小叶啊 我没记错的话 你才从中医科 调拐不到两天 想不到你已经那么快 熟悉了新岗位 进入新角色 不错 很不错 要是科室医生们 都有你这样的工作热情 和工作能力 我就能省心多了 张主任当即表扬了叶修 张主任 急冲冲跑进值班室喊道 就在这时 医生值班室上的 病房病床的警示灯 也忽然闪亮了起来 说明病人出状况了 快走 张主任猛地起身 便往门外快步跑去 夜休 卢聪随后跟上 除颤器快张主任 在所有可以应急使用的 救新药物 没有效果后 只得使用了物理电机 抢救的手段 这往往就是抢救 新梗发病病人的 最后手段了 张主任一脸紧张的神情 额门上满是汗珠 连续十几次电机治疗 都没有使邱阿姨 心脏恢复心率 和正常跳动 张主任神情 略显失落和自责 主任 不如让我试试吧 邱阿姨心梗 应该就是心血管预读了 我的针灸疗法 对于疏通血管和经脉 有一定效果 夜休从针带中 取出两枚银针 好好 小燕 你来 张主任听到夜休 主动请应 很高兴 当即点头同意 张主任想到 昨天夜休在抢救 突发脑梗的 李大爷的不凡表现 对夜休 更是信心十足 夜休失真治疗 三分钟过后 邱阿姨心脏恢复了跳动 五分钟过后 心脏跳动恢复如常 行啊 小燕 你这套针灸疗法 当真神奇 可不可以全员推广呢 张主任这回是彻底服了 这个恐怕不行 不是我藏私 而是这套针法 还需要搭配功法内进 方才奏效 很难掌握的 张主任有些汗言 夜休已经连续失真 救下了两名重症患者 这是自己这个 有着高级职称的主任及医生 完全做不到的 不能不让人心服口服的 张主任 医院重症急救室 来了一位病患 院长要你立即赶去会诊 一名护士长 跑进病房大声喊道 夜医生 邱阿姨怎么样了 没事了 我的银针两个小时以后 可以取出来 夜休笃定说道 这样就好 小燕 你跟我一块去一趟 医院重症急救室 张主任吩咐一旁的卢医生 照看试证过程中的邱阿姨 张主任 你来了 院长他们 在会诊室等你呢 这位是 一名重症急救室的护士长 看见张主任身后 跟着一个面生的年轻医生 皱眉问道 他是我的助手 张主任带着夜休 直奔会诊室 即日起每日双更 更新时间暂定为 凌晨零点和中午十二点 求推荐票求打赏 当张主任领着夜休 进入会诊室后 房间里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看向夜休身上 老张 你身边这个年轻小伙子 是吴院长疑惑地问道 在场的所有医生 无疑不是医院各个科室的 带头人和医疗专家 夜休看上去 就连进入这间会诊室的 资格都没有 夜医生是我科室的青年才俊 医术了得 我想 这次他可能会帮上一些忙 所以我就带他过来了 张主任的话语 让快诊室里的气氛 瞬间就炸了 在场所有的医生 无疑不是医院的绝对骨干 和科室带头人 夜休这么年轻的一个医生 会给他们 这群医疗专家带来帮助 夜医生这么面生 刚来医院上班不久的吧 眼见的医院脑外科丘主任 当即上前问道 是啊 我两天前刚来医院报到上班 夜休淡淡应道 敢问夜医生 是国外拿索医学院毕业的 我是燕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的 夜休的回答 让会诊室里的人愣住了 中医 吴院长有点不满了 他实在闹不明白 一向精明的张主任 哪根筋不对 竟然把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菜鸟中医 带来会诊室 这是什么意思 老张啊 这次我们要做一个大手术 抢救一个因车祸重伤的病患 你没搞错吧 带中医来着 而且他还那么年轻 吴院长将心中的不满说了出来 就是 老张 你真是糊涂 就算是中医科的黄主任 今天也没有资格进入这间会诊室 邱主任十分赞同吴院长的观点和看法 在场的各个科室带头人和专家教授 几乎一致认为 今天这出大手术真没中医什么事 就算有 那也是抢救成功过后 病人静养恢复阶段 中医才会有用武之地 不说了 张主任 你是内科的专家 这次这个病患遭遇车祸 拍片显示 病患身体脏器 有不同程度的内出血现象 你来看看 我们一块研究出一个 稳妥全面一些的抢救方案 吴院长拉着张主任说道 从挂在光幕墙壁上的CT照片情况看来 病患伤势非常严重 不仅身体多个脏器 有内出血现象 就连颅脑内也有出血现象 实在是凶险之极 当物之极 首先要清疮止血 特别是颅脑内的淤血 要尽快清除 不然病患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张主任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 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吴院长 你们要救救我的儿子呀 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了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也不活了 忽然 会诊室大门打开 一男一女闯了进来 男的西服鼻挺 一身名牌 一副成功人士模样 女的虽黏于半百 却依旧浓妆艳抹 此女从面相看来 就不是善于之辈 现在虽然哭哭啼啼的 但是眼神气质里流露出的凶狠之气 叶修一看即知 吴院长 你们研究这么久了 治疗方案定下 没有我儿子命在旦夕 你们可要抓紧呀 时间就是生命啊 那名中年西服男人 说话语气很重 一听就是当大官的人 才敢有的语气 除了叶修 在场的医生 哪一个不是医院的科室领导 和专家骨干 敢用命令的语气 说话的人 其身份地位一定不简单 老厅长 您放心 我正会同医院相关科室的专家 一同制定抢救方案 吴院长陪着笑脸解释道 张主任 那人什么来头 就连院长都不敢得罪于 他夜修戳了戳一旁的张主任问道 他是省卫生厅的劳厅长 省内所有大小医院都归他管 你说呢 张主任小声解释说道 好吧 我们就按既定方案实施手术 大家准备准备就开始吧 吴院长招呼大家说道 会诊室里的医生们都陆续离开 去准备手术了 房间里只剩下夜修一人 夜修一个人在会诊室里待着 也是无聊 走出房间透透气 在手术室外面狼道座椅上 车祸患者的父母 也在焦急等待手术结果 那名中年贵妇人期间 不时抱怨责怪自己的丈夫 那名在人前威风凛凛的省卫生厅 劳厅长在自己妻子跟前唯唯诺诺的 就像一孙子似的 直默不作声地听着 不敢回一句嘴 果然像犹新生 何东师侯果不其然 忽然 手术室大门打开了 张主任白手套上沾满鲜血 急冲冲走出来 那对夫妻见医生出来了 立马起身拦住 询问手术情况 对不起 现在还在抢救之中 我无法告诉你们任何情况 张主任扭头望见夜修 赶紧招手喊道 小燕 快过来 什么情况夜修从张主任眼神中 看到了一丝不好的苗头 张主任没有回答夜修的问题 一把扯着夜修 反身进入了手术室 两人进入手术室后 张主任方才压低声音说道 小燕 现在手术遇到了困难 患者颅脑里的淤血排不出来 加上患者患有先天性高血压 手术进行过程中 血压一直不稳定 就在刚才 还出现了脑溢血二次出血的状况 现在情况万分危急了 我就想问问你 你有办法治疗和清除 患者颅脑内的积血吗 老张 你疯了吗他一个小小的中医 我们西医大夫都搞不定的外科手术 他一个出出学校的菜鸟中医 能有办法正站在边上的脑外科 邱主任听到张主任的话语后笑道 语气很是不屑 张主任见识过夜修针灸的厉害 所以没有搭理邱主任的冷嘲热讽 期盼的眼神眼巴巴看着夜修 我不敢说有百分百的把握 不过六成的把握还是有的 至于不敢说 有效是肯定的 如果可以 我想试试 夜修的话语 手术室里所有的大夫都清楚听见了 大家几乎都停下了手头的抢救工作 像是看怪物一般的神情望着夜修 夜修这些话语 在安静的急救室里 仿佛一枚被引爆的重磅炸弹一样 在吴院长等医院专家教授心里 引起极大的震荡冲击 大家现在几乎都是同样的看法 夜修这个小中医 简直是太狂妄了 六成把握这出手术 吴院长联合全院专家教授 仔细研究得出的手术成功几率 也才不到两成 院长 叶医生的中医医术水平 我见识过 他说有把握 就一定有把握 请给他试一试的机会 张主任开口恳求说道 老张啊 你也是医院的老人了 在这家医院 也干了二十多年了吧 难道不知道 你自己现在是在做什么吗 吴院长提醒说道 与其十分严厉 吴院长 你也知道我们那刻 昨天有一出急救手术吧 这是我知道 你呈上来的医疗报告 我看过了 重症脑梗的病人 都能抢救过来 而且病人术后恢复良好 你们那刻干得漂亮 吴院长赞赏道 可是院长你知道吗 这出急救手术 之所以那么成功 全赖叶医生 一人之力张主任 导出了整件事情的真相 可你呈报上来的医疗报告 不是这么说的 吴院长质疑问道 那是在叶医生 自己强烈要求下 我才没有按时上报 叶医生不贪功 真的吴院长愣了一下 在场所有专家教授 目光齐刷刷望向夜修 我以我的义得良心做保证 我所说的一切均属实 张主任手捂着自己的心口 信誓旦旦说道 叶医生 你对大家说实话 昨天那出手术 是不是出自你手张主任 示意夜修说话证明自己 张主任说的都是事实 那出手术 是我做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夜修平静的语气陈述说道 那这么说来 你对颅脑内出血的手术 很有心得了吴院长问道 心得是有些 这个我不否认 夜修硬道 脸色很从容自信 院长 病人血压又不稳了 看着监控仪器的护士 大声警告道 高压多少 高压170 低压多少 低压105 正常人的合格血压 一般是低压60 至高压130 这个区间 每超过10个单位 脑溢血的风险就增大很多 现在病患血压 飙到105,170 这已经非常危险了 本来病人不久前 就已经脑溢血发过一次了 现在血压再度失控 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二次脑溢血 如此频繁的脑溢血 会严重危及病人的生命 脑溢血危害性 远比脏气内出血严重得多 稍微处理不慎 病人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参与手术的医疗专家教授 见病人血压再度失控 大家都慌慌 面面相去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夜医生 你真的有办法 吴院长也束手无策了 只能压保在夜修 这个名不经传的小中医身上了 有 夜修笃定应道 语气自信无比 好吧 你来试试 吴院长点头同意了 他选择相信 与自己共同工作过 20多年的老友张主任的话 老张这个人 从来不说媒谱的话 夜修做好手术前的 一切必要准备 洗手消毒 换上手术服 给我在病人头顶百会学 和眉心印堂学上酒精消毒 我等一下要在这两处下针 夜修对身旁的医疗专家教授说道 快点呀 病人血压随时会报的 夜修见自己喊不动这些医院大佬们 便加重语气喊道 一用消毒酒精夜修可没带在身上 只能靠在场的人帮忙了 张主任找来了酒精和棉签说道 在这里 吴院长不说话 结果棉签和酒精瓶 亲自按照夜修的要求 为病人做消毒处理工作 还有银针也要消毒 夜修晃了晃手中的两根银针说道 喂 你这个年轻人 也太目无意旁的邱主任不满地喝道 我来 吴院长亲自给银针消毒 在场所有医院大佬们兼院长 亲自为夜修打下手 心里都很不舒服 也不满意 大家都憋着一口气 想看一看 夜修究竟有没有真本事 如果夜修 只是一个只会无嘴皮子的绣花枕头的话 手术出了事故 大家都很乐意痛打落水狗的 只见夜修失真手法干脆利落 一分钟过去了 病人血压依旧紊乱狂飙 没有好转的迹象 邱主任率先发难 冷声说道 夜医生 你知不知道 这出手术的重要性 在我心里 每一个病人 生命都一样重要 没什么不同 夜修才不理会 眼前病人的身份地位呢 他是省卫生厅劳厅长的儿子 你要是出了披露 你医生的前途 也就到此为止了邱主任动和说道 作为脑外科领域的专家 邱主任才不会相信 中医能够治疗颅脑出血病症吗 西医治疗脑医学 大多采用微疮钻孔引流手术 不过这种手术很费事费事 还需要精准的颅脑影像照片 确认出血点和鸡血处 很显然 今天这个病人的情况 已经不适宜采用这种 按部就班的手术方案了 二分钟过后 病人血压开始稳住了 不再飙升了 所有人看着监控仪器 都不再支撑了 就连最不看好夜修的邱主任也愣住了 他之前手术过程中 不知道用了多少办法和手段 都没有稳住病人血压 可夜修现在确确实实地做到了 他只用了两根银针 两分钟 三分钟过后 病人偏高的血压 开始逐渐回落 160 155 150 145 140 在场的所有人 此时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大家一动不动 紧紧盯着夜修手上 施针的动作 四分钟过后 病人血压恢复正常护士长 惊喜喊道 怎么可能这下子 在场所有医疗专家教授都沸腾了 大家互相机长庆贺 只要能够稳住血压 病人病情就不会持续恶化 就不会有性命之余 就能为后续手术治疗赢得时间 擦汗病人病情严重 夜修施针损耗混元气也不少 脑门上痘大的汗珠 不住流淌下来 遮住了视线 张主任找来一条手帕 想挤到夜修身旁 为他擦汗 没想到夜修身旁的邱主任主动说道 手帕给我 我来 夜修显露出的 这手迎针手段 效果出奇的好 完全征服了一项严格挑剔的邱主任 成功改变了邱主任对夜修的看法 病人血压稳定后 夜修适时改变昆针的位置 专门找瘀血聚集的位置下针 然后以气预针 缓缓驱除排出颅脑内积压的瘀血 十分钟过后 病人颅脑内的瘀血 全部排出干净 夜修以特殊手法施针 让银针缓缓摄取天地元气 进步入病人体内 我的银针必须保留三小时不能移动 我的工作完成了 剩下的手术 还得由你们来完成 我出去休息一下 夜修为做这出手术 损耗肾聚 身体汗如雨下 衣服全部被汗水浸透 出了手术室 病人的父母立刻围了上来 你们儿子还在手术中 夜修说完 找一个座位 坐下休息调息了 会元气修为根基太低 使用乾坤造化针法 夜修常有力有不歹之感 看来想充分发挥 这门针法的神奇治疗效果 自己的修为 还是得要提升了呀 两个小时过后 手术室的大门打开 吴院长当先走了出来 吴院长 我儿子手术情况 怎么样贵妇人拦住吴院长去路问道 令郎伤势基本得到控制了 手术还在进行中 手术没有完成 你怎么敢善理 岗位老厅长目光不善 盯着吴院长质问道 就是 我儿子出了事 就拿你是问你们医院 也别想逃脱责任 贵妇人胡家虎威在一旁喝道 凶悍之气显露 我是出来看望叶医生的 吴院长走到夜修身边关切问道 叶医生 你没事吧 夜修缓缓睁开眼睛 低声应道 我没事 病人情况怎么样了 多亏你啊 后续青疮缝合手术很顺利 只是有一点 你的婴针一定要三个小时之后 才能取出来吗 好啊 吴院长 亏我家姥姥那么信任你 把儿子性命交到你手上 你看你干的这叫什么事 既然让一个乳修未干的毛头医生 给我儿子动手术 你们医院医疗水平 真的有那么高了 就连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毛头医生 都达到了主刀的水准了 贵妇人偷听到了吴院长 和夜修之间的对话后 就开始撒泼指责了 而且还不依不饶的 她丈夫老厅长在一旁 也时不时横加指责一两句 都是在责问和发难的多 与她老婆态度基本一致 夜修忍受不了旁边那只母老虎的 喋喋不休的指责和咒骂 起身说道 院长 你按我的要求取针就可以了 这里面空气太污浊 我出去透透气 夜修离开后 手术室的红灯变绿色了 手术室大门不久后打开了 完成手术的病人 被一众医生护士推送了出来 看见自己儿子被推了出来 贵妇人立刻扑上前去 仔细查看自己儿子的伤势情况 你们怎么回事 怎么可以在我儿子头上插针 你们这是蓄意谋杀 我要告诉你们贵妇人不由分说 直接动手把夜修下的两根银针 尽数拔出 旁边的医生护士们都来不及阻止 就算是阻止 这种自以为是的官太太 贵妇人会听你的才怪了 贵妇人银针一拔出 病人猛地坐起 眼睛睁得大大的 一会儿过后 就像是泄气的皮球一般 软绵绵重新躺了下来 任凭众人怎么呼喊 就是没有反应 医生翻看眼瞳 发现瞳孔有放大的趋势 不仅瞳孔有放大趋势 脉搏和心跳都放缓 并且减弱了下来 齐夫人 你怎么把银针拔出了呢 这银针可是救命针 万万动不得的呀 吴院长看到后责怪说道 快把病人推回急救室 准备抢救吴院长果断下令说道 还发什么愣想不想救你儿子 还不快去把叶医生找回来 这银针只有叶医生一人完的 转无院长也顾不得许多了 当场喝令那个不知轻重的贵妇人 哦 我马上就去 死鬼 还不快同我去找人见宝贝 儿子性命堪余 贵妇人也慌神了 急忙扯着老公 两人快步离开了急救室狼盗 叶修在住院部内科医生 值班室里调息了一阵子 损耗的会员气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刚想出门溜达溜达透透气 贵妇人和她那个厅长老公 堵在了值班室大门口 贵妇人圆鼓鼓 胖嘟嘟的身体 就像是一块门板一样 把值班室门口堵了一个严严实实 你快点跟我回急就是 就我儿子别磨蹭贵妇人插腰盯着叶修 盛气凌人喝道 语气很不客气 让开好狗不挡到叶修 最看不惯这种以施压人之辈 没好气说道 你哪都不准去 必须得跟我们回急 就是贵妇人耍起了蛮 张开双臂 懒挡住门口进出了通道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叶修手臂一挥 强行驾隔开贵妇人拦挡自己的手臂 闪身出了值班室 叶医生 你今天要是不跟我们回去救我的儿子 我就扒下 你身上的医生 制服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布劳厅长声色俱利 冷声说道 关枪味道很浓 劳厅长兼自己老婆拦不住叶修 自己也加入了拦阻叶修的队伍 劳厅长 我蹲起你说话之前 掀过一下脑子 我平生最不喜被人恐吓威逼 惹老子不高兴 我管你 是谁滚开老子没空搭理你叶修手臂一挥 隔开了挡路的老厅长 迈不离开 叶医生 你要是赶走 我就要你一辈子都后悔贵妇人追了上来 扯住叶修的手胸巴巴的恐吓道 放手别以为我做医生 就不打女人了 汉服例外 叶修使劲一甩 撩开贵妇人的手 继续往医院住院部大门走去 叶医生 你今天要是不跟我回去救我儿子 我就让你做不成医生 贵妇人寄出了杀手锏 意图恫吓震慑住叶修 贵妇人的丈夫是省卫生厅厅长 她说这话确实是底气十足的 只要劳厅长想封杀一个医生 在国内 那还不是手拿把钻的事情吗 不过 她这招杀伤力巨大的杀手锏 可唬不住叶修 叶修从来都是吃软不吃硬的 越是威逼恐吓 叶修就越是嗤之以鼻 那你不妨就试试看 老子大不了不当 这个医生了 天大地大 哪里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 可你儿子能有几条命 叶修回头望着对方冷冷说道 语气平静 但底气十足 贵妇人文言不禁一颤 盯着叶修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 脸上的傲气转瞬即逝 她泄气了 在叶修面前 她平日里百事百灵 嚣张跋扈的那一套方法 彻底失效 只见贵妇人回转头 在她老公耳边 窃窃私语一番 然后挽着她听长老公的手 走到叶修跟前 叶医生 刚才是我们不对 你大人有大量 不要同我们一般见识 叶医生你不要生气 都怨我这臭脾气 我对不起你了 我在这向你正式道歉 贵妇人按着她老公的头 两夫妻在住院部一楼大厅 当众给叶修赔礼道歉 老厅长 你们两老知是演的哪一出呀 我这个小医生 可受不住你们的大礼啊 叶修侧身避开 坚持不受两人的礼 叶医生 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 叶医生医术高明 非一般人能挤 我儿子的命 还望叶医生搭救 救儿大恩 我俩夫妻 一定重重报答 老厅长说完 再次向叶修鞠躬赔礼 叶修这次没有躲开 而是站着接受了对方的道歉 我叶修治病救人 从不奢望贪图对方的钱财重礼 只求无愧于心而已 叶修平静地说道 老厅长两夫妻 主动向叶修赔礼道歉之后 叶修答应返回急救室 重新施针治病救人 急救室里 吴院长等一帮医院医疗专家教授 正一筹莫展 他们不知使用了多少套医疗预案 病人自从取出银针后 血压 心跳 脉搏就失去了控制 像是脱缰的野马一般 紊乱不堪 血压稳不住 吴院长他们也是 不敢采取更大的动作治疗 叶修一进入急救室 吴院长众位医院大佬们 人人都长叙了一口气 叶医生 你来了就好了 吴院长紧绷的脸色舒缓了下来 叶修重新试针发工治疗 一分钟过后 病人紊乱的血压 心跳 脉搏 旋即恢复了正常 在场众人目瞪口呆望着叶修 他们想不明白 这里这么多位医院的专家教授 其中不乏享受着津贴的专家教授呢 可就是这群号称医学界精英的医院大佬们 刚才却是集体束手无策 叶修一到 仅仅一分钟就解决了问题 院长 我的银针三个小时候才能取出来 不要再提前拔出来了 病人会有性命之余的 叶修交代道 这次我们一定会注意了 吴院长经过刚才的惊魂一课 也知道了银针的重要性 叶修返回自己的值班室 整理了一下自己办公桌的病人病例资料 巡视了一遍病房 在确认住院病人没有突发状况后 便离开了住院部下班回家了 今天折腾了一个上午 叶修也略感疲惫 在走进自己所居住的小四合院街道的时候 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忽然驶了过来 在叶修身旁停住 车门打开 贵夫人下了车 不由分说 陪着笑脸 说着好话 把叶修请进了奔驰轿车里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叶修坐进车里 发现老厅长就坐在自己身旁 叶医生 多谢你不计前嫌 救了我们儿子的性命 我们夫妻之前太不是东西了 多次恶言相向 辱骂叶医生 多亏得叶医生高风亮节 不与我们一般计较 可我们夫妻一直过意不去 这份礼物是我们夫妻的歉礼 不成敬意 还望叶医生笑纳 了却我们夫妻的一桩心事 也让我们心安一些 老厅长 你这么弄不好吧 我丑话说钱没有 钱我是一概不会收的叶修 结果包装好的小礼盒 打开一看 原来是一张金光闪闪 做工精美的会员卡之类的东西 叶医生 你放心 这一张酒店会员卡 也是朋友赠送的 我也是借花献福而已 老厅长笑道 叶修拿起会员卡 打开一看 发现这竟然是 东正国际大酒店的至尊金卡 持有这种会员卡的人 在酒店消费 不仅可以享受到 至尊顾客才能享受到的特别服务 还能得到一律五折的超值消费优惠 叶医生 这只是我们夫妻的一点点心意 根本算不得什么礼物 还望叶医生不嫌弃收下 这样 我们夫妻心里也觉得好贵一些 这两夫妻死磨硬泡的 一左一右把叶修夹在中间 看这驾驶 叶修要是不收下这份礼物 还真就下不了车了 既然这样 我就收下了 叶修收下会员卡 叶修朝小四合院走过去 在人刚走进小四合院的瞬间 叶修徒增警觉 脑后呼呼声风 有众物来袭预警 叶修本能搬向左边一闪 堪堪避过重击 听音便位便掌为抓 准确抓扣住偷袭之人的手腕神门穴 直力略微加重 只听偷袭之人 哀呦 惨叫一声 整只手臂力道全尸 棍棒 荒荡落于地上 叶修当即顺势转身 面向偷袭之人 怎么是你叶修一看之下 诗惊不小 偷袭之人 是别人 正是身着便服的女警 花楚嫣然 无赖 快点放开我 楚嫣然被叶修捏住手腕穴道 一只手力量全尸 另一只手画掌为刀 想直取叶修搏梗 还不消停叶修 另一只手后发先至 一葫芦画瓢 同样的方法 将楚嫣然来袭的手臂 给轻松擒住了 两只手臂 都被叶修抓扣住的楚嫣然 彻底失去了继续反抗的资本 只剩本能的无妄挣扎而已 无赖 你快放开我 你这是袭警之 不知道楚嫣然娇斥道 一番激斗过后 楚嫣然俏脸泛起红潮 双风一起一服 更添一抹 以你的风情 哼 楚警官真是恶人先告状啊 我没走错的话 这应该是我租住的房子 楚警官藏在我的房子里偷袭我 现在人赃俱备 我擒货 证据确凿 我想 法官们都不会是瞎子的吧 叶修被楚嫣然这番强词夺理的说辞 给弄得哭笑不得 这妞报复心 还真不是一般的执着和强大 楚嫣然自从那天被叶修 强夺走出吻后 就一直在苦寻叶修踪迹 直到前些天 在东正大酒店 碰巧遇到了叶修 没想到叶修再次从自己手上逃脱 临走之际 还当众戏弄了楚嫣然一番 这让楚嫣然更加忍无可忍 楚嫣然从众人口中 听到叶修的职业 竟然是医生 藏身于四合院里 本想着用木棒打晕叶修 然后再好好修理教训可恶的叶修一次 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楚嫣然没料到 叶修竟然是一个身藏不漏的格斗高手 现在偷袭不成 自己反倒成为了叶修手里任意摆布的猎物 楚警官 我们之间误会太深了 你看这样好不好 今天你擅闯名宅 袭击我的事情 我就不追究了 之前我冒犯你的事情 咱们就两清了 叶修那天情不自禁抢吻了楚嫣然 大多半也是出于对喜欢之人的恶作剧 不想楚嫣然会念念不忘抓住不放 叶修不想自己 与楚嫣然之间的误会越来越深 所以趁此机会 主动开出双方和解的架码 想和解 先把我放了在谈楚嫣然线的双手 被叶修抓扣着 整个人依偎在叶修怀里 浑身燥热难当 叶修微微一笑 放开楚嫣然的双手 楚嫣然重获自由 也不言语 脸色一凝 反身就给叶修一个近距离的凶狠肘击 却学轻轻一戳 楚嫣然当即全身力道全尸 软绵绵地瘫在叶修怀里 楚警官 你不是我的对手 不要再做无为反抗了 咱们并无什么仇怨 冤家以解不以解 我看大家还是算了吧 叶修低头看着依偎在自己怀中的楚嫣然 微笑说道 楚嫣然头一篇 避开叶修卓人的目光 称怒说道 我现在人落在你的手里 你说什么就什么了 我可以说不吗 能够说不吗 好吧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非常不服气 也不甘心 好了 好了 我知道强行问你是我不对 大不了我站着不动 让你吻回来就是了 谁稀罕 楚嫣然对叶修的这个建议 嗤之以鼻 非常的不屑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说 要怎么样才肯释怀 放过我叶修对怀里的这个执拗的善良女警花 束手无策了 除非你让我狠狠打一顿出气 才行楚嫣然人现在 虽然还软瘫在叶修怀里 可气势却是一点不减 依旧坚持自己最初的报复想法 这个这个 女孩子打打杀杀 五刀弄棒的不好 不如就由我做东 请楚警官吃一顿大餐 大家酒桌上相逢一笑命 恩仇算了 叶修看见楚嫣然掉落在地上的那根 如成人手臂般粗细的红色木棍 心里就有点发颤 正扭下起手来可真狠 虽说自己席恋 有混元一气绝 可以治疗伤势 恢复神速 可是被打死的那份痛楚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得了的 叶修更不想轻易尝试 不吃不吃就是不吃楚嫣然 根本就不买叶修的账 翘脸别过一边 不看叶修 死将到底 既然楚警官软硬不吃 执意要痛扁我一顿 那我也就破罐破摔了 黑黑叶修一脸渐渐的坏笑 色眯眯的盯着楚嫣然 不断起伏着的风鸾 贪婪的看着 你想干什么 你别乱来啊 我可是警察 敢动我 你就死定了楚嫣然 搬出自己警察的身份 下祖意图不轨的叶修说道 反正 你都不会放过我 迟死早死 也没多大区别了 我只盼死之前 捞够利息和本钱 叶修做事欲扑上去 楚嫣然神缺穴被内境所封 身上力道全尸 见叶修受性大发 不惊吓得花容失色 急忙大声喊道 行了行了 我答应你就是了 叶修脸上闪现一抹 不易察觉的 计谋得逞的得意笑意 故意问道 我听不明白 楚警官你答应我什么了 楚嫣然害怕叶修 再度受性大发 大声应道 我答应你和解的建议 大家酒桌上相逢一笑 你这个人从来不喜欢勉强别人的 楚警官不要勉强呀 不勉强 不勉强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我怎么没有力气 不勉强就好 我只是不小心碰到了 楚警官的麻穴而已 这样暗柔一下就没事了 叶修在楚嫣然 敏感的臀部上方 轻柔了几下 楚嫣然感受到 叶修手掌中 一股暖流 透进自己身体 暖洋洋的 很舒服 很快便恢复了气力 走吧 楚警官 叶修当先走出四合院 坐上了自己新买的三轮车 坐他 楚嫣然跟着出来 惊讶地看着叶修红色的 电动三轮车问道 是啊 不坐他 难不成你想陪我押马路 叶修笑道 叶医生 你的坐驾 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楚嫣然嘲讽笑道 爬上了三轮车的后厢 坐在后厢上 不是叶修想起三轮车去 只是这个时间段 想拦下一辆空闲的出租车 实在是太难了 往往要等上半个多小时 还不如驾驶自家的 电动三轮车方便 叶修驾驶着电动三轮车 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上 穿梭行径 行驶起来 一点也不比较车慢 你开车技术挺不错的 在家里一定经常开的吧 楚嫣然见叶修驾驶的三轮车 在拥挤不堪的马路上 轻盈地穿梭行驶 不禁夸赞说道 我家里穷着呢 这车 是我进城以后才买的 还是二手车呢 叶修黑黑笑道 我很奇怪 你这么年轻 又是刚从学校毕业的 怎么能被省成最好的医院 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录取的 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人脉关系啊 楚嫣然查过叶修的底 他至今也弄不明白 凭叶修的条件 怎么可能会被一向已录取条件 苛刻著称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录用的 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猫腻 楚嫣然认定 叶修一定是动用了什么特殊人脉 或者渠道关系 不然凭叶修的这种烂打击的条件 是不可能会被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录用的 半个小时后 叶修的电动三轮车 开上了东正国际大酒店的大门外的停车道 喂喂 那个谁这里不准乱停车 快把你的破车开走酒店大堂经理 刚出门送走一名贵客 忽然看见叶修的电动三轮车开了过来 他就赶紧指着大声呵斥道 叶修不紧不慢停好车 在叶修三轮车后面 一辆法拉利红色跑车喇叭声不断响起 酒店大堂经理一脸鄙夷的神色 快步跑了过来 指着叶修说道 你聋了吗 我说 让你赶快把你的破车开走你没听见 别挡着我们酒店做生意 楚嫣然见状 也觉着有些丢脸 赶紧下了三轮车 对叶修说道 你赶快把车开走吧 别碍着人家停车 见叶修不听劝告 酒店大堂经理当即黑下脸来 招呼酒店大门外的几个保安过来 对叶修不耐烦地喝道 你怎么回事再不走 我们就对你采取强制措施了 叶修在自己身上口袋摸了好一会儿后 逃出那张劳厅长赠送的至尊金卡 递到酒店大堂经理面前 说道 我是你们酒店的客人 你们酒店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吗 酒店大堂经理本来高扬的头颅 在看到叶修那张金光闪闪的至尊金卡后 立即应转情 陪上笑脸说道 实在是对不起 您请进 酒店大堂经理贺令几名保安 历历好队形 欢迎叶修进入酒店 这是钥匙 把我的车停好 叶修将三轮车钥匙 扔给那名酒店大堂经理 淡淡说道 你做了什么 那人态度怎么来了一个 180度大转变 楚燕燃离得远没看清叶修的举动 他很是诧异 酒店大堂经理 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一改之前忽来喝去的恶劣态度 伺候叶修 像是伺候轻爹一样 叶修进了酒店 不用酒店服务员指引 轻车熟路的 带着楚燕燃来到酒店的餐厅 这里 你经常来楚燕燃 见叶修轻车熟路的 于是惊诧地问道 这间酒店消费太高 楚燕燃自己都从没有来过 只是听别人谈论过 尿急找不着厕所 进来解决 算不算来过叶修笑道 也算吧 楚燕燃很认真地想了想应道 楚燕燃的回答 让叶修差点笑喷出来 这个楚燕燃太纯真了 像一张白纸一样 太容易相信人了 哟 这不是叶医生吗 你是不是走错路 进错门了这种地方 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吗 在酒店餐厅里 叶修迎面遇到了老熟人 叶婷和他的土豪男友 叶婷话语里 依旧满是瞧不起人的味道 在叶婷眼里 叶修就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凤凰男 无非就是运气好点 在大城市里赚了几个钱 可还是远比不上自己的土豪男友 人家好歹也是一家公司的老总 手里还经营着两家农贸市场 在大城市里 最容易捞钱的 就是农贸集市的经营管理了 光是每天收的地摊费和进场费 还有各种摊位租金就赚大发了 这可是傻子都能挣钱的行业了 不过农贸集市经营管理虽然挣钱 可准入门槛有点高 想拿下农贸集市的经营管理权 没有过硬的人脉关系和后台 是不可能的 这也就是叶婷自觉的 比别人高一等的原因所在 自己的新男友 在大城市里有身份 有地位 还有数不完的金钱 叶婷现在已经在憧憬嫁入豪门 当阔太太的好日子了 她现在哪还 瞧得上叶修这个农村出身的小医生啊 你认识 楚燕然对叶婷的言语 也是有点厌恶 扭头问叶修说道 一个村的 叶修不愿多说 只简单硬到了事 大脸 我肚子饿了 我们还是去包厢点菜吃饭吧 某些人 看着 就让人倒胃口 叶婷挽着土豪男友娇俊的手臂 经过叶修身旁的时候 故意嗅了一下优越感 是啊 这间酒店的包厢 我还是提前半天预约才定下来的 娇俊故意嗅优越说道 两人真是一个德行 叶医生 我知道你最近赚了几个钱 也想来见见世面 体验体验有钱人的生活 可我还是奉劝你一句 人还是要有自知之明的好 这种高档的地方 不是你有几个小钱就能来的 叶婷一脸神气骄傲的神情 看着叶修 讥讽说道 你又有什么资格这么说 楚嫣然在一旁听得秀眉紧促 忍不住站出来 反驳叶婷说道 资格呵呵 我们去包厢吃饭 而你只能同你的土鳖小医生 男友在大厅吃 这就是资格 叶婷一脸不屑地冷笑喷道 服务员 我也要开一间包厢 叶修拦住一名餐厅的领班说道 他本来不愿同娇俊和叶婷 这种人一般见识的 但对方竟然把话说到这种地步 不仅打了他叶修的脸 连同行的楚嫣然 也一并受到了连累和误伤 这是叶修无法容忍的 对不起 酒店包厢已经被预订完了 只剩大厅 还有一些座位了 领班抱歉说道 嘖嘖嘖 我说什么来着 叶医生 别以为凭着好运气 赚了几个小钱 就以为自己就是有钱人了 可以过上流社会的生活了 你还差得远了 这位妹妹 听姐姐我一句劝 像这种凤凰男 你还是敬而远之的好 他给不了你好未来 叶婷听到领班的话语后 就更是得意的没边了 小婷 不是我吹 今天我预订包厢的时候 也晚了的 酒店也跟我说没了 被人预订光了 这间包厢 最后还是我托朋友关系 才给拿下的 现在这个社会 没钱是不行的 但是只有钱 也是万万不行的 娇俊在一旁附和叶婷 对叶婷冷嘲热讽说道 娇俊和叶婷这对贱人 现在在叶修和楚嫣然面前 那是得意张狂的很 两人是要把之前 在原始卖场输掉的厂子 给找回来 服务员 我今天一定要开包厢 去把你们经理找来 叶修绝技 不能让娇俊 叶婷两人如此猖狂 一旁楚嫣然还在看着呢 这个脸 自己绝对不能丢 叶修 算了吧 我们就在大厅 用餐就行了 楚嫣然轻轻扯了扯 叶修的衣袖劝说道 叶医生 我看你 还是老实听劝吧 这种地方 真不是你这种人玩得转的 哈哈 娇俊笑得开心极了 今天当着叶修女友的 面下了叶修的面子 她觉得真是太爽了 这位客人 真是对不起 您来晚了 本酒店的包厢 已经全部被人预定光了 餐厅经理走过来 抱歉说道 是吗 如果我今天一定要开包厢呢 叶修掏出那张 金光闪闪的 至尊会员金卡 递给餐厅经理说道 酒店餐厅经理 看到叶修拿出至尊会员金卡 立马换了一副面容 陪着笑脸鞠躬 双手恭敬 借过叶修递过去的会员金卡 这种至尊会员金卡 东正大酒店 在地外市地界 一共只发送出去 不超过十张 能有幸持有 这种金卡的客人 无疑不是酒店的消费大户 或者是社会上一些 身居高位成功人士 东正大酒店连锁生意 遍布国内各大主要一线城市 和各大省会城市 是国内顶尖的酒店连锁集团 一旦持有这种 至尊会员金卡的客人 到酒店消费 酒店都无条件满足 持有金卡的客人的合理要求 经理 你可要看清楚了 这年头 假冒行骗之人太多了 焦俊也是实货之人 他也曾经见识过 这种至尊会员金卡 餐厅经理文言也是一证 再一次翻阅金卡验证真伪 然后朝夜修礼貌地 再鞠了一个躬 笑道 请这边走 夜庭见状 也是愣神了 他当即抢着质问道 经理 你们不是说 没有包厢了吗 一般的包厢是没有了 可酒店特意为 持有至尊金卡的会员 有有高级包厢 经理微笑 对夜庭解释说道 高级高级包厢夜庭 似乎还没有缓过神来 说话都还有点打结 焦俊此时也是一脸 愕然的表情 望着夜修离去的背影 他想不通 一名小小的医生 怎么会持有 如此金贵稀有的 至尊会员金卡的 夜修和楚嫣然 在餐厅经理 一路陪伴下 进入一座装饰 豪华大气的包厢 包厢里亭亭玉立 并列站着六名 身材一般高挑 肤白貌美的 气泡美女服务员 先生 女士 请坐 酒店餐厅经理 亲自为夜修 楚嫣然两人拉开座椅 服务非常到位 您来我们酒店消费 是我们酒店的荣幸 这是我们酒店的菜单 请您点菜吧 伺候好夜修 楚嫣然落座后 店经理转过身 从女服员手里 接过菜单 对夜修客气说道 给美女点吧 夜修指了指 对面坐着的 楚嫣然笑道 楚嫣然有很多疑问 她一路上就一直憋着 进入高级包厢后 楚嫣然就再也忍不住了 夜修 你怎么会有那种会员卡的 你不是说 从来没来过这消费过的吗 楚嫣然噼里啪啦一股脑 把心中的一律禁数问了出来 我确实没有在这消费过 也就那天被你撞见那次 别人做东 我蹭饭 这卡也是别人送的 夜修平静回答道 哼 你这人太狡猾 说的话不能信不管了 我今晚要打土豪 分甜点 好好吃一餐才行 楚嫣然笑页如花说道 楚警官 楚大美女 你可要手下留情啊 我可是打卡上班 挣得血汗钱啊 夜修见识过酒店的菜单菜价 如果楚嫣然不管不顾放开了点 故意选贵的点 自己今晚绝对会吐血的 哼哼 现在才求饶 晚了 你强吼我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 有今天楚嫣然白了夜修也笑道 只要楚警官能释怀 今晚你爱吃什么就点什么 我大步不过了 舍命陪美女了 夜修一副大意凛然 慷慨赴死的表情说道 站在包厢房里陪逝的几名美女服务员小姐们 都看不下去了 偷偷眼嘴窃笑 点完菜 酒店经理马上递上酒单 楚嫣然啊的一声 被酒单上的价格吓了一跳 于是 有什么不对吗 酒店餐厅经理 见楚嫣然反应异常 就问道 没什么 反正今晚有冤大头副长 我才不担心呢 楚嫣然美丽的大眼睛 瞪了对面独自品着茶的夜修说道 不用替我省钱 只要楚警官 你吃得满意 我就高兴 夜修笑着硬道 神情淡然轻松 夜修现在 已经找到了赚钱的途径 自家仙界 果园种植的水果市场 反响非常好 今后不愁 赚不到钱 今晚只要把楚嫣然 这个小园家伺候舒服了 以后不再来找自己麻烦 夜修的目的就达到了 至于花费多少钱 夜修不是特别在意 吃完结账 当服务员拿着账单 过来给夜修看的时候 夜修吃了一惊 一桌菜 一共才花去一万元 酒水也是一万元 总共消费两万元整 夜修抬眼看了看 对面的楚嫣然 心道 这小妮子嘴上虽然喊得凶 可是心还是很善良 很为人着想的 刀子嘴豆腐心 夜修本来预计着 这一顿怎么着 也得二十万起步吧 没想到楚嫣然 居然帮她省下了一大笔餐费 夜修从口袋 摸出一个略微破旧 却鼓胀胀的钱包 目测里面最少都有三四万的 打开后 对面坐着的楚嫣然 也都不禁惊呼一声 早知道你竟如此富的流油 我早该心狠手辣一点了 这次打土豪不彻底啊 楚嫣然不无惋惜地 自言自语说道 低调 低调 都是重地得来的辛苦钱呢 夜修笑着硬道 包厢里几名旗袍美女服务员 文言也都笑得合不拢嘴了 楚嫣然则是拾起餐桌上 一包纸巾朝夜修砸了过去 还四声四笑地 白了夜修一眼脆道 你就吹吧 满嘴跑火车 你重地能赚到这么多钱 就有鬼了 确实 这年头想靠单纯重地发财 那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况且 夜修人还在大城市里 当着医生上着班呢 楚嫣然信他才怪了 楚嫣然人是纯真了些 可脑子却是不笨呢 哎 我终于知道 为何说真话的人都没有好结果了 这事到啊 夜修吐槽说道 喂 吃完饭跟我去一个地方玩玩呗 楚嫣然看着夜修说道 一脸期待的神情 好呀 难得有美女邀约 不过我事先生命哦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 我待会儿 还要敢去帮一个小男孩治病 行 就这么说定了 楚嫣然眼睛里闪过一抹 不易察觉的诡异神色 喂 大俊 待会儿我带个高手过来玩玩 你准备准备 楚嫣然掏出手机 拨了一个电话 夜修和楚嫣然 刚出了酒店大门 酒店大堂经理 便屁颠颠跑了上来 指着酒店大门外 停车道上停着的 比新买的 还要崭新红色电动三轮车说道 您的车衣我们精 为您充好电 擦洗干净了 欢迎您再次光临 在众人奇怪目光的注视下 夜修载着楚嫣然这个大美女 驾着电动三轮车 驶离了东正国际大酒店 在酒店外的停车道上 为了给夜修的三轮车让道 数辆豪华轿跑 全都靠边停着呢 上面坐着的人 全都目瞪口呆 看着夜修这辆特殊的 红色电动小三轮 从自个豪车 超跑边上驶离 此时俱乐部训练大厅里的 一处比赛训练高台上 正有两名身着散打护具的男子 在进行着散手对抗练习 从高台上两人的出手速度 力量 步伐地移动来看 夜修断定 这两人绝对是经过 一定时间专业训练过的高手 嫣然 今天怎么想到 来我这了一名 赤着膀子的肌肉壮汉 笑着走了过来 热情地 同楚嫣然打招呼 看上去 两人交情匪浅 大军 我给你找了个练拳的好沙包 楚嫣然说的同时 拿眼瞄了瞄 站在身旁的夜修 他这身子骨单薄了点 估计挨不住一拳就躺尸了 不行 不行 大军看了眼夜修 当即摇头摆手拒绝说道 大军 你别被他的外表给欺骗了 他能打着呢 你们俱乐部里 怕是还没有能打赢他的人呢 楚嫣然扯着嗓子大声喊道 生怕有人听不清楚似的 不得不说 楚嫣然这话 帮夜修拉了满满一屋子的仇恨值 俱乐部训练大厅里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 全都转到夜修身上来了 夜修这时也醒悟过来了 楚嫣然主动邀约自己 原来是早就谋划好了的 自己傻不隆东的 被人卖了 还帮着数钱呢 那名被楚嫣然称之为大军的肌肉壮男 是这家健身搏击俱乐部的老板 也是楚嫣然中学时代的小伙伴 大军全名夏军 是一名刚从华夏西南军区特战旅 复原退役的特种兵 夏军在特战旅里 就是出了名的军事训练标兵 游善搏击格斗 曾经连续多年 获得军区搏击格斗比赛 亚军是一个极具实力 名副其实的兵王 夏军听闻楚嫣然 对夜修格斗能力的极高评价后 脸色一正 重新打量审视起夜修来 夜修休闲裤 白色体恤 骨铜色的皮肤 棱角分明 俊朗的脸庞 特别夜修修炼 混元仪气绝之后 整个人的气质和气场 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再也不是原来 那个懵懂的山村娃子了 夜修的眼睛里 神光内敛 有一种射人的气势 给人一种 凛然不可侵犯 不怒自威之感 夏军 兄弟怎么称呼夏军 主动同夜修打起了招呼 夜修 夜修息字如今 兄弟之前有练过吗 夏军自从听了楚嫣然的话语后 对夜修似乎又有了 新的看法和认识 至少现在 夏军相比刚见面之时 更为重视夜修一些了 随便练过一下 当不成真的 纯熟自娱自乐 强身健体而已 夜修微笑应道 夜兄弟太过谦虚了 今天既然来到这里 不如就下场练练手 玩个痛快 夏军主动邀请夜修说道 站在一旁的楚嫣然 一直偷偷朝夏军几眉弄脸实眼色 很明显 夏军邀约夜修下场练手 也是出自楚嫣然的授意了 夜修没有立刻回应夏军的邀约 而是扭过头 夜修冷不丁看过来 把楚嫣然吓得不轻 她赶紧手舞翘脸 低头半无辜 楚警官 你怎么了夜修何等人物 楚嫣然私底下的这些小伎俩 哪里能瞒得过她的双眼 夜修这么问 意在逗弄楚嫣然 开心一下而已 我没事 就是牙有点痛 可能是刚才大餐胶盐香酥鸡吃吃太多了 上火 楚嫣然也是说道 痛得难受 不我帮你瞧瞧吧 我可是中医哦 夜修继续调侃 都弄慌乱的楚嫣然笑道 不用了 不用了 我没事的 夏军 你过来一下 楚嫣然走到另一边 示意夏军跟过来 大军 你今晚帮我个忙 给夜修点教训 不用太狠 让她趟医院几天就可以了 楚嫣然附在夏军耳畔悄悄说道 夏军抬眼看了下不远处站着的夜修 信誓旦旦应道 嫣然 你尽管放心 收拾她 还不是小菜一碟 能不能向哥透露一点 那个叫夜修的医生 是不是得罪你了 废话 事后我请你吃大餐 好脸 敢得罪我的嫣然妹妹 今晚我一定要她后悔 夜修离两人仅五六米远 把两人的对话 听了得清清楚楚 夜修心道 要打就打 最后谁认怂 还不一定呢 楚嫣然自始至终 对自己出吻 被夜修强夺难以释怀 她自己本是身手有限 打不过夜修 现在只得求助哥们 出手了 夏军答应后 走到高台上 叫停台上的练习赛 同其中一名一米八多的大个子 低声交代了几句 交代完自己的得意弟子 夏军转过身 看着夜修 大声喊道 夜一声 上来玩玩吧 是男人就该霸气点 搏击格斗 才是属于男人的运动 夏军这番话语 说得很大声 几乎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听到了 大家也都望向夜修 交头接耳 指指点点的 可以这么说 夏军这么做 基本就把夜修的后路给掐断了 这种情形下 夜修只能进 不能退 退就会颜面扫地 成为众人眼中的懦夫 夜修知道这一切 都是源自楚燕燃 对自己强吻她的宣泄和报复 不过夜修不打算 在楚燕燃面前示弱和退缩 没有哪个女人 会喜欢一个怯弱和失败的男人的 夜修昂首挺胸上了比赛 训练用的高抬 夜一声 你忘了穿护具了 没护具 保护你打不了的 夏军大笑提醒说道 语气十分的不屑 就像是在提醒一个什么 也不懂的学生一样 我不需要保护 你和你的弟子一起上马 就他一个不够看的夜修霸气 回应夏军的挑衅道 既然要打 夜修就决议 要打一场漂亮的 要能一战震慑住楚燕燃的 要让这个女警花 不能小瞧了自己 哈哈小子 话不要乱说 小心风大闪了舌头 站在夜修对面不远处的 那名一米八的高个壮汉 哈哈大笑赤道 无论体型还是个头 夜修完全处于下风的 大厅里几乎所有的人 也都一致认为 夜修远不是高个壮汉的对手 大家对夜修 这番豪言壮语 嘲笑居多 夜医生 你能撑住十招不倒地 就算你赢 夏军对夜修的话 根本就是无视的 他料定夜修没什么料的 夜医生 加油 我看好你哦 楚燕燃看热闹不嫌事大 在一旁煽风点火说道 夜修见夏军不屑于搭理自己 不免来气 错不闪进 一个掌刀斩在高个壮汉 勃梗瘸道上 在大厅一片不可思议的 惊呼叫喊声中 一米八多的大高个 轰然倒地 夜修紧一个照面 只一招就干脆利落地KO了对手 夏军此时表情十分丰富 楚燕燃也是睁大了双眼 一脸惊讶的神情 望着高台上的夜修 那名被夜修KO的大高个 是夏军最为得意的弟子 还曾获得过国内散打比赛 第三名的好成绩呢 没想到 夜修只用了一招 就轻松可殴了 燕燃 你说实话 他真的只是一声夏军扭头 问楚燕燃道 是的 他的敌我都摸清楚了 楚燕燃也没想到 夜修竟然如此厉害 那名大高个楚燕燃 也同他切磋练过拳 知道他实力很强的 放开了打 楚燕燃绝顶不住 大高个三招 可现在 大高个只一个照面 就被夜修给KO了 这就让楚燕燃想不到了 燕燃 以我的眼光来看 这个叫夜修的医生 也只有你哥哥 能同他一战了 夏军有点泄气地说道 夏军是轻易不会服输和认怂的 但夜修的身手和表现 简直太妖腻了 说真的 夏军愣是没瞧清楚 夜修击倒大高个的那一招 是究竟怎么一回事 大高个虽说失败 夏军为视学权 但以大高个的强悍实力 就算夏军亲上 也不见得能轻松赢得了 大军 连你都打不过夜修 好胜要强的夏军 竟然嘴上服软了 这怎能不令楚燕燃震惊的呢 大军 上来完步夜修 看着夏军微笑喊道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 你随意 夏军掏出手机 装出接听电话的模样 匆匆离开了俱乐部大厅 上了二楼 躲避夜修去了 夏军可不想与夜修 这种妖孽级别的对手 当众交手 万一失手 他可丢不起这个脸 如果他这个总教练 被人几下子就放倒了 这家搏击格斗俱乐部 还开不开了 见夏军拿着手机 快步上了楼 夜修心领神会的微微一笑 也不接破 扶下身 给仍旧昏迷 坍倒在高台上的大高个 柔解一会儿 大高个和快 便恢复了知觉和气力 夜修刚才那一掌 只是以气风学 顺带加了一点点力道 混元进气透体而入 无坚不摧 大高个就算肌肉练得再强壮 也起不到半点防御作用 被夜修救醒后 大高个看向夜修的眼神里 满是敬畏的神色 他自败下军学权以来 参加国内赛达格斗比赛几十场 从未有今日之败 败得如此彻底 在夜修跟前 他感觉自己所学 根本就一无是处 楚警官 大军他人呢 他不是说要带我玩玩的吗 夜修下了高台 走到楚嫣然身旁笑问道 大军他有事电话多 估计一时半会儿抽不开身了 楚嫣然帮着夏军遮掩说道 夜修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笑道 这样啊 那真是可惜了 我待会儿还要去给人医病 不等他了 只能先回去了 一起步 你忙就先走吧 我等一下自己打车回去就可以了 楚嫣然挽拒夜修相送的提议 夜修微微一笑 潇洒转身 走出搏击健身俱乐部大厅 楚嫣然有点茫然的望着夜修离去的背影 他心里有点纠结 这个强夺自己触吻的男人越接触 就越让楚嫣然恨不起来 夜修离开后不久 楚嫣然也是心事重重 百般无聊下也离开了俱乐部 这家搏击健身俱乐部 开设在东阳市新城区城郊 位置比较偏僻 一到了晚上 街上行人就很稀少了 楚嫣然出来之时 已经晚上十点半了 最后一班公交车刚刚驶离 这个位置有比较偏 出租车这个时间段 基本不会往这边跑 楚嫣然站在路灯下 苦等了将近四十多分钟 都没看见 哪怕一辆路过的出租车 忽然 在朦胧的夜色中 一辆电动三轮车 从远处的街道上 快速行驶了过来 嗨 楚警官 这个时候打车不易 不嫌我的车简陋 就上来吧 那辆电动三轮车驶禁后 楚嫣然终于看清楚了 车上之人 正是已经离开了的夜修 你不是说去给人医病吗 怎么又返回了楚嫣然 登上三轮车做好问道 一好了 出门想起晚上这里打车 挺困难的 不放心 所以回来转一圈 夜修淡淡硬道 夜修这番风轻云淡的回答 让楚嫣然心里暖洋洋的 这一刻 楚嫣然觉得 夜修这人 也不是那么讨厌可恶了 楚警官 你家在哪里 江南路口 以后你直接叫我名字就可以了 不用总叫我警官 有 后这么叫不太方便 好脸 嫣然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不知道方不方便 说来听听 楚嫣然微微一笑应道 反感和介意 你一个那么柔弱漂亮的小姑娘 为什么想到 会去干警察这个职业的 全都是因为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就是一名很厉害 很勇敢的警察 他因公牺牲后 我便立志做一名警察 以我父亲为榜样 抓进天底下的坏蛋 伸张正义 保护弱小 楚嫣然缓缓动情说道 真没想到 原来我们楚大美女正义感爆棚 胸怀天下呢 要不且 夜修呵呵微笑赞道 别总说我 你呢 你怎么会选择做一名医生呢 很简单 小时候 我生活的村子家家户户都很穷 大家有病都没钱 去医院看病医病 我妈妈也正是因为得了病 没钱医治 离开了人世 在那以后 我就暗暗发誓 今后一定要做一名医生 为那些患了病的穷人医治 让他们远离病痛疾病的折磨 哦 看来我们俩还是有相似之处的 楚嫣然听完夜修说完 眼前一亮说道 相似之处 怎么说夜修不解问道 我们选择职业 都是为了更好的 为有需要的人服务 楚嫣然微笑说道 经过一番了解交谈之后 楚嫣然发现自己 对夜修强夺 自己出吻的恶劣行径 已经没那么嫉恨了 夜修现在在他眼里 还算是一个挺好的人 喂 妈妈 我正在赶回家 您再忍忍 楚嫣然收起手机 拍了拍夜修的后背 催促说道 能不能再快一点 我妈妈肾病发作了 好脸 你坐好 夜修将电动三轮车的速度 提升到了极限 到了楚嫣然家的公寓楼小区 夜修停好车 随着楚嫣然一起上了楼 回家进门 妈妈 你还好吗 进了门 楚嫣然看到自己妈妈 摁着自己的腰 脸色有点苍白的 依靠坐在大厅里的沙发上 唉 老毛病又犯了 楚妈妈无力地叹气说道 我来瞧瞧看 夜修走过去蹲下 给楚妈妈耗慢 嫣然 这小伙子是你同事吗 楚妈妈看着夜修问道 不是 他是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医生 伯母 您的脉相沉细无力 是阴症肾囊肿 现在囊肿扩张发展 受到挤压 导致肾脏微细血管破裂出血 夜修确诊后说道 妍然 你的这位医生朋友 怎么称呼 他只瞧了这么一小话 就说出了我的病症 楚妈妈对夜修的诊查结论 很是惊奇 楚妈妈的这个肾囊肿的毛病 去医院不知做了多少检查 拍了多少彩钞和CT 才最终确诊了 而夜修仅仅耗了一会儿脉 就讲出了楚妈妈所患的病症 怎能不让他惊讶的 伯母 我叫夜修 你做好 我给你试真治疗吧 虽然不能完全治愈 但对您的病 还是能起到一个 很好的治疗效果的 针灸真的可以吗 楚妈妈将信将疑 看看夜修 又看看自己的女儿问道 妈妈 让她试试吧 楚燕然虽然不清楚 夜修的医术水平 但就凭夜修今晚 同她敞录新生所说的 学医志向 她就认为夜修可以相信 楚妈妈这个阴症肾囊肿病 发病叫缓 是常年累月 身体阴湿之气 积聚病变的 病症表现为 足肤水肿 见急周身 身肿以腰以下为肾 暗制凹陷 腹平较慢 皮肤晦暗 肾囊肿病变 是全身气化功能障碍的一种表现 夜修在楚妈妈背部皮鱼穴 小腹处的肾鱼穴上下针 混元气可温皮肾原阳 醋三胶气化 酒水分沥水以消水肿 酒关元培补元气以温下胶 补三婴胶剪皮利湿 通力小便 时针十分钟过后 楚妈妈肾脚痛的症状 渐渐消失了 楚妈妈脸色渐去正常 不再像之前 那么苍白吓人了 这样施针两个小时后 可将针取出 经过这次治疗 我母肾囊肿引起的 肾脏微细血管破裂出血的炎症 已经治愈了 但肾囊肿病因积居日久 一日之功难以消除治愈 夜修满头大汗 起身说道 夜医生 真是太感谢你了 你的医术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我现在觉得 身子清爽精神了许多 燕然 夜修十分开心 自己女儿能交到夜修 这么一个能干的医生朋友 伯母 不用麻烦了 您安心养病 时间不早了 那我就先走了 夜修转身 就要往大门外走 站住这么晚了 你忙了这么一阵子 你肚子想必也是饿了 我下碗面给你吃吧 楚燕然伸手拦住了夜修 那好吧 夜修忙活了一阵 肚子确实是饿了 夜修找了把椅子坐下 有一搭没一搭的 同正在接受真酒治疗的楚妈妈 拉家常吹水聊天 不过还别说 楚妈妈非常喜欢夜修 两人聊得很投缘 夜修从楚妈妈嘴里 知道了许多 楚燕然时的一些 成长生活趣事 笑得前仰后翻的 她没想到清纯美丽 落落大方的楚燕然 年少时竟然那么淘气顽皮的 妈妈 不要乱说啊 楚燕然端着一碗 热气腾腾的面条 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听到妈妈 把自己年少时的一些迥事 说给夜修听 不禁脸红害羞起来 要什么景 夜医生又不是外人 说说也无妨 楚妈妈只与夜修 夜修 我妈妈可以说 你不准听楚燕然 把煮好的面放在桌子上 对夜修沉声命道 那模样可爱极了 好好 我不听 吃面 吃面 夜修忍俊不惊 指着面条笑道 夜修把椅子搬到桌子旁 坐下拿起筷子 吃溜吃溜大口大口 吃起面条来 你慢点吃 小心掖着 楚燕然搬了张椅子 坐在夜修旁边 一脸满足的翘模样 看着狼吞虎咽的夜修说道 夜修 你下面真好吃 夜修三下午 夜修的无心话语 让楚燕然翘脸通红 她瞪了眼夜修称道 别乱说话 夜修一脸无辜的表情 耸肩说道 实话实说吗 是真的好吃吗 时候也不早了 那我回去了 伯母身上的针 到时间你再帮着取下来 次日清晨 夜修满面春风 哼着轻快的歌曲去上班 小燕 你去催一下 213病房30号床的病人交费了 她要是再不把拖欠的住院费补齐了 医院就要采取停药措施了 住院部内科的杜副主任 走进医生值班室 对夜修说道 这是不是医生该干的事 不要找我 夜修冷冷回绝说道 夜医生 请注意你同领导说话的方式 那你说 医生该干什么事情啊 杜副主任绩效反问道 医生的证事 是治病救人催账收账的事 请找别人夜修当即应顶说道 杜副主任被夜修 义正词言的话语 噎得出不了声 只得摇头信心离开 夜修来到213病房巡视 发现护士长正在连声 催促三十床的病人 和陪伴家属 交住院费用 三十床的病人 是一名普通的下党工人 干癌晚期患者 老婆是自由职业者 平时依靠百个小杂货摊 做点小生意 赚一点养家糊口的钱 他们膝下 还有一名正在念大学的女儿 家庭收入比较拮据 为了给丈夫医病 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耗光了所有的积蓄 还背负了一大笔外债 现在为了照顾重病的丈夫 家里唯一生活收入来源的妻子 也暂时放弃了小杂货摊的生意 来医院陪护丈夫 叶修从护士长手里 拿过住院费用结算清单一看 发现三十号床的住院费 一共是二十万多元 住院押金一共一万元 共计欠费十七万元 就算是有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七十的报销优惠 三十号床的病人 目前欠费额度 也远远超过押金可抵偿的幅度 难怪杜副主任叫嚣着 再不交费就采取停药措施 叶修调来住院部 这几天一直忙于处理急救的突发事件 而且叶修出来乍到 人微言轻 职务也低 也没有病房病人的独自行医处治权 空有一身本领 而没有用武之地 大哥 你躺好 我给你做一次针灸治疗 叶修教主正在收拾衣物东西 准备办理出院手续的两夫妻说道 叶医生 你这么做 怕是不可规矩吧 一旁看着的护士长提醒说道 我是医生 我知道我自己正在做什么叶修 果决回应护士长的话语 继续在做着试针前的准备工作 按照叶修现在炼器一层的混员工修为 根本不可能对肝癌晚期患者 提供多大的治疗帮助 但叶修还是决定 尽自己一份力 最起码能减轻一点病人的痛苦 提高一点病人的生活质量 叶医生 高干病房的区局长 请你过去帮他试针治疗 杜副主任来到病房门口 探头进来喊道 没看见我正在给病人试针治疗吗 没空叶修回绝了杜副主任的要求 叶医生 我郑重提醒你 你现在正在违反住院医生条例 未经请示 私自给病人治疗 除了事 你就要全权负责杜副主任 被叶修当众拨了面子 脸面上下不来 便出言恐吓叶修说道 负责就负责 我都是不用你瞎操心叶修 根本就不给胡家虎卫的杜副主任一点面子 硬顶说道 叶修 高干病房的区局长 现在需要医生治疗 你竟敢违抗领导指令杜副主任 仗红了脸 恶狠狠质问叶修说道 高干病房的区局长 仅仅是伤风感冒 扁桃体发炎 已经有医生给他看过 并且妥善开了药了 按时服药休息 就没事了 叶修毫不服软 硬顶回道 叶修 你要是惹区局长不高兴了 他要是投诉你的话 我有必要提醒你 你现在还在试用期内 还没有转正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就能让你立马卷包袱走人杜副主任 被叶修硬顶着下不来台 有点恼羞成怒 指着叶修大声喝倒 在我眼里 所有病人都是一样的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至于我的去留问题 就更无需杜副主任 你操心了叶修最凡治病救人 还认为分个三六九等的 当众驳斥杜副主任 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 叶修的作为 得到了213病房所有病人 和家属的一致拥戴 大家给叶修报以最热烈的掌声 而对门外的杜副主任 大家就一致 以虚声予以回应 大哥 这点钱不成敬意 您守好 全当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叶修从钱包里 把所剩下一万多元钱 全部取出 硬塞到那名肝癌患者 手里说道 不不不 叶医生 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呢 不行 不行 肝癌中年男子 忽然见到叶修塞过来 这么一大笔钱 也是猛了 摇头拒绝 坚持不受 大哥 听我的 钱你收下回家好好休养就行 不要再上医院 受罪花冤往前了 叶修不容置疑地说道 肝癌晚期的疾病 病人病造的癌细胞 已经向全身扩散转移了 世界医学界 都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医治方法 与其来医院花冤往前 受活罪 不如在家休养 特别是这对本就贫穷的夫妻 如果因为这个病 在背上巨额外债 那这个家庭就真的毁了 身为一名医生 面对病人的病痛 自己却束手无策 叶修觉得自己很没用 迅速提高自己 混员工修为的想法 就更为迫切了 这种眼睁睁看着病人 无望离开的情景 叶修真的不愿再发声了 大哥 这两根针你三小时以后 自行取出即可 我医术有限 恨不能为你治愈疾病 根除病魔带来的病痛 叶修失真完毕起身 遗憾说道 叶医生 你无需自责 我很感激你为我做的治疗了 针灸作用很大 肝癌带来的疼痛感 减轻了大半了 患肝癌的中年男子 握住叶修的手 动情说道 叶医生 谢谢你 为我丈夫所做的一切 我们太穷 连诊惊都付不出 还让你为我们破费 真的对不住你了 肝癌男子的妻子 有点不好意思说道 好好活下去 叶修话说到一半 已经热泪盈眶了 他赶紧转身离开 不在众人面前落泪 叶修出了病房 那个讨人闲的那颗 杜妇主任 也从办公室走出来 对叶修药武扬威和道 叶修 你现在已经被住院部 那颗除名了 马上去办公室 收拾你的东西滚蛋 走就走 你想让爷留 也还不伺候 叶修经过杜妇主任身边之时 不懈地瞪着杜妇主任说道 态度很是坚决 你你太猖狂了杜妇主任 被叶修这番话语 呛得脸红脖子粗的 叶医生 不要一起用事啊 等张主任回来再说 卢聪听到了狼道外 两人针尖对卖的说话声 从医生 直搬办公室冲出来 扯住扬长而去的叶修 劝说道 住院部内科张主任 要进京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 这几天不在医院 住院部内科 一因大小事物 暂由那个狐家虎威狗杖人士的 杜妇主任说了算 这才有叶修这时的发生 这种地方 英雄无用武之地 不但也罢叶修 没有听从卢聪的劝说 扶袖快步离去 叶修经过今天的工作遭遇 对住院部的医生工作 有点小失望 在这里工作 叶修有太多的掣肘和顾虑 根本无法一展所学中医本领 叶修现在有点怀疑 自己当初来第一人民医院的决定了 现实和想象完全不一样 在医院的体系制度下 叶修总有一种无力感 叶修出了住院大楼 来到中医科 叶修 你不是在住院部工作吗 怎么回来了中医科 不明真相的熟人 碰到叶修就问道 我找黄主任 黄主任他人呢 叶修在主任办公室 找不到中医科黄主任的人影 便问遇到的同事 黄主任进京 去参加学术研讨会了 那王双双医生呢 在中医科 叶修也就对这两人 稍微熟悉一点了 真是不巧 王医生带对下社区议诊去了 哪个社区 江兵路社区 叶修出了门诊大楼 开着自己的 那辆红色电动三轮车 往江兵路驶去 叶修现在已经被住院部 内科除名 想要继续在医院里上班 就必须把工作关系 转移到中医科这边来 必须要证得 中医科领导的同意才行 而叶修在中医科 除了认识黄主任以外 也就只认识 那个媚公无双的王双双了 王双双虽然职称不高 只是主治医生 但他现在可挂着 中医科监察长的头衔 黄主任不在的话 王双双的话语权 不见得就比其他几个 副主任医生低 叶修的电动三轮车 使到江兵取门 未占路口时 被小区的保安给拦下了 先生 对不起 这里是高档住宅区 三轮车不得入内 其中一个保安 示意叶修靠边停车 交涉未果 叶修只得把三轮车 停在了小区港厅外面的 大道边上 徒步进入小区 江兵小区的房价 在东阳市里 是数一数二的了 每平米两万的均价 足以另想买房的 绝大多数工薪阶层 望而却步 在江兵小区买房居住生活的 多是公司企业的 那些中高层管理人员 成功的商人 和一些社会成功人士 进入小区后 叶修远远就看到 小区休闲广场上 有两条巨幅横幅 非常的醒目 其中一条上写着 第一人民医院 中医科医疹服务队 另一条横幅上则写着 燕京医科大副院 医疹服务队 巨型横幅下 一字排开并列 摆放着一长猎木桌椅 医生们 端坐在木桌后边 为前来问诊的群众服务看病 叶修走到第一人民医院 中医科医疹服务队 所在的位置 叶医生 你不是在住院部内科上班的吗 怎么有时间来这里 闲逛王双双 看到叶修走了过来 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 顾盼生辉 笑竹颜开说道 哎 别提了 我被住院部内科除名退货了 求王姐收留 叶修以开玩笑的方式 述说自己的遭遇 叶修与王双双同年 比王双双小一个月 所以私底下 叶修都会以王姐称呼王双双 既然有这等事情 我们中医科出去的人 怎么能让他们欺负小叶 不用理会他们 是他们眼珠不食宝 来解这脸 姐姐要你 王双双张开双臂 朝叶修做出一个拥抱的姿势 还是王姐藤小燕 叶修见状 哪里还犹豫 蛇随棍上 紧紧与王双双 拥抱在了一起 贴身感受着 王双双惹火的焦躯的热度和软度 还有那对高耸挺拔的强韧弹力 叶修只觉得神清气爽 舒爽无比 所有不快和委屈 请客间都烟消云散了 周围的男性同胞们 见叶修能与王双双 这个火辣身材的大美女抱在一起 人人艳羡到不行 就在两人沉浸在 相拥的愉悦中的时候 忽然一道有点沙哑的男生传来 双双 抱着你的小白脸是谁 叶修听得出来 说话男子语气里 醋意甚浓 语气说是询问王双双 还不如说成是质问更加准确 屈红 我王双双爱和谁在一起 就和谁在一起 这关你什么事 王双双轻轻推开叶修 冷冷回应那名质问自己的男子道 叶修扭头看向那名质问王双双的男子 那名男子一身一身白大褂 黑色的老人头皮鞋 白白净净地戴着一副眼镜 很有医学专家的派头 双双 你现在还是我屈红名义上的未婚妻 请你自重 不要辱没了我屈家的名声屈红越说越来劲 从屈红说话的语气来看 对王双双始终都是采取一个高姿态 俯视的以止气势的态度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还以为王双双是屈红的私人财产一样 屈红 我的事不用你来瞎操心王双双 似乎也不愿低头 与屈红眼神互相对视 谁也不让着谁 王双双 我请你记住 你现在婚约在身 别做出辱没我屈家的名声的事情来 否则后果如何 你自己心里清楚屈红狠狠扔下这句话后 瞪视了叶修一眼 脸色铁青 转身离开 屈红怒气冲冲甩手离开后 叶修朝屈红的背影脆了一口 一副臭不要脸的德性 管得还挺宽呢 叶修为王双双的遭遇 名不平说道 那人是我的未婚夫 他一贯就是这个样子 小燕 刚才他得罪之处 还望你不要介意 王双双悠悠说道 语气里透着那么一缕 隐隐的不甘和委屈 王姐 我没事 你放心 他什么来头 我怎么听他说话的语气 都是牛逼轰轰的 叶修忍不住问道 小燕 这是与你没关系 你不要多问了 王双双似乎有所顾忌 不愿多说 终止了与叶修的交谈 重新坐下 为前来看病的社区群众诊病 叶修健从王双双这里 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便走到另一边 同中一科的同事们 旁敲侧击打探消息 屈红确实是双双的未婚夫 据说是屈红死皮白猎追的双双 那个屈红听说 还是燕京一科大副院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脑外科主任医生呢 年纪轻轻 就坐上这么高的职位 他的未来不可限量啊 是啊 据传屈红不仅是燕京一科大的大才子 而且还是 哈佛医学院史上 最年轻的脑外科医学博士获得者了 不仅如此 我还听人说过 屈红家是背景深厚 屈家在燕京城里 也算是排得上号的名门大家族了 势力可不小着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与叶修聊得很热络 喂 我说小艺啊 你打听那么详细 是不是对我们双双有意思了 听歌一句劝 你今后还是离双双远一点 要不然到头来吃亏的 还是你自己哦 屈红这个人 你是惹不起的 中医科一名上了年纪的男医生 意味深长地提醒叶修说道 没 我一农村出来的穷光蛋 哪敢基于王姐这种白富美啊 我只是好奇问一问 叶修演示说道 知道自己尽量就好 老是打卡上班 不要整天瞎捉摸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亨 就在这时 一名搜高个的男医生走了过来 鼻液地讥讽叶修说道 叶修听着这声音似曾相似 抬眼一望 原来是那日在火车上 遇见过的中医科副主任医师蒙俊 林楚楚的根屁虫 今天他也跟对来一诊 蒙俊不失时机地走了过来 出言讥讽叶修 以报当日在火车上 被叶修羞辱之仇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楚楚身边的根屁虫 蒙副主任呀 叶修当即回敬蒙俊说道 叶修话音一落 周围中医科的同事们 都忍俊不惊 眼嘴怯笑不已呢 医院多大点地方啊 蒙俊和林楚楚之间的事情 估计早就传遍了 叶修 你你给我记着蒙俊当众 被叶修起底 颜面大失 羞愧难当 值得善善溜走了 怪了 我们这边的医疗队 怎么前来问诊 看病的人那么少 对面那里却是人山人海 围得水泄不通的 叶修与同事们 扯皮吹水好一会儿了 都没几个人过来瞧病的 中医科的医疹医疗队 这边人气低迷 冷冷清清的 哎 没办法呀 谁叫人家是 燕京医科大副院的呢 名头大着咧 我们医院拍马都赶不上 一旁的同事感叹说道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一个个都没个医生样 名气大又怎么样 王双双不知什么时候 走了过来 大声鼓劲说道 王姐说的对名头大 又怎地强龙 还不压地头蛇呢 大家打起精神来 我们中医科 不一定就干不过 他们夜修起身豪迈说道 夜修 你不要信口开合你 才来医院几天呀 当了几天医生了 你可知道 燕京医科大副院的 整体医生水平有多强吗 现在早已不是乱喊 几句口号就可以 蒙混过关的年代了 蒙俊见不得夜修出风头 又走了过来 出言也语打击说道 小夜 说的好人 要是没有精神和梦想 跟咸语有什么区别 且支持你 你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们看病问诊的人气 超过医科大副院那边吗 王双双当即表态 全力支持夜修的观点和看法 夜修低头沉思了一会儿 抬头笑道 有了我们可以这么干 夜修的话 和表现出来的自信心 让所有中医科的医生们 欣喜 兴奋不已 同场教计 干凡燕京医科大副院 这种不可多得的场面 光是想想 就能让学医之人 热血沸腾不已 燕京医科大副院 可是多年蝉联华夏三甲医院 综合医疗水平 第一的巨无霸般的存在啊 夜修走到王双双身边 低头富尔 悄悄把自己的想到的办法说出来 真有你的 王双双听完后 忍俊不惊 当即给夜修胸口上来了两剂粉拳 夜医生 你去哪呀 你快给我们说说 你的破敌妙策 中医科的同事们都在喊着夜修 夜修与王双双说完行动办法后 便不再理会众人 独自离开 往小区绿化林那边的公用厕所 走了过去 王医生 你给大伙们透露一点 夜医生的破敌良策吗 众人按捺不住 都围了上来问道 你们别心急 个安其职 待会儿就知道了 王双双微微一笑说道 招手示意 大家都会作为做好工作 夜修快步走进了小区的绿化林 这里树木茂盛 鸟语花香 游人也少 现在是午饭时间 来绿化林附近活动的人就更少了 夜修呼出仙界果园大门 进入果园后 夜修直奔林泉水井 打了一桶林泉水 将自己手里的一瓶矿泉水空瓶给灌满了 装满林泉水后 夜修重新返回现实世界 王姐 准备好了没夜修 回到了中医科的一整场地 准备好了 王双双拿起一个手持喊话喇叭 晃了晃笑道 那就开始吧 夜修示意说道 这样真的可以吗 王双双领了 有点坠坠不安的小担忧 王姐你行爹 拿出 你考核我的三成功力 肯定就没问题了 剩下的你就交给我搞定就行了 夜修微笑鼓励王双双说道 当夜修提起考核之事的时候 王双双娇媚地横了夜修一眼 娇巧无瑕的脸上 红韵飞升 小区的各位居民朋友们 我们是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医疹医疗队 今天将在这里开展一个中医诊疗特别活动 活动内容如下 我们将给前来我们这问诊医疗的小区居民 提供最完美的医疗服务 我们郑重承诺 一切风湿类风湿骨病 三高患者 我们的医生都能给你最有效的治疗 让你的疾病得到明显的好转 如果治疗没有效果 我们将给这部分热心参与治疗的居民 免费提供东阳市东正国际大酒店包厢酒宴 一桌予以答谢 活动名额有限 先到先得 王双双娇媚动听的嗓音 从扩音喇叭放大播出后 效果真是无与伦比的 一时间 小区里顿时沸腾起来了 吃完午饭的小区居民 扶老邪幼 络绎不绝地 往中医科的一诊场地赶来 就连对面医科大那边的旧诊居民 也有一部分改换门庭 往中医科这边走了过来 先不说中医科这个活动的医疗承诺和效果了 小区居民几乎都是东阳市里的高收入群体 他们见多识广 都知道东正国际大酒店包厢酒宴的价值所在 这可真的是绝对的超值享受了 有时你有钱都吃不到的呢 吸引力绝对爆表 再加上王双双魅惑力十足的女生 双管旗下的宣传效果真的是不一般 短短15分钟时间 中医科这边本来先有问津的局面 彻底扭转了过来 将近100多小区居民围拢了过来 大家七嘴八舌询问着活动细节 特别是东正国际大酒店包厢酒宴的获取资格 阿姨 您膝盖和脚踝的风湿不算严重 叶修正在给一个由儿子推着轮椅过来的 年近七旬的老大妈瞧病 医生 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说我妈风湿病不重的医生了 你到底会不会瞧病我妈妈风湿病老是发作 最近连路都走不动了 你还说不严重大妈的儿子不满地质问叶修说道 阿姨 我给你做一个针灸治疗 完成后 包管你马上可以下地活动 无需轮椅了 叶修笃定说道 叶修通过透视异能已经看清楚 阿姨膝盖和脚踝经络里 湿气预堵情况还不是很严重 至少还没到量变积累 引发质变的病变阶段 通过乾坤造化针法混元器的修复治疗 恢复难度不大 叶修在阿姨和陪同她的儿子的质疑目光注视下 开始施展针灸治疗 叶修自带的银针多次使用 已经消耗光了 不过她去中医科 领取了好几代 专门用于针灸治疗的不锈钢针 针灸用针同注射用针类似 用过一次以后 基本就不再使用了的 这是为了避免病人间的二次病菌交叉感染 是为了病人健康着想 咦 医生 你针灸的技术真的太好了 我膝盖不疼了 阿姨一脸欣喜的神情 用手按了按膝盖换处说道 五分钟过后 叶修取出针 微笑说道 阿姨 可以了 你起来走两步 阿姨双手扶住轮椅 站了起来 在儿子惊奇的目光注视下 稳稳地在附近走了一小圈 医生 你的医术太了不得了 我这并不知道吃了多少冤枉药 花了多少冤枉钱 都没笑过 想不到你仅仅针灸 几分钟就给治好了 太谢谢你了 阿姨激动不已 连声对叶修感谢说道 叶医生 刚才对不住了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轻慢了你 感谢你治好了 我妈妈的风饰病 阿姨的儿子 恭恭敬敬给叶修 鞠了一个宫 郑重赔礼道谢 大海 你妈妈的风饰病 当真治好了 小区里认识的邻居 见状立即问道 当然是真的了 你看我妈妈 现在不用轮椅 走得多稳当啊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个常年依靠轮椅 才能活动老大妈 现在生龙活虎 一般在附近转悠 附近还抱着观望的态度 由于不觉得小区居民 立即呼啦围了上来 争着 吵着 要叶修给他们诊疗 叶修来者不拒 一个接一个 把前来就诊的小区居民身上 所患的风湿痛急 全部都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治疗 叶修在如此大频密的治疗强度下 混元器消耗 也是非常巨大的 好在他早有准备 每治疗完一名病患 叶修就喝一口淋泉水 略微调吸一小话 损耗掉的混元器 立刻就得到补充 这样做 虽然不能完全恢复补充 但有损有补 再加上叶修在使用 乾坤造化针法时 有所保留 治疗但求有效 不求完全治愈 死消笔长之下 自身混元器 勉强足够使用 在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里 叶修竟然一气呵成 连着给20名小区患病居民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针灸治疗 在叶修的桌子面前 放着几十张小区居民的名片 上面印着有 某某公司副总 某某公司总经理 某企业董事 某局的副局长之类的 无疑不是东阳市各阶层的社会精英 他们现在无疑不在想方设法 讨好和巴结业修 如今社会上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 金钱No 美女NoNo 权力NonOhNo 金钱 美女 权力这些都不算是最稀缺的资源 最稀缺 最宝贵的是健康 金钱 没了可以拒证 美女跑了大不了再换一个 权力这种东西 就更不靠谱了 因为没有人可以驾驭得了它 可以给你带来生活愉悦的 唯独只有健康 它能让你踏踏实实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健康这种稀缺资源是不可再生的 这世上唯有医术高超的名医和神医 能够增加它的保质期和延长它的存活期 而叶修正是这类医生 他可以给饱受病魔痛苦折磨的人减少痛苦 重新回到健康人的生存状态 这种医生 怎能不让人们为之疯狂和屈之若鹜的 小区居民都在疯狂求取叶修的联系方式 就连中医科的科室电话 现在都成为了小区居民争相索取的稀罕物 叶医生 你还记得我妈就在叶修忙于婉居热情的小区居民的 求取联系方式之时 一道清脆的女生传来 叶修抬头一看 有点惊讶说道 你是那个买我福传的美女 在人群中同叶修打招呼的女人 正是那晚在古藏原购买福传的周萱萱 周萱萱正式居住在江宾区里 她听到王双双扩音喇叭的宣传后 便过来瞧一瞧 不想就遇上了自己一直在努力寻找的 旧母恩人叶修 我叫周萱萱 这是我的名片 周萱萱满心欢喜挤进来 双手递上自己的名片给叶修 叶修接过名片 收进自己衣服口袋里 叶修的这一切举动 一旁的王双双近看在眼里 别人递上来的名片 叶修顶多随便看一两眼 就放在了桌子上 都没有收起来 唯独这个周萱萱递上来的名片 叶修不仅收下来了 而且还小心放进了衣服口袋里 王双双凭借女人特有的直觉 发现叶修对待周萱萱的态度 同其他 有着本质的不同 小燕 这位美女你认识 怎么不介绍给姐认识啊 王双双略带醋意 有点宣示主权的味道说道 王双双的话语 让周萱萱也不禁微微惊讶道 姐姐叶医生 这位是你姐姐吗 哼 不是 她是我同事兼领导 王姐 王双双 认识一下吧 这位是我的顾客 哦 不对 是伯乐 叶修给两位美女 互相介绍说道 在叶修和王双双的通力合作下 中医科医疹医疗队的 问诊看病人气暴涨 现在已经远甩对面 燕京医科大福院医疗队几条街了 见叶修中医科这边的 医疹轰动效果 远超自己一方 而且还看见王双双与叶修 频频亲密互动 屈红心在滴血 她恨不得过去 把叶修给大谢八块 以谢心头之恨 屈红现在躁怒异常 抓狂不已 又是摔杯子 又是踹桌子的 小燕 这次一诊进社区活动非常成功 社会反响非常好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也准备撤了吧 王双双对叶修说道 其实离下午下班时间 还有两个小时 王双双之所以要提前撤离 就是想切断叶修 与周萱萱之间的联系和互动 经过今天与叶修的接触 和互动合作 王双双对叶修好感度狂增 已经把叶修视为自己的好朋友了 既然是这样 王双双当然不想叶修 再与其他女子交往过密了 女人在这一方面都是一样的 都是很小气的 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周萱萱突然大声提议说道 双双 叶医生 既然你们收队回医院了 你们一诊大半天了 想必大家也都饿了 渴了 这样 今天就由我做东 请中医科所有一诊的医生 去东正国际大酒店吃一餐饭 怎么样 叶修刚想开口答应 哪曾想 一旁的王双双抢先应道 谢谢周女士的邀请 可是我们医院有规定 医生不能接受病人 或者病人家属的宴请 有这个规定吗 我怎么不知道 叶修抬头 看着王双双不解地问道 哎哟 王双双在桌子底下 踩了叶修一脚 用领导的口吻教训说道 你才来医院 几天呀 不懂的东西多了 回头借给你好好补补 这样啊 好可惜啊 叶医生 不如我请你去吃饭如何 就当感谢你救妈妈了 周萱萱一脸惋惜的神色 不过她并没有放弃 而是继续邀约 这回只邀请叶修一个人 好啊 我肚子正饿得呱呱叫呢 反正现在我刚被住院部除名 人事关系档案 还没转到中医科呢 严格来说 不算是医生 叶修高兴地答应了下来 不行 王双双反对叶修的决定 王姐 为什么呢 叶修不解王双双 为何就是不准 她接受周萱萱的宴请 叶修 我现在以中医科监察长的身份 正式通知你 你已经正式转入 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 你现在是一名光荣的 在职人民医生了 不能违反医院规定 王双双翘脸肃穆 一字一句对叶修说道 这样都行 这回叶修猛了 她没想到 王双双会祭出这个杀招 王双双一脸得意的神色 看向周萱萱 叶修 今天我就以朋友的身份邀请你 周萱萱也不是轻易说放弃的人 再一次邀约的 好 我们走吧 叶修迫不及待站起身 还没把腿迈出去 身旁的王双双 一把掐住叶修的大腿外侧肌肉 疼得叶修 差点惨叫出来 你有那么饿吗 王双双在叶修耳畔低声说道 王姐 这次我是硬朋友之邀赴约 医院那些破规定 就管不了我了吧 不过没等叶修走出去几步 身后王双双追了上来 小叶 我同你一起去吧 王双双的话语 让叶修和周萱萱 同时都吃了一惊 之前死不答应赴约的王双双 这是怎么了 竟然赶上来 还主动要求参加 王姐 你不是说 医生不能接受他人邀约的吗 叶修不解地望着身旁的王双双问道 我是担心 你酒后失态犯错误 违反医生的职业操守 断送自己的大好医生前程 王双双没有直接回答叶修的问题 而是用领导的口吻 教训叶修说道 这什么跟什么吗 叶修也是败给王双双的逻辑了 这样就太好了 双双姐能赏光我荣幸之志 你们稍等一下 我叫司机开车过来 周萱萱很有范地打了一个电话 五分钟过后 一辆银灰色的奔驰S级轿车 缓缓驶到休闲广场入口处停下 一名身着黑色西服 寸头戴着黑色墨镜的精状男子下了车 跑到后排把车门打开 站在车门旁等待周萱萱等人上车 什么没有包厢了我不管 叫你们李总接电话 今天我要宴请重要的朋友 一定要包厢周萱萱似乎遇到了什么麻烦 柳眉微醋 脸色略微不快 什么没有了李总 你这可不够朋友啊 周萱萱积聚的不满爆发了 萱萱不用为包厢之事费心了 你看这是什么夜修从口袋里 拿出了金光闪闪的至尊会员金卡 在周萱萱面前晃了晃 东正酒店的至尊金卡 你怎么会有这个的周萱萱 一眼便认出了夜修手中拿着的至尊卡 很吃惊地问道 某人送的 夜修淡淡笑道 好啊小燕 想不到啊想不到 你竟然敢接受病人家属礼物 我代表医院予以没收 王双双一脸俏皮的模样说道 还想伸手去夺取夜修手上的至尊卡 夜修哈哈一笑 巧妙躲过王双双的抢夺 重新把卡收起来 看着王双双笑道 我说领导 这可是我平日里最大的喜好了 我就耗那几口 你就行行好 高抬贵手 放过我了吧 不行上交 不交 快拿出来 就不 小燕 你胆子肥了 是不是看姐怎么收拾你 救命啊 王姐杀人了 夜修飞快钻进奔驰车 王双双随后紧追进入 两人在车里你抢我等 闹得不可开交 三人来到东正国际大酒店后 夜修出示至尊会员金卡 酒店全程大开绿灯 提供最到位 最极致的尊享服务 周萱萱 夜修三人 享受到的是国王般的服务待遇 夜修 想不到你的中医医术 竟然那么厉害 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 研习结束 周萱萱一脸钦佩的神情 看着夜修 由衷赞道 一道我只是刚入门 资质于乳 惭愧惭愧 萱萱谬赞了 夜修谦逊回应说道 就在这时候 周萱萱的手机响了 你说什么 唐教授把他研究开发的保健品 全权授权给你代理销售了 周萱萱有点惊讶和紧张 好 我马上就过来同你谈 周萱萱挂断电话 望向夜修 紧张的神情便舒缓了下来 欣然问道 夜修 你既然是中医出身 对各种食品和药材的食用价值 和药用价值 应当很清楚了吧 这个当然 中医吃饭的基本功了 不敢说精通 基本掌握是肯定的了 夜修不知周萱萱这么问世何意 不过对于这一点 夜修还是挺自信的 大学五年系统专业的学习钻研 夜修对于各种食材和药材的药性底细 几乎都门清了 况且 夜修还得到了造花玉佩里的医术大道传承 那就更是如虎添翼了 既然夜医生如此自信 萱萱有个不情之请 等一下我要去洽谈一笔新开发出来的保健品 销售代理权 我想请夜医生陪我一起去看看 为我把把关 参谋参谋 周总 你太高看我们小叶了 他哪有那本事啊 小叶你自己说说 有没有那个能耐 到时别给人家周总添乱 把生意搞砸了你就玩大发了 王双双想方设法 阻止夜修与周萱萱单独相处 这个不算什么呀 不就是保健品吗 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根本就不算是 萱萱你放心 有我帮你把关 你绝对不会被人哄抬物价吃亏的 夜修没有听出王双双话里的意思 反而大包大揽 一口硬成周萱萱 夜修的回答一下 就惹恼了王双双 在桌底下 伸手很掐一把夜修大腿 哎呦 夜修一脸痛苦的表情 望着王双双 不过王双双就像一个无视人似的 故意看向另一边 不与夜修对视 夜医生 你怎么了周萱萱注意到了夜修的异常 问道 没 我被一只母蚊子盯了一口 没事 夜修故意挤对王双双道 见夜修把自己比喻成母蚊子 王双双眉眼回事 瞪了夜修一眼 夜医生 明早六点前 你必须到中医科报道 我要对你进行随机考核 王双双知道 已经无法阻止夜修陪周萱萱出去洽谈生意了 只得另说道 六点报道王姐 可是六点天还没有亮啊 夜修文言当即吐槽道 夜医生 我现在是以中医科监察长的身份对你提要求 你只需要回答可以或不可以 我不想听任何理由 王双双再一次摆出了领导的派头 我可以有选择吗 夜修一脸无辜的神情 没有就这样 那我先走了 王双双优雅地起身离席 风臀一扭一摆地出了包厢 夜修看着王双双性感迷人的曲线背影 心里哀叹道 摊上这么一个狐媚霸道的领导 这下可有的瘦了 司机开车把周萱萱 夜修两人送到谈判地 东阳市郊的一处豪华私人会所 在会所大门外 左右分开站着四名高大精壮的西服男子 很有职业保镖的气势和派头 进入会所大厅 富丽堂皇的大厅 一名西服男子两手大展 翘腿坐在靠里的一张沙发上 派头十足 在该男子身后 站着四名穿着西服 彪悍精干的男子 这阵仗有点大 夜修感觉不像是谈生意 而更像是道上扛把子画室人来谈判来了 坐在大厅最里面 主座上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东阳市东正集团公司董事长银海的独生子 东阳市臭名昭著的四大花花公子之手 影致这人玩女人的手段可是恶劣多了 算得上是无所不用其极 只要是被他盯上的女人 就先有逃得出他的魔掌的 东阳市前些天各大媒体传得沸沸扬扬的女学生 跳楼自杀事件正是出自影致的手笔 影致使用卑劣的方法把人家迷倒 得手致人怀孕后就不管了 被祸害的女学生想不开跳楼轻声 造成一尸两命 周萱萱和夜修并肩进入会所大厅后 影致当即起身笑道 周总 你今天可是来晚了 按照惯例 你应该自罚三杯的呀 来来来 我今天特意为周总的道来 准备了拉斐酒庄的顶级红酒 周萱萱美目环视大厅 发现右侧远处 有三个生意场上的熟人 此时正围坐在沙发上交谈呢 他们对周萱萱的到来都不意外 只遥遥点头 示意打个招呼 周萱萱柳眉微皱 摇头说道 尹总 我今天来只谈生意 不谈其他 我不喜欢喝酒 走近后 夜修发现 茶几上针满的三杯红酒气息不对 除了有红酒特有的清新气息 显现以外 夜修还看到了一缕 截然不同的青紫色的气息 那种气息 明显与红酒飘散出的气息不一样 这酒里另有蹊跷 走近以后 夜修看清楚了那个营种的相貌 笑容中 透着营邪阴狠之气 这个人可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夜修快步上前 抢在周萱萱身前 端起茶几上的红酒 仰头咕隆咕隆扭意而尽 夜修洗练有道门 无上神功混元仪气绝 体内混元功能化尽天下任何气毒 尹之家在酒里的那点迷药 根本不可能伤害到夜修分毫 三杯拉菲酒庄的顶级红酒 就这么被夜修喝开水一般干光了 看得坐在对面的尹之 心里一阵搓火 这三杯红酒里 都被尹之动了手脚 下了迷药 就等着周萱萱上钩了 可就这么轻易 被夜修给搅合了 尹之心里那个不甘和可惜啊 火气蹭蹭 直往头顶上窜 尹之瞪着夜修 轻蔑地赤道 你谁啊 知道这是哪吗 知道这酒多少钱一瓶吗 夜修丝毫不理会影之的话语 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外的酒水 嘖嘖赞道 这红酒味道正啊 夜修目光看向茶几 就像发现了宝贝一样 两眼放光 哈哈笑道 原来这里还有一瓶 好酒不能浪费 我先干为敬 夜修在影之目瞪口呆的表情中 举起红酒酒瓶 仰头咕噜咕噜喝了个底朝天 一干二净 末了 夜修还意犹未尽地伸出舌头 舔了舔瓶口 打了一个酒隔 一脸满足的表情问道 真是过瘾 还有没有 这啥笔是谁啊 这瓶红酒十五万美金的啊 你以为是张玉杰百娜啊 影之已经被夜修气得抓狂了 周萱萱皱眉眉说道 影之 嘴巴放干净点 她是我的朋友 大不了这酒我副长 影之见周萱萱发话了 心里就是再不甘心 也不能在女神面前试了风度 影之心道 周萱萱 等老子上了你以后 咱们心脏就脏一块算 我要用七十二十狠狠干你 让你在我的胯下颤抖 有夜修在自己身边 周萱萱心里安定了许多 虽说夜修一上来 就抢酒喝的举动 在一般人眼里有点貌似 但周萱萱并不这么看 她反倒觉得 秦萧这么干 挺帅真可爱的 影之 我们废话少说 来谈唐教授开发的 保健品的销售代理权吧 周萱萱不想跟影之 这种纹固公子哥说 太多工作以外的废话 周总 我同你实话实说了吧 在你来之前 蔡总已经给出了一亿的开价 周总你的开价 要是低于蔡总的价格 那我们就没必要继续谈了 影之十分得意地侃侃而谈 似有一副 将太公稳坐钓鱼台 愿者上钩的做派 国内保健品行业 虽然竞争惨烈 产品名号繁多 可真论其品质和功效 双过硬的产品 还真是凤毛麟角 这就是今天影之感 这么嚣张的原因 影之 我想看一下产品实物 还有产品说明书 周轩轩并没有因为影之话语 而自乱阵脚 而是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 先验证一下产品 他也想听取一下身旁夜修的专业意见 这是唐教授研发出的 保健品产品实物和产品说明书 影之将一瓶药品摆放在茶几上 周总 我有必要提醒你 唐教授研发的这款保健品 可是在国内外同类保健品市场中 独树一帜 没有竞争对手的哦 现在 不仅国内有多家实力雄厚的公司 争抢代理权 就连国外的公司也蠢蠢欲动了 影之一副稳操胜券的模样 看着周轩轩 周轩轩没有搭理影之自吹自雷的话 而是拿起产品和说明书 递给身边作者的夜修 夜修接过产品说明书 只略浏览一眼 打开瓶盖 闻了闻保健品的味道 微微一笑 摇了摇头 富尔对周轩轩小声说道 这个保健品品质不行 就连几位主要的药材药性 都没有挖掘出来 那些说明书上著名的作用和效果 纯熟夸大其次的吹嘘 周总 你的这位朋友 怎么不介绍介绍 他似乎很懂行影 之似乎也觉察出了 夜修在这场谈判中的重要性 夜修 中医 夜修自报家门说道 夜修给出自己的专业建议后 便扭头环视会所大厅 他忽然间两眼放光 在大厅另一角落里 发现一张麻将桌 正好三缺一 心里不由一喜 起身搓着手 对周轩轩说道 轩轩 你们接着谈生意 对于生意我一窍不通 我去那边过过手艺 夜修说着 快步来到麻将桌旁 自来熟 刚想拉椅子坐下 蔡老板在得到影致眼神示意后 来了夜修一眼 急笑说道 你什么身份 有什么资格 同我们做一期打麻将 有多远你就给我滚多远 夜修硬顶说道 牌桌上只论本事 不问出身 再说了 不就打个牌吗 别搞得像要划分阶级成分似的 都还别说 网上追溯三代 大家都一个样 都是农民 蔡老板见讥讽完全没用 自己还被夜修喷了一脸 觉着脸面上下不来 蔡老板冷声哼道 穷小子 我们这打得可都是一万RB一子的 不是一块 你那点微博工资 够塞牙缝吗 我劝你还是十十五点 不然等下输个底朝天 没钱吃饭 饿死街头 哈哈 秦霄指着蔡老板说道 老小子 你等着 只见夜修快步走到周萱萱身边 笑道 萱萱 和你商量个事 周萱萱硬道 说 你能不能借给我十万八万的 我手头有点紧 等下就还你 周萱萱转头看了一眼夜修 皱眉道 不要学人逞强 夜修故作委屈状说道 萱萱 你也听到了 不是我惹是逞强 是别人踩到头上了 疏可忍神也不可忍的呀 人争一口气 佛兽一炷香 周萱萱叹了叹气 从随身手包中 拿出三达红艳艳的百元大钞 交到夜修手上 这是九万元 量力而行 萱萱最好了 爱死你了 走了 回到了麻将桌前 啪一声 将九万元RB现金 狠狠拍在桌子上 说道 来来来 赶紧开牌 我早已饥可难耐了 蔡老板得到远处影制的首饰示意 铁了心要对付夜修 蔡老板朝同桌另外两名男子弩弩嘴 眼神示意后 起身说道 等一等 你看清楚了 桌面上 我们每个人 至少都有大几十万现金 你才九万 万一你赔不起怎么办 我们打牌的规矩 可是盖不设账的 要不然这样 我们也知道 你挣点钱不容易 也不逼你了 你输一子 就脱一件衣服 凑数如何 夜修看了一眼 同桌另两名男子 两人都点头附和蔡老板的提议 夜修一拍桌面 斩钉截铁说道 脱就脱 光脚的还怕穿鞋的呀 不过 我丑话说在前头 你们定的规矩 你们要是输光了 没钱付账 一样也得脱啊 这穷小子太尼码逗逼了 我们会输光好 就这么说定了 我倒想看看 你有几斤几两 蔡老板胸有成足的应声答应道 清一色 对对胡子摸二十番 给钱给钱 刚打第一把 夜修就来了个大胡 一把就入账六十万 每人二十万 蔡老板当即就猛了 大胡 邪门 第一把打完 桌面上 夜修的现金数额 跃升至第一 第二把 没等多久 夜修大声喜悼 十三腰自摸十番 给钱给钱 夜修第二把 再次入账三十万 每人十万 蔡老板这下坐不住了 频频擦喊 在夜修透视演艺能面前 蔡老板三人手中的牌 几乎就是透明的一样 就算他们想联手算计夜修 也是枉然 五万 蔡老板小心翼翼 打出一张牌 刚没想到夜修正等着他呢 蔡老板 杠上开花哦 要是这把我胡了 你就得包三家哦 夜修调侃对面 已经有点慌了神的 蔡老板说道 蔡老板瞪着一双鱼 抛眼摇头说道 穷小子 老子就不信你手气 一直都能这么好 哈哈各位观众 清一色 杠上开花夜修啪一声 将摸到的胡牌 拍在桌面上大笑说道 蔡老板文言惊奇 看清楚结果后 整个人便软瘫在椅子上了 蔡老板 包台一共是四十五番 四十五万 谢谢老板 夜修一把将蔡老板桌上 一大大现金 全部捞到自己这边来 蔡老板 数目不对啊 还差十万 一万脱一件衣服 十万就脱时间夜修笑着说道 刚才就信蔡的这个老小子 叫得最凶 狗眼看人低 夜修也乐得 看他当众出丑 就当是给他点教训 现在是初秋节气 大家普遍都穿得少 实践衣服脱完 真得就赤条条 坦诚相见了 蔡老板 不用担心 我借你十万通桌 另一名中年男子 将一打百元钞票 推到蔡老板桌旁 喂 你们这是犯规哦 夜修不满的赤道 我们愿意借钱 你能怎样借钱的男子 态度非常嚣张 你们这样明白着 就是联手欺负我一个了 夜修非常不满 我们就欺负你了 怎么地吧 你一个穷鬼 能怎么样有本事 把我们的钱全阴光啊 几人已经不要脸了 肆无忌惮讥讽夜修说的 夜修那边闹腾出那么大动静 周萱萱这边也谈不下去了 况且 在听取了夜修给出的专业意见后 周萱萱对这款保健品的销售代理权 也没多大兴致了 影志 今天我看就先这样吧 我们以后再说 周萱萱起身告辞 周总 你这个朋友排气挺不错 我今儿手有点痒 你把他留下来 同我切磋一举怎么样 影志看向夜修的目光中 满满的都是怒意 他要是愿意 我就没问题 周萱萱顿了顿 看着夜修大声喊道 影总想留你搓一局 你留吗 夜修目前手气正旺 大杀四方虐菜中 有人来送钱 他哪里会拒绝 大声应道 周总 你先回车上休息 一举很快的 我马上就来找你 周萱萱指得独自一人离开客厅 玲珑曲质的身材 走起路来 小屁屁一扭一摆的 看得夜修热血上涌 秦霄瞄着周萱萱S型的完美曲线 左手轻轻依着周萱萱身体曲线 挥滑了一个弧度 做了一个老汉推车迎来送往的剑动作 嘴上还欧耶 很销魂的轻哼一声 夜修的一举一动 影志全看在眼里 他现在恨不得把夜修给揍趴下 我影志看上的女人 你这个穷医生也敢觊觎 老子今天不把你废了 我就不信你 影志过来 替了已经输光现金的蔡老板 开打之前 影志私下同另外两人示意 要联手算计情销 影志取出了一百万现金作为筹码 现在同桌四人名面上的 现金情销算是最多的 一百三十万 另外两名中年老板 都是六七十万上下 重新开牌以后 夜修手气依旧非常旺 简直烫到不行 无论影志三人如何联手算计 夜修均能轻松一一化解 不销一个小时 一局都还没打完 夜修大杀四方 势不可挡 连胡九盘 将影志三人桌面上的现金 几乎迎光了 影志看着高高兴兴收钱的夜修 不禁怒火中烧 完音的 弄不过夜修 那就只能来点简单粗暴的了 影志高声招呼他的几名保镖过来 夜修看见四名西装革履 牛高马大的保镖跑过来 指着几人便嚷嚷道 我说你们 快去帮我找一个能装钱的口袋过来 迎钱也是烦 影志阴冷地看着夜修 怒喝说道 臭小子 你想得还挺美 过来给我狠狠揍这小子 放开了打出了是我负责 四名撞兽的保镖高声答应后 便一左一右 朝夜修包抄奔袭过来 夜修见状 嘴角浮现一抹不屑的笑意 不退不闭 反而快步迎了上去 左边攻上来的保镖 一记力道十足的摆拳 击向夜修的心窝 右边攻上来的保镖 则是急不起腿 踹向夜修小腹部 这一脚虎虎生风 迅疾无比 两人拳脚熟练 力量不弱 一看就是专业练过的 令人惊掉下巴的一幕出现了 面对两名保镖的重击 情消神情轻松淡然 众人只觉得 眼前人影闪了几下 四名彪悍的保镖 已经全部烫下了 连哼都没来得及哼 尹之间夜修竟然这么厉害 不由得大为惊慌 只见他大声狂喊 快来人啊 救命啊 会所大门外站岗的四名保镖 闻声当即冲了进来 不过这也纯熟送肉的 于事无补 夜修再一次轻而易举地 放翻了尹之召唤的 最后四名保镖 这八名保镖 尹之可是委托熟人 从国内最专业的保镖经纪人公司 高薪挖过来的 这八大金刚 是尹之七男霸女 作恶的最得利帮凶 尹之今天本来是想迷晕周萱萱 然后来个霸王硬上攻的 至于周萱萱带来的保镖和司机 尹之准备让自己手下的八大金刚 武力解决的 八人的本事 尹之是亲眼目睹过的 一般皆是混混 十个是奈何不了他们的 他们每一个 都是以一敌十的狠角色 可今天是怎么一回事 叶修根本就没有怎么动过手 汗都没有出 八名保镖就被打趴下了 难道有鬼 尹之越想就越是害怕 趴叶修一闪身 便到了尹之面前 反手就是一巴掌呼了过去 尹之白金的脸蛋 顿时红肿一片 尹总 你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 怎么请的保镖那么弱鸡 我都还没有热身 就已经全趴下了 我可没有扔肥皂 秦霄调侃道 求你放过我 你不就是想赚钱吗 我有的是钱 周萱萱给你多少 我出双倍怎么样 三倍过来我这边 尹之情急之下 想祭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招数 收买叶修 三倍 嘖嘖嘖 好多小钱钱哦 实话实说 我是喜欢钱 但我不喜欢你这个下三烂的活 叶修话音未落 反手又是一巴掌 互相尹之另一边脸上 尹之现在脸肿得像一个猪头 叶修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今天得罪我 日后你就后悔莫及尹之收买未遂 祭出最后一招 恐吓 草 等蛋球的日后 你信不信 今天我就捏爆你蛋蛋 让你永远变弯的 叶修说完 一招仙人摘逃 将尹之的蛋蛋捏在手中 稍一用力 尹之就惨毫跪地 痛得T四横流 浑身哆嗦 不住地求饶 不敢再同叶修嘴硬了 尹之可不敢拿自己下半辈子的幸福做赌注 万一惹恼了叶修 那他就真的追回莫及了 当叶修拎着满满一个旅行包的现金 从会所里走出来的时候 周萱萱立刻开车门下车 一路小跑 迎了上去 叶修 你这么久没出来 我真的好担心 刚才我看见尹之手在门外的四个保镖冲进会所 我就更害怕尹之会对你下狠手 要是你再不出来 我就要报警了 周萱萱跑到叶修面前 惊魂未定地向叶修诉说着自己心中的感受 萱萱 没事 尹之那浪荡公子哥 想要收拾我 他还嫩点 叶修霸气地硬道 你手里拎着的袋子里 是什么周萱萱 这才注意到叶修手里 提着一袋沉甸甸 鼓胀胀的旅行带 哦 这是尹之赔付给我的精神抚慰金 叶修放下旅行带 花一声 拉开旅行带的拉链 入眼处 竟是红艳艳一大片的老人头钞票 这么多 就连见惯钱的周萱萱 乍一看之下 也是吃惊不朽 眼嘴惊呼道 萱萱 这是十万 连本代理还你的 叶修拿出十万元 塞到周萱萱手上 周萱萱把钱收进自己手袋里 看着叶修笑道 叶医生 看不出你还蛮有商业天赋的 才这么一会儿 就从影制那个难缠的恶人手里 赚到了那么一大笔钱 怎么样 考虑考虑 来我公司帮我好吗 赚钱与我如浮云 我平生最大的梦想 就是当一名能为全天下病患 解除病痛的性灵国医 叶修微笑晚 聚周萱萱的言懒 两人上了车 周萱萱微笑说道 叶修 你今晚赚了那么多 不请我去酒吧喝一杯 庆祝庆祝吗 今天时间太晚了 明早我 还得赶早上班报到呢 改日吧 叶修一想到 王双双明早六点报到考核的交代 头就不由得有点疼了 对了 萱萱 我刚才看了看 那个什么唐教授研发的保健品 品质真不是一般差 几位药材和食材 提取物 不仅根本无法相辅相成 而且还存在相互内耗打架的现象 最要命的是 那几位主要的药性 完全没有提炼充分 根本就一无是处 就这种垃圾保健品 也那么好卖 叶修不解地说道 叶修 你知道吗 随着国内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大家都更为注重养生了 国内保健品行业规模 早已突破3500亿 专家预测在不久的将来 最多也就三五年时间 国内保健品行业的规模 将达到1万亿 周萱萱的话 让叶修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触动 中医与西医最大 最根本的不同就是 西医注重治病控制 而中医注重养生预防疾病 国内保健品行业发展如此快速 国民对高品质的保健品 渴求非常急迫 要不然 市场上那么多烂鱼冲树低劣保健品 都大赚特赚的 进军保健品行业 发扬中医的优势和特点 充分发挥自己医术的特长 让更多患病的人 得到最有效的帮助 叶修回到四合院 进入自己的仙界果园 又一批樱桃 到了丰收的时候了 果园到处是樱桃果 红彤彤的艳色 叶修看到自己仙界功德积分栏里的积分 长到了24分 大喜 叶修立即调动神石 生长速度提升100 恭喜你 你的果园获得自动采摘功能 消耗掉石功德积分 将果园土壤肥沃度 提升到两极果园 果树作物产量提升时 增加时出现高品质果实的几率 叶修完成果园建设后 看着功德积分栏里 锦鱼的四分 摇头苦笑 奋斗这么多天攒下的功德积分 一眨眼时间就挥霍光了 功德积分比钱还难赚 也更不惊花 次日黎明 叶修刚完成混员工修炼 出门便往医院急奔 进入门诊大楼15层中医科后 叶修静止奔到王双双的监察长办公室 王姐 我今天没迟到吧 进入办公室后 叶修抬头望着墙壁上的挂钟笑问道 小燕 昨晚和萱萱妹妹玩得还尽兴吧 是不是怪姐打扰了你的清梦 把你从温柔乡硬拉出来的王双双 用颇为优怨语气 也与叶修说道 说完 媚眼还优怨地横了叶修一眼 王姐你误会了 昨晚我是裴萱萱去同仁谈保健品代理销售合同 谈完合同 我们就各回个家了 我不还一直惦记着 王姐你今早的考核吗 叶修走到作者的王双双身后 给王双双做双肩中医按摩 不得不说 叶修拍马屁线殷勤的功夫没白做 只一会儿 王双双就舒服地闭上了双眸 完全沉浸在叶修高超的按摩手法之下 算你小子还算有良心 姐没白疼你一场 起得早 走得匆忙 没吃早餐吧 没呢 王双双指了指 放在自己办公桌上的一个餐盒说道 好脸 姐你真好 叶修心里暖暖的 走到办公桌前 打开餐盒 里面是一份热气腾腾的三鲜粉 在一个独立的小餐盒里 还有两块煎好的八成数的荷包蛋 真的太丰盛了 叶修当即坐下 开吃 好吃 太好吃了 姐 想不到 你不仅人长得美 厨艺也了不得呀 行了 好好吃你的吧 嘴真甜 王双双得到叶修包赞 从里到外都乐滋滋的 连汤都喝干净 一滴不剩 就在这时候 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 因为这是在王双双的办公室里 叶修不便乐祖带袍接听 只得等王双双起身过来接听 宁副院长 您找叶修有什么事情吗 王双双一边接着电话 一边用匆匆誉指点动着叶修的手臂 好好好 宁副院长您别急 我马上叫叶医生过来接电话 王双双阁下电话 手指着电话 示意叶修快接 喂 宁副院长 我是叶修 叶医生啊 现在住院部急诊室转院 送来一位比较棘手的病人 你快点赶快看看 电话那头 宁副院长语气急促说道 想是遇到了什么大麻烦 宁副院长 我现在早已被住院部除名了 没脸再去住院部了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叶修说完 啪一声当即挂断了电话 有麻烦是想起我来了 利用完了又扔一边 我又不是马桶刷 你们爱谁谁 老子不伺候了 挂上电话后 叶修倚靠在座椅上 双脚搭上办公桌 悠闲闭目养神 嘖嘖嘖 小叶 看不出来啊 你那么有男子气概 竟然敢同宁副院长那么讲话 而且还敢挂他的电话 王双双像是发现新大陆一般 惊奇地看着叶修说道 王姐 你就别逗我了 我在住院部受的窝囊气 你又不是不清楚 他们这么搞法 根本就不尊重人 我要是服软了 今后只不定会被他们 怎么变本加厉地羞辱呢 叶修愤愤不平说道 小叶 你可知道 宁副院长不仅分管着住院部 他的学生 还是医院人事科的科长 你今天若是与他闹掰了 关系搞僵了 你以后在医院还怎么发展 你想过没有王双双 点出其中的厉害关系 提醒叶修说道 有权就可以不顾黑白是非 随意欺负人了 其他人怎么选择我不管 我叶修就不吃他们 这一套 不能为了一碗饭 一份工作而坏了 做人该有的气节 若真有本事 天下之大 哪里不能施展拳脚 闯出一片新天地出来 叶修这些天 在住院部也瞧清楚 悟通了 医院就像是一部 精密运转的机器 每一名医护人员 在其中不过是一枚螺丝钉 最多不过是一枚 稍微重要些的零部件而已 不管你是螺丝钉 还是零部件 最终你必须无条件 服从于这部机器的 运转规律和规则 000桌上的电话铃声又响了 叶修这一次 干脆闭上了双眼 来个眼不见为敬 王双双轻轻叹了一口气 他没想到叶修这么倔强 说的好听点 是有点过于理想化 现实世界那么残酷无情 像叶修这么坚持自己 做人原则和理想的人 是少之又少的了 几乎都已经绝技了 因为这么做你 需要付出的代价 实在是太大了 大到很少有人 能够承受得住 喂 宁副院长 您不要发火 叶医生昨天在住院部 受到了不公正的粗暴对待 年轻人嘛 谁都没有一点脾气嘛 希望您能理解 不要同他一般见识 王双双在电话里 尽力为叶修斡旋说好话 让叶修少吃亏 000 王双双才把宁副院长安抚完 桌上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就像是催命符一般 让人不得消停 王双双无奈 拿起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了吴院长的声音 小王啊 请叶医生过来听电话 吴院长都亲自打电话过来了 王双双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把叶修扯了起来 捂住电话对叶修说道 小叶 这是非同小可 你不要再闹脾气了 好好说话 叶修知道王双双这么做 完全都是为了自己好 只得点头答应 接过电话 喂 吴院长 我是叶修 叶医生 你的事情我也是今早才知道 杜副主任这是做的不对 我已经眼里批评他了 从即日起 恢复你在住院部的工作职务 这样 住院部接受一名 从其他医院转院过来的病人 病人情况特殊 你能不能过来看一下 吴院长的一番话语 让叶修心里舒坦多了 他立刻应承道 吴院长 我马上就过来 挂上电话 叶修起身往门外跑 临出门前 转过身对王双双说道 王姐 你今天真美 美呆了 滚王双双红唇清起 心里却是喜滋滋的 住院部及诊室里 聚集了第一人民医院 各大科室的专家教授 和科室领导负责人 就连医院的几位院长 都清零现场 大家聚在一起 如临大敌一般 病床上 一名黄发碧眼的外国男子 睁着双眼 正宜动不动躺着 在他病床边上 一个涂脂抹粉的外国男人 正在喋喋不休地 指责医院的安排 你们这么多医生 竟然连贾斯丁先生的病症 都查不出来 我警告你们 要是因为你们医院的无能 致使贾斯丁先生疾病恶化 我会向大使馆投诉 和控告你们 让你们医院名声扫地 让你们医院关门歇业 你们统统滚蛋失业 亚当斯先生 请你相信我们医院 我们会妥善安排 贾斯丁先生的治疗的 吴院长不得已 指得亲自出面安抚说道 贾斯丁是欧美流行乐坛的 天王级巨星 来华夏旅游度假之时 患上了一种不知名的疾病 全身僵硬 失去了最基本的行动力 他的经纪人兼生活助理 正是那位在急诊室里 喋喋不休指责 抱怨的亚当斯 就在急诊室众人 一筹莫展的时候 叶修推门进入 吴院长一看见叶修 立即就输了一口气 迎上去说道 叶医生 这位贾斯丁先生 不知道是患了什么疾病 全身僵硬 动弹不得 医院所有检查仪器 都查不出病因 你有办法吗 吴院长语气很是无奈 这个病人所患之病 真的太奇葩了 他从医大半辈子了 从没有遇见过 再加上中医科的老中医 有着国医圣手之称的皇主任 进京开会未归 他现在能够倚重的 就只有曾经崭露头角的 中医科新贵叶修了 我尽力吧 叶修走到病床前 给贾斯丁耗卖的同时 仔细观察他 全身经络脏腹状况 三分钟过后 叶修转身对一旁 仍然在不停指责 抱怨的亚当斯断然说道 请你安静 这里是急诊病房 你要是不想贾斯丁先生 病情好转 你就继续折腾吵闹 叶修的话 不仅让亚当斯愣住了 也让整间病房里的 医生们惊呆了 叶修这个小小的住院医生 竟然在众位医院大佬面前 出言斥责他们 都不敢得罪的人 这不得不让在场的 医院大佬医生们 刮目相看的 你是谁呀 你这么年轻 毛都没长齐 吴院长 我抗议 我向你投诉 你们医院竟然使用一个菜鸟医生 为贾斯丁先生治疗 你们等着 我要让你们统统下党失业 亚当斯被叶修当众斥责 怒火更胜 闭嘴别影响我的治疗 叶修受不了亚当斯 近在咫尺的咆哮了 扭头望着亚当斯大声喝道 你干什么谁能告诉我 这个菜鸟手里拿着绣花针 究竟要干什么亚当斯 看见叶修从针带取出细长的不锈钢针后 当即经问说道 亚当斯先生 你现在情绪极不稳定 我请你到外边等候 不要在里面影响我的治疗 叶修没有理会亚当斯的问题 而是直接请对方离开急诊室 我就不出去 气死你气死你亚当斯摇头晃脑 对着叶修故意说道 样子很是嚣张 不出去 我就拿手上的绣花针 把你这张臭嘴给缝上叶修 拿着不锈钢针 在亚当斯面前晃了晃恫恶的 我抗议吴院长 我要投诉他 真是太野蛮了 亚当斯音调阴阳怪气的 模样也是扭泥作态 让人恶心 倒胃口 亚当斯先生 你的病也不轻 我建议你去做个检查 不要自己耽误了自己 叶修丝毫不畏惧 大声当众说道 笑话我有病你才有病 你全家都有病 亚当斯像是被刺激到了 转过身盯着叶修吼道 声音高亢尖利 不像是一个男子该有的嗓音 叶医生 你不要乱讲话 医生说话要负责 不能由这性子来 宁副院长站出来 指责叶修说道 宁副院长看向叶修的眼神里 透着几分不满 估计是之前叶修在电话里 不买他的账 让他觉着很没有面子 我说他有病 当然不是信口开合乱说了 亚当斯先生 身体确实有病 叶修并不因为对方是副院长 而未缩退却 而是坚持几件大声说道 哦 敢问这位菜鸟医生 我究竟生患和病 你要是说不出个随然来 我就去省卫生厅投诉你 让你卷包袱滚蛋亚当斯 有恃无恐 瞪着叶修嚷道 亚当斯先生 你确定 让我当众说出你的病情 怎么耸了没本事 你就立刻跪下同我道歉 心许我会心软放你一马 不然 哼哼亚当斯 看着叶修得意冷笑道 亚当斯先生 你经络气血紊乱 荷尔蒙分泌失调 精神长期存于亢奋状态 失眠健忘 情绪造劲 叶修一字一句 清清楚楚大声说了出来 亚当斯一脸猛神地瞧着叶修 气势瞬间减弱了许多 似是被叶修点中了病症 够了你就直说了吧 我究竟的是什么病 亚当斯出声打断叶修的话语 吼道 很简单 你所患的病 医学上称之为 性别认同紊乱症 还有你那方面 欲望过于强烈 导致你气血两亏 我建议你今后控制着点 不然气血两虚过剧 任何药食都就不了你 叶修的话音一落 当然当即抱着脑袋 羞愧难当地喊道 求你别说了 别说了 亚当斯话还没有说完 人就跑出急诊室了 急诊室里所有医院大佬们 此时更加地对叶修另眼相看了 如此难缠 屋里的经纪人亚当斯 被叶修几句话就给打发了 就连对叶修不满 看不惯的宁副院长 此时也指得信心站回人堆里 没脸再为难 责怪叶修 没有了亚当斯的呱躁 急诊室安静了下来 叶修失真只不过十分钟 便收贞说道 叶修仅仅两针下去 就能把贾斯丁身上的怪病给治好了 贾斯丁先生 您下床活动活动 叶修微笑鼓励 躺在病床上 一脸不可置信表情的贾斯丁说道 贾斯丁在医院大佬目瞪口袋的眼神 注视下 起身下床 独自行走 甚至蹦跳 完全都没有任何问题 行动如常 中医太厉害了 针灸太神奇了 贾斯丁上前拥抱叶修 感激地赞道 不仅如此 贾斯丁还主动请求叶修 与他合影留念 他说 他要永远珍藏这份记忆 华夏的中医医术 让他吃惊不已 合影拍照结束 吴院长站出来问道 叶医生 你给大家说说 贾斯丁先生 究竟患的是什么病 贾斯丁也是一脸期盼的神情 望着叶修 希望聆听他的高论 贾斯丁先生 长时间户外运动回到酒店以后 户外天气炎热 回酒店后 又立即泡了冷水走 炸热炸冷 事后还贪图凉快 长时间近距离吹着空调的冷风 这就导致了体内经络湿气郁节 加上风邪清体 碎染病动弹不得 叶修说完 众人方才恍然大悟 不住点头称事 不过此时宁副院长很不服气地站了出来 博斥说道 笑话 泡个冷水走 吹个冷风就全身僵硬了 我大冬天的 还下河冬泳呢 怎么就一点事都没有 个人体质不一样 宁副院长老当一壮 身体养火旺盛 冬泳自然是没事了 而贾斯丁先生 身体本来就属于阴寒体质 再加上旅途劳累 水土不服 这才会抵挡不住风邪侵蚀 叶修的话音刚落下 急诊病室里 吴院长带头鼓起掌来 一时间掌声热烈 质疑叶修的宁副院长 这时也没有任何话语反驳了 值得再次低头 信信退回人堆里 叶医生 你的中医医术太棒了 论起中医医术 在这家医院 除了黄主任以外 我还真没服过谁 今日你的表现 可让我们大家大开了眼界了 吴院长非常满意 叶修在这次急救中的优秀表现 当着医院各个科室专家教授 和领导的面不令夸赞说道 吴院长 请您过来 我同你说个事 叶修走出急诊室 看着吴院长喊道 小叶 有事你就说 吴院长 我不想在住院部工作了 我想回中医科上班 还是干回自己的老本行顺手先 小叶啊 你是不是还在为住院部 受到的委屈不快这样 我立刻叫杜副主任 给你赔礼道歉 吴院长说完 便转过身 大声招呼您副院长叫人 吴院长 您误会了 那是过去了 就算了 我学的是中医 只有在中医科 才能如鱼得水 希望吴院长答应我的这个请求 既然你已经有了决断了 我就不强人所难 我同意你的转科请求 几科长 你马上帮叶医生 办理转科调动手续 和转证手续 吴院长转过头 立即吩咐说道 老吴 叶修才刚来医院上班不足一个月 现在就给他转证 有点不合规矩吧 宁副院长阻止说道 规章制度都是人定的 该变通就得变通 不能死脑筋认死里 再说了 医院不是养老院 如果都只靠一位熬 丑媳妇熬成婆 那不就一笑大方了吗 人才难得 叶医生虽然只入职几天 但他的医术 我想在场诸位都看到了 这样的人 若是不够资格转证 试问我们医院 谁人还有资格 吴院长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语 让急诊室里众人 都惭愧低下了头 就连持有不同立场的 宁副院长也哑口无言 只能默认 回到中医科 王双双缠着叶修 让他讲刚才急救室那边 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就在叶修回来前 医院人士科的齐科长 把电话打到了王双双的办公室 通知他说 叶修已经获得转证资格了 可以独立做诊给病人看病了 王双双接完电话后 震惊无比 在三家医院 新入职的医生 想要获得医院的认可 得到正式的医院编制 获得转证 少则一年 多则两三年 像叶修这种 新入职仅仅不到一个星期 就获得编制的事情 王双双是从未见到过的 就连听都没听到过 这是中医科马廊道上 忽然来了一群人 男女老幼都有 人数至少二三十人 这里是中医科外科 今天是蒙俊蒙副主任医生做诊 看病请把病例本案 顺序放在服务台上 届时 我会按先后顺序通知你们 在哪里 我们是专程找他瞧病的 其他医生不考虑 蒙俊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散散步 就听到了让他神伤郁闷的话语 这一波二十多人 都是同一个小区的居民 他们都是仰慕叶修的医术 专程结伴前来找叶修看病的 蒙副主任 这怎么办服务台的护士也是猛了 这种事情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呢 竟然有人牧名前来 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医生看病 而且还非他不行 去把叶医生找来 蒙俊 今天当职坐诊 没想到就遇到让他郁闷神伤之事 他一个堂堂中医科外科副主任医生 在病人眼中 竟然还不如叶修这么一个 刚入职的不起眼小医生 叶修从王双双办公室里出来 刚走过来 这群结伴前来看病的小区居民 便迫不及待地围拢了上去 叶医生 上次一诊 你给我妈妈针灸治疗完后 我妈妈的风势病 就有了明显好转 真是太感谢你了 今天我向公司请假 特意把我爸爸也带来给你看看 我爸爸早年当兵 落下了老寒腿的毛病 每到刮风下雨的天气 就酸疼得厉害 求你把我爸爸治疗 一名西装革履的精干年轻男子 快步走到叶修跟前 做事欲向叶修跪下 恳求说道 叶修抢先一步扶住 要不然 这名年轻男子便跪下了 你就是那个坐着轮椅的阿姨的儿子吧 叶修认出了该名男子 正是一诊时 推着坐着轮椅的妈妈 过来 让叶修看病的男子 当时他对叶修的医术水平 是持怀疑和不懈的态度的 时过境迁 现在他成为了叶修的铁杆死忠粉 对叶修的中医医术 非常的崇拜 既然大家这么相信我 那我就帮大家看看 大家排好队 一个一个进来 叶修走进中医科外科门诊室 蒙俊就站在门诊室大门口 万分极度地看着叶修 给病人们诊病治疗 他心痛啊 叶修的到来 不仅抢走了本因属于他的风头 最让他恼怒的是 叶修还抢走了 他一直苦追的女神林楚楚的芳心 现在林楚楚对蒙俊已经完全无视了 有事没事 多爱来中医科找叶修 这让一向高傲自负的蒙俊 更加的嫉恨叶修 蒙主任 怎么不进去宁守信路过 看见蒙俊站在门诊室门口不进屋 有点奇怪问道 你不见人家已经战伤为王了吗 我进去干什么 给人当罗罗使唤吗 蒙俊酸溜溜硬道 蒙主任 你还别说 那个叶修还真不一般 我刚听我叔叔跟我说的 叶修今早在住院部大出风头 治好了一个重要的外国友人 现在叶修了不得了 吴院长都为他打气撑腰 当场给他转正 宁守信的话语 更加刺痛蒙俊脆弱的自尊心 他看向叶修的目光中 全是恨意和妒意 蒙主任 想要治叶修也不难 你看叶修给病人诊病 从来不开检查单 治疗也极少开成品药 要是咱们医院所有医生 都像叶修这么诊病和治病 脸上闪过一丝阴狠的笑意 守信 我们就抓住这一点整治叶修 你去和你叔叔说 我给你们当人证 这一次我就不幸治不了叶修 哼 给江兵小区的二十多人诊疗完 也到了医院下班的时间了 叶修走回自己的四合院 那天一诊复验后 叶修忘记 去取自己的电动三轮车 等第二天去取的时候 三轮车早被贼给开走了 进入仙界果园 叶修发动九药聚灵阵法 开始席练混员仪器诀 昨天叶修在席练混员工之时 就隐隐感觉自己 身体经络各处关爱壁垒 有突破的迹象 叶修于是满心期待地 开始了新一天的修炼 一小时行宫接近尾声 叶修头顶百会学 有丝丝缕缕 白雾出现 身体四肢百骸骨节 如炒豆一般 啪啪作响 三花聚定 是体内真气大为精进的外在表现 只有当人全身学到 尽数打通贯通 攻行大周天之际才会出现 果然 叶修行宫完毕 欣喜地睁开双眼 此时此刻起 叶修已经将会员工修为 提升到了练气两层的境界 而且成功将自身所有经脉学到 尽数贯通 攻行大周天 蒸汽在身体里一道气道 从此再无阻止 练完工 叶修出门 准备去最近的集市 去购买酿酒所需的大酒缸 叶修准备按照古法酿酒 果园的樱桃果品质都非常不错 就这么当一般水果卖了 叶修觉得太可惜了 完全没能充分利用樱桃果 和灵泉水结合的功效 叶修一次性买了几十个大酒缸 这可恶坏了杂货铺的老板 叶修几乎买光了杂货铺 同类酒缸的库存量 买好酒缸后 叶修去超市 一口气买进了 100件60度的红心二锅头 用来泡樱桃酒 杂货铺老板 雇了一辆货车帮叶修 把几十个大酒缸 和100件酒 拉回四合院 叶修将采摘下来的樱桃果 去河道进买来的酒缸里 然后一瓶一瓶地 往大酒缸里 倒红心二锅头酒 封口 这些包除的果盒 经过适当工序处理后 还可以当作是果树种子种植 吸取了仙界果园灵气 和丰富养分的果核种子 比市面上销售的一般果树种子 品质只高不低 一切弄妥后 叶修出门 在社区公园里的小树林 无人的空地 修炼起悬阳道火爵 仙界果园里 现在满地都是大酒缸 叶修为了避免练功之时 殃及驰鱼 指得出来 寻一个僻静人少的地席练 好在悬阳道火爵 是道门战斗技法 修炼之时 没有刻意的灵气要求 叶修一运功 就发觉与往日大为不同 会员功突破精进之后 叶修席练悬阳道火爵的珠般阻碍 磅腹一下子就减弱了许多 很多原来拼命修炼 不得要领之处 现在都豁然贯通了 一套悬阳掌法练完 叶修已将悬阳道火爵 掌握到了六七成火后 在掌中已引有火势 小伙子 我关你练功 似有进风呼啸 这份功力 当真是世间少有的呀 一名精神绝硕的微胖老者 在不远处大声喝彩说道 叶修练功之时 老者就站在远处 静静驻足观看 有好一会儿了 哦 老先生也经与此道叶修不响 凡尘俗世间 竟然也有同道之人 不敢说专精 老朽只是兴趣使然 主要用于强身健体 老者边说边走了过来 在老者身后 跟着一名体型雕汉的男子 叶修观察该男子走路方式 下盘扎实 走路起风 想是一名练家子 是一个有功夫之人 不知小兄弟怎么称呼在哪高就啊 这身高深的内功师成 哪位名师老者饶有兴致地问道 在下叶修 第一人名医院中医科 一身内功皆是家传 敢问老先生怎么称呼 老朽华天雄 我观化老先生走路 都是弯着腰走的 是否身体有样啊 不瞒你 这都是老伤留下的后遗症了 我早年当兵打过仗 腰上付过伤 手术以后就一直没力所过 一到眉宇季节 就疼得死去活来的 华天雄叹气说道 华老先生 如不介意 可否让我为你好麦看看 叶修眼睛虽能看透五脏六腑 筋络骨髓 但为了准确无误 还是少不了好麦这一环的 中医辩证四法 望闻问切 前三法叶修皆可合而为一 切脉这一环 着实少不了 那就有劳叶医生了 华天雄伸出手 华老先生 恕我直言 你经脉气息偏沉且跳 气海丹田内似有欲结之气 难以散去 你修炼的法门是否有误 叶修说出了华天雄最为忧心之事 最近华天雄修炼内功之时 时常有气息淤质之感 起初不以为然 没想到到后来 却是越来越严重 他每次练完功 总是胸腹疼痛不已 手脚也是越来越沉 叶医生可有条理之法 华天雄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 赶紧问道 条理不难 只是会费些时间 华老先生这几天 先不要练功了 以免加重病情 这周周末吧 我届时可以为华老先生治疗一二 那就有劳叶医生了 敢问叶医生可有联系方式 叶修把自己的手机号码 给了华天雄 华天雄谈吐不凡 很有威仪 待人有礼 说话谦和 而且通过交谈 叶修得知 华天雄曾是一名保家卫国的战士 这一点叶修很是钦佩的 所以叶修也乐于帮忙 次日中午 叶修给最后一名病人诊疗完 正准备收拾东西下班 桌上的办公室电话铃声 忽然响了起来 喂 中医科 请问你是哪位叶修拿起电话问道 你好 我是省电视台新闻直播间的记者李珊珊 我想找你们中医科的叶修叶医生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娇滴滴的女生 我就是叶修 有话请讲 你好 叶医生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新闻直播间收到市民爆料 说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 有一个名叫叶修的中医医术非常了得 我想对你做个专访 不知你可否同意 这样 我们医院有规定 医生不可以随便接受一切采访 叶医生 这个你大可放心 我已经同你们吴院长沟通过了 他完全同意我们电视台对你的采访报道 现在就看你的意思了 可我很忙啊 没有时间接受你的专访 叶修婉据说道 他可没功夫陪这些电视台记者瞎比比 叶医生 你放心 采访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的 我还是很希望得到你的同意 多向国人展示和宣传中医医术的优点 不好意思 我下班了 叶修挂上了电话 刚走出门口 就差点撞上一名急匆匆跑过来的高挑长发美女 对不起 怎么会是你长发美女 抬头望着面前的叶修 一脸惊讶的表情 你该不会就是那个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栏目的记者吧 叶修看到了长发美女 手里拿着的录音笔问道 他认出了面前的这个美女记者 原来就是那日不理众人质疑 选择信任落魄摆摊卖符传的叶修的李珊珊 是啊 是啊 我就是那个记者 我叫李珊珊 很高兴认识你 李珊珊收好录音笔 伸出手要与叶修握手 叶修 很高兴认识你 叶修与李珊珊握手说道 你就是叶修叶医生 求求你接受我的专访了 好不好李珊珊一脸可怜的扮相哀求说道 看在你那么信任我 借我一千元的情分上 好吧 我答应你的专访 不过只有中午吃饭这一小时的时间 叶修笑道 哦 我成功了走 那我们赶紧去吃饭去 李珊珊笑夜如花 开心不已 叶修在医院附近的街上 找了一家粤菜餐馆 寻了一处僻静的角落坐下 叶医生 想不到你本事真大 不仅符传厉害 就连医术也这么了不得 李珊珊刚坐下来 就夸赞起叶修来 这没什么 道医本就是一脉相承 叶医生 你太谦虚了 太谢谢你的福赚了 要不是你的福赚 我就难逃结束了 李珊珊心有余悸说道 你换了一份工作了吗 叶修之前给李珊珊算过一挂 他躲过劫难后 事业会更上一层欧 珊珊 你也在这吃饭啊 就在叶修与李珊珊相谈圣欢之时 一名穿着时尚 帅气公子哥扮相的年轻男子 快步走了过来 同李珊珊打招呼 不过李珊珊似乎对这个男子 没有什么好态度 只稍微点了点头 珊珊 这位帅哥是谁呀 年轻帅气的公子哥 瞧清楚对面坐着的夜袭后 眼里闪过一丝妒忌 元朗你好烦啊 李珊珊厌恶的白了那名男子一眼 扭头朝叶修几眉弄眼 示意说道 他是我的男朋友 叶修 这个名叫元朗的朝贩公子哥 是个名副其实的顽固二世祖 元家在DI是根基很深 不仅在对外贸易领域经营的有声有色 还在市政建设 房地产等领域有所涉恋 元朗正是仗着自家财雄师大 嚣张跋扈不可一世 看上了来自家公司上班的李珊珊 对李珊珊发起追求攻势 没料到李珊珊根本瞧不上元朗这个顽固二世祖 元朗追求受挫 便动起了歪心思 想对李珊珊来个霸王硬上攻 幸好李珊珊得到了卖服的夜修相助 逃过一劫 夜修领会了李珊珊的意思 微笑说道 珊珊 既然是认识的朋友 不妨介绍认识一下吗 你给我闭嘴珊珊 这个穷光蛋怎么配得上 你我知道你 还在生我的气 那王我的确是做错了 指引你太美了 我情不自禁 控制不住自己 珊珊 我对你发誓 以后再也不会做出 让你不高兴的事情了 元朗兄巴巴瞪了一眼夜修 却在李珊珊跟前半可怜 演技着实不错 渣男就是渣男 见色奇异响应上 还来人家姑娘太美勾引他 夜修冷眼瞧着元朗这个二世祖 心里满是鄙世 元朗 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更不想听你任何解释和道歉 李珊珊丝毫不为所动 冷冷赤道 珊珊 你生我的气可以 但你不要自虐啊 这个土不拉几的穷光蛋 一看就知道 是一个根本给不了 你好未来的渣男 李珊珊根本不搭理元朗 把头别过一边 故意不看他 元朗见状更是火大 他转过头 瞪视着夜修 大声质问道 穷小子 你说你都混成这个衰样了 一身的地摊货 你买得起别墅吗 买得起名车游艇吗 你说你能给珊珊什么吧 面对元朗气势汹汹的一连串袖 优越式的质问 夜修只微笑淡淡回应说道 我们彼此喜欢 就已胜过一切 夜修的这句话 点中了元朗命门 他恼怒抓狂不已 转身抽起一把椅子 当头朝夜修砸了过去 鹤骂道 喜欢尼玛比 信不信老子分分钟削死你 夜修用手一格 砸过来的椅子 便被撇到一边去了 没等元朗醒过神来 夜修起身出手 啪啪 连着两剂响亮的耳瓜子 把想耍横的元朗 抽了得元帝打转 元朗元帝晕头转向转了一圈后 脸颊红肿像的猪头 口鼻一血 腿一脚发软 竟然站不住 摇摇晃晃跌坐在了地上 这两巴掌 一是为珊珊讨还公道 二是承接你辱骂我的家人 如果再犯 加倍奉还夜修说罢 掏出手机 给仍然还处于猛神状态的元朗 拍了几张丑胎避现的照片 老板请我放桌上了 珊珊 我们走 这OW货在这里 让人大倒胃口 夜修拉着李珊珊的手 走出了月菜餐馆 夜大哥 元朗被你打成这模样 你不怕他报复你吗 我在公司曾听他吹嘘过 在地外是他们原家的话 就是王法 李珊珊有点担心地说道 见夜修大展雄风 帮自己教训了欺负自己的元朗 为自己出了欲结在心里的怨气 李珊珊打心里敬佩夜修 就连称呼上都改了 把夜修当成能保护自己的 大哥哥般敬重了 报复和 像他这种有身份 有地位的富二代公子哥 最怕的不是被人打了 夜修笑道 那他怕什么李珊珊不解地问道 他们这类人 最怕的是被人知道 他们被打的丑状 怕人把他们的丑事公布于众 被打是小 面子是大 哎 面子才是他们 这类有头有脸的人 最在乎的 我刚才用手机拍下了 他被打后的丑状 他要是赶再来纠缠 我就给他捅到 各大媒体网站论坛上去 夜修微笑说道 语气十分地自信 夜修带着李珊珊在街上走着 路过一家玉器珠宝店 夜修感念当日李珊珊信任自己之情 想送给李珊珊一件小礼物 夜修拉着李珊珊进了玉器珠宝店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夜修最怕欠别人的人情 李大哥 来这里干什么呀 李珊珊一脸迷糊的翘模样问道 既然你喊我一声大哥 我这个当大哥的 当然要给我的妹妹置办一件件面理了 耶 修微笑说道 就在夜修带着李珊珊 在店里挑选玉器的时候 玉器店门口外 竟然一男一女两个 极不般配之人 男的六十岁模样 肥头大耳 大腹翩翩 脖梗上和手腕上 却挂着比狗链还要粗的足精项链 女的却是年轻娇小 身材玲珑 大庭广众之下 没羞没躁地往那老男人怀里蹭 说话声音嗲声嗲气地 让人鸡皮疙瘩直起 服务员 帮我拿这款挂饰给我看看 夜修看中了一款 猴子雕刻样式的玉器挂饰 亲爱的 我也要这款吗 就在服务员从柜台里 拿出猴子挂饰玉器后 那名刚进店的娇弟弟女人 紧紧挽着老男人的胳膊 撒娇说道 夜修拿在手上仔细看过之后 觉得还凑合 便向服务员问道 多少钱 一万五千元 先生 服务员微笑说道 这个挂饰我买了 三万老男人走了过来 霸道地从服务员手中 一把将玉器挂饰夺过 大声喊道 先生 这款玉器那位先生 已经看中了 服务员也是有点萌了 他没想到 这个老男人这么霸道 你没听清楚吗 我说我出三万买东西 向来都是价高者的 你不懂得规矩吗 叫你们店长过来 老男人鱼泡眼 瞪了那名女服务员一眼 非但没有意识到 自己做错了 反而还教训起人来了 我出五万夜修瞥了一眼 那名肥头大耳的老男人喊道 他最凡这种 仗着几个臭钱 就不守规矩 秀优越感的土豪 叶大哥 算了吧 李珊珊不想看到 叶修为了自己和人血拼 毕竟叶修 只是一名上班打工的医生 赚钱也不容易 叶修没有说话 只是用眼神向李珊珊示意 他自有分寸 亲爱的 人家就是属猴的 我就是喜欢那件浴室吗 娇滴滴的女人 在老男人怀里撒娇说道 女友开口求自己了 那个肥头大耳的老男人 脸上神色更为坚定 只听他大声喊道 十万穷小子 少在老子面前臭闲伴 玉器珠宝店的店长 此时走了过来 他一脸笑意地 瞧着面前互相抬价的两人 他并没有阻止 这种抬价攀比行为的打算 抬价越高 他得到的抽成奖金 也就越高 二十万 叶修没理会老男人的讥讽 继续加价 一副同对方干到底的价势 敢同我喊价 找死五十万 老男人一副 志在必得的得意模样 得意洋洋看着叶修 他认为自己的这个报价 已经足够下退叶修了 店里所有顾客和店员 此时都睁大眼睛看着叶修 如果叶修不敢加价的话 那个猴子御室 就是那个老男人的了 六十万叶修沉寂了一会儿后 再次高声加价喊道 亲爱的 你看他 讨厌死了 那个娇滴滴的女人 手指着叶修 不满地说道 宝贝 别生气 哥哥一定为你买下来 老男人哄着女友说道 老男人抬眼看了看叶修 咬牙狠心大声喊道 一百万 傻样 一个小挂件 竟然有人会出一百万买 世界太疯狂了 珊珊 我们到那边看看 叶修没有继续盲目斗气抬价 这个猴子御室叶修 并不十分满意 也没有要买的意向 只是随便开口问了问价钱 没想到 那个肥头大耳的老男人 土豪毫不讲道理 过来就硬抢 叶修抬价 只是想给这个 以前压人的老男人一个教训 先生 您的御室 一百万 您是现金付款 还是刷卡 店长做成一笔大单 利润丰厚 笑得开心极了 尼玛 有并不是我会带一百万现金 在身上刷卡老男人 蛮横的训斥店长 打开钱包 取出一张信用卡 仍在柜台上 先生 你卡里余额不足 无法完成付款 收音员大声提醒说道 怎么可能老男人文言一惊 快步走到收音台 查看OS机上显示的 信用卡余额信息 看完后 老男人当场傻眼了 他刚才同夜修标价标得太嗨 忘了自己这张信用卡里 只有五十多万 怎么办呀 你的钱都被家里的母老虎扣住了 真没用日子没发过了 哼 娇滴滴的小女友 觉得大丢面子 开始埋怨起来了 瞧这样子 这女的准是这个肥土豪 在外面瞒着老婆 偷养的小三无疑 店里围观的人 焦头接耳地嘲笑议论着 话里多是鄙夷和不屑 老男人此时一张老脸账的酱红 觉得丢脸至极 他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一扇大生意 眼瞅着就要黄了 将要到手的丰厚提成也飞了 店长也是一脸的不高兴 鄙视的白了老男人一眼 不屑说道 没钱冲什么大横 夜修在店里 另外为李珊珊 挑了一个皮修挂饰 皮修为华夏五大瑞兽之一 皮修有嘴无刚 能吞万物而不屑 只进不出 神通特异 故有招财进宝 吸纳四方之财的寓意 同时也有赶走邪气 带来好运的作用 除了玉气垫 夜修口中默念金光神咒 捏指绝 运起混员弓 指尖轻轻在皮修玉气上一点 指尖一缕金色的光线 顺时在皮修玉气上游走 眨眼间转瞬即逝 夜修给皮修玉气开光之后 接着手指凝气 在虚空中虚写一个平安咒 然后使用手印法诀一收 将用混员气写成的平安咒 按入开光了的皮修玉气里 夜修混员弓修为 提升到炼气两层之后 现在已经可以虚空凝气虚写法咒了 也可以将虚写的法咒 通过大手印法诀 基本的玉气浮转 不过就算这样 这些低级的玉气浮转 也比一样级别的黄标指浮转法力强上一些 玉气先天聚灵细灵的特性 使得玉气浮转上的灵气强度 比指制浮转强上许多 玉气浮转得益于 玉气聚灵细灵的先天特性 制成的玉气浮转 可以保存法力的时间 也甩指制浮转几条街的 玉气品质越高 不仅制成的玉气浮转法力也就越强 而且玉气聚灵能力也更强 从而能使同一件玉气浮转 可以具备多次浮转法力使用次数 叶修给李珊珊买的这件玉气浮转 品质一般偏上 至多能存具 施展两次平安咒的灵力 玉气浮转还有一点比指制浮转强 那就是玉气浮转使用之时 玉气并不会毁烂掉 珊珊 这件浮转挂饰你贴身佩戴 它能保你万鞋不轻 给你带来好运气 叶修将制成符传的皮修挂饰 交到李珊珊手上 李珊珊已得过叶修符传庇佑保护 心里清楚知道 叶修制作的符传的厉害 接过皮修挂饰后 李珊珊笑叶如花 即刻把皮修挂饰 佩戴在驳梗上 谢谢叶大哥的礼物 你这个见面礼 实在是太过贵重了 李珊珊对这件皮修玉挂饰 爱不是手 你喜欢就好 今天太过匆忙 日后大哥定当再送你一件更好的 叶修言下之意 自己对这件皮修玉挂饰 还不太满意 只要是叶大哥送的 珊珊都非常喜欢和满意 李珊珊一脸幸福洋溢的神情 送别李珊珊之后 叶修返回医院 小叶 周末有什么安排 中医科的年轻同事笑问道 今天正好是周五 中医科实行的是双修制 除开周末轮值的医生和护士之外 其余中医科医生和护士 全部休息放假 呵呵 能有什么安排单身狗老师在家里 叶修笑应道 就在这时候 叶修的手机响了 接通后 手机里传来周萱萱的声音 叶医生 今晚有约吗 和周公有约算吗 叶修开玩笑应道 大好周末 叶医生在家睡觉 起步辜负了良辰美景 今晚八点 地豪酒吧 不醉无归 好 不见不散 叶修之前答应过周萱萱 要请他喝酒的 也想趁此机会 把人情给还了 地豪酒吧 地外是人气最旺的酒吧 没有之一 更是地外是年轻人娱乐放松 寻找激情的首选地 叶修坐着出租车 到了地豪酒吧 刚下车 周萱萱打电话告诉叶修 他已经在酒吧包了一间包厢 叫他到了就直接过来 当叶修按照周萱萱给的短信提示 进入酒吧探花阁包厢时 里面早已是歌声 人声鼎沸 今晚周萱萱不仅仅约叶修一人 而是还有一大票朋友闺蜜 叶修进入包厢 还没落座 一个国字脸 白镜面皮的斯文男子 拿着一瓶红酒 一步三摇地走过来 对叶修说道 萱萱 你的这位朋友来晚了 按照规矩 得自发三杯 只见叶修也不说话 在房间酒桌上 拿起一瓶白蓝地 拧开瓶盖 仰头咕噜咕噜一饮而尽 叶修干脆利落地豪放饮酒行为 当即把包厢众人震慑住了 大家目瞪口呆看着叶修 这瓶还没有开封的白蓝地 酒精度数43度 属于烈性酒了 酒精度数虽不是很高 但酒精很大 像叶修这要牛饮的喝法 真没多少人可以做到的 那个拿着一瓶红酒过来 想给叶修下马威看的男子 看见叶修喝酒的猛进和气势 也是猛神了 他痴痴地看了看手里拿着的红酒 脸上不觉得一红 和叶修干的那瓶白蓝地相比 他手里那瓶红酒 顶多算是饮料 他不好意思式的 赶紧把红酒给放下 跟包厢里其他人一样 给叶修鼓起掌揽 叶修干完一瓶白蓝地 脸不变色气不喘 把空瓶放下 对周萱萱说道 萱萱 今晚难得大家齐聚一堂 都敞开了喝 来酒吧不喝酒怎么够近 大家都放开了喝 今晚我请客 叶修 你没事吧 周萱萱还是挺担心 叶修刚才喝几酒会出事的 开玩笑 这点酒就能把我对付了叶修 轻松笑道 那名起初想来灌叶修酒的 果子脸男子 笑着说道 叶哥 听萱萱说 你是做医生的 我们搁几个 还以为你不会喝酒呢 没想到 大家全都看走眼了 叶哥你名副其实的酒精考验啊 绝对的海量 哥们我就服你这样的 我干了 你随意 果子脸男子 是周萱萱的大学同学 名叫陈武 家里也是经商做生意的 在地外是开着几家工厂 也算是一个富二代公子哥 陈武开了敬酒的头 在座之人 除了周萱萱以外 都起身一一向叶修敬酒 叶修只用了一小话 举手投足间 就征服了所有人 大家都很佩服叶修的这份酒胆和豪气 特别是周萱萱的那几个闺蜜 来到周萱萱身边 叽叽喳喳 纷纷不令夸赞叶修 甚至几个没有男友的闺蜜美女 还一个竟同周萱萱打听 叶修有没有女友了 大家一致推崇和赞赏叶修 这让邀请叶修前来的 周萱萱被觉着有面子 心里更是觉得叶修不一般了 正当叶修与众人相谈甚欢 酒性正浓之时 碳花阁包厢的大门被人推开了 一个身着一件紫红色旗袍 成熟女人的韵味 娇媚的脸庞 媚护的眼神 一颦一笑 都那么地销魂石骨 此女一进来 立即就把房间里 所有男性的目光紧紧吸住 倘若真论起高下来 此女娇媚媚护人的功力 比王双双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双双只是盛在 脸蛋气质和青春年纪上 叶修通过像身旁那些 常来这间酒吧的公子哥 富家女打听出来 这个娇媚的女人 正是这家地好酒吧的老板 柳倩 除此身份外 她还有一个身份 更为令人瞩目和忌惮 那就是 地外是大佬车猛的情妇 更是地外是炙手可热的交际花 车猛很多名面上搞不定的是 这个女人出马多半就成了 说起这个车猛 名头和实力 在地外市也算是响当当的了 车猛是 足以同地外市 少家分庭抗礼的人物了 地外是像地豪这类的酒吧夜店 车猛名下的就有七八家 另外 车猛的势力 还渗透进了地外市的酒店宾馆行业 东阳最豪华最高档的 东正国际大酒店 车猛在其中 也占了两成干股 柳倩眉眼含笑 端着一杯红酒 挨个过来 给夜修等人敬酒碰杯 一圈敬酒下来 在场的男人 除了夜修 都被柳倩迷得神魂颠倒的 而柳倩手中的那杯红酒 也仅是喝去了三分之一 柳倩敬酒之时 场面话那是一套连着一套的 加上她娇媚入骨的容颜 先有不被她迷晕的人 就算是女人 也会被她那巧舌如黄的嘴巴 给哄得舒舒服服的 所以 每一每与人敬酒 别人都是一杯干到底 她却都是浅尝极止 今晚光是酒水消费这一项 周萱萱 夜修所在的炭花阁 就超过了三十万 这也就是为什么 柳倩会专程过来 与夜修 周萱萱等人 把酒延欢了 三十万的流水消费 在燕京 和沿海一些国际大都市酒吧里 不算太多 但在地外 是这个内陆省会城市 这个流水消费 已经了不得了 拉菲红酒 1995年份的拉菲红酒 是拉菲酒庄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 至美之作 代表了拉菲酒庄红酒的 杰出品质 市面上这类拉菲红酒 每一瓶的卖价 至少都要六千元 柳倩离开后 房间里沸腾了起来 陈武首先走到夜修身旁 用静服的口气说道 夜哥 你真有面子 能得到刘姐清来敬酒和赠酒 我们也常来这里耍 却从没有得到过这种待遇 没有赞了 不是我有面子 而是钱有面子 夜修淡淡笑道 一语重地 见夜修始终头脑清醒 欲夸赞 不像其他人那样容易飘飘然 不知自己信什么了 陈武心里更为佩服夜修 哥几个 你们你们谁去叙叙减负啊 陈武酒精上头了 说话都大舌头了 我们去 我们也去 一时间 探花阁里 只剩下夜修与周萱萱两人了 萱萱 那天唐教授的 那单保健品代理销售合同黄了 对你的公司 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夜修问道 周萱萱显示长长地蓄了一口气 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 微笑应道 怎么会有是那种低劣的保健品 代理费开得那么昂贵 若真是拿了下来 怕才真的是或是缠身呢 夜修笑了笑 周萱萱话里话外的意思 他怎能听不出 周萱萱为了洽谈这份代理合同 不仅临时终止了款待夜修的酒宴 还特意亲邀夜修 一同前去保驾护航 从这些细节处 足以看出周萱萱心里 对拿下这份保健品代理权的 渴求和期待了 萱萱 你不必着急和懊悔 等上一些时日 我定还给你一份惊喜 夜修笃定的语气说道 夜修 我拿你当我的好朋友 有些话我不想瞒着你 我精英的公司 现在遇到了一点问题 要是公司今年再没有一样 拿得出手的产品推向市场 可能就会维系不下去了 周萱萱对夜修坦白说出了 自己公司遭遇到的困境 周萱萱的公司主营的是 化妆护肤产品和保健品 现在国内这两类产品销售 竞争异常惨烈 一样产品若是热销 不用多久 同类的产品 就像是雨后春笋一般冒出 钱确实不好挣啊 周萱萱的公司 又没有核心技术 研发部门 充其量也就是代理销售别人的产品 这类公司在日趋惨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前途的确堪忧 就在夜修 周萱萱正想着继续往下聊的时候 门外传来了晨舞一般 伙伴嬉闹的声音 阿鱼 要不是你拦着我 我当时非把那个猥琐的老男人 给揍趴下不可晨舞的大舌头 声音最为洪亮 五哥 那个猥琐的老男人 真太不是东西了 竟然敢当着我们那么多人的面 吃小曼的豆腐 你做得对 晨舞等人进来后 周萱萱问道 小五 你们刚才与人动手打架了 不是打架 是教训那个夯祸晨舞情绪依然激动 同一时间 在地豪酒吧状元隔包厢里 十几个妖艳性感的小姐 围坐在几个中年男子的周围 柳倩则是一围坐在一名 相貌有点猙獰 胸向毕露的光头男子身旁 一名头发 衣衫凌乱 嘴角口鼻血的中年男子 走了进来哀叹说道 猛哥 你要为我出口气啊 高老板 你不是去厕所吗 怎么弄成这副模样的车萌 也是有点吃惊问道 被打得高近 是外省的邝老板 这次来东阳 是与车萌洽谈合作 开采金矿的事宜的 我刚才在厕所 被一伙年轻小崽子打了 他们仗着人多 下手狠着呢 高老板捂着物资 流泻不止的鼻子说道 岂有此理 竟然有人 在我车猛的肠子里动手 若传了出去 我的面子往哪里割高老板 你放心 我一定为你出这口气 你知道打你这伙人是什么人吗 车猛三脚眼凶光毕露 恶狠狠说道 在场的十几个夜场小姐 全都静若寒蝉 脸色都变了 我只听到 他们中有人喊那个 动手之人的名字 叫什么五哥的 高老板回想到 五哥不就是 陈五那公子哥了 他脾气确实有些暴 柳倩文言当即说道 你认识这人 他身边的车猛扭头 看着他问道 陈五不就是在新区 开着几家代工厂的 陈超那个老头子的 大公子落 这公子哥经常来店里玩 他们今晚在探花阁耍 柳倩说道 哼 我当是谁 原来是陈超 那个老不死的儿子 顶多算是一个 二愣子富二代 这样的人 竟然敢在我肠子里 打我的客人 当真是活腻歪了 阿豹 带人过去 把人都给我带过来 车猛吩咐手下说道 是猛哥 车猛身后 一个西服 壮汗沉声应道 探花阁大门被人推开 阿豹领着十几个酒吧保安 凶神恶煞般闯了进来 都听着 猛哥有请这里的人 全给我带走阿豹 招呼手下办事 探花阁里的人 一个个全都被阿豹手下压着 往状元隔走 谁是陈五车猛斜撇 这被阿豹压进来的 这一群富家公子哥 和富家女 粗声鹤问道 我是怎么着陈五站出来 大声嚷道 就是你在我的场子里 动手殴打我的客人 车猛催了一口 不屑地问道 谁叫他毛手毛脚 占我女友便宜的陈五 看见了被打得高径 怒火急窜 还想冲过去 揍高径几拳呢 要不是被阿豹手下的人拦着 高径估计 又得被陈五一顿胖揍 放肆赶在老子面前 动拳刀阿豹 先把他两只爪子废了 车猛恶狠狠下令说道 叶修放水回到探花阁 发现人全没了 心里奇怪 立即拿起手机 拨了周萱萱的电话 喂 萱萱 你们都在哪呢 喂 叶修 你快报警 我们被一群恶人抓到状元阁了 陈五被人打得好惨 周萱萱惊慌说道 叶修从手机里 也听到了陈五的惨叫声音 还想说话的时候 周萱萱那边的手机 突然断线了 叶修猜想 周萱萱等人 是被人控制住了 状元阁 叶修没怎么多想 就快步赶了过去 滚 你不能进状元阁门口 两名西服壮汉 想伸手拦挡 想要进门的叶修 萍萍 叶修闪电出掌 在两人腋下拍下 两名高大壮实的西服男子 惨叫一声 往两边齐齐摔跌开一丈远 处理掉看门的 叶修快步进入状元阁 眼前一幕 让叶修有点心酸 只见陈五被人踩在脚底下 双手鲜血淋漓 身上衣服也被撕扯打烂了 样子凄惨极了 哪还有半点附加 潇洒公子哥的模样 打 再打 我看以后 还有谁敢在我的肠子里动手的 车猛似乎还不解气 仍然命手下殴打陈五 一名穿着酒店保安制服的男子 抓起酒桌上的一空啤酒瓶 就要上去当头给陈五一击 碰 还没等那名男子 把啤酒瓶砸在陈五脑袋上 他的脑门上 就被一瓶飞过来的酒瓶 给砸了个开花 随即翻倒在地上 谁谁扔的酒瓶包厢里顿时乱了 在场的人全都抬眼四顾张望 叶修越重而出 指着被揍趴下的陈五 冷冷地问道 谁下令洞的手 谁呀 又是哪个不怕死的二愣子 来找死来了车猛 搂着柳倩最眼心疯问道 他正在享受着酒吧小姐的 按摩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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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叶修 你怎么过来了 他们这么多人 你傻呀周萱萱 看见叶修不听 劝闯进来了 担心叶修和陈五一样吃大亏 心急喊道 臭小子 敢在老子的场子里 刷横 爆出你的后台和姓名来吧 车猛盯着叶修喝道 就在这时候 叶修的手机响了 拿起手机一看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接通后 手机里传来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 是叶修叶医生吗 我是 你是哪位 我是画天雄画老的警卫员周南 画老还在家里等着叶医生 你来治病吗 我现在外出遇到点麻烦 今天来不了 麻烦叶医生 你现在人在哪里 我马上过来 地好酒吧状元阁 你等着 十五分钟到 叶修在接打手机的时候 车猛让手下们稳住 暂时别动手 打电话班救兵 就让他打 我倒是要瞧瞧 在地外是地界 还有谁敢来 与我找不痛快 车猛牛气 轰轰的对左右说道 是啊 地外是谁敢捋猛野你的虎须啊 柳倩哥哥笑道 他也认为 叶修这样做 无非是自欺欺人而已 叶修挂断手机 车猛不懈地瞥了叶修一眼 问道 小子 你的救兵多久到 十五分钟后 叶修大声说道 好 老子就给你十五分钟 免得让人笑话 我车猛欺负后辈 哈哈 车猛有恃无恐 张狂笑道 其实叶修并不指望 画老内方的外缘 叶修至始至终 立足于自己解决这件事情 我只问一句 人是你叫人打的 是不是叶修毫不避让 与车猛的凶光对视 嘿嘿叫板 信不信老子马上废了你 啪啪 叶修人影一闪 眨眼间就来到车猛跟前 两记清脆响亮的耳瓜子 把车猛抽懵了 站在车猛四周的保镖们 见叶修竟然神不知鬼不觉 冲了过来 还对自己老板下手了 人人都大为震惊 有几个人还掏出了 随身携带的刀具 呐喊着 灰刀朝叶修扑上来 看见叶修正处于对方包围中 而且对手还亮刀了 叶修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小心啊 周轩轩更慌了 惊呼喊道 我看谁敢动叶修闪身来到车猛 沙发后边 手指捏着车猛的咽喉 大声喝道 车猛身后 两个想要上来拦挡叶修的打手 被叶修一人一掌 给拍飞机迷远 躺在地上像一滩烂泥一样 不想死 就让你的手下老是 蹲着叶修手指略微实力 车猛本就猙獰的脸更加恐怖 扭曲得吓人 他脸色胀红 点头答应 叶修松开了手指 车猛大口大口的猛喘气 还不住的咳嗽 很难受的样子 包厢里车猛的手下们人数虽多 但看到自己老板性命 被叶修拿捏在手里 都挣住了 没有人敢冒险冲上来动手 这位兄弟 功夫不错 不过我劝你想清楚了 得罪我的代价很大 你功夫再厉害 也厉害不过子弹和刀子 车猛扭头怒视着叶修 依旧以老大的口吻 恐吓叶修说道 是吗 看来你想试试叶修说完 就在车猛头顶百慧穴上 灌注一点炽热的悬扬正气 只不过数息时间 车猛一双三角眼圆睁 一张猙獰的脸庞 完全扭曲变样 车猛也算是硬汗了 就算脑袋疼痛欲裂 也没有喊叫 哪怕一声 不过 叶修这股炽热的悬扬气 此时在车猛脑袋经络里 横冲直撞 引带起的痛感 是无与伦比的 这种疼痛 还不是一般的肌肉骨头的疼痛 而是那种痛入骨髓 钻心般的剧痛 是脑部神经疼痛 这种疼痛 一般人只要是挨上一两分钟 就已经崩溃了 车猛 这个滋味比死亡可怕不叶修问道 车猛抬头 眼露凶光 恶狠狠瞪是叶修 眼神中满是杀气 瞧这架势 这老小子还在死撑 叶修也懒得再理会他 叶修知道 对付车猛这种大老级的硬角色 一般的死亡威胁 根本不会起到什么效果 车猛这种人摸爬滚打了半辈子 什么样的风浪和威胁没见过 叶修这一次 决定玩个新鲜的 要治车猛这种人 必须要从精神层面征服他 催垮他 不然 就算暂时收拾了他 打败了他 日后车猛还是会伺机报复的 这就很麻烦了 况且 今天在场的人那么多 叶修就算想斩草除根 也是不太可能的 弄不好还会惹上一身的官司和麻烦 这种蠢事 叶修是绝技不会做的 叶医生 你没事把周南冲了进来 看见叶修站在车猛身后 眼神有些诧异 当即问道 车猛 你知不知道叶医生是华老的朋友 华老的朋友 你也敢动 不想混了周南走上前 盯着T4横流 痛不欲生 不断拿头撞沙发的车猛质问道 叶修不知道的是 华天雄曾是华夏 某军区的一号首长 刚退下不久 俗话说得好 老虎隐退了 也是一只隐退了的老虎 华老在位时 不仅正军两界关系通天 治军大半辈子 地外是很多领导 还曾是华老的旧部呢 退下以后 如果华老要办谁 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况且 车猛这人身上也不干净 只要下大理查 彻底铲除 他也不是什么男士 车猛再厉害 也不过是 一只厉害一些的猴子罢了 是肯定无法与华老 这种隐退的猛虎相比的 我错了 小兄弟 求你饶过我吧 车猛已接近崩溃边缘 见华老竟然是叶修的后台 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瞬间坍塌 再也不敢再同叶修为敌了 知道错了不要勉强哦 我这人最怕的就是勉强人 叶修冷冷说道 不勉强 不勉强 我真知道错了 房间里所有在场的人均 被车猛的话语 给经得目瞪口呆的 大家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呢 道上传闻车猛当年 被仇家四把砍刀架在脖子上 都没有服过软 低过头 正是凭借着这骨子很近 车猛才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然而今天 从来没服过软 低过头的车猛 当众向叶修道歉服软 众人都是猛了 特别是那些 跟随车猛的心腹手下们 个个都是茫然的目光 看着自己的老板 之前看不上叶修的柳倩 此时也直愣愣地看着叶修 他想不通 他跟随车猛十多年了 经营第好酒吧这么多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已经算是跃变天下男人了 可今天愣是在叶修着看走了眼 怎么自己没早看出叶修的不凡来呢 周轩轩此时心里的震撼 丝毫不比在场的任何人少的 叶修今天的表现 已经让他打心底里崇拜 仰视叶修了 没有人能够做得比叶修更好的了 与周轩轩一样 那般富家公子哥 富家小姐小伙伴们 此时心里也都对叶修敬服不已 特别是大家得知 叶修还是画老的忘年交朋友后 这些富家少爷 小姐们就更为佩服叶修了 画老的地位和能量 这些富二代们 在老一辈耳濡目染教导下 也多少是知道一些的 在华夏 能够同画老这些人攀上关系 已属难能可贵了 而叶修不仅做到了 还能让画老亲自派贴身警卫员过来帮忙 这份交情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非同一般 周南刚才接到叶修电话后 还以为出事了 他怕叶修真的在车猛的肠子里出事 一路上紧赶慢赶地过来 没想到 叶修早已经把车猛给制住了 虽说画老对他提过 叶修一身内功深不可测 可周南心底里 却是打死不相信的 在他看来 叶修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就算再厉害 也厉害不到哪去的 不过经过今晚后 周南开始重新审视叶修的实力了 毕竟能在车猛 肠子里空手 兵不血刃制服车猛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情 就算是周南自己青睐 他也没有多大把握办到 要知道 周南这身功夫 曾经拿过军区散打格斗第一名的 也不是泛泛之辈 叶修首长按在车猛百会学上 将灌入的那一缕悬崖正气收回 解除了车猛所遭受的十股挖心之痛 既然知道错了 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叶修看着车猛说道 脸上神情不怒自卫 车猛当即点头应道 我知道该怎么做 言毕 车猛快步来到躺在地上的陈武身旁 一脚踹翻了那名脚踩陈武的手下 亲自蹲下扶陈武站起来 然后恭恭敬敬 给陈武鞠躬赔礼道歉 陈武怒视车猛不愤赤道 你派人打断我的双手 锯一个弓就算完事了 车猛脸色一沉 拾起地上一根手下打人所用的铁棒 心意狠 咬牙用力一棒 将自己一只手给硬生生打折 咔嚓 骨头断裂之声清晰可闻 车猛全程没有哼一声 如果你还不解气 你可以叫人把我另一手也打断 我车猛绝不还手车猛一脸狠色 看着陈武沉声说道 陈武也是被车猛这股汉勇之气震慑住了 摇头说道 算了 既然你诚心道歉 我也原谅你了 车猛多谢 车猛将陈武之事了断后 走到叶修跟前 再次向叶修鞠了一个躬 车猛 你把人两手打折了 虽然我朋友大度不追究 但该你的责任 你终究要担的吧 叶修可没那么好说话 车猛修想轻易过关 我愿意赔偿给受伤的陈武两百万元 一切治疗费用和营养费用 我全包下了 叶医生 你看这样行吗 车猛灵光得很 哪能不明白叶修话里的意思呢 要不这几十年 他都混狗肚子里去了吗 我说了不算 你要问当事人肯不肯 陈武要是肯答应你 那我就没意见 叶修指了指陈武说道 这位小哥 你同意我的赔偿条件吗 车猛被叶修给整怕了 这会儿再也不敢拖大耍横了 老实过去给陈武赔不是去了 陈武也不愿过分收拾 为难车猛 他也害怕日后车猛的报复 自己这次虽然站着理 但也不愿把事情给做绝了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好吧 就这么着吧 陈武的话 让车猛有种如是重负之感 今晚这件事情 正是因为叶修的插手和干预 车猛不仅当众服软赔礼道歉 还屁颠颠拱手 送出去两百万元真金白银 这在以前 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叶医生 你看今晚之事车猛 再次过来 请示叶修的意见 那就先这样吧 时间也不早了 大家回去吧 叶修很有大将风度地 招呼众人说道 临走之前 叶修本来要去结账 可是就把老板留姐 死活不肯收叶修的钱 还一个劲地为车猛 今晚得罪叶修之事赔不适 在得到叶修 不予以追究的明确口头承诺后 柳倩才输了一口气 最后 赠送叶修一张地好酒吧会员 金卡 持这种白金卡 在地好酒吧消费 低于十万元的一律免单 超出的 则优惠七十 叶修本不想收的 不过柳倩死磨硬炮 说不收就是看不起她 最后叶修也是被逼无奈 为求脱身 只能勉为其难地 收下了酒吧老板柳倩 赠送的会员白金卡 离开地好酒吧 周南亲自驾驶着 配发给华天雄的黑色奥迪A6轿车 停在酒吧门口停车位上等着叶修 周南见叶修从酒吧走出来后 赶紧下车为他打开车门 站在车门边等叶修上车 一同走出来的周萱萱和陈吴等人 见到这等情景 也是暗自吃惊不已 华老的警卫员 竟然为叶修服务得如此周到 怎能不叫人大跌眼镜的 叶修坐着华老的专车 很快便进入了军区大院 进入华老的家后 首先引入眼帘的是 大厅摆放着的石术把刀剑兵器 大厅正中央墙壁挂着一副字帖 一个毛笔字 苍镜雄魂写着一个舞字 从客厅的摆设 就可以看出主人的爱好了 这个华老武艺虽不怎么样 但这份痴心和爱好 也是少有的了 算得上一个舞痴之人了 叶医生没事吧 华天雄从楼上走下来 远远便笑着问道 多谢华老关心 小子多谢华老此番相就知情了 虽说这次递好酒吧只是能够善了 当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叶修 但华老派出自己的警卫员出面相帮 这份人情叶修怎么也得领了 华老 请你坐下 我为你针灸治疗 叶修拿出针带 取出钢针 这样有劳叶医生了 华老坐在沙发上 叶修在华老弹中 和丹田气海两处学到下针 修为提升到炼气两层后 叶修乾坤造化针法功力和治疗效果 也随之水涨船高 在叶修全力施针发工治疗下 仅仅十分钟 华老胸腹酒痛损伤之处 酒得到了明显的舒缓 没有了从前的疼痛之感 十五分钟过后 华老练功失误导致的丹田气海真气 欲结不散 所结成的气囊球病灶 也已渐渐散开变小了 叶医生 真的太神奇了 这是我这辈子所见过的 最厉害的针灸医术 华老由衷赞道 叶修起身说道 华老 刚真请在三小时后自行取出 你的内伤不是太严重 只是陈年老伤治疗起来 比较麻烦一些 必须要分多次治疗才行 得叶神医失真治疗 华某时乃三生有幸 感激不已了 今后还得多劳叶神医费心了 华老非常感激叶修的失真治疗 小周 待会儿你开我的专车 送叶神医回家 华老吩咐周南说道 不接 华老 不知方不方便 把你练功的法门 给我看一看叶修心想 这次好人好事就做到底 帮人帮彻底了 也算是 还了华老帮忙的人情了 叶修开口之后 华老当即笑道 这有何不可的小周 你去我书房 那本功法小册子 在书桌第一个抽屉里 把他拿来给叶医生瞧瞧 首长 那套功法 可是你费了好大气力才求来的 就这么轻易给他人 周南还以为 叶修借着失真治疗的由头 起了寂予之心 想从华老这里捞取好处呢 便出言提醒说道 想多了 叶医生内功精湛 他只是想借此机会 好好给我指点一番 华老哈哈一笑说道 周南把一本犯了黄的小册子 交到叶修手上 从周南眼中的神色来看 他对叶修看华老的武功秘籍 这是心里还是有想法的 叶修哪里会看不出来 只是没有理会而已 翻开小册子 叶修只详细浏览一遍 便对小册子里 功法存在的谬误 一目了然了 如今存留于世的内功法门 绝大多数都只是起到 氧气健体的作用而已 是远不能同叶修所练的 混元仪器绝相比的 练气之道 本就一通皆通 叶修用笔 只略微改动了几处 运气通学的先后次序 和行攻运气的次数 一套看起来谬误无法修炼 毫无价值的内功心法 华丽转身 蜕变为一套价值连程 练气强身效果一流的 西式内功心法 华老 这套内功心法我给你改好了 你以后就按照我修改过后的方法练 叶修重新把小册子交给华老 一旁站着的周南健壮 当即愣住了 短短十分钟不到的时间 叶修就能把一套内功心法读懂弄通 并且整个修改完了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 叶医生 你真是世外高人啊 功法经你手修改过后 我练气之时 再无余致疼痛之感了 行攻一周天下来 气感增长明显 华老迫不及待的是练了起来 行攻一个小周天后 欣喜地发现 经过叶修改动过后的心法练功效果 犹如脱胎换骨一般 兴奋地大叫道 华老这一喊 彻底把边上站着的周南给整蒙了 他这回是真的被叶修的武功造诣给震住了 能在短短十分钟里 重新修改一套内功心法 并让他更胜以往 这份功力和武功造诣 试问天底下 谁人还能做到 周南想不服都不行啊 叶修坐着华老的奥迪A6专车路 经东阳试药才批发市场 叶修当即叫周南靠边停车 修为提升到炼器两层之后 叶修已经具备了入门级的炼丹炼药能力 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医术治疗效果 叶修决定开始自己提炼一些药材精华炼丹 药炼丹就必须购买到足够多 也足够好的药材才可以 而在药材批发市场里 就能买到几乎所有中草药 东阳市的药材批发市场 是省一级的批发市场 在这里 几乎能买到所有已知的中草药 周南 你不需要等我了 我进去买药材以后自己坐车回去就可以了 叶修下车后对周南说道 叶医生 不好意思 我接到的命令是送你回家 为你放心去买药材 我就在这里等你 周南服从命令的坚决性 从不打半点折扣 叶修见周南目光坚定 面色坚毅 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进入药材批发市场 里面浓浓的草药味扑鼻而来 走走走 你这个疯子 都说不买你的药了 你还赖在这里干什么一名金缩的中年男子 拿着扫帚 驱赶一名穿着解放鞋 白体恤 粗布黑裤的有黑男子 有黑男子看上去也有五六十岁年纪了 脸上额头上的岁月痕迹很明显 看样子一定是长下地劳作的农民无疑 喂 你怎么赶人家走呢 太没礼貌了吧 叶修看不下去了 帮着老农说话 我是这里的经理 你不知道 这个老农民三天前就拿着一块黑乎乎 模样怪怪的东西来这里叫卖 非说是什么百年灵芝 真是不可理喻 药材批发市场的经历抱怨说道 老伯 你的灵芝可以借我一看吗 叶修一听便 来了兴致 给 老农很时尚 小心把手中包裹着的白布包裹打开 包裹里面是一大坨黑乎乎皱巴巴的东西 这东西 无论色泽还是形状都与灵芝不像 难怪药材市场的经理会说是假药 这年头 以假乱真的骗子也是挺多的 药材市场经理也是谨慎为重 不予以理会 不过叶修在那坨黑乎乎皱巴巴 极不规则的未知生物表皮周围 发现一层淡淡的灵气气息 毫无疑问 这是一株货真价实的灵物 绝不是假货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骗过叶修的这双透视眼 老伯 你这株灵芝卖多少钱叶修问价问道 年轻人 查亮眼睛 别被骗了 这年头 假货太多了 经理劝说道 这株百年灵芝卖十万元 老农开出了价格 老伯 这是三十万元的银行支票 你的灵芝我买了 叶修给了一张银行的支票给老农 老农高兴地接过叶修的支票 反复端向 老伯 你可以去要财店的收银台 询问查验支票真伪 我等你 叶修说道 不用了 小伙子 我信你 给 这是灵芝 老农从胯包里取出灵芝 交给叶修 叶修接过灵芝 手指运起混圆镜 在灵芝上轻轻一弹 然后用力一吹 原本黑乎乎 和它身上蕴含的灵芝推断 这株灵芝不只是百年的 起码也得三百年 这株其貌不扬 被药材市场经理误认为是假货的灵芝 可是一株难得一见的天才地宝级别的灵芝了 特别是在地球这个灵芝匮乏的世界里 这更显出它的弥足珍贵来 这株三百年的灵芝 实际市场价值应该不低于五百万元 如果是在有需求懂药的行家眼中 恐怕还远不止五百万元呢 当真实价买卖的话 叶修所有的钱加一块也买不了呢 叶修这一次是捡到宝了 不过叶修也没有亏待卖灵芝的老农 百年灵芝这种上了年份的珍稀草药 不像人参 野山餐那般试用范围广 社会接受度广泛 没那么容易就能卖出去的 守好灵芝 叶修在药材店里 买了一批炼药所需的药材 才离开上车 这一次采购药材 叶修也花去了七万多元 花钱是小 关键是 有些中草药 现在都是人工种植的 药力自然就比不上野生的墙了 不过现在只能是凑合用着鲜了 返回自己的四合院 叶修还没来得及 把药材分类归整好 手机响了 喂 珊珊 这么晚了 有事吗 叶大哥 不好意思 这么晚了 还来打扰你 李珊珊抱歉说道 傻姑娘 有事就直说 你叶大哥 怎么会责怪你呢 是这样的 叶大哥 明晚我们电视台 要举办台庆30周年晚会 很好呀 又可以免费白吃 又可以免费白喝 你应该高兴才对 我怎么从你语气里 听出了不太高兴的味道 叶修笑道 不是的 叶大哥 你这次一定要把我的忙了 说来听听 我们台里有一个光棍副台长 狠色的 专门对我这种心爱台里上班的 年轻女孩 下手骚扰 这次台庆规定 台里所有女性 都必须携男伴出席 呵呵 还有这样玩的呀 你妈你台长挺会玩嘛 叶修笑道 叶大哥 我可笑不出来 我没有男友 台里又这么硬性规定 而且那个光棍副台长 今天还亲自过来邀请我了 要答应做他的女伴 出席台庆晚会 叶大哥 我该怎么办呀 李珊珊哀叹说道 既然这样 那就接受邀请出席晚会了呗 反正晚会结束各回个家 互不打扰 叶大哥 你不知道 那个副台长出了名的贤猪手 毛手毛脚的 很多台里的年轻女孩 都被他占便宜了 听说去年台里 还有一名实习的女大学生 被这个坏蛋副台长侮辱了 李珊珊不无担忧地说道 叶大哥 你明晚做我的男伴 陪我出席台庆晚宴 好不好李珊珊恳求说道 好吧 我就知道 叶大哥对珊珊最好的了 得到叶修允诺 陪伴出席晚会 李珊珊高兴坏了 周六晚上 叶修打得来到 DY视电视台 三十周年台庆举办地 丰都大酒店 李珊珊一身紫色的碗里裙 高跟鞋 长发飘飘 风姿绰约地站在酒店大门外 焦急地等待着叶修 珊珊 叶修从李珊珊身后 悄无声息地走了上来 突然在她肩膀上轻拍了一下 哎哟 叶大哥你真坏 吓死我了 李珊珊回头一看 发现是叶修 这才手抚着胸口笑道 李珊珊挽着叶修的手臂 两人并肩走进酒店 两人进了电梯 可能是晚会举办时间临近的缘故 电梯爆满 几乎都是电视台的员工 等一等电梯外面有人高声喊道 叶修看了看电梯里 拥挤不堪的人群 皱眉说道 小丁 小郑 你们俩出来 等下一趟 我工作忙 要先上去 那名赖副台长在电梯外面 点了两个人的名 作风看上去非常强势霸道 那两名被点名的电视台员工 指得心不甘情不愿 走出了拥挤的电梯 叶修摇头微笑看着李珊珊 李珊珊低声说道 那人就是我电话里说的 流氓老光棍副台长 赖副台长挤进电梯后 叶修就盯住了他 只见赖副台长肥胖的身躯 老是往女人堆里蹭 一双手还不时在人大腿 屁屁上摸蹭 被他开游的女员工 大多都是年轻女员工 对赖副台长这种轻浮举动 虽然很是厌恶 但却涉于对方身份和上下级关系 敢怒而不敢言 只能是哑巴吃黄莲 有苦自己吞了 赖副台长蹭进来后 眼睛一亮 看见躲在叶修身后 美丽漂亮的李珊珊 脸上浮现出见笑 继续想往李珊珊这边挪过来开游 李珊珊也看见了赖副台长的举动 心里不由地担心害怕起来 赖副台长蹭到叶修跟前 被叶修身体拦挡着 无法再前行一步 他十分恼怒指着叶修 用命令的口吻说道 你让开 赖副台长命令完 等了好几秒 见跟前站着的叶修 连脚步都没有挪动 哪怕一分 他瞬间怒火就上来了 抬起头盯着叶修的脸看 你哪个部门的赖副台长语气 似乎有点威胁的成分在内 滚在虾 比比老子揍你叶修虚晃 全都喝到 他非常鄙视这种人扎领导 你好 你给我记着 赖副台长的气焰 完全被叶修给压制住了 他平日里习惯以全压人 七人 针到了洞争阁的时候 这家伙就一个耸祸软弹 赖副台长低着头 善善转身离开 电梯里的人 看见叶修当众教训制的老赖副台长 都私下里对叶修伸出大拇指称赞 就在这时候 赖副台长突然放出了两个响屁 电梯里本就十分安静 响屁的声音瞬间让电梯里边沸腾了 谁那么没有公德心 是谁那么无耻 竟然在电梯里放屁 赖副台长在电梯众人 一浪高过一浪的指责声浪下 也是颜面扫地 赖副台长 你也太没公德心了吧 当众放屁夜修 彻底撕下了赖副台长 最后一块遮羞布 电梯众人 闻言当即 无人再出声指责了 不过这种无声的谴责压 显得十分的羞惨 电梯门一打开 赖副台长便第一个挤了出去 落荒而逃 样子甭提有多狼狈了 呵呵 叶大哥 你真行 你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办到的吗 李珊珊看着落荒而逃的 赖副台长的背影 捧腹大笑问道 刚才他注意到了 在电梯里 夜修的手 好像是碰到了赖副台长 所以他相信 赖副台长在电梯里 失态放响屁 不是故意的个人行为 毕竟 领导还是更注重面子和形象的 哼 夜修 方应道 也算是为李珊珊解围了 哟 珊珊 看不出来吗 你男友是做什么的 千万别向我们家邓伟 整天在公司里无所事事 吊儿郎当的 另一个化着浓妆的美女 站出来说道 温倩 你那个富二代公子哥男朋友 年少多金 人又长得帅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有人笑道 夜修一听就知道 这个温倩话里的意思了 不就是晒男友 当众秀优越咯 夜修是一名医生 李珊珊大声向同事们介绍说道 神情很骄傲自信 哦 珊珊的那些漂亮的女同事们闻言后 只淡淡地应了一声 有人微微摇头 有人则不懈地微微一笑 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尚漂亮年轻的女孩 见识过的行业精英骄子巨头 那可多了去了 所以眼光就更高了些 看人也更势力了些 像夜修这类普普通通的医生职业 工资收入稳定 在一般人眼里 也算是让人艳羡的职业了 可在电视台 这群时尚亮面眼里 稳定的工资收入 就意味着稳定的平凡寡位 就像是食之无味 气之可惜的积累一样 夜修一生的职业 就没多少吸引人眼球的了 他们见惯了各种多精成功商务精英男 手握权力的各种官员 各种年少多精的富二代 官二代 夜修在他们眼里 其实同失败落魄 也差不了多少了 你们李珊珊见重女狗眼看人低 正想要反驳几句 夜修制止住了李珊珊 珊珊 人各有志 无需争辩 道不同不相为谋 夜修在李珊珊耳畔 淡淡微笑巧声说道 进了晚会主会场 夜修感受到了喜庆热闹的氛围 会场大厅里 琳琅满目摆放着 为台庆晚会准备的各种装饰品 和吉祥物 会场里 星罗旗布布满各式各样的彩灯 遇会的人非常多 大家都是盛装出席 嗨 珊珊 一名短发套装打扮的美女 笑意淫淫地走了过来 胡总监 你好 李珊珊礼貌回应道 珊珊 这位帅哥是你的男朋友 胡总监翘眼一扫 微笑问道 是啊 夜修 这是我们台里摄影部的胡总监 今晚的晚会 是由他负责的 李珊珊为两人介绍说道 胡总监年轻漂亮又能干 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夜修微笑赞道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夜修的恭维话语 让胡总监笑呵呵地 开心极了 珊珊 你的这个男友 可真会红语人开心啊 你真有福气 胡总监再次仔细打量了一次 夜修笑道 小胡 台长叫你过去呢 赖副台长快步走了过来喊道 哦 就来 胡总监答应后 同李珊珊和夜修两人匆匆告别 立刻转身 跑着离开了 李珊珊 你拒绝了我的邀请 就是因为这个小白脸 赖副台长身亲不善 一来就责问说道 不是 赖台长 夜修是我男友 我不是有意拒绝你的 李珊珊在领导淫威之下 说话声也有点颤抖了 哦 我当是谁呢 就是他在电梯里 对我不禁来着 李珊珊 我要你同我道歉 赖副台长看见李珊珊 畏惧自己的模样 气焰一下就上来了 得意不已 这是同珊珊无关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 是我要揍你 有种你冲着我来夜修上前一步 挡在李珊珊身前 瞪着赖副台长说道 太野蛮了 太野蛮了 李珊珊 你哪有太野蛮了 赖副台长在夜修强大气场的震慑下 身不由己的往后连退两步 与无伦次说道 马队长 过来赖副台长大声招手示意远处 一名穿着保安制服的高个中年男子 赖副台长 什么是领导召唤 马队长屁颠颠跑了过来问道 给我把这个男的赶出去 赖副台长 指着夜修喝道 这这不符合规矩吧 马队长看了看夜修 又看了看夜修身后 站着的李珊珊说道 这个人野蛮 极具暴力倾向 我怀疑他是来捣乱的 马队长 要是台庆出了篓子 这个锅 你背得起吗 赖副台长看着马队长说道 赖副台长 夜修是我的男友 也是我请来参加台庆晚会的男伴 你驱赶他 那就连我一块 也赶出去了 把李珊珊不知从哪来的勇气 站出来维护夜修 李珊珊 注意你自己说话的语气和态度 这是同领导说话 该有的态度吗 赖副台长于炮眼色 迷迷盯着李珊珊胸前的高耸说道 这位先生 请你离开会场 马队长权衡利弊之后 决定听从奈副台长的命令 按领导的只是办事情 就算是错的 责任也比坚持己见好得多 马队长使劲往外推着夜修 却发现自己根本推不动对方分毫 夜修纹丝不动 一副泰然处置的神情 双手怀抱在胸口 微笑看着已经使出全力 满脸通红的马队长 小妍 你带几个人过来 我这里需要支援马队长 在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后 放弃了自己单单的想法 拿下挂在肩头的布画机 命令自己的队员赶过来支援 队长 有什么是几名保安 疯疯活活跑了过来 站在马队长周围 赖副台长命令 把这个疑似破坏分子 驱除出会场 马队长指着夜修大声说道 怎么回事 竟然有破坏分子 从另一边走过来两个人 其中一个正式地外 是大名鼎鼎的 邵氏集团的总裁邵老爷子 另一个则是邵老爷子的 老友市局的刘副局长 他们两人也是应邀 前来参加电视台 三十周年台庆的 马队长 需不需要我派员支援你啊 刘副局长笑眯眯说道 小燕 你也来参加晚会吗 邵老爷子走过 热情握住夜修的手 打招呼说道 可是我现在已经被人家 列为破坏分子了 要赶我出去 夜修看着对面 不远处站着的赖副台长说道 赖副台长 你们怎么回事 怎么可以随意去赶晚会客人 人家来参加晚会 是给你们面子 捧你们的场 你们倒好 给脸不要连老刘啊 既然主办方这么不讲道理 我们也同小燕一起 离开少老爷子 眼见自己的救命恩人吃亏 当场怒喝赤道 一点不给赖副台长留面子 好 走 刘副局长转身就走 刘副局长 少老 你们误会了 这可能是马队长 他们工作疏忽 认错人了 马队长 还不快道歉 赖副台长对马队长 实眼色说道 要是今晚晚会 刘副局长和少老 这两位贵宾缺席离开的话 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 后续不良效应 赖副台长自存 自己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所以赶紧上来拦住 要赖副台长承认 是自己的错误 他是绝对不会干的 背锅顶罪的 只能是直递言为的马队长了 算了算了 既然是误会 那就算了 道歉什么的就免了 叶修上前很大度地 拍了拍马队长的臂膀 微笑说道 马队长只是一个底层打工的 叶修并不想让马队长来顶 本不属于他的错 罪魁祸首 是那个可恶的赖副台长 叶医生果然有大将风度 少老还一直在我面前夸你来着 我本不大相信的 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 刘副局长笑呵呵说道 赖副台长见叶修 竟然认识少老和刘副局长 从互动关系来看 似乎交情还不浅呢 这下赖副台长老实一些了 起码他不敢明着为难李珊珊和叶修了 少老和刘副局长被安排 坐到贵宾席上了 叶修和李珊珊 则被安排坐在员工席区域 珊珊 我出去一下 叶修起身离席 走出主会场 叶修放水返回晚会会场 经过会大门场拐角的时候 听到了赖副台长 那讨人厌的猥琐嗓音 珊珊 你不要以为你的男友 认识几个头面人物 我就治不了你 你要是不听我的话 我整治你的手段多着呢 你要时刻记着 你现在还是一名电视台实习记者 你的未来去留决定权 还是由我这个 直接上级说了算 你要是处处与我作对 后果是什么 你自己清楚 不仅仅是这个电视台了 以我的能量和人脉关系 DY是各大媒体平台 想必都不会有人会收留你的吧 赖副台长 那边有人喊我 李珊珊找了个借口 匆匆逃离了 机会只有一次 你最好想清楚 赖副台长大声喊道 挺肆无忌惮的 叶修吹着口哨 经过赖副台长身边 鼻液地说道 屁精 你最好离我女友李珊珊远一点 赖副台长被突然出现的 叶修吓了一跳 一脸怒气地看着叶修 咬牙切齿地 却又无可奈何 电视台林台长开幕致辞结束后 晚会正式开始 第一个节目 就是与会众人一起跳开场舞 珊珊小姐 不知可不可以赏脸 陪我跳第一支舞音乐响起后 赖副台长快步走到叶修 李珊珊坐着的桌子前 装成很绅士的模样说道 看得出来 赖副台长这个人 脸皮不是一般吼 而且还色胆包天 自视自己手中有点权力 就敢在电视台里为所欲为 珊珊 我们来跳 叶修起身 走到李珊珊面前 把挡在身前的赖副台长 给撞了一个裂剑 好 李珊珊牵着叶修的手 愉快地起身 与叶修肩并肩走向舞池 身后爬起来的赖副台长 仇视极度的目光 紧紧盯着叶修 与会千余名嘉宾 随着优美的音乐翩翩起舞 叶修与李珊珊 正跳得开心间 发现那个阴魂不散的赖副台长 搂着一个年轻女孩 故意往叶修和李珊珊这边来 叶修也被这个以拳压人 不知进退的小官僚臭虫惹火了 就在赖副台长靠近的一瞬间 叶修立刻与赖副台长的女伴交换舞伴 现在 是叶修与赖副台长两个大男人跳舞 你想干什么 赖副台长被叶修这突如其来的交换舞伴举动 吓了一跳 叶修没有理会对方的话语 而是指示赖副台长的眼睛 只一眨眼间 赖副台长瞳孔闪过一丝鸿芒 转瞬即逝 叶修通过短暂的对视 使用道心肿魔大法 成功干扰了赖副台长思维意识 再次交换回舞伴 叶修回到李珊珊身边 道心肿魔大法 是一种玄妙高深的道门精神控术 被施法之人 在极短时间 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恶念和欲望 会被勾起渐渐放大 然后人会被自己心底里的恶念所控制 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出来 叶大哥 你刚才干嘛过去 同哪个老家伙跳舞李珊珊不解问的 叶修微笑摇头不语 音乐停歇 正在大家稍视休息之时 赖副台长做出了令在场 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一幕 赖副台长竟然像尸心疯了一般 专门对穿着红裙的女兵客下手 又是抱又是摸又是亲的 舞池里女兵客的惊叫喊声 此起彼伏 人人自危 保安 抓住她一袭红裙的电视台 林台长夫人也遭到了 赖副台长的贤猪手欺辱 林台长忍无可忍 震怒吼道 她疯了吗 李珊珊也是被赖副台长的疯狂举动 惊吓道 我们回去坐下休息吧 夜修建舞池里越来越混乱 便牵着李珊珊的手 走回桌子旁坐下 赖剑 你怎么一回是林台长脸色铁青地看着 已经被保安合力控制住的赖副台长质问道 被勤住的赖剑依然不老实 还在死命挣扎反抗 对林台长的质问非但毫不理会 还朝林台长怒吼了一嗓子 那样子看着让人寒毛直竖 疯了 这家伙疯了 快拨打精神病院的电话 夫人被辱 台青又出了这么大纰漏 林台长被赖副台长的疯狂举动 气得激动不已 大声喝令左右道 就在这时候 五池里有人高声喊道 不好了 林台长昏倒了 这声喊叫过后 本来就混乱不堪的晚会会场里 更是乱了 遇会众人都跑到五池去看热闹去了 快打120 我是医生 大家都散开退后 病人需要新鲜空气 夜修同李珊珊也挤了过去 有人发病 夜修习惯的就往前冲了 在经过后麦合观察后 夜修大声说道 林台长是突发脑溢血昏迷 病情危急 救护车到了没有林台长的夫人 在一旁催促助理问道 样子很急迫 医院急救科说 救护车都派出去了 救护车最快也要30分才能过来 助理紧张地答道 不等了 我们自己把人送去医院 林台长夫人命令电视台员工说道 病人是突发脑溢血 不能随意搬动 搬动不当 会致使恶化病情 危及生命的 夜修起身 阻止众人疯狂地抬人举动 你是谁啊 你说不搬就不搬 我老公出事 你负得起责吗 林台长夫人指着夜修立声喝道 小燕 这位是夜修叶医生 她的中医医术非常了得 她说的 你最好还是听得为好 少老站出来说道 有少老出面力挺 林台长的夫人想了想 还是终止了 让人搬台林台长的打算 救护车迟迟不能到 这可怎么办 才好呢 林台长夫人焦急万分 不住哀声叹气 两人交情估计还不错 把握室友 只是不方便 夜修看了眼 在一旁急得团团转的 林台长夫人 有所顾虑地说道 少老领 会了夜修心中的忧虑 夜修是担心 林台长家属不同意 不配合治疗 这种事情 如果病人家属不同意 你强行治疗 到了最后 大多只会落下一个 费力不讨好的惨淡结局 弄不好还会被病人家属追责 惹上一身麻烦 那就悲剧了 况且 林台长的脑医血病情 夜修查看过了 很严重 出血量起码不低于100毫升 夜修修为 虽然是提升到了炼气两层 但按照以往炼气一层的治疗经验看 治疗如此严重的脑溢血 还是存在一定失败风险的 毕竟没有试过 夜修心里面也是没有底的 小燕 这位就是那位在火车上失真治疗 把我从死亡线拉回来的夜神医 只要她答应出手 小林就能化险为夷 少老对林台长夫人说道 夜神医 刚才实在是对不起了 我太慌乱心急说错的话 冒犯了夜神医 请夜神医不要见惯 林台长夫人走了过来 低声下气 给夜修赔礼道歉 与会的众人看到这情景 全都愣了 林台长的夫人 可是一位女强人啊 别看平日里 林台长在台里说一不二 威风凛凛的 可在夫人身边 林台长就温顺的像一只鞍唇一样 对夫人的话 那是百分百言听计从的 可现在 林夫人却在众人面前 低声下气 给夜修赔礼道歉 这着实让在场的 所有人看傻眼的 林夫人 林台长这次突发脑溢血 出血量太大 非常棘手 抢救起来 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夜修没有把话说满 而是选择留有余地 夜神医 求你出手救救我的丈夫 你只管放手去救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可以接受 林夫人听出了夜修话里的顾虑 于是主动把话挑明 打消夜修的顾虑 林夫人再三权衡后 果断做出决定 她最终还是选择相信少老 把筹码压在夜修 这个年轻神医身上 自己的丈夫命在旦夕 也容不得她考虑太多 林夫人 今晚我出手抢救 完全是看在我的女友 李珊珊面子上 珊珊能在电视台 得到发展的机会 多少也得益于 林台长的赏识和提携 我今晚就投桃报李 为珊珊还了这份人情 夜修 今晚自己救人的人情 送给李珊珊 让李珊珊 今后能在电视台里 得到更多 更好的发展机会 和发展空间 珊珊 我一直就很欣赏 和喜欢你这种 活泼可爱的姑娘 你要是不反对 燕姐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 任你做我的干妹妹了 林夫人玲珑剔透得很 夜修话里的意思 她如何听不出来 任李珊珊做干妹妹 既是向夜修示好 更是为了让夜修 能在接下来的抢救中 能尽全力 为自己的丈夫 多增添几分获救的可能性 能得燕姐这个姐姐 珊珊欢喜得紧 燕姐姐 李珊珊惊喜莫名 赶紧上前与林夫人拥抱 任林夫人为干姐姐 能在电视台里 抱住林台长夫人 这根粗幼状的大腿 不知是电视台 多少人做梦都在想 却苦无机会的大好事 今天 李珊珊获得了 而且还是林夫人 主动提出的 这同自己死皮白猎 软磨硬泡得到的 可不知强了多少倍了 所以 当林夫人与李珊珊 完成姐妹相认后 在场的电视台员工 都羡慕极度到不行 特别先前在会场大门口 当着李珊珊 面修优越的温倩 眼红得更是不行 李珊珊这声燕姐姐喊出口后 今后在台里的地位 就会大大不同了 别说温倩之流了 就算是赖府台长 这种级别的台领导 在与李珊珊相处之时 都要三思而后行 轻易不敢得罪李珊珊了 而叶修 则是促成这一切的关键 这个名不见经传 在温倩眼中 不入流的小中医 叶修取出钢针 消毒准备完成后 在林台长百会学 和印堂学下针 当叶修试针的时候 全场千余双眼睛 全神贯注 紧盯叶修捏针的双手 他们都不曾见识过 针灸抢救脑溢血病人的 叶修今晚确实是让 在场千余参加晚会的嘉宾 大开了眼界 在全力施针15分钟过后 叶修的脸上露出了 欣喜的笑容 修为的提升 确实对乾坤造化针法的治疗效果 提升明显 林台长破裂的脑血管 已经修补愈合好了 脑溢血遏制住了 病情得到了控制 至少不会再有恶化的趋势了 只是林台长这次 脑溢血出血量多 脑部的一些神经元细胞 已经被鲜血破坏掉了 今后就算是治愈 也会多多少少留下 一定的脑溢血后遗症 这是不可避免的 叶修的修为 现在还没有逆天道 可以修复一切人体组织细胞 有很多疾病 叶修现在还是无法根治的 不过修为提升到炼气两层后 叶修在运用乾坤造化针法治疗时 全力运功治疗的时间 可是大为增加了 原来全力而为 仅仅十分钟左右 叶修就已经有虚脱 真气不济之感了 现在叶修全力施针治疗 已经三十分钟了 还能继续咬牙坚持 病人在哪里救护车到了 医生护士和拿着担架的护工 冲进会场 大声喊道 在这里围观的人群 自觉让出一条通道 给前来抢救的医护人员通过 叶医生 你也在啊 随车前来的医护人员 是第一人民医院的 叶修现在在第一人民医院 已经是赞露头角 小有名气了 所以 随车前来的医护人员 也认识叶修 叶修取针起身 满头满脸的汗珠 全身也被汗水浸透 病人脑溢血 现在血 已经被止住了 淤血也基本排除干净 叶修交代说道 脑溢血出血 只止住了淤血排除 排除干净了随车前来的事 急救科的值班医生 只见他一脸猛神的样子 不可置信地 望着淡定的叶修问道 叶医生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丈夫没事吗 林夫人听到叶修的话后 激动欣喜不已 小燕小燕 林台长喊了两声 大林 我在这里 你不要吓我啊 林夫人听见林台长开口呼喊 激动万分 扑到丈夫身边 紧握林台长的手 林台长的两声呼喊 比叶修千百句话 都来得更说服力 在场所有人都惊呼不已 脑溢血昏迷的重症病人 竟然能苏醒开口说话 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奇迹了 大家心里的震撼可想而知 而做到这一切的 正是年轻的小中医夜修 他只凭一人两针之力 就力挽狂澜 把一个平临死亡线的人 给拉了回来 这简直太令人钦佩了 林台长被急救担架台离后 台青会场的嘉宾们 都争先恐后 上来与夜修套交情 递名片 求联系电话 其中不乏 DY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不管你有多么富有 多么有权 一旦得病 该躺还得躺 林台长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而能够在你绝望弥留之际 有本事可以挽救你的人 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 没有人会傻到无动于衷 人人都争抢着讨好八戒夜修呢 对于这些富人和官员来说 夜修才是他们眼中最大 最粗的那条大腿 夜修这条大腿 关键时候是能够救命的 而每个人的命只有一条 只要能够报到 他们什么代价都愿意付 珊珊 你男朋友真厉害 医术太的不得了 珊珊 真羡慕你能有一个 医术那么厉害的男朋友 是啊 珊珊 真是不比不知道 一比就吓一跳 那些只会管家里 伸手要钱的二代公子爷 真是拍马 都赶不上你的这个医生男友啊 李珊珊的年轻小伙伴们 同事们纷纷上前大献殷勤 溜须拍马 恨不得把夜修给夸上了天去 李珊珊则一脸满足 扬眉吐气 享受着这种重心拱月般的待遇 一脸幸福的翘模样 顾盼生辉的大眼睛 一直注视着远处的夜修 夜修今晚带给李珊珊的惊喜 真的是太大 太美好了 她到现在还怀疑 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自己该不会是在做梦吧 电视台台庆晚会 因林台长意外发病 而草草结束 离开丰都酒店的一路上 李珊珊宛如小鸟一人一般 幸福满满地 挽着夜修手臂 翘脸上总是挂着浅浅的 幸福的笑意 两人就这么一步步 慢慢地在大街上走着 路上行人看见夜修身边 依围着一个脸蛋 身材都无可挑剔的大美女 都羡慕得要死 珊珊 时间不早了 我叫出租车送你回家吧 我不要 人家就想这么陪着你走着 李珊珊拒绝了夜修的好意 最难销售美人 嗯 李珊珊的这个小小要求 让夜修头大得很 就在浓情蜜意的当口 李珊珊的手机忽然响了 喂 珊珊嘛 妈妈到东阳了 可东阳火车站那么大 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 妈 你别乱走 原地等着 我马上就过来接你 李珊珊匆匆挂掉手机 夜大哥 我妈妈头一次进城来看我 她还是一个路痴 我不放心 我得赶过去接她了 别着急 这么晚了 我陪你一起过去 大晚上的 夜修也不大放心 李珊珊这个大美女 独自一个人在街上晃 夜修拦下一辆出租车 同李珊珊一块 往地外市火车站驶去 虽然已经晚上十点了 但地外市火车站外广场 依旧是人山人海 人潮涌动的 妈妈 你现在人在哪里 李珊珊拿着手机焦急地问道 我在哪我也不知道呀 我就看见我边上 有一家西江路串店 西江路串店李珊珊 也不知道究竟在哪里 猛神了 西江路串店这个 我知道在哪 跟我来夜修当日出道东阳 还在那家店里撸了一串呢 哎呀 抢东西了 你们还我东西在路串店门口 一位身材矮小的中年女子 被人推倒在地上 随身携带的旅行包 被一名染着红发的小年轻 给夺了去 妈妈李珊珊看到了 跌坐在地上的妈妈 惊呼喊道 夜修赶紧上前扶起 李珊珊妈妈 一脸哭丧懊恼的神情说道 我真没用 一个包我都看不住 哎 妈 你没事就好 什么东西都不重要 李珊珊赶紧过来安慰说道 伯母 珊珊说得对 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人没事就好 夜修从旁安慰道 珊珊 这位小伙子是妇人 仔细打量夜修问道 妈妈 这位是叶医生 是我的朋友 朋友该不会是男朋友吧 妇人看着夜修笑道 妈 你别乱说 你女儿还没有那个福气呢 李珊珊娇�脆道 哼 女儿的小夜啊 我们珊珊怎么样 夫人看着夜修问道 伯母 珊珊人漂亮 聪明活泼又大方 很好啊 夜修当即夸道 在这种时候 千万不能表现出犹豫 难为情的样子 不然有得你最瘦的时候 女人是极度敏感 而且无理可讲的 夜修说话的时候 李珊珊一双大眼睛 默默注视着夜修脸庞 夜修说完后 李珊珊脸上笑意平线 很开心 珊珊 完了 完了 我的身份证 还有与你爸爸的结婚纪念照 我对不起你啊 我们唯一一张结婚纪念照 我都弄掉了 李阿姨欲哭无泪 心情很是失落 夜修陪着李珊珊母女俩 来到街边等候出租车 忽然 一辆奥迪S4开了过来 停在几人身旁 从奥迪车上下来一男一女 小妹男的望着李阿姨大声喊道 大舅 大舅妈 你们怎么也来了李珊珊表情有些惊讶 妹妹好不容易进城一趟 我这个当大哥 怎么能不来接啊 李珊珊 这男的是谁该不会 是你的男朋友吧 骗财骗色的坏人太多了 防不胜防啊 那名女的警惕性地仔细审视着夜修 有点鄙夷地说道 大舅妈 看你说的 什么骗不骗的 我又不是什么富家女 更不是什么公主 有什么可骗的 李珊珊不太满意 大舅妈奚落夜修 珊珊 大舅妈几个月前 不是给你介绍了那个帅小伙 叫中志的 身体棒 有年轻有为 三十不到 已经是地外世西城派出所的所长了 珊珊 大舅妈可提醒你了 人家条件这么好的帅小伙 你要是不抓景点 可要被人抢去了 大舅妈挽着珊珊的手臂笑道 都上车吧 小妹坐了一天火车了 肚子早饿坏了 大哥今天好一次 咱们去东正国际大酒店 好好吃一顿 珊珊的大舅 扶着李阿姨上了车 珊珊啊 你不跟大舅妈介绍一下 你的这个朋友 大舅妈望着夜修 有点瞧不上的意思 也怪不得 夜修一身行头 都是地摊货 一看便知 大舅妈以貌取人这方面 还是有两手的 从医视行头 一眼便可以猜出 夜修的家底和身份地位了 大舅妈 夜修 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医生 是我的好朋友 李珊珊一脸自豪的神情介绍说道 医生职业还算过得去 夜医生不是本地人吧 大舅妈一语种地 与其有点轻视的味道 不是本地人 我家是农村的 那夜医生 现在是租房子住的 是啊 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小四合院 也是 现在城里房价越来越贵了 像夜医生这种上班族 目前我一个人没什么压力 工资是少了点 但也够用了 夜修淡淡回道 虽然夜修不喜欢 姗姗大舅妈这种谈话方式 但还是碍于情面 只得硬着头皮应付着 夜医生家里 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还有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 夜医生是老大 对 我是老大 那这样的话 按照乡下的习俗 夜医生应该担负着 弟弟妹妹的开销花费的吧 是的 弟弟现也在东洋念书 妹妹比我有出息 考上了燕京农业大学 说到妹妹闻问 夜修还是非常欣慰自豪的 家里同时有两人在外地念书 这个开销 怕是小步了吧 是不小 不过有我这个大哥在 他们就无需为钱的事操心 大舅妈 不要再问了 李珊珊也听出了不好的苗头了 李珊珊的大舅和大舅妈 在地外市 通过人脉关系 开了家大药房 药房经营的还算可以 小日子还算过得不错 算是一个小康英式家庭了 珊珊 你这孩子太小 大舅妈从旁帮你 把把关事为你好 大舅妈教训李珊珊说道 夜医生 你现在工资多少一个月呢 还不知道 我才刚来医院上班 还没到开工资的时间 夜修摇头无奈笑应道 这个大舅妈 比户籍警察问的还要仔细 夜医生除去个人生活开销 还要负担弟弟 妹妹学费 生活费 这样一月下来 每月工资 怕是也不会剩下什么了吧 夜医生有没有想过 在市里买房 安家落户呢 暂时没有买房子的打算 租房子住 其实也挺好的 夜修已经不大想同 这个大舅妈聊下去了 夜医生既然不打算买房子 那以后怎么能够 给我们珊珊一个 安稳的家啊珊珊啊 你可要擦亮眼睛看清楚了 一个连房子都买不来的男人 你跟着她是没有未来的 大舅妈问完话 开始教育起李珊珊来了 大舅妈 夜修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就喜欢和她在一起 李珊珊没有理会 大舅妈的鄙视 和对夜修的数落 大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好人这年头 好人就能当饭吃珊珊 不是大舅妈要说你 好好的西城派出所所长中置 人家爸妈都是离修干部 家庭条件样样都好 不知你是被人灌了迷魂汤 还是被猪油蒙了眼 硬是要跟一个农村出来的穷医生 以后你难道想 跟着她会农村过一辈子 大舅妈越说越上瘾 非要李珊珊点头答应 回心转移不可 大舅妈不管怎么样 无论夜修去哪里 只要她需要 我都愿意同她在一起 李珊珊抓着夜修的手 坚定地说道 说话间到了酒店了 珊珊的大舅李莉当先下车 一群人来到东正酒店的餐厅 现在是晚上十点半了 早已过了正常的用餐时间 餐厅用餐的人很少了 不时有几个酒店 住着的客人下来吃宵夜 服务员 我们要点餐吃饭 李莉叫住一名餐厅适应生说道 对不起 先生 现在已经过了用餐时间 大厨们都下班了 我们现在只提供 酒店指定的餐点服务 适应生礼貌应道 这样就太可惜了 不如我们去别家看看吧 李莉听闻酒店 不提供点餐服务后 一脸惋惜地说道 不吃了 我现在也没什么胃口 不想夜里老跑来跑去的 李阿姨似乎还在为丢失的旅行带懊恼 情绪很低落 服务员 叫你们经理开一间包厢 我要点餐吃饭 夜修拉住适应生 拿出至尊会员金卡说道 啊好的 先生 您稍等 我马上去叫经理过来 适应生接过夜修的至尊卡 跑着离开了 小夜啊 人家酒店已经打烊 不提供点餐服务了 你还把人家经理叫过来 这有什么用 李莉十分不解夜修的这个举动 认为这是夜修在装门面 冲大头 竟干些面子上的虚势 就连大舅妈也看不惯了 在一旁数落夜修说道 小夜 不是我说你 你一个穷医生 在这里臭险买个什么镜 还开包厢呢 你知道在这里开一间包厢 要多少钱吗 别到时你没钱付账 那就一笑大方了 李阿姨周车劳顿 不宜四处走动折腾了 不如就在这里用餐算了 费用我包了 夜修说道 小夜 刚才侍应声说的 你没听到吗 酒店大厨全都下班了 餐厅也暂停点餐服务了 你浪费钱开包厢 要干嘛吃个夜宵 需要那么大阵仗吗 李莉笑话说道 李莉和大舅妈的笑话和风凉话 夜修只是微笑回应 没有过多去解释 一切话语都比不上真实的行动 来得震撼有效 届时自见分晓 三分多钟过后 餐厅经理一路小跑 来到夜修跟前 恭敬向夜修鞠躬行了一个礼 微笑说道 夜先生 我已经打电话 催促酒店下了班的大厨回来工作了 您先请跟我去包厢稍事休息 我们酒店一定会为您和您的朋友家人 提供最尊贵的贴心服务 餐厅经理的一番话 把李莉和大舅妈听得是目瞪口呆的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夜修竟然可以办到这种事情 就连李珊珊也完全猛了 她知道东正酒店是一间什么规格的酒店 夜修一句话 竟然能让如此高规格的酒店 做出修改酒店工作 时间表的行为 就只是为了向夜修提供她想要的服务 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夜修和李珊珊家人进入包厢做好后 餐厅经理亲自呈上菜单 这里你们二位最为年长 还是有你们二位点菜吧 夜修示意让李莉和大舅妈点菜 当李莉和大舅妈点好菜后 夜修接着让经理将酒单呈上 小叶啊 今天我看就只点菜就可以了吧 我还要开车 酒就不喝了 李莉看到酒单上价格 不禁被吓了一跳 这里面的酒 随便一瓶都是上万的价格 李莉这些年 虽然开着大药房也赚了几个钱 但看见酒单里的酒水添价 也是吓傻了 这哪里是喝酒啊 简直是在喝血 先这样吧 经理 夜修也不勉强 不得不说 酒店高效的执行力 不到一个小时 夜修这间包厢点的菜 就陆陆续续被服务员端了上来 李莉这回事 真心看不懂夜修了 她想不明白 夜修这么一个小医生 是怎么办到的 能让东正酒店 专门为一个人提供尊享服务 这已经超出了李莉和她老婆的想象范围了 小妹 趁热吃啊 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李莉看见李阿姨 一脸木然地呆坐着不动筷子 便提醒道 我没胃口 吃不下 我把老头子都弄丢了 她该怪我了 李阿姨神情极度失落 喃喃自语 反复念叨着这一句话 小妹 怎么会是李莉不明所以 大舅 我妈妈在车站外面被人抢包 包里有妈妈和爸爸的结婚纪念照 李珊珊解释说道 我要是没记错 那张结婚纪念照 是你妈妈和你已故的爸爸生前 唯一一张结婚纪念照把李莉想到 原来自己妹妹 是因为这个伤心欲绝 茶饭不思的 大妹子 不要伤心 我立刻给西城派出所的中治所长打电话 让她马上派人去帮你追回失误 大舅妈拿出手机 立即拨了一个电话 大约二十分钟过后 包厢大门被推开 一名身着警服的高个精壮男子 气宇轩昂地走了进来 吴阿姨 我一接到您的电话 马上就去车赶了过来 真巧了 珊珊也在呢 中治进来后 眼睛就盯着李珊珊望 李珊珊只是礼貌性地 同她点头示意打招呼 连话都没说 我在电话里没听清楚 李阿姨是不是什么东西 被人抢了中治走了过来问道 一个染着红头发的矮搜小年轻 把我的旅行包给抢了 李阿姨会议 当时被抢的情景说道 李阿姨 你的包里有什么贵重物品吗 中治询问道 有一张我和我丈夫的结婚纪念照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李阿姨说到这里 差点落下眼泪 既然没有什么贵重物品 也就没什么追回的价值和必要了 一般这种抢劫物品的案件 成功破获 追回全部物品的机会不大 照片没了 再去拍一张不就行了吗 中治笑着说道 一脸轻松的神情 对面作者的大舅妈 一直在给中治识眼色 做手势 让她别乱说话 可中治愣是没看见 果然 中治话音刚落下 李阿姨处到伤心处 又听到结婚纪念照无法追回了 忍不住便哇一声哭了出来 中所长 我爸爸已经死了 你让我妈妈上哪去补照 去李珊珊见中治 把自己的妈妈气哭了 也生气了 起身走到李阿姨座位旁 娇斥中治说道 李阿姨 对不起 多怪我不清楚状况 我立刻让人去追查 一定帮李阿姨 您追回照片 中治看到李珊珊生气 立刻就慌了 立刻拿出手机 联播了好几个电话 小庄啊 你不要怪我嘴巴多 你就明说了吧 这次你有多大把握 帮我小妹追回照片 李莉问道 李博 我实话对您说了吧 追回照片的把握 大概在六成左右 这种事情很难讲的 中治皱眉犹豫说道 小钟 大舅妈多问一句 如果 我说的是 如果追得回照片 你估计最快的要多长时间 这个这个 最快 怎么也得要四天吧 XC区那一带挺复杂的 光是摸牌调查 怎么也得要两天时间 中治想了又想 犹豫说道 听中治说话的口吻和语气 让人就不由地泄气 这一听 就是完全没把握的态度吗 李阿姨也不傻 他当然听得出来 想到照片找回无望了 李阿姨哭得更为伤心了 连李珊珊哄都哄不住 就在众人哀声叹气 死气沉沉一片之时 叶修拿出手机 拨打了一个电话 喂 邵兄 我是叶修啊 我现在有一件事 想请你帮忙 叶兄弟 不用客气 有事你就直说 邵氏集团的执行总经理 邵龙威豪爽硬道 我有个朋友的妈妈 在西城火车站 被一个红毛兽猴子抢包了 包里 有他和丈夫的结婚纪念照片 这张照片对他非常重要 你可不可以帮忙找回 没问题 邵龙威只简单答应了三个字 就挂断了电话 钟志听到 叶修拨打电话 听谈话内容 似乎叶修也在托人找寻 被抢的照片 钟志看着叶修笑问道 这位朋友怎么称呼 听你打电话 似乎也在托人追寻照片 试一试吧 总比坐在这里 什么也不做得好 叶修微笑应道 警察都没有把握办到的事情 还会有人办得到 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钟志对叶修拖人追寻照片的说法 根本不屑一顾 用嘲笑的语气讥讽道 对钟志的讥讽和嘲笑 叶修没有理会 这种事情光靠一张嘴 是说不清楚的 与其浪费唇舌 与他人做无谓争辩 还不如静观其变的好 李阿姨情绪低落 心情沮丧 包厢众人对着满满一桌子的美味菜肴 没有人有胃口吃得下 大家就这么静静地坐着 你忘我 我忘你 什么话也不说 包厢里只剩下李阿姨 时不时的啜气声响起 珊珊 听说你喜欢邓紫棋 我这有两张邓紫棋明晚的演唱会门票 是前排的座位 我想邀请你一块去看演唱会 总志从口袋里 掏出两张演唱会门票 走到李珊珊面前 递给李珊珊 邓紫棋要来DI 是开演唱会的消息和宣传 早已在各大媒介上铺开了 门票不仅非常抢手 而且还非常昂贵 夜休就在网上浏览看到过 靠后的座位价格都要1000元一张 靠前的座位价格就可想而知了 可就算如此 仍然是一票难求 抢到门票的难度也是不小 不知道中志用了什么办法 才弄到了两张炙手可热的演唱会门票 先不论中志怎么弄到门票 光是两张前排座位的门票 怎么着也得花去好几千元呢 中志虽是西城派出所所长 可毕竟还属于工薪阶层 这两张演唱会门票 就得花去中志一个月薪水 这么看来 中志为了追求李珊珊 那是不惜血本的了 我不去中志 你有这闲工夫 不如想一想 怎么把我妈妈追回被抢的照片 兴许这样我还会感激你 现在你这么做 只会使我更瞧不上你 李珊珊丝毫不给中志留面子 当场拒绝中志的邀请 并当着众人面训斥中志 中志则是低着头 脸胀的通红 不敢回应哪怕一句话 根本不像是一个 能独当一面的派出所所长 就在这时候 包厢大门被人推开了 一个红毛瘦削的小年轻 被两名西服大汉压着 走了进来 一个熟悉的面孔 出现在叶修面前 少龙威手下的得力干将 眼镜哥 叶医生 按照你的描述 我带人在西城的一家夜店 找到抢包的叶小子 这是你朋友被抢去的旅行带 你看看 里面还少了些什么眼镜哥 扔给叶修一个灰色的旅行包 叶修没有打开查看 而是起身把旅行包 交到李阿姨手上 说道 李阿姨 你看看 还有什么缺少的布 李阿姨看到旅行包 势而复得 惊喜不已 连声说道 就是他 就是他 李阿姨双手何时祷告 深吸了一口气 拉开了旅行包的拉链 双手在旅行包里不住翻查 过了一会儿 在包厢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 李阿姨双手颤微微地 拿出一张A4纸大小的黑白照片 气不成声说道 找到了 老头子 你回来了 看到李阿姨找回了结婚纪念照片 叶修也松了一口气 转身对眼镜哥说道 兄弟 辛苦了 不多说了 替我向龙威说声谢谢 叶医生 你这么说就见外了 我出来办事前 邵总吩咐过了 叶医生的事 就是他的事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帮叶医生把事情办到 办好了 现在事情圆满了 我也该回去复命了 眼镜哥说完 向叶修报权行礼 便领着两名手下 拖着红毛退出了包厢 只留下李嘉一家人 面面相去 目瞪口呆的 终止断言的 没有四天修想追回的论断 让众人现在还回不过神来 满打满算李阿姨照片 失而复得的时间 从叶修拨打电话算起 也不过四十分钟而已 不仅李嘉的家人目瞪口呆的 就连西城派出所所长终志 现在也是一脸蒙圈的神情 望着叶修 他完全想象脑补不出 叱咤地外式的邵氏集团 当家人邵总 为什么会心甘情愿 为叶修办事的 而且从这件事的办事效率来看 这比邵龙威办 自己的事还要积极 认真 叶大哥 你真行 谢谢你 李珊珊起身 笑叶如花轻快地奔了过来 一把抱住叶修 点起脚尖 在叶修脸颊上亲了一口 李珊珊的轻逆举动 让一旁看着的终志度火冲天 他现在是又恨又嫉妒叶修 恶狠狠瞪了一眼叶修 冷哼一声 转身大踏步走出包厢 连招呼都没有打 就匆匆离开了 小叶啊 你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你是怎么与邵氏集团的邵总 套上交情的李莉笑呵呵 走乖问道 李莉不愧是商人 在这方面 嗅觉可是比一般人灵敏得多了 他看见叶修一个电话 就能让叱咤东阳的邵总帮忙做事 心里震撼之余 先前对叶修的轻视看法 都转变过来了 没什么特别的呀 我们是朋友 没有什么刻意套不套的说法 叶修淡淡硬道 经理 菜都凉了 麻烦你帮我们重新热一下 叶修转身对站在门边 随时等候召唤的餐厅经理说道 好的 您稍等 我们马上为您处理 餐厅经理立刻示意服务员 把桌子上的菜肴撤下 小叶啊 不要麻烦人家了吧 我们将就吃吃就可以了 李阿姨结婚纪念照片 失而复得 心情大好 微笑说道 李阿姨人好心地善良 处处为他人着想 叶修望着餐厅经理问道 经理 麻烦不麻烦呀 这是哪的话 让客人吃得安心 吃得顺心 吃得满意 是我们酒店一直以来的追求 一点也不麻烦 餐厅经理连连摇头说道 呵呵 小叶啊 这家酒店的服务真是太好了 不像我住的小县城的饭店 那服务态度可要不得了 李阿姨发自肺腑感慨说道 小叶啊 这一餐起码也要两万多块吧 会不会太奢侈了点 你看你也是上班领工资的 挣钱也不容易 要不这顿 就由我们平均分摊了吧 大舅妈笑着对叶修说道 在李珊珊大舅妈认识里 叶修也就是一个 靠着刻苦读书 从农村闯出来的小医生 市里医院医生工资虽说不低 但也远远不足以负担得起 今晚东正酒店这一餐 大舅妈通过刚才找回 丢失的照片的事情 见识到了叶修的社会关系 和人脉资源 认为叶修是一个有潜力的 可以结交之人 所以市里的大舅妈 才有了共同分担餐费的这一说 呵呵 吴阿姨 我可以应付的 这顿我请了 叶修微笑婉拒了大舅妈的提议 听到叶修这么说 大舅妈笑呵呵小声问道 小叶 你老是同我说 这顿饭的钱 你是不是可以公款报销 珊珊的大舅妈 之所以会这么问 是低调的叶修 给她的印象和感觉造成的 在她眼里 叶修仅凭自己的能力 是无法独立支付 如此昂贵的一餐饭钱的 吴阿姨 你高看我了 我一个小医生 哪有那本事啊 餐费公款报销 那都是领导们菜有的特权 我只能自己付款 大舅妈先是一愣 先前对叶修的贫穷看法 也随之有了一些改变 能够脸不变色 心不跳 支付一顿饭两万多块钱的人 无论如何 都不像是一个 经济拮据的穷人的吧 菜肴重新热好端上来后 在最年长的 珊珊大舅李莉的一声招呼下 大家开始动快吃饭 李阿姨照片失而复得 心情好了 精神头也好了 大家有说有笑的 一边吃 一边不住夸赞酒店大厨的手艺 珊珊大舅李莉一家 虽说靠着大药房赚了一点小钱 一家小日子 也过得挺不错的 但东正大酒店包厢 才能享受到的特级大厨手艺 他们还是从来没有品尝过呢 一桌菜肴 在李莉两口子 和李珊珊两母女火力全开下 一会儿便被消灭光了 大舅妈打着宝格 一脸满足的表情 这顿饭就数她吃得最凶 那盘六千元的特级红烧澳洲双头豹 若不是夜修手快 给珊珊母女俩一人夹了一块 就全被大舅妈一个人给吃光光了 经理 结账 夜修招呼门边锤手站着的餐厅经理说道 夜先生 您这一餐一共是两万八千元 因为您是我们酒店的至尊会员 给您打五折优惠 只需要一万四千元 餐厅经理在夜修跟前 恭敬垂手微笑说道 不过餐厅经理这一番话 可把同一桌坐着的李家的人 给吓了一跳 虽说大家事先也有心理准备了 这一顿饭定然不便宜 可当餐厅经理把实际消费 数目爆出来之时 大家还是不禁吃了一惊 一顿饭两万八 李莉神情瞬间就凝固了 他这辈子还从没有吃过 这么贵的一餐饭呢 不过当夜修从口袋里 拿出钱包付款之时 大舅妈立马就愣神了 只见夜修打开钱包 从里面点出一达红烟烟的 老人头钞票递给经理 谢谢夜先生 欢迎您下次再来 餐厅经理接过钞票后 笑呵呵说道 离开酒店 夜修没有同珊珊一家同车返回 而是自己打得往古藏园去 夜修想去古藏园补办 采买一些制作福转所需的原材料 黄表纸 朱砂 制作福转消耗最大的 也就是黄表纸和朱砂两 材料了 特级黄表纸价格不是很贵 几百元就能买到足够多了 相比而言 朱砂的价格就贵上许多了 品质好的朱砂 价格都在300元每千克 制作福转消耗量最大的 就是朱砂 上次夜修买了100千克 为了布阵 制作九张两极的辟邪符 就差不多消耗光了 买好需要的材料 夜修打得返回四合院 将所有原材料搬进仙界果园里 夜修开始挥猴 制作福转 修为的提升 让夜修制作福转的成功率 提高了不少 原来为了制成一张两极的辟邪符 夜修往往要耗费大量的材料 100次也就能成那么一两次 现在修为提升到练气两层后 制成一张两极的辟邪符 夜修大约五次就能够成一次 成功率大为提高了 不过夜修这次准备要挑战一些 更难制作的攻击类福转 修为提升到练气两层 夜修可以制作一些 低阶的元素攻击福转了 就算只是制作 低阶元素攻击类福转的难度 也远超夜修的想象 练气两层的修为 夜修在制服过程中 也是连连碰壁 连连失败 夜修宁神全力以赴 在连续120次失败后 终于制成了第一张一极的火咒符 制服成功 极大激发了夜修的干劲 彻夜努力下 消耗了将近一半的材料 夜修望着面前摆放着的 三张一极元素攻击福转 哈哈大笑 这是一种宣泄式的笑声 修为的瓶颈 严重制约住了夜修的作为 还有许多高阶符转夜修 是无法制作的 只能是眼馋干瞪眼 两张一极火咒符 一张一极雷咒符 夜修者好收起 有了这三张低阶的元素攻击符转 夜修作战实力得到了一定提升 在完成每天清晨一个时辰的修炼后 夜修惊喜地发现 仙界果园那株选第十天亭附赠的七品梨树上 已经开始接出一个个小离子果实了 而且夜修通过透视演艺能 还看到梨树上揭满的果实外表 都泛起一层淡淡的金黄色光泽 该不会是这株梨树接出的果实 是高品质的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运气就太好了 夜修憧憬着 果园看护兽眠眠心领意会主人夜修的心意 一路小跑过来说道 主人 每株果树在结果之时 有一定几率接出高品质的果实 果实品质从高到低为紫色 绿色 黄色 蓝色 白色 五种品阶 果实品阶越高 其营养价值和药用养生价值也就越高 夜修出了果园 一路心情畅快 冲紧着往医院走 有了这株七品梨树的黄色品质的果实注意 应该能对自己的修炼有所帮助的吧 来到门诊大楼十五层中医科 夜修刚进入中医内科门诊办公室 还没来得及喝口水 手机响了 喂 哪位 修哥 医生说我的双手保不住了 我废了 手机里传来了一个男子略带哭腔的声音 陈武 你现在在哪 谁说你双手废了的夜修听出来了 对方正是那晚在递好酒吧一块喝酒的富家公子哥陈武 陈武得罪了叱咤低外式的大佬车猛 被车猛下令打折了双手 要不是夜修及时赶到 陈武就不止双手被废那么简单了 修哥 我就在你们医院的骨科主任办公室 骨科的下主任看了我双手的CT照片后 对我说的 陈武手机里声音语气很低落消沉 这样啊 那我过来看看 夜修回想起那一晚的情景 陈武受创的双手骨头确实是被打折了 但夜修透视演绎能扫描得出的结论是 并无太严重的粉碎伤 治疗正骨得当的话 重新恢复也是可以的 这也是夜修当晚没有出众手教训 和放过车猛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武还没有伤重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夜修搭乘电梯直达10楼骨科病区 静止往骨科主任办公室奔去 就在骨科下主任办公室门口 里面陈武物业哭泣的声音传了出来 陈武正直大好青春年华 听到自己双手就此残废的消息后 整个人都快要崩溃掉了 躺在办公室里的病床上 独自啜泣神伤 小五 夜修走进办公室喊道 秀哥 我成残疾人了陈武一看见夜修 眼泪就在眼眶中打转 没事 废不了 夜修再次扫描了陈武双手的伤处后 笃定地说道 你是哪个客室的进错门了吧 夏主任扭头望着夜修说道 一脸都不高兴 中医科夜修 夜修淡淡硬道 中医科哼 请述下某孤陋寡闻 中医科什么时候 可以对骨伤患者 妄下诊断了病患CT骨照 和合磁共振照 你看得懂吗 夏主任不懈地质问道 显然 夜修这个小中医 当着夏主任的面 推翻他的诊断结论 让夏主任觉得有失颜面 夏主任包扎正骨的手法 确实不错 但不经历一事 怎么就轻易判定 患者伤手死刑那夜修 看着陈武包裹的 像粽子一般的双手微笑说道 噢口气不小 我倒要瞧一瞧 夜医生有什么妙法治疗 可不要只动嘴不动手啊 夏主任黑黑冷笑说道 语气里尽是嘲讽的味道 修哥 你是说我双手 还有就陈武一脸期盼的神情 看着夜修问道 心力而为吧 夜修说完 便俯下身为陈武 解开双手 层层包扎定型的绷带 夜医生 我可提醒你 这个病人的双手骨头 已经断裂成几节 你若是解开了包扎定型的绷带 后果 你可要自己承担夏主任 看见夜修 竟然真的敢跃拳动手了 便出言恫吓道 夏主任 这个你放心 责任我承担 小五 待会儿我会给你进行针灸治疗 届时 你的手臂不要随意乱动 夜修取出针带 交代说道 修哥 会很疼吗 陈武一脸紧张的神情 他从来没有见识过 针灸是怎么一回事呢 看见夜修 从针带中取出又长又细 亮闪闪 闪着寒光的钢针 心里不禁有些发毛问道 疼到不会 就是会有些麻痒 你一定要咬牙忍住 失针过程中 最忌讳的就是乱动 这样 你骨头就容易错位了 夜修笑道 修哥 你动手吧 我一定忍住 陈武信誓旦旦说道 呵呵 你还是先睡一会儿比较好 夜修手指 轻拂陈武昏睡学 取陈武手臂内侧的太渊学 和去则学下针 夏主任站在一旁监视 当看到陈武昏睡过去后 夏主任惊呼说道 叶医生 你完了 病人昏迷了 我要打电话 向你们领导投诉 请便 夜修看都没看下主任 淡淡硬道 太狂了 我要向院领导投诉 夏主任兼夜修 根本不理会自己 觉得很没有面子 便立声合道 夏主任当着夜修的面 连续拨打了几个电话 无意不是投诉夜修 月全行医 致使病人昏迷云云 夜修微笑不语 不去理会夏主任 疯狂的报复行为 全神贯注 进行给陈武施针治疗 夜修 你完了 吴院长对你这种月全行医 不顾病人死活的行为 非常愤慨 你夏主任话只说了半截 两眼直愣愣望着苏醒过来 谈笑自若的陈武 整个人都惊呆了 这绝不可能 刚刚还昏迷不醒 怎么一转眼就醒过来了 夏主任使劲揉搓自己双眼 小五 今天治疗结束后 你的手骨断裂处 已经接续上了 但要完全愈合 还要三次治疗 一个月之内 你的伤手不能碰水 不能喝酒 不能吃刺激性的食物 以免影响治疗恢复效果 夜修收针起身 嘱咐说道 修哥 我的手真的能恢复如初吗 陈武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盯着夜修问道 真的不能再针 抱你打手枪都没问题 夜修笑道 夏主任 麻烦你了 小五手臂还需要重新包扎定型 这是你的强项 拜托了 夜修说完 便出了办公室 夏主任一脸蒙圈的神情 望着离开的夜修背影 然后用手在小五断骨处 拿捏检查 只见他越是检查 脸上神情就越是惊讶 检查完毕后 夏主任已经震惊的无以复加了 夜修 这个中医不一般 夏主任喃喃自语道 在门诊大楼一楼大厅里 两个身着已经微微泛黄的 褶皱白衬衫的年轻男人 搀扶着一个虚弱无力的老汉 医生 求求你 我们是从千里外的农村 赶来医院给俺爹瞧病的 你就通融通融 先给俺爹开一间病房 让他先住院 再说好不好 其中一个高个有黑的壮汉 年轻男子 一脸急切的神情 哀求住院部那科杜副主任说道 我说过多少次了 医院不是你家 不是你想住就能住的 现在住院部床位紧张 你们先找地方住 等有床位了 我们再通知你 杜副主任一脸厌烦的神情 打着关枪 冷冷回绝了男子 要求给老夫住院的请求 医生 你看一看俺爹 他这种情况 哪里还经得住旅途劳累呢 你就可怜可怜我们 给俺爹办理住院手续了吧 DY是第一人民医院 是省重点三甲医院 住院部床位 一向都是公不应求 一床难求 病人家属 往往为了给自己亲人 尽快办理住院手续 都是托爷告奶奶 动用所有社会关系 又是求人 又是送礼的 好不容易才求得来一张床位 而这三位来自千余公里外 农村的父子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人生地不熟的 他们在医院 已经苦苦哀求了半天了 门诊检查费 也已经花去了好几千元 来回折腾了差不多一天了 也没能让患病的老夫 住进医院 你们这两个娃 怎么就不开窍呢 我说过多少遍了 让你们直接去门诊 看病治疗就可以了 走走走 不要在这里影响其他病人 杜夫主任一脸的不耐烦神情 不仅没有答应 年轻男子的请求 还招呼医院保安 驱赶这三位农村 来看病的乡亲 态度非常不好 助手谁给你们全力 驱赶病人的夜修 下到一楼大厅 小卖部买烟的时候 恰好看到了 这令人气愤的一幕 二旦 大头 扁丹叔怎么了 夜修远远的 就认出了这三名 从千里外农村过来医病的人 搀扶着老人的年轻汉子 外号大头 同渡副主任 说话的是大头的弟弟二旦 这两人都是夜修小时候 在农村的小伙伴 关系很要好 扁丹叔就更不用说了 夜修小时候 一次突发四十度 高烧不退 人事不行 家中大人不在 危急关头 是扁丹叔将夜修绑在背上 一个人骑着破旧的单车 二十多里里 崎岖不平的山路呀 硬是将夜修 给送到县里的医院去了 幸好有扁丹叔 不要命的帮助 夜修才能转位为安 不然就现在 没有夜修什么事了 世上早就没有 夜修这好人了 所以 夜修打心底里 对扁丹叔是感激和感恩的 见到扁丹叔家人 在医院被人欺负 夜修当即上前怒吼制止 杜副主任 见夜修出面 喝止自己 回想起之前 夜修在住院部 当众顶撞他的情景 心中更是恼怒异常 你一个中医科的小医生 有什么权利过问 权利就因为我是医生 只要是医生 就有治病救人的权利 这也是我们不可推却的责任 杜医生 我就想问问你 你不理会病人情况 一味逃避 竟然还往外赶病人 你这是什么行为 你对得起你身上 穿着的白大褂吗 你 就是医生中的 拜了夜修历生 对杜副主任赤道 敢得罪自己的亲人 夜修才不管 杜副主任官嫌职务高低呢 直接当面呵斥 一点面子都不挤留 你你没资格说我 杜副主任被夜修一袭话 说得连连后退 不敢和夜修的目光对视 脸仗红得像猴子屁股一样 大头 背着扁单书跟我来 夜修不想同杜副主任 这种渣渣浪费唇舌 带着大头 二旦上了电梯 修哥 你刚才说的真提气 那种医生就应该好好治治 二旦想起 刚才杜副主任 在夜修一番义正词严的训斥下 畏畏缩缩的怂样子 就觉得解气 把扁单书放在病床上 夜修把三人 带进中医内科门诊办公室 我爹三天前在田里干活 不知怎么就一头栽倒了 县里医疗设备简陋 查不出是什么病 医生只说是什么中暑什么的 可治疗没什么好转 我们只好赶来省城来了 大头一头汗水 顾不得休息 给夜修说老夫的病况 大头 你先坐下喝口水谢谢 夜修给大头倒了一杯开水说道 修哥 你真厉害 没想到你能在这么大一家医院当医生 二旦比哥哥大头矮一个头 但更为敦式粗壮 样子很憨厚 扁单书这次中暑情况很严重 治疗不及时 中暑引动了脑部珠网膜囊肿 心肾等脏器器官 受到一定程度损害 夜修仔细给扁单书诊断过后说道 修哥 我爹这病严重吗 还有就不大头和二旦 听不懂夜修所说的病症 只是一个进询问结果 你们放心吧 有我在 保证扁单书没事 我会还你们一个健康的扁单书 夜修拿出针袋 消毒过后 在扁单书大锥 驱斥学下针 大头和二旦两个站在一旁 直愣愣看着夜修失针治疗 二十分钟过后 昏迷的扁单书 缓缓睁开了眼睛 电 你别怕 修哥正在给你治疗呢 大头安慰说道 扁单书 你不要翻动 再忍一下就好 夜修提醒说道 因为夜修取针大锥穴 是在后背位置 扁单书目前是侧身而握 如果翻过身来的话 就会压到后背的钢针 影响针灸治疗效果 夜修全力而为 三十分钟过后 扁单书脑部 珠网膜囊肿肿胀 压迫成功消除 体内热气湿气 也以调理平衡 夜修取针起身 笑道 扁单书 治疗完了 你可以随意翻身了 阿修 你真的是修娃子吗 扁单书翻过身 定定 瞧着夜修问道 是啊 扁单书 我就是你的修娃子 你受苦了 夜修蹲在扁单书床边 紧紧握住他的双手 呜呜说道 夜修从小就与大头 二旦玩在一起 亲如兄弟一般 扁单书也爱乌及乌 对夜修这个缺娘的可怜娃子 特别照顾和爱护 所以夜修同扁单书一家子 感情都非常深厚 夜修出来念书工作 有两年多时间 没有见到过扁单书了 没想到今天相见 却是在这种情形下 所以有些伤感 修哥 你医书太厉害了 才半个小时 就把我爹给治好了 二旦一脸欣喜 兴奋的神情赞道 小燕 我听说你在一楼大厅 当众训斥了 住院部内科那个讨人宴的 杜副主任 王双双停停鸟鸟地走了进来 微笑说道 王姐 你消息可真灵通呀 夜修哑然是笑说道 自己今天当众训斥医院领导的事迹 看来很快便会传遍医院了 院长这个周末 组织医院各个科室的骨干模范区交游 我们中医科人选定下了 你和我一块去 怎么样高兴吧 王双双欣喜地说道 王姐 可我家乡有亲人来 我周末没空呀 你令你他人吧 我是无福消受了 夜修耸肩无奈说道 大伯 你们好 我叫王双双 是小燕的科室领导 怎么称呼您呀 王双双热情同扁丹叔父子三人 打招呼问好 王领导 我们小燕还请你多多关照呀 扁丹叔起身说道 大伯 你直接叫我王医生 要不直接叫我双双就行了 领导这称呼 可不敢当啊 王双双也是没想到 扁丹叔那么实诚 直接就以领导相称了 小燕叫我扁丹叔 王医生 我瞧你年纪与小燕也差不多大 叫我扁丹叔吧 这是我两个不成器的孩子 这是大头 这是二胆 扁丹叔 呵呵笑着介绍说道 王姐 我向你请半天假 下午我要给扁丹叔他们 解决时速问题 好吗 夜修双手何时 对王双双说道 请假可以 但是周末的医院活动 你必须要参加王双双 开出了假码 这我有拒绝的权利部 夜修无奈苦笑问道 他知道 王双双做事 向来强势霸道 只要是 他决定好了的 其他人休想再改变他的决定 没有 王双双信念 原真白了夜修一眼说道 在一旁的扁丹叔父子 看到夜修这个囧相 不经玩耳 夜修带着扁丹叔父子三人 去市里最好的东正大酒店 好好吃了一顿大餐 然后在酒店 帮扁丹叔父子三人 要了一间大套间 阿修 不要这么破费 这么大的酒店花费 一定不小吧 你 上班挣钱不容易 扁丹叔不能增加你的负担 我们父子三个住小旅店就可以了 有个落脚的地方就可以了 无需这么浪费的 扁丹叔担心自己一家连累夜修 执意要离开酒店 扁丹叔 你们就放心住着 酒店所有花销都免费的 我抽奖抽中的 包吃包住一个星期 夜修为了能让扁丹叔放宽心 就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话 圆了过去 修哥 你真行 不仅艺术好 连运气也那么好 二旦憨憨笑道 扁丹叔 那就这样决定了 你们就住在酒店里 想吃饭用餐了 就直接去酒店餐厅吃就可以了 见扁丹叔不再坚持反对了 夜修便趁热打铁说道 修哥 带我们出去玩玩呗 夜修正要转身离开 身后大头和二旦 扯住夜修手臂哀求说道 行行行 反正我下午不用上班 走 我带你们去耍耍 夜修自从高中去外地念书以后 就先有同志两个儿 是小伙伴一起玩耍的机会 今天难得有机会 便爽快地答应了两名小伙伴的请求 大头 你们有手机吗 夜修想留下小伙伴的手机号码 方便今后的联系 修哥 没呢 我们打电话 都是上村头赵寡妇开的杂货店里打的 大头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说道 这样 我送你们兄弟俩 一人一部手机 好吗 夜修笑道 这样不好吧 俺爹从小教育我们 不能随便拿外人的东西 二旦先是一喜 随即摇头说道 你笨啊 修哥能算是外人吗 大头拍了一下弟弟的小圆脑袋瓜子说道 对对对 我说错话了 修哥就是我们大哥 不 比亲大哥都还亲二旦一脸真诚的表情 憨憨的神态说道 怎么说话呢 看我不全贬你 大头没想到 被自己这个憨憨的亲弟弟也遇了一把 也是哭笑不得 假意挥拳朝二旦身上打去 出了酒店 夜修三人转进一条步行街 这里各种手机商店 数码电器商店 数不胜数 夜修挑了一家比较大一些的店铺 走了进去 你们去挑自己喜欢的手机吧 挑好同我说一声就可以了 夜修对两人交代道 好烈 兄弟两个喜滋滋奔向柜台 挑选手机去了 帮拿这款手机给我瞧瞧 二旦相中了一款超薄大屏时尚手机 柜台卖手机的女服务员 鄙夷的撇了撇二旦土的吊渣的外表装束 不屑地说道 这款手机要好几千块呢 你到底有钱没钱没钱 别来这下捣乱 乱看了什么劲 这个柜台女服务员大约30岁出头 五官还算周正 脸庞有点大 浓妆艳抹的 那一张大嘴唇红彤彤的 看了直叫人寒毛直竖 倒进胃口 我没钱 可我只是想看一看 二旦很实诚地说道 没钱趁早滚蛋 你以为这是你们乡下菜市场压想 怎么看就怎么看 女服务员听见二旦承认自己没钱了 就更得劲了 一脸嫌弃的模样 不耐烦挥手呵斥说道 碰夜修走了过来 把一个占股股的 里面装着三万块现金的钱包 仍在那名女服务员柜台前 女服务员被夜修扔过来的钱包吓了一跳 正要发飙开骂 忽然看到撑开的钱包里 满是红烟烟的老人头钞票 一下子眼睛就绿了 愣神了 有钱可以看了没有夜修冷声问道 老板 当然看了啦 您想怎么看都可以 女服务员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谗笑讨好夜修说道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统统给我拿出来 夜修连着点了柜台里 十几款热销时尚手机说道 好好 您稍等 女人点头哈腰 将夜修点到的十几台手机拿出来 摆放在柜台上笑道 老板 你请看 有什么疑问 我将为您第一时间解答 这两个是我的好兄弟 你服务好 他们就行了 夜修指着大头和二旦说道 没问题 小店一定给他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女服务员尴尬笑道 大头和二旦两人仔细查看 询问了手机性能和特点后喊道 修哥 我们选好了 夜修走了过来 那名视力眼的女人 善笑地巴巴望着夜修 心中还在想着这一单生意 至少能卖出去好几台手机 自己最少也能赚个两三百奖金提成 没想到 夜修接下来的话 彻底击碎了这个 视力眼手机专卖员的美梦幻想 看好了 看好我们就去另一家买好了 夜修笑道 站住你们这是明摆着 耍我缠着我挑了半天 最后竟然说不买 视力眼手机柜员气冲冲插腰 瞪着夜修三人说道 哪条法律规定 挑手机就一定要买的 也不高兴就不买了 你咬我呀 夜修调侃笑道 哼 有种你们别走看 老娘今天怎么收拾你们视力眼手机柜员 立即拨了一个电话 夜修懒得搭理这个视力眼的女人 招呼大头兄弟俩 就要往店门外走 正当夜修三人走到店门口的时候 一伙人火急火燎冲了进来 领头一人大声问那个视力眼女人道 是哪个 就是他们三个视力眼女人 手指着夜修三人立声说道 一脸得意的神情 草泥马的 我的女人也敢得罪 活腻歪了 是不是那个带头的中年男子 一把扯住夜修手臂 骂骂咧咧喊道 当夜修转过身的时候 那名中年男子 整个人立刻惊呆了 一脸哭丧的表情 扑通一声 当即跪在了夜修跟前 孙老二 你疯了 老娘叫你为我出气 你倒好 反倒认起爹来了 给人跪下了 视力眼女人见到自己的帮手 反倒给夜修跪下了 她也是蒙圈了 不明所以 大声喝道 带头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天在邵氏酒楼 被邵龙威派人捉来 给夜修磕头赔罪的孙老二 地外是有名的 盗窃团伙头子孙老二 自从那天 当着众人面骑士 再也不敢偷盗 行窃这一行当后 孙老二金盆洗手 用多年积蓄下来的钱 开了几个店面 干起了正当生意 这间手机卖场 正是孙老二从梁后 开的众多店面中的其中一家 这个视力眼女人也是 孙老二其中一个情妇 孙老二给夜修跪下后 大声赤鹤左右道 都给老子跪下给夜夜赔罪 孙老二清楚 记得少龙威说过的那句话 得罪夜修 更胜于得罪她 所以今天孙老二 没有半分犹疑 在夜修没有生气之前 孙老二就把赔罪的戏码 给做足了 即使夜修想怪罪 也怪罪不起来 孙老二呀 那个女人 是你什么人 狗障人是挺嚣张的 夜修看了看 不远处柜台后面 插腰站着的 视力眼女人问道 孙老二闻言一惊 当即明白了 这事的关键所在 回头朝视力眼女人赤道 于父还不快滚过来 给夜爷赔不试 视力眼女人 从来没有见到 自己靠山孙老二 这么低声下气 给人赔罪过 多少也知道了 夜修等三人 绝不是自己可以得罪的人 只见他快步奔了过来 有样学样 学着孙老二 扑通一声 跪在夜修跟前 孙老二 你的女人 是不是脑子不太好用 赔礼道歉都找错人 夜修厌恶的 瞧着视力眼女人 冷冷说道 夜爷您息怒 于父你看你做的蠢事 连累老子 回头老子弄死你 孙老二 啪一耳光 抽了过去 行了行了 做生意就好好做生意 拿出正确的态度出来 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今天这是到此为止了 夜修说完 转身带着两个小伙伴 扬长而去 修哥 刚才你可真威风 那群人一看 就不像是什么善茶 我以为会才被人打一顿了 没想到那群人 见到你像是孙子 看见爷爷一般 二单路上 一脸一犹未尽的神色说道 最解气的是 是哪个狗眼看人低的势力女人 当众给我们跪下赔礼道歉 哼 别以为我们农村出来的 就这么好欺负大头一脸钦佩神色 瞧着夜修说道 哼哼 大头 手机还满意吧 夜修对刚才之事 根本没放在心上 像势力眼女人这类人 这是SH了去了 你要是总跟他们较真怒气 那你日子还过不过了 这种事过去了就翻篇了 开心最重要 修哥 手机真漂亮 我给满分 大头拿出新手机 爱不释手翻看着说道 你们帮我一个忙 给我爸和文文 把手机带回去 夜修除了给大头兄弟俩买了手机 还给扁单书 自己老父和妹妹文文 一人买了一部 都是统一的华为最新款手机 修哥 你放心 手机 我们一定带到 大头大声应道 夜修与大头两兄弟道别后 去商店买了几个容量 五升一个的方形塑料桶 返回小四合院后 夜修进入仙界果园 自己几日前酿造的樱桃酒 已经可以喝了 夜修咬了一勺尝了尝 入口甘甜醇厚 爽一纯净 回味持久泥香 唯一不足的是 自己酿造的这些樱桃酒 酒精度太高 不善于喝酒的人 喝起来就不那么舒服了 夜修扭头看向灵泉水井 心道 用灵泉水稀释一下 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而且 灵泉水营养价值 丝毫不亚于樱桃果 搞不好112呢 夜修说干就干 按照樱桃酒与樱桃水 1比1的比例对取 弄好后 夜修亲自尝了几口 感觉对了 灵泉水后的樱桃酒酒精度 降到了一个很和谐的平衡程度 就算不会喝酒的人喝了 也不会上头 对取过后的樱桃酒酒精浓度 降到了和红酒 差不多一个层级了 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 对取过后的樱桃酒口感和味道 并没有变差和下降 入口依旧甘甜醇厚 爽一纯净 樱桃果香浓郁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完美结果 夜修也说不上来 觉得这很有可能是灵泉水 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调和作用啊 若是换了一般的矿泉水 或者自来水 那么对取出来的樱桃酒 肯定是不能喝了 这个夜修试过了 一般水源对取的樱桃酒 那口味真不是一般茶 提着满满一壶樱桃酒 夜修信心满满地 往周萱萱公司走去 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公司前台小姐 教主夜修问道 我是来推销保健酒的 请问你们负责人在吗 夜修问道 你请稍等 乔总监 有位先生 说来推销他的保健酒 前台小姐打电话通知说道 夜修等了一会儿 一位高跟鞋 身材高挑窈窍 黑丝修长纤细的欧套裙 气质靓女 登登登走了出来 食指轻轻一点 夜修说道 卖酒的跟我进来 夜修跟着黑丝气质靓女 进了一间办公室 我叫乔安 是这家公司的销售总监 请问 你的酒有什么特点 气质靓女开门见山说道 特点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好喝 非常好喝 夜修放下塑料酒壶说道 你逗我玩来呢 你知不知道 国内宝剑酒市场竞争 有多么残酷激烈 要是你的宝剑酒 没有自身独特的 养生特点功用的话 能卖出去就有鬼了 好哈哈 你比得过鲜榨果汁 和高档红酒好喝吗 开什么玩笑 乔安总监望着夜修 不懈地笑道 乔总监 你最近是不是老是熬夜 我管你气血紊乱 肤色暗淡 脸上还有小痘痘 女人还是少熬夜的为好 很伤身体的 夜修一眼便看出 乔安身体内分泌失调 气血两须 你说什么 我的是要你管乔安娇称说的 走了过来 拧开夜修樱桃酒塑料壶的瓶盖 提起酒壶 咕噜咕噜 倒了满满一杯樱桃酒 敢奚落我脸蛋有小痘痘 还敢说我肤色暗淡 哼 看老娘怎么批你的烂酒 乔安就是 打着报复夜修的心理 过来是酒的 夜修双手整着后脑勺 翘着二郎腿 微笑静静 欣赏眼前这个黑丝气质靓女的举动 乔安拿起酒杯轻敏一口 一脸欲聚还淫的神色 然后闭目仰头一饮而尽 乔安喝完 还意犹未尽地伸出舌头 舔了舔嘴唇上沾着的酒液 乔总监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味道还正吧 夜修笑着问道 乔安没有回答夜修 而是放下酒杯 再次倒了一杯 再次仰头一饮而尽 乔安似乎停不下来了 连着倒了好几杯 最后 他也是喝得不好意思了 翘脸微红 拿出手机 拨了一个电话 喂 部门所有经理以上职位的人 全部都到我的办公室来试酒 在乔安打出这个电话一会儿之后 公司销售部总监办公室外的廊道上 热闹了起来 谭经理 你猜瞧总监 打电话让我们过来试酒 是怎么一回事 试酒就是试酒呗 有什么好猜的 上个月 我们销售部 不也连着是推了好几款保健酒吗 老张啊 大火死屁白咧 是推了一个月的保健酒 遭了别人多少白眼和羞辱啊 是啊 虽说我们销售部 就是专门干这个的 受些气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咱们 也不能白白受气啊 试推的那几款狗屁保健酒 都什么货色啊 狼道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 诉说着心中的委屈和不满 我有一个提议 大家待会进去试酒 无论如何 都别轻易表态 咱们不能再白白去做受气包了 不入流的保健酒 我们坚决不再去试推了 有人站出来 小声提议说道 好啊 好啊 就这么办 大家嘴上都把言一点 销售部所有经理级的员工 都赞成这个提议 这些销售部的精英们 统一了口径和认识后 余冠进入了乔总监的办公室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来推销保健酒的客户 这八位是我们公司销售部的八大金刚 销售业绩最好的精英 乔安翘脸微红 联合了七八杯樱桃酒 他现在才想起来 自己好像连夜修叫什么都还没问到 不好意思 请问你怎么称呼乔安 走到夜修身旁问道 夜修 把你们叫来的目的 就是让你们是酒的 每个人适合以后 把你们的真实感受说出来 现在开始吧 张经理 你开个头 乔总监做事雷厉风行 直接点名进入正题 张经理年纪是八人里最为年长的 只见他倒了一杯樱桃酒 一脸嫌弃的神色 拿起酒杯 像个娘们一样 轻轻抿了一口 原本紧皱的眉头忽然间舒展了 脸上嫌弃的神色也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惊喜之色 他同乔总监一样 轻抿一口过后 当即仰头一饮而尽 喝完酒 他并没有停下发表酒后感言 而是继续倒酒 像乔总监一样 连着干了三四杯 才舔着嘴唇 一脸满足的神情 张经理 别忘了你的工作 乔总监翘脸微寒 提醒说道 总监 我有个请求 张经理吞吞吐吐说道 说 乔总监略显不耐烦催促道 我还想再品尝三杯 张经理双眼竟是贪婪的目光 紧紧盯着夜休面前桌子上 放着的一壶樱桃酒 张经理话一出口 满屋子的人都愣神了 那些还没有得吃酒的经理 一脸疑惑不解的神情 齐刷刷望着张经理 大家都很不解 不是都说好了吗 这张经理葫芦里 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我说 老张啊 你那么拼命干什么垃圾酒 喝那么多 干什么脾气最火爆的干经理 忍不住了 站出来大声说道 我不如地狱谁入地狱 我先行一步了 老张的话 让在场的销售部精英们 各个目瞪口呆的 不过 他们只愣了一会儿神 当他们从老张脸上 满满的得偿所愿的 欣喜神情中 读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后 这些销售部的人精们 都一个个争先恐后 推开老张 争抢那壶樱桃酒 老张 你也太不地道了 说好的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 你却背着我们 想把这壶美 独吞了不成 大家在品尝过樱桃酒后 都如梦初醒 人人声讨张经理 乔总监则坐在办公桌后 默不作声 冷眼旁观下属们的 精彩表演 销售部众人 不愧是酒精考验的精英 一壶樱桃酒 在他们八人狂喝海影下 很快便见底了 好了 酒你们也都喝过了 都来发表一下酒后感言吧 乔总监拍掌大声说道 总监 我老张就两个字评价 好酒张经理 伸出大拇指 大声赞道 总监 我完全赞同老张的评价 我也赞同 众人纷纷出言 附和张经理的评价 而且都朝夜休 伸出了大拇指称赞 你们这群毫无节操的人 我鄙视你们 不过 酒确实是好酒 曾经提议大家 同一口径的邻经理 大声赞道 乔安默默听完 属下们的评价 一脸满意的神色 站起身 走到大家跟前 你们盯着我看 干什么 乔总监发现 属下们的眼睛 一个个都紧紧盯着自己脸看 不禁害羞赤道 乔总监 你脸上的小痘痘 不消失不见了 是啊 脸色也更白细红润有光泽了 乔总监 你便漂亮了 属下们 你一言我一语 争相排起了马屁 听到属下们这么说 乔总监一脸疑惑地 扭头看向作者的夜修 属下们的恭维话 他总有些不大相信 只见夜修也不住点头 似乎也是同意 和认可众人的看法 这下 乔总监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 压得叫呼一声 快步跑到自己办公桌后 拉开抽屉 翻出化妆盒子 打开盒子 紧紧盯着化妆盒里的镜子看 一会儿过后 乔安笑叶如花 放下化妆盒子 看着夜修问道 夜先生 你的这种樱桃酒 还有多少 不太多 几时谈还是有的 夜修微笑应道 造化玉碟酒盗篇 就有严名过 樱桃果泡酒 美容 美颜 不屑效果突出 不过 那是对鲜果而言的 从今天大家试喝的 实际效果来看 凡品樱桃果 在仙界果园里栽种以后 效果也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与正宗鲜果 无法相提并论 但实际效果 与同类保健酒比起来 那就是天地之差了 我们公司 想与叶先生签约寿酒 不知叶先生的樱桃酒配方 可否方便透露 一二乔总监 一脸期待的神色问道 很简单 配方全说出来 都没问题的 夜修大方笑道 樱桃果 红心二锅头对水 夜修的话音刚落 满屋子的人都惊掉了下巴 大家齐声惊呼 一脸不可置信地瞧着夜修 竟然有那么奇葩的配方 要不是众人 都是喝过樱桃酒 如果夜修一来便这么说 可能会被众人 当成是神经病给轰出去的 不知叶先生这樱桃酒 准备卖什么价钱 乔总监不愧是 见官大场面的销售精英了 脸上惊讶之色 一闪而过 接着问道 我打算走高端路线 一瓶酒卖价 不低于两万夜修大声应道 夜修爆出心理预期卖价后 没有一个人惊讶和质疑的 乔总监低头沉吟了一会 抬头望着夜修接着问道 不知叶先生 你这樱桃酒产量是多少 这种塑料壶 一天大约能有两百壶吧 夜修指着自己面前 那个空落落的方形塑料壶说道 夜修装酒的塑料壶 能装五升酒水 满打满算五公斤吧 市面上较为常见的瓶装白酒 都是一斤装的 按夜修果园樱桃果的产量 夜修一天就能产出 大约两千瓶一斤装的樱桃酒 这样的话 我建议樱桃酒定价 还可以更高一些 五万一瓶乔总监 给出了自己的专业看法 五万夜修本来以为 自己两万一瓶的定价 已经戳破天了 没想到 乔安给出的价格更是惊人 什么九一五啊 办公室大门被人推开了 周萱萱走了进来 微笑问道 夜修 你来了 怎么不来找我周萱萱 发现了角落里坐着的夜修 颇为忧愿地说道 周总 叶先生你认识乔总监 见周萱萱 同夜修主动打起了招呼 看上去 两人还挺熟悉的 便诧意问道 何止认识 叶医生可是帮了我大忙的贵人 周萱萱笑道 周萱萱话音一落 满屋子的人都惊讶地看着夜修 大家实在想不出 年纪轻轻的夜修 能帮富白貌美又多惊的周总什么忙 周总 叶先生拿来一款自酿的樱桃酒 我们都尝过了 一致认为 叶先生这款樱桃酒 能在保健酒市场 大有可为乔总监 笃定的神情说道 哦 樱桃酒夜修 你还会酿酒周萱萱惊讶的表情 望着夜修说道 周总 这里还有小半杯 满满一壶 都被这几个酒鬼喝光了 乔总监走过来 为周萱萱针酒 白了一眼 站在一旁的八个属下说道 好味道啊 周萱萱喝了一口樱桃酒后 便由衷称赞说道 周萱萱问道 乔安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听见你说什么五万一瓶 是的 这是我给叶先生的樱桃酒 定下的销售价格 五万一瓶夜修 你这酒看比顶级红酒啊 你能告诉我 你这樱桃酒 有什么特别保健功效吗 周萱萱听了乔安的话后 颇为震惊 转身问叶修道 美颜养颜不屑补气 驱风除湿 活血止痛 适用于一切风湿 腰腿疼痛 四肢麻木症状 叶修想都没想 一股脑把造花玉蝶酒到偏离 樱桃酒的功效 给转述了出来 真有那么神周萱萱 一脸疑惑的望向乔总监 是真的 我刚才只喝了几杯樱桃酒 周总你看 我脸上的痘痘都没有了 脸蛋肤色也更白细亮泽了 乔安一脸欣喜兴奋的神情印道 真的耶 乔安 你更漂亮了 周萱萱走到乔安身边 仔细看了一番 最后还用手摸了一下 乔安白嫩的脸蛋 叶修 你竟然私藏那么好的酒 等一下拿几壶给我 我也要好好保养保养了 周萱萱看着叶修笑道 周萱萱这话一出 乔安和他部门的八大金刚 都一脸震惊的表情 期盼的眼神巴巴地看着叶修 樱桃酒的价格先不论 光是樱桃酒的味道 就已经把众人挑剔的味蕾 给尽数征服了 而且 除了味道之外 樱桃酒那显著的保健养生功效 也是众人掩馋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有什么本来我就说过 一定会弄一款保健品给你公司的 叶修微笑说道 乔安 你立刻拟定一份樱桃酒的宣传销售方案给我 另外把公司其他没有利润的产品统统裁掉 省下来的预算 全部打到樱桃酒这来 周萱萱低头沉思了一会儿 大声对乔安交代说道 跟叶修接触得越久 周萱萱对叶修就越是信赖 只要是叶修制作的东西 都是了不得的宝贝 所以 周萱萱没有一丝含糊犹豫 立刻把公司所有资金 全部用在叶修这款樱桃酒的宣传和包装铺货上 叶修同周萱萱谈好相关合作事宜 签了产品代理 销售合同后 便返回了自己的四合院 叶修把几时谈酿造好的樱桃酒 搬到四合院的院子里放好 等周萱萱公司的人过来搬运 樱桃酒这一块 叶修只负责酿造 剩下的产品宣传 包装铺货 全由周萱萱的公司负责 叶修的仙界果园 目前已经升到了两级 种植繁品樱桃果树 一天时间便已成熟 可以收获了 叶修打电话 让卖酒缸的杂货铺老板 赶紧运一百个大酒缸过来应急 电话刚打完 大门外汽车喇叭声响了起来 叶先生 我们是周总叫过来 给您运送红心二锅头的 几名身着工作服的男人 一人肩头上 扛着一件红心二锅头酒 进入四合院 各位师傅辛苦了 就放在凉棚里就行了 叶修说道 周萱萱办事风格 果然干练迅速 叶修前脚刚进门 周萱萱的红心二锅头就送到了 以后叶修酿酒 所需的红心二锅头高度白酒 统一由周萱萱公司 直接从厂家进货提供 这样就能最大限度避免 买到质量不好的假酒 也能为叶修省下很多精力 周末清晨 地外是第一人民医院 门诊大楼前的广场上 两辆旅游大巴并列停在广场上 叶医生 你们的车在旁边 这辆大巴是院领导的 叶修刚想上车 车上一名医院的护士长 微笑提醒说道 小叶 快点过来 王双双背着一个橘红色的旅游包 手上拿着一杯速农的热咖啡 在不远处笑着朝叶修招手 王姐 看上去 你准备蛮充分的吗 老司机咯 叶修调侃说道 那还用你讲 你姐姐我可是户外旅游达人哦 你两手空空的 连水都没有 带一点旅游常识都没有 走走走 小叶你该不会是宅男吧 王双双看见叶修两手空空 有点鄙视的笑道 哼 王姐 那这样 小弟就多仰仗 你这个户外旅游达人照顾了 叶修被王双双傲娇的翘模样给逗乐了 放心吧 有姐姐罩着你 包你饿不着 王双双很仗义 伸手搭着叶修肩膀 豪爽硬道 旅游大巴司机 按响了汽车喇叭 催促还没有上车的人赶紧上车 准备要开车了 王双双 叶修两人 才慢悠悠上了旅游大巴 王姐 你能给我透露点消息吗 我们这次医院组织去哪郊游啊 叶修自小就在荒山野岭也惯了的 对城里人这些形式上的户外郊游活动 不怎么感兴趣 还不如去酒吧酒店好吃好喝 那才叫完的爽呢 吴院长这个人喜欢登山 我猜这次肯定又是去登山了 不过具体哪座山就不知道了 王双双微笑应道 辣条 吃步王双双从旅行包里 拿出一袋辣条问道 这东西既不卫生 也不健康 你最好少吃 叶修瞥一眼 摇头说道 哼 爱吃不吃 王双双不理会叶修 撕开封条 一个人大快躲移起来 旅游大巴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 稳稳地停在了一座 郁郁葱葱高山的山脚下 下了大巴车 叶修抬头仰望这座高山 巍峨挺拔的高山山顶上 似乎建有一座庙宇 小叶啊 今天你是所有人里 最轻装上阵的了 吴院长一行人 经过叶修身边 笑着对叶修说道 院长您别夸他 小叶就是懒 我让他帮我拎个包 他都不肯 王双双双手各拎着一个袋子 里面全是各种零食和饮料 小嘴气嘟嘟地告状道 王剑 你这又是背 又是拎的 不懂的 还以为你是来开店的呢 叶修接过王双双 手里拎着的袋子 调侃笑道 臭小叶 赶孝姐 看我不掐死你 王双双双手得到了解放 便扑上来抓弄叶修了 两人一路上你追我躲 欢笑声不断 吴院长 我听你说过 南山山顶的青阳冠冠主 是一位影视高人宁副院长问道 是啊 这青阳冠冠主 的确是一位修为高深的影视高人 我就是有幸求得 他的一张平安符 才安然避过一次车祸 要不然 我这条命 恐怕早就交代了 吴院长缓声说道 语气里满满的钦佩之意 这么神奇啊 待会儿上山后 还请院长给我们引荐认识一下 这位道长 林副院长眼中 满是期待的神色 没问题 这位道长很和蔼慈祥的 和我聊得很投机 届时我就给你们引荐 吴院长拍胸脯说道 脸上一派得意之色 上到山顶 庙宇大门外 一名年轻小道士 正在打扫院门外的落叶 这位小道长 请问青阳子道长 可在吴院长上前开口问道 众位善人不巧了 家师有言语在 今日不见任何访客 善人请自便 小道士轻声应道 凡请你通传青阳子道长 就说第一人民医院的吴小拜访 吴院长爆出自己名号说道 请善人捎带 我进去通传 小道士放下扫帚 转身跑进大殿里去 师父 外面有一个自称是 第一人民医院吴小的善人 要求见你 小道士快步走进大殿 向一名蓝色道袍的中年道士 行礼说道 都什么时候了 叫他们滚蓝袍 道士上手打坐着的 一名悬色道袍道士 不满喝道 师兄息怒 我这就让徒儿浅 他们下山 青阳子似乎很是忌惮 那名悬色道袍道士 招手示意小道士上前 傅尔低声吩咐了几句 小道士便退出了大殿 善人 我家师父今日不得空 师父说了 等下山上要做一场法事 不便相见 还请善人不要停留 紧早下山去 小道士的话语 让吴院长一脸遗憾难堪的表情 上山之前 他可是向众人拍了胸脯 打了包票的 还要帮医院同事们引荐呢 没想到 今天却吃了一个闭门羹 老吴 道长怎么说什么时候 见林院长走了过来问道 青阳子道长说要准备一场法事 还叫我们早些下山 不要停留 吴院长尴尬说道 法事这个有意思 小道长 反请通传一声 就说夜修拜访 夜修听到妙语等下有法事 一下便来了兴致 夜医生 刚才你没听见吗 青阳子道长都说了 不见任何人 就连吴院长与青阳子道长 这么交好关系的人都吃了闭门羹 你算哪根葱呀 道长会见你宁副院长 冷嘲热讽讥笑说道 善人再次稍等 我进去通传 小道士脾气倒是挺好 重新跑进庙宇 大家准备一下 都下山了吧 吴院长一脸惋惜之色 大声招呼众人说道 夜居士何在呀 请树平道接驾来吃之罪 庙宇大门里 快步走出一名身形高大的蓝袍道士 正是此间的灌主青阳子 众人见到青阳子轻出 而且还在夜修跟前连声告罪 那千公的神色 就像是迎接一位 多么了不得的大人物一般 吴院长吃惊不小 他望望望一脸淡然之色的夜修 似乎夜修 对于青阳子的千公告罪 还挺心安理得的 这就让吴院长百思不得其解了 宁副院长这时也看傻了 他目瞪口呆看着青阳子 千公迎着夜修进庙宇的背影 心里虽然嫉妒 但就是没办法 夜修还真就是青阳子 亲自迎进庙宇的 而且青阳子这趟出来 眼里似乎只有夜修一人而已 庙宇外这么多人 人家全都没放在眼里 院长 那我们还下山吗 等夜修吗 王双双不合时宜冒出一句来 不等了 我们先下山 吴院长心里也窝着气呢 自己跟青阳子这份交情 人家竟丝毫不作数 不放在心上 反倒是明见经传的夜修 青阳子待之如上宾一般 在一干同事面前丢了面子 吴院长心里苦着呢 宁副院长看见吴院长 一脸不高兴之色 心中暗自高兴 他此时心里想的不是其他 而是暗自笑话 夜修不懂为人处事之道 在领导跟前擅自渐远 惹吴院长生气了 自己到时在家把火 夜修不死也得脱层皮 夜修在青阳子的公营下 踏进了庙宇大殿 夜居士 这位是我的师兄 玄阳子 师兄 这位便是我同你提起过的那位 空手珠水井恶魂的夜修夜居士 青阳子将夜修迎到 端坐在座殿上的 玄阳子师兄身旁 引荐说道 嗯 玄阳子头也没有回 致鼻孔冷哼一声答应道 态度十分巨傲 见到师兄玄阳子 这么不给面子 青阳子也是觉得脸上无光 夜修也不理会 爱理不理 我又不求你 装什么大尾巴郎啊 青阳子道长 你这道观 倒也十分别致 想必平日里香火 也挺旺的吧 夜修同青阳子闲聊说道 脱善人居士们慷慨施舍 平日里的吃穿用度 倒也不缺 青阳子黑黑笑道 师弟 时不我待 不要同步相关的人 废话不准备好 师父怪罪下来 你我君担待不起 打坐着的玄阳子 冷声斥责说道 话里尽是怪罪之意 师兄 我这就来 夜居士 不好意思 你自己随便逛逛 我不能陪同了 青阳子不好意思陪理说道 不碍事 道长请便 青阳子告罪转身离开 摆到师兄玄阳子身旁坐下 夜修一个人在大殿里 东逛逛西逛逛 夺到青阳子师兄弟身后 看到这两师兄弟正 低头辉豪制作福转呢 不过青阳子功力所限 福转制作均是失败居多 十次都难有一次成功的 而他身旁的师兄玄阳子 看上去厉害一些 道门的一些初级福转 比如辟邪福 五次能乘一次吧 不过玄阳子制作的辟邪福转上的灵力 比起夜修制作的一级辟邪福比 那可就差远了 何况夜修 现在已经能比较容易制作的 两级辟邪福了 那个更甩玄阳子十几条街了 青阳子回头一望 看到夜修正在观望自己制作福转 脸上不觉一红 将一张制作失败的福转 揉成一团 也句是 不如下场指导我等一下 青阳子知道 夜修功力远胜于自己 所以话语间 态度非常千功 看到你们话福 我也寄养难耐 那我就试试夜修搓着手笑道 哼 黄口小儿 不知天高地后不想边上的玄阳子 一脸孤傲的神情 不屑地冷冷说道 夜修脸色如常 接过青阳子手中的狼嚎 摊开一张黄表纸 用燕台压好 站好朱砂 夜修混圆镜直透笔尖 下笔如有神 一番龙飞凤舞 比走龙蛇过后 几乎是一气呵成的 中间毫无一丝组织 一张两极驱斜符成功制成 身后 站着观看的青阳子 一脸猛逼的脸色 他被夜修手上的这份功力 给完全震慑住了 他自己制作一张 一级的入门符传 十不成一 而夜修制作一张 终极的两极驱斜符 竟然可以一气呵成 这份功力 不说青阳子了 就连青阳子的师父 怕也不及夜修的 玄阳子刚制成一张 一极驱斜符 正要在夜修面前嘚瑟炫耀 拿想扭头一看 好家伙 夜修面前 一张两极的驱斜符 赫然入目 玄阳子顿时觉得天旋地转 双脸发烫 只见他使劲搓了搓双眼 仔细低头审视 夜修制出的那张 两极驱斜符上 灵力流转充沛 远胜于他的一极驱斜符多已 此刻 他心里的震撼无以伦比 夜居士 敢问师承何人玄阳子 想探探夜修的底细了 不才师承红军道祖 夜修的话 让玄阳子身体猛然一阵 身后站着的青阳子 手中佛尘 也掉落地上 夜居士说笑了 玄阳子震惊过后 脸色恢复如常 他才不会相信夜修的话语呢 师承盗祖红军 就算是他们毛山一派的开山祖师 都没有资格和服员 败入红军盗祖门下 夜修如此名不见经传的后学晚辈 能败入红军盗祖门下 就见鬼了 夜修见玄阳子不相信 也就只是微微一笑 没有再做理会 不过不管玄阳子信或不信 夜修手上的这份功力 却是实打实的 玄阳子苦练三十年 至今对于制作两级的驱邪符 仍然没有什么把握 而夜修年纪轻轻的 两级的驱邪符 却能信手拈来 一气呵成 这份实力不由的玄阳子不服 就算是他玄阳子 再怎么孤傲自负 但在事实面前 也不得不服气的 盗门一卖最重实力 没有实力 你就是资格备份再老 在别人面前 也是自残行贿 矮一个头的 烦请夜居士不令赐教 再让我等见识见识 夜居士盗门玄公的风采 青阳子诚心拜扶 敦请夜修 再次出手赐教 既然道长相请 那我就搬门弄斧 献丑了 夜修言罢 名神运功 在黄表纸上 一气呵成 一张两级平安符 一次即告攻城 身后青阳子惊喜莫名 全城一丝不苟 注视着夜修的制作全过程 直到夜修最后停笔扶城 青阳子都没有从中 瞧出什么门道出来 心中的震撼 真的无以复加 他对夜修的敬仰 已经到了高山阳子的程度了 青阳子的师兄玄阳子 这次的惊讶 丝毫不亚于 第一次夜修两级驱邪扶城之时 连续两次 制成两张两级的符传 夜修这份道门功力 不仅可以秒杀玄阳子 就算玄阳子师父亲来 也未必敌得过夜修的 青阳子道长 这张两级平安符和驱邪符 我就赠予道长了 夜修大方地 将两张两级的符传 赠送给青阳子 青阳子拜谢夜居 是赠符之恩 青阳子得夜修赠符 大喜过望 立即拜扶于地 连声感谢 道门符传 乃是学道之人 眼中的宝贝疙瘩 特别是高级些的符传 那都是人人眼馋的宝贝啊 就连一向孤傲自负的 玄阳子 听闻夜修赠符的话语后 也不禁大为震惊 眼红的 他修到大半辈子了 一张两级的符传 都未曾拥有过 而夜修却是谈笑间 将两张两级的符传赠人 玄阳子不禁未知侧目的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青阳子道长 我借你材料一用 弄几张符传用用 夜修笑道 夜居士尽管用 不过就知会一声 我马上命人添置 青阳子得夜修赠符后 开心兴奋极了 有求必应 夜修挥毫制符 一口气连着制出了 十张一级的平安符 夜修这份道门玄公 把一旁的青阳子师兄弟 惊得面面相去的 夜修制作一级的符传 现在成功率几乎是一百的 把玄阳子师兄弟 看得是一愣一愣的 收好符传 夜修与青阳子师兄弟道别 下了南山 夜修发现 医院所有人都在空地上 席地而坐 吃着自带的食物和矿泉水 两辆旅游大巴停在路边 天色已近黄昏 夜医生回来了 有人大声喊道 夜医生架子挺大的嘛 玩起来就忘了时间 让大家眼巴巴等你一个人 太不像话了 您副院长挑不失时机 玻璃剑说道 吴院长看着夜修 夜修快步走到吴院长身旁 说道 院长 我刚才之所以回来晚了 就是在道观里 苦苦哀求青阳子道长 给大家制作平安符传 哼 嘴上说得好听 人家会那么容易听你的话 把平安符这种宝贝 稀罕物 白白送给你 宁副院长一脸不屑的神情 讥讽说道 自从上次在急救市 被夜修给当场打脸下面子后 他就横竖看夜修不顺眼 处处想为难夜修 给小鞋穿 吴院长 这是青阳子道长 特意叫我拿给你的平安符 夜修摸出一叠符传 取出一张 递给吴院长 真的吗 青阳子道长 真的这么说的吗 吴院长惊喜焦急地问道 是啊 道长还说了 吴院长是他的至交好友 好友之间不必多说什么了 心意大家都懂的 夜修这番话语 故意说得很大声 让在场众人全都听得清清楚楚的 这样一来 吴院长当众吃青阳子 闭门羹的怨气 就化解于无形了 同时 吴院长对夜修的极度情绪 也都消散一空了 吴院长失去的面子 也得找回来了 现在的吴院长脸上 恢复了自信和欣喜的神色 这张是林副院长的 这张是李处长的 这张是张部长的夜修 给医院在场的领导 一人发了一张 自己制作的平安符 唯独没有宁副院长的 有好几次 夜修经过身边的时候 宁副院长都伸长了脖子 瞧手以盼 以为夜修会给自己发一张 没想到 夜修愣是装作没看到他 道长交给的任务 总算完成了 甚至一些个官衔 比他小的领导都有了 就他自己没有 终于忍不住大声问了出来 是啊 小燕 怎么没有宁副院长的吴院长 不明就里帮着问道 不是 我当时已经好话说尽 苦苦哀求青阳子道长 多制作一张符传了 可青阳子道长却说 他不喜欢宁副院长 他的符传只送有缘人 宁副院长无符销售他的符传 夜修的话说完 大家都哈哈大笑 宁副院长颜面扫地 他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老您啊 青阳子道长乃世外高人 性格未免乖张了点 你不用往心里去 改日 我一定为你求一张平安符 吴院长安抚脸色 极为难看的宁副院长说道 在返程的旅游大巴车上 夜修从口袋子 摸出最后一张 特意留着的平安符 塞到王双双怀里 小生说道 双双姐 赶紧收好 好东西 我特意为你留着的 呵呵 你小子还算有良心 没忘了姐姐 王双双小心将符转折好 收起来 笑叶如花说道 在夜修脸上轻轻摸了一把 算是奖励了 返回医院后 夜修收到了周萱萱手机 发送过来的短信 樱桃酒宣传造势活动 已经拉开帷幕 今晚八点 在地外视电视台摄影棚 现场录制樱桃酒的宣传视频 希望你能到场压阵 周萱萱的短信言简一概 字里行间对夜修的信任 和倚重之情 悦然指上 夜修返回自己的四合院 好好洗了个澡 换了身形头 毕竟晚上 要去摄影棚录节目 不打扮打扮 对不起观众 更对不起自己 晚七点 一辆奔驰S级轿车 停在夜修四合院门口外边 喇叭声响起 叮咚一条手机短信传来 我在你门口的车上等你 周萱萱发的短信 萱萱 你可真早啊 我本想着打得去的 夜修坐进车里后笑道 今晚录节目 有好多东西 要事先协调好 不敢早一些不行啊 而且 电视台的摄影棚抢手着呢 我托人找关系 花了大价钱才拿下的 租用时间都是按分钟计算的 不经打细算可不行啊 这次公司为了做好樱桃酒这个产品 几乎把所有可以动用的资金 都压上去了 一定要圆满成功 周萱萱用坚定的语气说道 到了电视台 周萱萱挽着夜修的手臂 一起并肩走了进去 周总 节目的托我找来了 销售部总监乔安 走到走萱萱身边 巧声说道 萱萱 我的这个樱桃酒 真的不需要请托的 夜修自信笑道 警方万一 把事情按最坏的程度来做准备 这样才能百战不待 周萱萱说道 周总 你好 我是今晚节目的现场主持人乐伟 一名身着商务西服 一副成功人士打扮的财经频道主持人乐伟走了过来 同周萱萱和夜修打招呼 相互认识寒暄两句 这是你们今晚的台词 对一下 没有什么的话 我们就按这个套路来 由我来带全场 乐伟给周萱萱和夜修一人一张台词单 上面写好了今晚主持人和现场观众提问的问题 今晚的节目是录制的 还是直播的夜修问道 按照周总的要求 我们电视台考虑了你们产品的最大曝光率和收视率问题 今晚的节目属于直播类医疗财经类节目 在财经频道八点黄金档首播 乐伟解释说道 现场导演 观众入场完了没有乐伟用耳麦联络设备 协调摄影棚现场的准备情况 OK 导播 机器好了没有 可以开始了 三秒倒数321 开始 各位电视观众 欢迎你们收看每晚八点档 由乐伟为你们主持的医疗养生保健大家说节目 下面有请我们今晚节目的嘉宾 亚轩公司的周总 我们节目今晚的特约嘉宾 是来自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夜修医生 和市中医院的蓝剑主任医师 乐伟爆出特约嘉宾的时候 周轩轩秀眉紧促了一下 这个市中医院的蓝剑主任医师 根本不在节目计划内的呀 不过现在节目现场播出已经开始了 周轩轩也不好质疑询问 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此时 在东阳市一所豪华的私人会所房间里 丸裤大少尹志与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肥胖男子 一块坐着收看电视机里现场播出的医疗养生保健 大家说节目 乐董 这次如果能如愿打垮周轩轩的亚轩公司 我可是要多多感谢你的鼎力相助之功了 尹志拿起一杯红酒 一脸得意的神色说道 尹少客气了 这次要不是得尹少你提供的商业情报信息 我也不知道亚轩公司的最新动作啊 没想到周轩轩这次 竟然打完这么大的 几乎是把他公司所有可以募集动用的资金 全部砸在一瓶保健酒产品上 周轩轩此举野心极大 必其功于一亿 如果真让他做成了 乐董你说 谁的损失最大影哲音效说道 那还用想的吗 现在山南省保健品这一块销售竞争 所占市场份额比重上 周轩轩的亚轩公司和我的蓝天公司顶足而立 瓜分和把持着省内九成以上的保健品市场份额 如果这次他新品市场开发成功 此消彼长 我的蓝天公司肯定受到冲击和影响 弄不好亚轩公司从今往后便甩开我的公司 成为省内最强的保健品生产销售公司 乐董分析说道 今晚过后 周轩轩公司的名声将会遗落千丈 破产倒闭也近在眼前 乐董 届时你就可以如愿兼并亚轩公司 独霸山南省保健品市场 他日成为国内最强保健品生产销售公司 也是指日可待的 嘿嘿 影志英显笑道 影哨 那我们就一起见证 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吧 干杯 乐董举杯笑道 一脸憧憬的神情 影志则扭头恶狠狠瞪了一眼 电视上的夜修和周轩轩 仰头举杯一饮而尽 电视台一号摄影棚里 主持人乐围正在与现场观众互动 这位大爷 请问你怎么称呼乐围现场 找了一位虚发揭白 老太龙中的大爷问道 我免贵信录 老大爷大声应道 你有购买和服用保健酒的经历吗 乐围引导问道 有啊 怎么没有 我买了很多这类产品了 花了不少冤枉钱呢 陆大爷情绪有点激动地说道 正好我们今天节目 请来了亚轩公司的周总 他带来了他们公司 最新推出的保健酒产品 下面我们请周总 跟我们现场观众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介绍一下这款新品保健酒 观众朋友们 今晚我很激动 我很荣幸地 向大家介绍 这款樱桃酒产品 周轩轩拿着一瓶 包装精美的樱桃酒 在镜头前展示说道 周总 你先稍等一会儿 我们先来请在场的观众朋友们 来做个统计 我们来看大屏幕 大家座位旁 都有一个按钮器 有购买和服用过保健酒的观众朋友们 请按一键 乐围打断周轩轩的话语 临时做一个现场观众数据统计 乐围这个举动 完全出乎周轩轩的意料 今晚节目计划表里 根本就没有现场观众 使用购买保健酒的调查统计这一环 大屏幕上 实时显示出了 这次观众统计的结果 95的现场观众 都有购买和使用保健酒的经历 周轩轩走到乐围身边 本来是想开口 让乐围赶紧按计划表往下走 没想到乐围抢先说道 既然现场观众大多都有购买 和使用保健酒的经历 那我们不妨再来一次统计 大家认为 保健酒实际功效与宣传出入很大的 请按一 否则请按二 周轩轩这下心里咯噔了一下 看着身旁滔滔不绝说着的乐围 她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只一会儿 现场观众的选择结果 再一次实时显示在了大屏幕上 这一次 超过九成的现场观众都选了一 大家都认为 现在市面上的保健酒产品 都存在夸大虚假宣传行为 现场观众的统计做完了 乐围这下终于开口 让周轩轩继续介绍樱桃酒了 乐围这种做法 明眼人一看即知 这就是存心要砸周轩轩的场子吗 你把现场观众的情绪和基调都定下了 再让介绍保健酒新品 就算周轩轩蛇菜莲花 有诸葛亮的口才 今晚也休想在自我推荐新品 保健酒环节里 讨得了好趣 果不其然 周轩轩刚介绍完毕 还没走回座位 一位现场观众便起身大喊道 假酒滚出去 这一声大喊过后 在座的现场观众 纷纷七嘴八舌讨论着 并不时对周轩轩指指点点 脸上多是笔的表情 骗子公司 祸害人的假酒 一个接一个的现场观众 争先恐后 站起来指责周轩轩的酒是假酒 摄影棚里顿时沸腾了起来 摄影棚乱糟糟的这一幕 通过现场直播 传送到了山南省千家万户家里 导播还故意延时了一会儿 掐断画面 过了好一会儿 摄影棚里的秩序才恢复 节目恢复播出 乐维走到观众戏跟前 说道 大家稍安勿躁 既然周总对这款樱桃酒 这么信心十足 坚信他的功效冠绝 国内同类所有产品 那我们不妨 请在座的观众朋友们 来试喝一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 自告奋勇起身举手 争强喊道 周总说了 这款樱桃酒主要作用是 美容养颜 除湿止疼 适用于风湿 腰腿疼痛 四肢麻木的患者 我们这次就有针对性地 选有这些症状的观众上来试喝 主持人乐维大声说道 事情到了这一步 周萱萱心里总算看明白了 这个节目主持人乐维 肯定有问题 他处处为难和针对自己 经过一番临选 乐维一共挑选了六名现场观众 上来试喝樱桃酒 男女各有三人 其中有三个上了年纪的大爷 大妈走路都不稳 还是靠家人搀扶 才颤巍巍地走了上来 酒已经真满了 一人一杯 周萱萱心里有点忐忑 周总 我们现在先把话讲明 贵公司的这款天价樱桃酒 定位如此高端 想必它的功效 也是不同凡响了 你可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说法吗 就是 你的这个樱桃酒 台上的这六位试喝观众 需要喝多少 才会显示出效果来论为不嫌是大 继续挑事说道 周萱萱在乐维咄咄逼人的追问下 脸色有点紧张 话都说不出口 这款樱桃酒 虽说在公司内部是喝过一次 效果和反响也不错 但是这次上节目时间太过于急促 对樱桃酒的检验分析报告 还没有得出来 周萱萱底气还不是特别足 美容养颜只需两杯 腿脚麻木 行动不便的 只需一杯即可见效 叶修看见乐维把周萱萱逼得有些慌乱 便快步走上前来 大声说道 叶医生 樱桃酒项目我有份参与 对于他的功效自然清楚 叶修不慌不忙 自信地说道 叶修话音落下后 那六个参与适合的观众 拿起针满的酒杯 开始喝了起来 由叶修在身边主持大局 周萱萱的心绪渐渐平复了下来 咦 我可以自己走了 腿脚没有先前那么麻木了 一个老大爷率先喝完了樱桃酒 推开了搀扶的家人 独自在台上慢悠悠地走了一圈 然后兴奋地大声喊叫说道 接着又有两位原来腿脚不便 身患风湿病的观众 相继独立行走成功 这一幕 全场观众看在眼里 大家集体惊呼 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草 乐维怎么回事这么弄下去 合着我们 花钱给周萱萱他们做广告 跃动看到电视机里的这一幕 也是惊了 气急之下爆了粗口 一旁坐着的影致也急了 猛地起身 立刻拨了一个电话 蓝导播 你们怎么一回事 赶紧告诉乐维 挑刺 给我挑刺 一定要给我搞砸搞臭 这款狗屁樱桃酒 引致大声喊道 乐维 挑刺 捣乱 蓝导播小声提醒道 周总 你们这款樱桃酒 功效显现那么快 不会含有什么违禁激素药品成分吧 乐维此话一出 现场观众又是一片惊叹声 大家都睁大了眼睛 平生静气 紧紧盯着周萱萱 等待他的回答 毕竟在保健酒 监管这一块上 国内还没有一套 特别严格规范的操作程序 市场监管存在巨大隐患和漏洞 很多商家为了自身利益 便会钻空子 动些手脚 给保健品添加一些药品激素之类的药物成分 以凸显保健品的使用功效 这种鱼目混珠的保健品产品不在少数 不过作为节目的主持人 乐维这么说话 已经是完全撕下了伪装的面具了 就是明着针对周萱萱和叶修了 我代表亚萱公司 再次郑重向所有观众承诺 这款樱桃酒是纯天然的保健酒 不存在任何药品添加剂成分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国家鉴定 检查部门的化验分析予以证明 而且我们也这么做了 只是鉴定检查报告 还需一些时间才能得出 这个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中 及时将检验报告公布于众 以正式听 周萱萱白了乐为一眼 底气十足地大声说道 我脸上痘痘 便小了一位中年阿姨手摸着脸 惊喜地喊道 哎呀 你脸上的雀斑消失了 真的吗 一位年轻的姑娘 欢呼雀跃不已 在身旁阿姨的提醒告之下 她手抚脸庞 激动不已 这个困扰她二十多年的雀斑问题 不知让她愁死了多少脑细胞 哭干了多少泪水 今晚竟然神奇地解决了 蓝导播 你怎么工作的 快切特写镜头 切换对比镜头啊 导播是大门被人推开了 李珊珊走了进来 大声责问说道 叶修早就看出了今晚直播的蹊跷 为了保证直播的效果 叶修不动声色地打了个电话 给在电视台上班的李珊珊 让她出面帮忙解决 自从那晚与电视台台长夫人 互认干姐妹后 李珊珊在电视台里的地位 已经今非昔比了 职位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升 但是话语权明显增加了不少 电视台里里 已经没有人会傻到 同李珊珊这个台长夫人的干妹妹 唱对台戏 自讨没趣 所以 李珊珊一进入导播室 蓝导播便紧张无比 她再也不能一手遮天 为所欲为了 李珊珊课班出身 对电视导播自然不陌生 有她在 蓝导播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直播效果同摄影棚里的局面一样 很快便彻底扭转了过来 麻辣隔壁的 小蓝脑子烧坏了 收老子的钱 不干时事 还特写镜头和对比镜头切换轮直播 帮对方拍大片 影制看着电视直播 一边骂娘 一边狂播电话 小蓝 通知乐围出底牌影制脸庞扭曲得可怕 怒吼着喊道 叶医生 今晚在座的观众 有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也在我们节目现场 既然你们的樱桃酒功效这么神奇 我想樱桃酒 也应该对这位患者有所帮助的吧 不然你们这九五万块的定价 岂不是没良心地胡乱开价吗 乐维挑衅说道 没问题 你请这位患者上台来 我可以帮他瞧一瞧 叶修微笑说道 一脸的轻松自信神情 淡定无比 蓝剑主任 你试试中医院中医临床医学 这方面的专家了 你来给我们电视观众分析说说 脑梗后遗症 引发的半身不随偏瘫 保健酒到底能不能 起到有效的治疗效果乐为 还把市中医院的蓝剑主任医生 拉出来为他做虎皮 撑场子 撞声势 据我几十年的中医研究 和临床治疗经验 目前市面上的保健酒 不仅不会对脑梗后遗症 引发的半身不随偏瘫 起到有效治疗作用 而且 久经对脑梗患者 还有百害而无一例蓝剑主任医生 给出了与叶修完全相反的看法和观点 几分钟过后 一位神色微米不振的老奶奶 坐在轮椅中 被两名大汉给抬到了眼波台上来 叶修指扫视一眼 就心中有数了 这是一位脑梗并发以后 还没有恢复元气的患者 老奶脑中的血管预质现象依然存在 加上老奶奶年老期衰 脑梗复发几率还是很大的 蓝主任 这位老奶奶一你看 喝樱桃酒可以恢复吗 乐为问蓝剑道 蓝主任没有马上搭话 而是蹲下给病人搭脉听诊 三分钟过后 蓝主任起身 一脸肯定的神情说道 这个病人绝不能沾酒 病人脑梗病症依旧没有完全解除 血管中的毒素垃圾斑块 依旧还有很多血流缓慢 经不住半点酒精的刺激 叶医生 蓝主任所说 你怎么看蓝主任 无论从行医时间还是年纪 都比叶医生你大上两三轮的 叶医生 你在蓝主任面前 应该会很有压力的吧 乐为看热闹不嫌是大 添油加醋 使劲挑拨离剑说道 叶医生无需紧张 放开了说 谁都是从青色走向成熟的 蓝主任一副中医专家的派头 反倒过来安慰起叶医生来了 叶医生淡淡一笑 没有太多废话 直接说道 这位老奶奶的病我 可以用针灸疗法调理 什么针灸条理 蓝主任一听就证住了 针灸之术 他也钻研了多年 就没听说过 针灸可以调理脑梗后遗症的 国内只有一些大医院的老中医 使用爱酒疗法调理 但这种疗法至今为止 还没有显现出 特别有效的治疗效果 而且这种爱酒疗法 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多个疗程 长时间治疗 方才起效 叶医生 你是用爱酒疗法治疗吗 蓝主任仍然想在叶修这个中医晚辈 跟前冲大头 指手画脚的 不是 叶修淡淡硬道 叶修说完 取出针带 拿出随身携带的小酒精瓶 老奶奶 待会儿我在您头上试针 您不要害怕 一会儿就好了 叶修先同病人做好沟通 你这么年轻 到底行不行啊 我奶奶年纪这么大了 身体又弱 可经不住你胡乱折腾老奶奶 轮椅旁站着的一个粗壮男人 有点不高兴地 冲叶修喝道 是啊 叶医生 你才学习中医几天啊 就敢给病人扎针了一旁 站着看的蓝主任 跟着起哄说道 语气很是瞧不上叶修 这个年轻中医似的 也是 叶修事事出头 勇于担当的行为 在老城持重的蓝主任看来 这是一个非常毛躁 貌似 爱出风头的年轻中医 不值得信任 我如果针灸治疗 治不好你奶奶的病 医生 我不干了叶修决绝说道 神情很自信 我凭什么信你老奶奶的孙子 一脸将信将疑的表情 看着叶修问道 现在是电视直播中啊 我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作证人 我还能反悔不成叶修微笑说道 也是 量你也不敢 那就让你试一试看 老奶奶的孙子 终于点头答应了 叶医生 你可悠着点呀 你这是拿自己的医生前途做赌注 蓝主任计笑说道 他认定 叶修这次必定会出丑 针灸若是只用来辅助 调理脑梗患者身体 那还说得过去 也是有可能的 可叶修说的是针灸治病 没疗效 他就再也不干医生了 这在蓝主任看来 无异于痴人说梦一样 能实现就有鬼了 而且这个老奶奶脑梗后 一阵很严重 半边身子都瘫痪了 在场的人都没人相信 叶修可以治疗成功 就连周萱萱也把叶修扯到一边 小声提醒说道 叶修 不要冒进 那个病人一看就知道很严重了 患病也久了 我让你失望过吗 叶修微笑说道 你的符传是很厉害 可你的针灸医术 真的也可以周萱萱 见识过叶修符传的厉害 正是叶修的清神符 将处于植物人状态中的周母唤醒的 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叶修微笑说道 萱萱 你过来帮我一下忙 我针灸 你就帮着我用棉签清理 奶奶应堂学附近排出的血管 瘀制渣子和毒素 叶修给了周萱萱一帮棉签 消毒 下针 运工失针 叶修熟练施展着 摄影棚里所有观众 眼睛都睁得大大的 全神灌注望着叶修失针的双手 三分钟过后 老奶奶应堂学下针的地方 便有黑色的杂质和毒素排出 周萱萱细心地在一旁 做着清理工作 一丝不苟 仅仅五分钟过后 叶修收针微笑说道 一切顺利 给奶奶再喝一杯樱桃酒 巩固治疗效果就成了 奶奶的孙子 将信将疑地看着叶修 犹豫了一下 便走到不远处的桌子旁 拿起一杯真好的酒走回来 奶奶 您慢点喝 老奶奶在孙子喂食下 很快便喝下了半杯 我自己来 老奶奶嫌自己孙子喂得太慢 抢过杯子 仰头一饮而尽 奶奶 你的手可以动了孙子 激动地指着奶奶另一边瘫痪 现在却动着的手 惊讶地问道 在场的所有人 在奶奶孙子话语提醒下 也发现了老奶奶的不同 原来一直搭拉着的右手 竟然可以伸缩活动了 蓝主任一脸震惊的表情 看着眼前的一幕 如果这不是他亲眼目睹的话 他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本来还等着叶修失败 准备煽风引火造势的 乐围脸上神情也震住了 这个观众可是他精心为 这次节目准备留着的底牌 他就是准备使用这张底牌 彻底掀翻周萱萱和叶修的 把樱桃酒彻底扁的一文不值 搞臭脚黄 现在好了 被寄予豁望的底牌 反倒被叶修给镇压了 任务没有完成 他现在脑子里 嗡嗡地乱得一塌糊涂 奶奶 您起来走几步 让您孙子扶着您 试着走几步 叶修鼓励说道 在孙子的搀扶下 曾经瘫痪动不了的老奶奶站了起来 并且能在孙子的搀扶下 在台上行走了 这一切 全部通过电视信号 转播到山南省千家万户电视机上了 叶医生 敢问你使用的针灸方法 是什么蓝主任一张老脸 羞得红彤彤的 他真的觉得自己 没脸在叶修面前说话了 想学啊 你年纪太大了 这个真学不了 叶修说完 走到周萱萱身边 牵着一脸猛神模样的周萱萱 昂首挺胸 信步走出摄影棚 听到叶修的话语后 蓝主任双手掩面 气不成声 转延了一辈子的中医 领导头 还不如叶修这么一个小年轻 蓝主任心如死灰一般 今晚的宣传效果 该达到的都达到了 甚至还超过了预期 两人出了摄影棚 在半道上遇到了 从导播室出来的李珊珊 叶大哥 你的樱桃酒那么好 是不是送我几瓶啊 我今晚可是帮了你们大忙了哦 李珊珊笑道 这小妮子 特别眼馋樱桃酒的美容养颜功效 便急着表公求赏说道 周总 你看叶修扭头看着周萱萱问道 这还不容易 回头我就叫人给你送一箱 今晚樱桃酒宣传大获成功 周萱萱开心极了 五万一瓶的樱桃酒 说送就送 毫不含糊 而且还是一大箱 与叶修 周萱萱高兴开心 完全不同的是 影志和月董 今晚他们阴谋计划完全失败 一切算计 只不过是在帮叶修做嫁衣 扩大宣传效果 影志和月董 两人所在的房间里 传出来了 霹里啪啦摔杯子 摔手机的响声 房间里估计能摔的东西 都被这两个怒火冲天的人 给摔干净了 三日后 李珊珊大救家 李立与两名中年男子 围坐在餐桌旁 饮酒涮火锅 老李啊 来来来 放下你手里那没档次的酒 常常老哥哥 我的二十年 茅台沉酿一名秃顶的中年男子 拧开一瓶包装精美的茅台酒 劝酒说道 是啊 老李 林哥这瓶二十年的茅台沉酿 可是他珍藏多年的宝贝了 今日机会难得 你可不要错过了哟 续得中年男子也劝说道 那些白酒 哪里比得上我喝的这个樱桃酒啊 你们自己喝 我不喝 不喝 李立没有一点惋惜 决决说道 什么我没有听错吧 樱桃酒老李 你是不是秀逗了 放着茅台二十年沉酿你不喝 而去喝什么果汁酒 哈哈疯了 林哥一脸疑惑鄙视的表情 望着李立 嘲笑说道 没见识 李立端起酒杯又抿了一口 表情销魂享受 这时 客厅的电视正好播放一条 樱桃宝剑酒广告 整条广告最刺激人神经的事 就是片子结尾那句 一瓶只要48888的报价广告词 来得最震撼人心 与李立喝酒的两人 惊得一个酿枪 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 什么酒要四万多 还是优惠价林哥一脸猛逼的表情 盯着电视机惊呼说道 就是我现在正喝着的樱桃酒 李立优越感十足 得意地晃了晃酒杯说道 真的假的 这酒这么贵 难道喝了能成仙不成 林哥一脸不服气的表情 呛声问道 老李啊 林哥说得对 你可别让骗子给忽悠了 你辛苦挣点钱也不容易 几万块扔水里不心疼 替去男子从旁劝道 成仙我不舍 可自从我喝了 这樱桃酒后 我风湿老寒腿的老毛病就好了 现在腿脚走路 比以前清风有劲多了 精神头也比没喝之前旺盛多了 昨晚与李科长他们 熬战一宿麻将 我也不喊半点累的 奶相没喝钱呀 过了十二点没睡 人就尾米困顿 都是几十年的老弟兄啊 你可别忽悠我们俩呀 林哥眯着眼睛 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谁有功夫忽悠你们俩的老酒鬼啊 你们喝你们的酒 我自喝我的 李莉一脸不以为然的神情硬道 这时 屋外李珊珊和妈妈逛街进门 李莉瞧见后 笑着大声招呼说道 珊珊啊 那个樱桃酒 还有不你去童小夜说说 再给大舅弄几瓶来呗 大舅 我不是给你三瓶了吗 剩下的三瓶 我要留给我妈妈养身体用的 老李 你喝的那酒 真是五万一瓶的林哥在旁边听的 眼睛都瞪大了 老弟兄啊 谁骗你啊 老李 你也真是的 李莉笑道 老李啊 老哥哥我的肩周炎也是知道的 疼起来一宿都睡不了 你让我是喝一杯 看看怎么样林哥陪着笑脸问道 一杯没有没有李莉头摇的像波浪鼓一般 毅然决然硬道 老李 你这也太扣了吧 都几十年的老弟兄啊 喝你一杯酒 你都不肯体恤男看不下去了 畜生暴打不平道 不是我扣 你们刚才也听见了 我侄女都说了 最后三瓶 喝完就没了 李莉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 耍赖说道 喝完你觉得好 再去买就是了 又不是没有卖了 林哥一脸鄙视的表情说道 喝完再去买这樱桃酒已经上市 现在已经卖断货了 我听珊珊透露的那部消息说 这酒产量少 真贵得很 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到喝到的 李莉摇头晃脑说道 神气活现的 老李 几十年的老弟兄啊 不会那么绝情吧 林哥叹气说道 李莉同他一块在中学念书到工作几十年的交情了 双方的性情几乎都互相门清了 李莉心中那点小伤人的小酒酒和心思 林哥哪里会不清楚 哎 也就是你老林了 我豁出去了 给你尝半杯 李莉一脸肉疼大出血的表情说道 为林哥倒上了半杯樱桃酒 呵呵 你瞧老李那模样 好像这半杯酒多了不得是的 林哥瞅着李莉一副纠结肉疼的模样取笑道 老林 你还别小瞧了半杯樱桃酒 这不起眼的半杯就得好几千呢 这还不是实际价值 你喝过以后就知道我这话的意思了 我就不信了 林哥拿起半杯樱桃酒一饮而尽 味道是挺不错的 口感一级棒 林哥放下酒杯笑道 很快 林哥耸了耸双肩 脸露喜色说道 真有点邪门 刚才还在隐隐疼痛的肩膀不疼了 也没有酸胀的感觉了 老李 再丢我来半杯 怎样我早说过吧 这酒会上瘾的 根本停不下来 李莉给林哥真满了一杯 老李 怎么这么大方的林哥看着面前满满一杯淡红色 飘散着淡淡樱桃果香的樱桃酒 略微差一笑道 好酒只给食货的人 李莉笑道 林哥也哈哈笑道 拿起酒杯 咕噜咕噜当即喝了大半杯 李莉弟兄三人散席后 林哥一脸郑重其事的表情 扯着李莉的手说道 老李 大家几十年的交情了 你这次一定要帮老哥哥的忙了 李莉微笑说道 林哥 你这是奶的话 老弟兄 有话但讲无妨 我回头就给你打十万块到账上 你帮我买两瓶樱桃酒 就在席间 林哥趁着李莉上厕所的空档 亲自按着电视广告上的售酒电话 偷偷打了过去 得到的回复 让他彻底傻眼了 樱桃酒销售太火爆了 功不应求 亚轩公司樱桃酒的销售订单 已经排到一个星期以后了 也就是说 想要买樱桃酒 现在预约 最快也要等到下个星期 才能排得上号 这还只是理论上的可能呢 按樱桃酒 越来越火爆的销售情况来看 能不能排得上号 如愿买到樱桃酒 还真难说呢 珊珊 过来一下 大舅有事同你说 李莉没敢当场拍胸脯保证 而是把李珊珊叫了过来 珊珊啊 大舅有个事 你要帮个忙 大舅 你说 你同叶医生不是在谈恋爱吗 你找叶医生帮大舅买五瓶樱桃酒 大舅 你乱说什么啊 谁谈恋爱了再说了 叶大哥又不是卖酒的 他只是亚轩公司请的技术顾问 李珊珊俏脸飞红 娇称说道 叶修技术顾问的头衔 是亚轩公司对外公布的说法 叶医生本事挺大的 我们这些外人买不到酒 技术顾问买几瓶酒 不是小菜一碟吗 李莉笑道 好吧 我可以帮你问问 不过 我不保证一定行呢 李珊珊听到大舅夸赞叶修 心里美滋滋的 一高兴便答应下来了 叶修在仙界果园里 刚刚完成混员工的修炼 耳畔忽然想起了一道仙音 兵破道君已经把你列为敌人 主人 兵破道君把你列为敌人了 我们要小心应对了 看护寿咩咩也同时收到了这道讯息 小心顶什么事 人家摆明 就是基于你家里的东西了 叶修看着果园里 七品梨树上 结满地泛着黄色光泽的果实说道 怎么他能找到我的果园 我怎么寻找他的仙界自流地 叶修一直想不通 为何兵破道君能够寻上门来 主人 当你的修为品阶提升以后 就可以识破 比你品阶低的 未曾设置结界保护的 其他下界散修的仙界自流地 结界一阶散修 能有几人有能力设置结界呢 所以 修为低之时 是最容易被他人所称的危险阶段 绝大多数下界散修 都是在修炼起步阶段 被其他强者消灭或者奴役 成为他人的奴仆 叶修听到这 顿感背脊一阵寒凉 弱肉强食 天道使然 修炼资源就那么多 但下界各位面的修炼大军 何止千千万 想要百炼成仙 求得大道果位 你就必须从千千万修炼大军中 拼杀出来才行 那我现在的修为 可以提升修为品阶了没有 主人你现在炼起两层的修为 达到了二阶散修的升阶条件 可以消耗相应的功德值 提升自己的修为品阶 每当修为品阶提升后 你将会获得更多 天庭给予的修炼资源 而且 你在仙界中的身份地位 就会获得一定的提升 主人 努力吧 早日正得仙界大道果位 贪护兽咧咧 为夜修打气加油说道 我要提升修为品阶 夜修神识 和天庭识海频率同步 夜修目前品阶为一阶 提升到二阶散修需 消耗功德值二时 是否提升缥缈的仙音 在夜修耳畔响起 提升夜修当即决断道 一道白光 将夜修笼罩了起来 转瞬即逝 恭喜夜修 你已经成晋升二阶散修 获得了拥有 第二块仙界自留地的权利 你可以消耗200功德值 来获取你的第二块仙界自留地 夜修文言后大喜 不过当他看到 功德值积分栏里 仅剩下的32点积分后 欣喜之情迅速冷却了下来 虽然功德积分不足 无法获取新的仙界 修炼资源 但夜修通过这次晋升修为品阶 更为清醒认识到了 提升自身 修为实力的重要性 不进则退 只有不断提升和突破自我 方能在惨烈的修炼征途中 立于不败之地 把握自己的命运 夜修摘下一个成熟的梨子 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香甜润泽 清凉爽口 现离下肚后 夜修顿绝丹田气海 和四肢百害经脉 真气充沛风银质感强烈无比 全身各处学到关爱的真气龙虎交合 阴阳交际 夜修当即凝神运功 功行大周天 一圈行功完毕 夜修惊喜地发现 自己体内新增的真气量 远超之前练功功行 一个大周天产生的量 这个七品梨树所接的黄色品质的 梨果对修炼提升 果然大有弊意 夜修发动九要聚灵阵法 聚集灵气 接续修炼混元功 一个时辰过后 夜修行功结束 发现吃下梨果修炼时的效率 比之前提升了起码好几倍的 现在练一个时辰 等于自己之前修炼好几个时辰的 夜修起身 苦思细想 自己脑海中留存的造化玉碟里的 关于如何设置结界的法术 有了 夜修找到一个 自己目前修为可以设置的 低级结界法术 刚想在自己仙界果园里 是运功施展 忽然 一道灰影在夜修眼前闪过 夜道友 我临走之时 是怎么吩咐你的冰破道君 冰冷的声音响起 人怎么会理会狗废的夜修 冷冷回顶冰破道君说道 小子 找死 冰破道君阴狠的目光射向夜修 话音未落 双掌夹在冰寒领略的兴风 便朝夜修当兄袭来 夜修没有闪避退让 而是迎着冰破道君的双掌 全力运起悬崖正气 双掌猛拍了出去 碰 两股汹涌澎湃的掌力撞击 爆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 夜修手掌激出的淡红色掌焰 将冰破道君激出的冰寒兴风 尽数驱除坟面 什么你竟然练成了悬崖道火冰破道君 被夜修悬崖掌力 记得身形一晃 惊呼说道 夜修所练的悬崖道火爵 乃是道门 无上控火数爵 是世上一切邪碎冰寒邪气的克星 冰破道君 一双寒毒掌 功力虽不弱 但在夜修新境 出城的悬崖道火爵面前 还是不够看的 嘿嘿 小子 本道君素以双掌 骑攻闯天下 今天本道君 还想留你一条小命的 不过现在看来 万万留你不得 催魂夺破手 冰破道君眼中金光大胜 全身衣服被真气冲赢鼓杖 就好比一个人行大气囊一般 夜修闪身急退 同时扔出一张火咒符传 手捏指绝 口中默念一声 骑 那张火咒符传化成火红色光团 数十条红光 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完美的弧线 向远处的冰破道君射了过去 转瞬间 冰破道君全身上下 同时被这数十条红光刺中 鼓杖的真气气囊 瞬间撇塌了下去 紧接着 冰破道君身上 那一个个小红点 很快扩张变大 形成一个个拳头般大小的大红斑 在冰破道君惨叫声中 那一个个拳头般的大红斑光团 迅速连成一片 只瞬息之间 冰破道君整个人 便笼罩在了熊熊烈焰火海之下 夜修之初的火咒符传 乃太古道门攻击法掘 施展之人 通过自身道门悬攻法力 引动天地间的元素力量 为我所用 能在一瞬间 大幅增强施法之人法觉的攻击威力 能借用到的元素力量 是所在空间的灵气强度水平决定 所在空间灵气强度越强 就能借用到更为强大的空间元素力量 夜修先借果园灵气浓度 本就比地球绝大多数地方强 再加上夜修布置的九一聚灵阵法 聚拢摄取灵气 使得果园空间内的灵气强度 大幅得到加强 这就是夜修能使用火咒符传 轻易击杀 比自己强的冰破道君的原因所在 冰破道君在熊熊烈焰灼烧下 没过多久便坍塌化成一滩灰烬 哎 念在大家同事修士道友的份上 我就再送一程 夜修默念超度法觉 手捏指觉 指向冰破道君的遗骸 一道白光笼罩在冰破道君的遗骸之上 转瞬间白光阴没 冰破道君的遗骸也随之消散不见 魂归地府去了 丁夜修脑海中提示音响起 一道飘渺的仙音随之传来 二阶散修夜修 三阶散修兵破道君 生死盗销 他留下一处仙界药谱 可供你接收 请问你接收吗 白颂夜修神识问道 是的 白颂当然要了 总好过 自己消耗两百点功德值 重新开辟一块心定 夜修大喜 当即答应接收 我该怎么去到新接手的药谱呢 夜修大喜过后 心中犯了难 与你进出自己的仙界果园一样 只要呼出药谱的时空门 即可进入 仙音提示道 夜修宁神照做 果然 一道青色的时空门 出现在了自己跟前 进入后 眼前景物焕然一新 只见一块三分大小 黑土的药谱农地 出现在夜修眼前 巡视完自己的心领地后 夜修也有一点惊奇的 冰破道君经营的这块药谱 发展度比自己果园可强多了 四级的药谱 四级的土壤肥沃度 夜修走进药谱 发现药谱土壤泥土下 有十几处位置 隐隐透着一缕淡淡的灵气 这表明 药谱里种植有不少灵药 灵药与普通药草不同 灵药无论大小 年份如何 其身上都或多或少带有灵气 而普通药草 则只有那些上了年头的 才凝聚产生些许灵气 夜修蹲下来 刨出一株灵药 拍去灵药身上的黑土 夜修惊喜地发现 这株雪参 竟然是一株一百年份以上的灵药了 夜修通过透视眼 可以看到灵药体内流淌着的树氯灵气 重新将百年雪参 放入药谱黑色土壤里种植 夜修将药谱里的灵药 一一刨出辨刃 惊喜不断 百年份的河首屋 百年份的野山餐 百年份的灵芝 百年份的龙咸草 药谱里的宝贝灵药 真是数不胜数 看灵药的成长年份 这一批灵药 应该是冰破道军一期同时种下的 夜修把灵药重新种下药谱 现在还不到收获的时候 这些灵药年份越久 药力就越强 灵气也越充盈 忽然 夜修在药谱一处不显眼的角落里 发现一个四角方顶 这个四角方顶身上 竟然还泛着一层淡淡的金黄色 夜修凭借经验判断 这尊方顶绝对不是反品 走近后 夜修蹲下仔细观察方顶 在方顶一侧外壁上 发现药仙顶三字明文 夜修仔细审视过后 在方顶里还发现了 之前人为炼药留下的一些药渣 从这些药渣药性和品质来看 这个药仙顶 可是一个炼药炼丹的名气 如果夜修没有估计错 这些药渣 应该就是死去的冰魄道军 先前炼药留下的 从药渣上残留的灵药气息来估计 这些药渣的成药品质 应该不低于七品丹药 以一些低阶品质的灵药 炼出了七品丹药 这就足以说明 这个药仙顶的价值了 夜修通过神识 搜索到脑海里 一些关于药仙顶的信息 这个药王顶乃上古金仙 丁阳真人用九天玄铁 并宇宙精华所铸造 当时一共铸造出了 阴阳两尊药顶 阳顶称为药王顶 阴顶称为药后顶 一万年前 仙魔一场蔑视大战 天庭仲仙最后熬战 显胜魔尊的妖魔大军 重新将魔尊 和他最得力的十大妖王风 印在三十三外天中的 须弥节节山下 而这一场旷古惨烈的 仙魔搏杀之战 天庭惨胜 仲仙也陨落不少 丁阳真人 不幸在那一场战役中陨落 生死到消 他的宝物 阴阳药顶也随之遗落 不想竟被冰破道君觅得 从冰破道君 锁炼丹药要扎来看 他还没有掌握 炼药炼丹的奥义 以至于没有发挥出 药王顶炼丹药的 神器效果出来 要不然 冰破道君在 药王顶辅助下 修为进展 定能日进千里 就算夜修得造化 御蝶三千大道奥义相助 也定然不是 科药修炼的 冰破道君对手的 药王顶和药厚顶 同为三品宝物 两尊药顶单独炼药炼丹时 至多能炼出二品丹药 如果两尊药顶结阵同线 则可摄取宇宙精华 使丹时修为实力高低 炼出一品 甚至超一品的质宝丹药 都是有可能的 零药成品丹药 从高到低 分为一品丹药 至九品丹药 品阶越高 丹药药力越强 价值就越高 造化御蝶大道奥义丹药篇里 曾有记载 太上老君的九传经丹 就是一品丹药 凡人吃一粒 可立即成仙非生仙剑 修真之人吃一粒 自身修为将会大幅提升 肉身从此刀枪不入 水火不尽 不过炼制这种 一品丹药所需的 才极为珍惜 品质要求也极高 更为重要的是 对炼制之人修为要求 极为苛刻 当然了 对药顶的品阶要求也很高 高品阶的丹药 不是你想练 想练就能练的 叶修所得造化御蝶丹药篇里 就网络记载了 成千上万众 各种品阶的丹药配方 和炼制方法 可谓是其倍完善至极 叶修欣喜之余 心生警觉 有了冰破道君 这个不倾自来的 强盗的前车之剑 叶修可不想自己的地盘 再次遭遇强盗的侵扰 叶修返回仙界果园 利用上次制作符传剩下的材料 感制出了四张两极的震宅符 两张震宅符制出 叶修默念咒语 手捏指绝 眨眼的功夫 两张志向高空的震宅符 撞化作两团白光 很快 两团白光迅速扩展 形成一个白色光幕 将整个仙界果园牢牢罩住 叶修成功给自己仙界果园 布下了两仪结界法界 两仪结界 乃是太古道门低阶的 被动防御结界 一旦设置 锁在空间 就会受到强大的 结界力量的护佑和保护 可以拦阻一些 修为不高的 布法之徒的侵扰 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 两仪结界 就像是给住宅安装了一扇防盗门 它可以被动 抵御一些布法之徒的侵扰 但对那些有本事的强人 低阶的两仪结界的作用 就不够看了 结界法术低阶的 一般都是被动防御性的结界 大都是防御性的结界 而那些主动防御 和攻击性质的结界 一般都是高阶的结界 不过就目前 叶修的实际情况来看 设置两仪结界的作用 不可小觑 远比家门大开强多了 毕竟 遇到强人侵扰的几率 还是很小的 特别那些有本事的强人 看不看得上 叶修这点微不足道的家当 还另说呢 设置完仙界果园的结界 叶修进入药谱 一葫芦画瓢 也设置了一个两仪结法界 将药谱整个罩住 结界设置好后 叶修同步自己神时 进入天庭 为下界散修搭建的 天庭大卖场 叶修用自己 锦鱼的33点功德制积分 买下了十几颗灵药种子 把它们种在自己的 仙界药谱里 弄好一切后 叶修长长地叙了一口气 心里的石头 总算是落地了 返回自己的四合院 叶修拿出手机 重新同步时间后一看 已经快九点钟了 超过医院规定的上班时间 快一个小时 叶修心里大叫一声 不好 拔腿就往门外跑 站住 叶修经过中医科 监察长王双双的办公室的时候 已经非常谨慎小心了 可捏手捏脚的她 还是让王双双给逮了个正正 过来 王双双大声令道 语气不容置疑 王姐 这次纯属意外 纯属意外 哼哼 叶修不得已进了王双双的办公室 迟到一小时 既无故矿工一次 当月奖金扣罚一半 王双双俏脸肃目 丝毫没有理会叶修的解释 王姐 迟到而已 不用罚得那么狠吧 叶修一脸不服气的神情说道 这是终医科的纪律 没有人可以例外王双双 望着叶修一字一句说道 很有铁面无私 大意灭轻的风范 王姐 就放过弟弟这一回吧 下次我绝不再犯了 叶修扮成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俯身趴在王双双办公桌上 双手合时哀求道 不要在我面前撒娇 半无辜 不行王双双白了叶修一眼 决然说道 是 我马上带她过来 就在这时候 王双双接了一个电话 俏脸神色 忽然变得紧张起来 医院急救室 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你跟我一起来 王双双轻轻拍了拍叶修的肩膀 话音未落 人已经奔到了门外了 叶修也不知道 王双双这是怎么了 接完电话 整个人就不对劲了 行色匆匆 火急火燎的 像是遇到了什么大事件一样 跟着王双双 来到了医院的急救室所在的楼层 叶修看到廊道上 满是医院的医护人员 病人家属 前来热心献血的普通民众 熙熙攘攘的 好一派喧嚣的场景 王医师 急救16号病房都是烧伤的病人 78号病房是车祸的病人 一名手端着医疗器械的急救科护士长 同王双双说道 怪不得急救科乱成了这副模样 原来或是一件赶着一件 都挤着来了 病人都集中送了过来 地外是第一人民医院 是山南省医疗条件 和医护水平最好的三甲医院了 病人和病人家属心目中的首选医院 这就是造成 今天医院急救科人满为患 乱成一锅粥的原因了 叶修知道急救科收容的病患的大致信息后 便自己一个人 前往各个病房 诊查病人们的病症状况 急救科16号病房里的病人 几乎清一色都是烧伤的 78号病房的病人 都是车祸外伤 16号病房烧伤的病人 伤势相对较重 有几个烧伤面积 超过身体皮肤八成以上 火毒攻心 随时都会有性命之余 叶修跟在场的吴院长 说了一下自己的救治想法 鉴于这次病患太多 只能先给那些伤势较重的 有生命危险的病人 先行救治 先用乾坤造化针法 给重病患输进急需的 可以保命的混元器 护出心脉 驱除五脏六腹里的火毒 然后再经由医院这方面的专家教授 酌情制定救治方案 吴院长见识过叶修针灸治疗的厉害 点头同意了叶修所提的治疗意见 当叶修给一号病房里 伤势最严重的病患失真治疗后 被这名病患体内的排斥反应所惊绝 叶修乾坤造化针法出城至今 所医之人无不应效 就算是修为不到家 针法能力不足 无法治愈病灶 那也绝不会出现 今天这种治疗无效 甚至排斥的奇怪反应出来 病人血压骤降 心跳 脉搏放缓一旁紧盯着监控仪器的护士 大声提醒说道 一号病房一号床的病人 需要立即进行抢救烧伤外科的 黄主任得到消息 急忙跑进来大声喊道 护士 医生连忙把这个病人连人带床 推进手术急救室 孩子他爹啊 你可不能走啊 你走了 我们孤儿寡母的 可怎么办啊 一名三十多岁的妇女 追着病人出去 被挡在了手术室外 伤心欲绝 当场哭倒在地上 王双双上前 把那名妇女扶起 安慰了好一阵 妇女的哭声才暂时止住了 王姐 什么情况夜修给另外一名重症烧伤患者 失真治疗完后 走到王双双身旁问道 这女的是刚才那名病危的 烧伤病人薛刚的妻子 病人半夜起来 发现住宅楼起火 她将家人和左领右舍 全部救出安全区域后 不顾熊熊火势 先后多次冲进火海里抢救他人 在他奋不顾身的施救下 总共有十八名沉睡在梦乡中的群众 被安全救出火海 而薛刚却因吸尽太多有毒烟尘 气力不济 中毒昏倒在火场里 随后赶到的消防人员 把他救出火场时 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真是太惨了 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不顾自身安危 永久十八名群众脱离火海 可怜他还有两个 再独初一的儿子和女儿 他们可能再也看不到 自己的英雄爸爸了 王双双哽咽地说着 这种至情至善的大好人 一定要救活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夜修听完后也感动不已 心里暗自发誓说道 就在夜修准备推开 手术室大门进入的时候 忽然廊道内一阵阴风刮过 一个头戴一顶白色长帽 身着飘渺白袍的虚影 从夜修眼前掠过 隔着手术室的大门 穿门而过 阴气如此盛重 刚才这位一身白袍 头戴高帽的人凶 一定不是凡人 该不会是夜修想到这 突然暗叫一声不好 夜修心急火燎地 推开手术室大门 紧随进入 可眼前的一幕 却让刚进入的夜修 目瞪口呆的 那个穿门而过的白袍家伙 竟然用手中招魂帆 将薛刚的魂魄 吸入招魂帆之中 薛刚魂魄 被吸入招魂帆后不久 抢救的几名医生 都纷纷无奈摇头 摘下医疗口罩 负责抢救的主治大夫 烧伤外科的皇主任 大声说道 记录 病人薛刚经 抢救无效死亡 死亡时间早上9点11分 站住你不能带走 他夜修手捏法绝 指着白袍高帽的家伙说道 手术室里的医生和护士们 看到夜修这个样子 都大吃一惊 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那名白袍高帽的家伙 拿着招魂帆 飘到夜修跟前 不懈地笑道 鬼拆白无常攻干 闲人回避 言毕 白无常欲从夜修跟前 强行穿过 却被夜修 以悬崖道火所阻 无法前进一步 站住 夜修经过中医科监察长 王双双的办公室的时候 已经非常谨慎小心了 可捏手捏脚的他 还是让王双双 给逮了个正正 过来 王双双大声令道 语气不容置疑 王姐 这次纯属意外 纯属意外 夜修不得已进了 王双双的办公室 迟到一小时 继无故旷攻一次 当月奖金扣罚 一半王双双俏脸肃目 丝毫没有理会夜修的解释 王姐 迟到而已 不用罚得那么狠吧 夜修一脸不服气的神情说道 这是中医科的纪律 没有人可以例外 王双双望着夜修 一字一句说道 很有铁面无私 大意灭轻的风范 王姐 就放过弟弟这一回吧 下次我绝不再犯了 夜修扮成一副 可怜兮兮的模样 俯身趴在王双双办公桌上 双手合十哀求道 不要在我面前撒娇 半无辜 不信王双双白了夜修一眼 决然说道 是 我马上带她过来 就在这时候 王双双接了一个电话 翘脸神色 忽然变得紧张起来 医院急救室 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你跟我一起来 王双双轻轻拍了拍夜修的肩膀 话音未落 人已经奔到了门外了 夜修也不知道 王双双这是怎么了 接完电话 事件一样 跟着王双双来到了医院的 急救室所在的楼层 夜修看到廊道上 满是医院的医护人员 病人家属 前来热心献血的普通民众 嘻嘻嚷嚷的 好一派喧嚣的 好一派喧嚣的场景 王医师 急救16号病房 都是烧伤的病人 78号病房 是车祸的病人 一名手 端着医疗器械的急救科护士长 同王双双说道 怪不得急救科乱成了这副模样 原来祸是一件赶着一件 都挤着来了 病人都挤中送了过来 地外是第一人民医院 是山南省医疗条件 和医护水平最好的三甲医院了 病人和病人家属心目中的首选医院 这就是造成 今天医院急救科人满为患 乱成一锅粥的原因了 夜修知道急救科收容的病患的大致信息后 便自己一个人 前往各个病房 诊查病人们的病症状况 急救科16号病房里的病人 几乎清一色都是烧伤的 78号病房的病人 都是车祸外伤 16号病房烧伤的病人 伤势相对较重 有几个烧伤面积 超过身体皮肤八成以上 火毒攻心 随时都会有性命之余 夜修跟在场的吴院长 说了一下自己的救治想法 鉴于这次病患太多 只能先给那些伤势较重的 有生命危险的病人 先行救治 先用乾坤造化针法 给重病患输进急需的 可以保命的混元器 护出心脉 驱除五脏六腹里的火毒 然后再经由医院这方面的专家教授 当夜修给一号病房里 伤势最严重的病患失真治疗后 被这名病患体内的排斥反应所惊绝 夜修乾坤造化针法出城至今 所医之人无不应效 就算是修为不到家 针法能力不足 无法治愈病造 那也绝不会出现 今天这种治疗无效 甚至排斥的奇怪反应出来 病人血压骤降 心跳 脉搏放缓一旁 紧盯着监控仪器的护士 大声提醒说道 一号病房一号床的病人 需要立即进行抢救 烧伤外科的黄主任得到消息 急忙跑进来大声喊道 护士 医生连忙把这个病人 连人带床推进手术急救室 孩子他爹啊 你可不能走啊 你走了 我们孤儿寡母的 可怎么办啊 一名三十多岁的妇女 追着病人出去 被挡在了手术室外 伤心欲绝 当场哭倒在地上 王双双上前 把那名妇女扶起 安慰了好一阵 妇女的哭声才暂时止住了 王姐 什么情况夜修给另外一名 重症烧伤患者 失真治疗完后 走到王双双身旁问道 这女的 是刚才那名病危的 烧伤病人薛刚的妻子 病人半夜起来 发现住宅楼起火 她将家人和左领右舍 全部救出安全区域后 不顾熊熊火势 先后多次冲进火海里 抢救他人 在他奋不顾身的施救下 总共有18名沉睡在梦乡中的群众 被安全救出火海 而薛刚 却因吸尽太多有毒烟尘 气力不济 中毒昏倒在火场里 随后赶到的消防人员 把他救出火场时 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真是太惨了 真是一个大好人啊 不顾自身安危 永救18名群众 脱离火海 可怜他还有两个 再度初一的儿子和女儿 他们可能再也看不到 自己的英雄爸爸了 王双双哽咽地说着 这种至情至善的大好人 一定要救活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夜修听完后 也感动不已 心里暗自发誓说道 就在夜修准备 推开手术室大门 进入的时候 忽然狼道内 一阵阴风刮过 一个头戴一顶白色长帽 身着飘渺白袍的虚影 从夜修眼前掠过 隔着手术室的大门 穿门而过 因气如此盛重 刚才这位一身白袍 头戴高帽的人凶 一定不是凡人 该不会是夜修想到这 突然暗叫一声不好 夜修心急火燎地 推开手术室大门 紧随进入 可眼前的一幕 却让刚进入的夜修 目瞪口呆的 那个穿门而过的白袍家伙 竟然用手中招魂帆 将薛刚的魂魄 吸入招魂帆之中 薛刚魂魄 被吸入招魂帆后不久 抢救的几名医生 都纷纷无奈摇头 摘下医疗口罩 负责抢救的主治大夫 烧伤外科的皇主任 大声说道 记录 病人薛刚经 抢救无效死亡 死亡时间早上9点11分 站住你不能带走 他夜修手捏法绝 指着白袍高帽的家伙说道 手术室里的医生和护士们 看到夜修这个样子 都大吃一惊 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那名白袍高帽的家伙 拿着招魂帆 飘到夜修跟前 不懈地笑道 鬼拆白无常攻干 闲人回避 言毕 白无常欲从夜修跟前 强行穿过 却被夜修以悬阳道火所组 无法前进一步 大胆胆拦阻 因私公差 白无常有点惊异于 夜修手掌中的 悬阳道火气息 不满的赤道 旋即将手里的招魂帆 点向夜修 忽然 夜修只觉得 招魂帆上 一股强大的犀利 将自己心神魂魄 往外强行牵引走 只一瞬息间 夜修的魂魄 被招魂帆强行 从肉身上吸出 只是因为夜修名字 不在死亡膀上 故而白无常的招魂帆 无法将夜修的魂魄 给收进招魂帆内 不过 当夜修魂魄 被招魂帆吸出自后 夜修原本站立着的肉身 请客间倒地 你是何人知不知道 阻拦阴死鬼 拆拆当犯和罪 白无常惨白无血色的脸上 皮笑若不笑地质问道 夜修 这个人是至情至善的大好人 他不该死夜修的魂魄 依旧拦在白无常身前 大声说道 不过 此时夜修无论同白无常 怎么大喊大叫 甚至大打出手 手术室里的所有人都看不见 也听不到了 我只负责按名字和死亡信息 勾拿魂魄 死亡薄上记录的 都是该死之人 你不要无视生非 不然把小爷惹毛了 一并将你拿下 白无常动和说道 言毕 吐出星红长达一尺的巨蛇 吓唬夜修 面对直奔面门而来 带着一股心臭味的白无常的巨蛇 夜修不为所动 手掌运起悬崖道火硬荡 吃白无常的巨蛇舌尖 冒出一缕青烟 猛然缩回大嘴里了 白无常要我不成 而且还被夜修给教训了 吃了一个小亏 这让他再也不敢轻易动手了 夜修 你身为修士 应当知道天命难为 你的悬崖道火虽厉害 可你道行还浅得很 你就不怕我禀明十点炎王 派英将英兵来拿你白无常伸出的舌头 被夜修悬崖道火捉 烧出了几个大穴炮 疼痛的紧 不敢再轻易与夜修动手了 甭废话 要么放出薛刚的魂魄 要么带我去见能够做主的 通过谈话 夜修也知道了 面前的白无常执青年威 根本不敢做主 放出薛刚的魂魄的决定 于是断然说道 只要你敢跟来 就跟我来 白无常说完 一缕魂石穿门而出 夜修魂魄紧随而去 跟着白无常魂魄 飘出了医院 不知在黑暗的荒野中 走了多久 忽然前方数百米处 显出一座巍峨熊壮的大城来 夜修紧跟前方引路的白无常 飘到大城下 只见城门楼上 挂着一块金漆大牌 上写着幽名地府鬼门关 七个大金字 城门楼上 两名轻衣鬼兵将翻其摇动 引白无常和夜修 进入城中 瞬间而走 待会儿跟紧着点 这是地府殷私之所 走差了 你的魂魄就永远留下了 白无常黑黑冷笑说道 前面带路 少废话夜修 虽说第一次进入传说中的 殷私地府鬼域 但在混元气和悬崖道火忽悠下 并无一丝害怕颤抖 而且 一路上的孤魂野鬼斜碎惊破 也是设于夜修魂魄身上的 悬崖道火气息 不敢过于靠近 夜修跟着白无常穿街过巷 很快便来到一座高楼跟前 只见楼台高耸入云霄 门前街王送鬼转金牌 引破招魂锤速炼 夜修抬眼一看 只见大门上一块大扁 上写着森罗殿三个大金字 你可要想好了 只要踏进此殿 再想回头可就难了 白无常扭头瞥了夜修一眼 冷冷说道 他也很惊讶 夜修一路行来 脸上竟然全无巨色 夜修跟着白无常进了阎罗殿 进入一间偏殿 殿上一人头顶乌纱 腰围膝脚 手擎押护 身着红袍 脚踏一双粉底靴 怀揣一本生死簿 注定生死 并发蓬丰飘而上 胡须飞舞绕腮旁 昔日曾为唐国相 如今掌案是阎王 姓崔明归 今在阴司 得受封督掌案判官 白无常 你身后所来何人 崔判官一双同龄眼 瞪着夜修立声问道 小子姓夜明修 乃人间一散修 夜修不慌不忙 月前一步 朗声答道 白无常 此番死亡薄尚 可有他的名字 崔判官略微惊讶 夜修在自己如此 气势压迫下 竟然还能不卑不亢说话 禀崔判官 此人并不在死亡薄尚 白无常如实答道 大胆死亡 薄尚无名无姓之人魂魄 你竟然擅自带到森罗殿来 就不怕本官惩处吗 崔判官立声喝道 白无常被崔判官立声喝问之时 浑身打战 不敢抬头 夜修见此情景 上前一步朗声说道 竟然可以胁迫因斯鬼差大胆 你是何方妖孽 速速报来崔判官文言后 也是一惊 随即向夜修立声喝问道 崔判无需惊慌 小子 只是下界一名散修 今日来见崔判 其实是有一事相求 哼 本官还没致你擅闯 地府森罗殿之罪 你还有脸说 有事求我崔判官 一脸优越得意之色 不屑地说道 语气很是轻视夜修 夜修一脸笃定的神色 微笑说道 崔判官 比人有要紧私密的话语 想和崔判官你一人说 可否平退左右 你们都退下吧 今日看到之事 没有我的准许 任何人不准说漏出去 不然本官定然严惩 不带崔判官赤退殿上 所有从缘 夜修 你最好言之有意 如果胡言乱语 休怪本官落手无情 崔判官同龄般的大眼 瞪视着夜修 两塞上的胡须剑拔弩张 甚为可步 崔判官 小子方才给你算了一挂 挂象甚为凶险 不知崔判可想听否 那算挂 真是不知天高地后 崔判官一连鄙视的神情 历生喝道 崔判官可否听说过 福西先天十六挂 夜修自信的笑言道 福西他是上古五天地之一 精于补挂之术 所住先天十六挂 可以推演出世间万象的变化 可算尽天下事 算人 算鬼 算神 算妖兽 无有不可算之事 可是正因为这挂术 太过于泄露天机 玉帝一下子 将此挂术削减去很多了 后世所传之挂术 已经当不得真了 崔判官在地府当差这许多年了 虽然执笛未卑 但是天庭之事 多少还是都知道一些的 小子所学 正是福西先天十六挂 而且是无削减版本的 夜修通过造化玉碟所学到的 福西先天十六挂 乃是最权最完备的挂术 真的 崔判官文言身子一震 当即问道 崔判官震惊 是因为 向夜修所学的先天挂术 乃是现存于三界 先有人会的西汉高级术法 就算是放眼天庭中天仙礼 也难找出几个会的来 就更别说掌握和精通之人了 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真的不能再真了 真不真 崔判官一听即知 夜修笑道 你说 本官洗耳恭听 不过 我先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你敢诳骗本官 本官向你保证 你今生修想再踏出地府一步 崔判官正色说道 我为崔判官你补了一挂 本年中秋月圆之夜 崔判官你当有一节 若是处之不当 轻则一身道横尽失 重则生死道消夜修的话 就像是一把锐利的刀子一般 准确刺进了崔判官的心坎里 直击痛处 不由得他不幸 崔判官闻言脸色当即一变 随之身体一颤 从崔判官的神态举动来看 夜修知道自己这一挂 绝对是算准的了 你这挂像中的劫难 指的是什么 可有化解应对之法 崔判官说话语气和缓了许多 不再向夜修出来之时 那般高高在上 气势汹汹了 夜修没有马上回应 而是低头略微沉吟 再次掐指一算 抬头大声笃定地说道 崔判官 如果我没有算错 你应的 是你命中所待的天结 啊 夜小有你 可有化解应对之法 崔判官闻言 不由得再次一阵 急切追问道 哎 崔判官 你所应的天结 本不算什么伤结 指引你犯了祸事 冲撞了命中的贵人和福星 使得这一次 天结少了制衡和化解之力 命途堪忧啊 夜修一脸惋惜之色 煞有介事地摇头说道 崔判官闻言 脸色玄机一变 心中咯噔一下 当即走上前 和颜悦色说道 夜小有既然算得出 就一定有破解应对之法 求夜小有搭救 若是成 本官定然厚礼相赠 崔判官这下 对夜修挂束是心悦诚服了 不再怀疑 一改之前傲慢轻视之态 陪着笑脸上来说话 虽然天结不可避免 但安然度过 也不是没有可能 夜修故意迈起了关子 没有明确表态道 崔判官私职地府英司 官职虽不大 但好歹 也算是地府英司 这儿八经的公职人员 是为列仙班 得想天庭俸禄 和服则庇佑的 坐享天庭服则庇佑的崔判官 按理说 不会为了仙人 每一千年一次的天结 而发愁忧心的 可事情坏就坏在这上面了 一万年前 摩尊和其麾下妖魔大军的入侵 彻底打破了天庭的这种平衡 先摩一场你死我活 惊心动魄的敖战 直杀的天地破碎 三界无光 以天庭为首的仲仙 虽然最终击败了魔尊 和其麾下妖魔大军 但天庭为此 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天庭仲仙赖以杜截严命的 亡母盘桃果树 毁伤严重 实不存一 天庭仲仙折损的也不少 天仙 金仙这一等级陨落的神仙 就不下千人之数 就连圣仙 先王这些高阶等级的神仙 也有不少在此一中陨落 生死到消的 三界修仙之人 按修为高低 和正道的品阶高低不同 大致可分为 散修夭夭夭凌阶 帝仙 天仙 金仙 圣仙 仙王 仙尊 汇元大罗金仙 汇元大罗仙尊九等 崔判官修为和品阶 现已达到了天仙中阶境界 只要能够安然度过 这一次的千年天节 正道金仙 修为品阶再次脱胎 换骨般跃升 也是迟早之事 所以他十分在意 和害怕这次天节 崔判官可不想在自己 冲击金仙正道的关键时刻 再出出任何纰漏 导致自己前功尽弃 虽说像崔判官 这种已经得到的仙人 就算渡天节失败 还是有投胎 转世重修的机会的 身具仙根之人 只要有人点化和指引 完全可以通过 重新修炼 重回仙般的 只是原本的修为 经过转世重修 或多或少 还是会受到影响和削弱的了 正道之路 无疑就会 拖得更为漫长了 没人愿意经历 这种硬生生 被打断的艰辛重修过程 况且 转世重修之路 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的 你不能保证 一定会有一个 适合你的点化 和指引之人出现 要是没有这么一个 合适的点化指引之人 单凭自己重修 那当中的艰辛和苦难凶险 可想而知 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老谋深算的崔判官 可不想拿自己的命运 来做赌注 好赌一次 他输不起 更不愿赌 地府殷司所属众仙 得以幸免 避过这次仙魔大战 劫难的波及 地府殷司所属各仙 均未在仙魔敖战中 有任何折损 地府殷司崔判官 正是属于天仙这一层级的 每一千年 会有一次天节临身 度过则又有千年时间 用来提升修为正道 只是度劫时 风险还是很大的 稍有不慎 就是生死盗销 转世重修的下场 一般每到这种时候 天庭总会给所属仙人 赠予一枚盘桃果 以助需要度劫的自家仙人 安然度过天节 可偏偏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崔判官恰好站错了队 抱错了大腿 现在对头之人 东极清华大帝 从原来丰都地府之主 北极紫薇大帝手中 夺去了丰都地府殷司的治理权 丰都地府殷司 仲先坚决反对 东极清华大帝 接管丰都地府殷司 而崔判官又是特别坚决反对的 那一小撮死硬派 现在东极清华大帝 成功接管丰都地府之后 当然会腾出手来 收拾一己分子了 当初反对自己 入住地府的崔判官等仲先 自然就首当其冲了 天庭的俸禄和福利 自然而然地就被削了去 王母盘桃 这一救命的重要福利 崔判官就更是无福消受了 天庭仲先与魔尊麾下妖魔大军 一场熬战过后 天庭玉皇大帝所属 直系仲先 实力大损 为了维护天庭统一三界的局面 不受其他势力挑战和动摇 玉皇大帝不得已 只能同统一万类的 冬极清华大帝合作 借助冬极清华大帝手底下的力量 增强天庭一方的实力 震慑住各方蠢蠢欲动的一己势力 以维护天庭至高无上的 三界统一皇权 不受挑战 天庭为了最大限度 增补几方受损的力量 不仅不惜拱手让出 封都地府的利益和地盘 吸引友好势力帮扶力挺 而且还不惜血本 从天庭宝贵的修炼资源里 拿出一部分出来 实施小先散修 辅助培养计划 以其尽快恢复和补充天庭的实力 夜修也正是众多受益于 这项天庭修炼 辅助政策的千千万下界散修之一 倘若没有天庭 给有修炼资质之人赠予的 仙界自留地资源 在地球这个灵气 极度匮乏的末法星球位面上 想通过一己之力修炼正道 那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夜小友 上线 算我求你了 请你给我指出 一条活路出来吧 见夜修态度模棱两可 崔判官这下可是急了 在夜修跟前 他再也不敢露出 任何不尽的神色和态度了 祝你安然度劫不是不行 但你必须先答应我两事 夜修成因片刻后 开出了自己的价码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夜修也不愿做不图回报的烂好人 上先请讲 但凡崔某力所能及的 一定为上先半岛 崔判官信誓淡淡一口硬承道 我的条件 你一定可以半岛 第一 很简单 我要你给一个火灾中 为救他人而伤重丧命的好人严命增授 第二 我是一名医生 今后我不想再看到 我所施救之人 被你们地府阴司鬼差 强行勾魂锁命 夜修的话音落下后 只见崔判官神情略微纠结 他低头沉思了好一会儿后 抬头应声说道 上先的条件 第一个虽有为地府规矩 但我还是可以奋力一搏 为上先半岛的 为善者天授 让恶者归因 正是崔玉这个地府长安判官的指责所在 所以 由崔判官来办这事 最合适不过 只是这第二条骂 生老病死 六道轮转乃是天道 小先为卑职轻 着实做不来 崔判官面露难色 话音结巴 小心翼翼观察着夜修的神色 哼 我才这么一点要求 你都办不到 还妄想我搭救你度过天节夜修冷哼一声 转身赤道 上先不要动怒 我有补救变通之法 保证上先救人之时 不会受到地府阴司鬼拆干扰 见到夜修不满了 崔判官当即陪笑说道 哦变通之法 说来听听 夜修转过身问道 夜修本也不指望崔判官 可以做到自己所提的第二条要求 他这么说 只是开一个架码 摆一个姿态 一来试探一下崔判官的诚意 二来是为了让崔判官明白 自己出手的价值所在 你得用差不多等价的东西 来交换才行 哥绝不养白眼狼 上先 我这有十张地府阴司专用的 严命保魂符 遇到地府阴司鬼拆索命勾魂 只要出示这幅 即能遣退鬼拆 暂时给寿元将近之人 严命保魂百日 百日过后 魂消命中 崔判官从自己红袖袍里 拿出一叠泛着绿光的官符 递到夜修面前 才十张不是我说你 崔判 你也太扣门了吧 难道你的命 就只值这点地府阴司的 严命保魂符 好东西啊 夜修抑制住内心的狂喜之情 嘴角一挑 取笑崔判官说道 上先体谅 目前地府刚换了新主子 左右钉的锦 腾挪不变 这种官符 若换在以前 不用上先吩咐 只要上先高兴 想要多少 我都可以提供 不过线下就 崔判官走到夜修身旁 小声说道 似乎很怕被外人听见似的 行了 还算你有良心 知道感恩 那我今天就不妨救你一命 夜修的话 让崔判官听个欢欣不已 连连点头称事 这两个先离你先收着 度劫前吃一个 保管让你收益匪浅 夜修神识一动 立马从仙界果园里 传送出来两个波罗般大小的梨子 忽然出现在崔判官的暗机上 夜修的仙界果园 目前已经升级到了四级 可以通过神识 控制果园里的一切 崔判官眨眼间 看到了自己办公桌上 出现的两个不一般的大梨子 心里对夜修的信任 更增添了一分 以崔判官的修为和眼力 自信没多少人 可以在自己跟前耍宝 不被发现的 可刚才夜修竟能在自己 跟前不动声色的 就把两个硕大的梨子 放在自己身旁的办公桌上 而自己却没有看出 夜修是怎么做到的 先不说这两个梨子 价值几何了 光是夜修显露出的这一手 就足令崔判官震惊的了 怎么不信我夜修见 崔判官沉默良久 不回自己的话 还以为他心里有别的想法呢 上仙这是哪里的话 我怎敢不信你啊 崔判官拿起桌上一个仙梨 就着皮大口大口咬下 几口仙梨下肚 崔判官虽然大张地 走红脸上表情异常丰富 同龄般大的双眼 满是欣喜的神色望着夜修 好东西吧 夜修也被崔判官夸张的神情 给逗乐了 笑问道 崔判官大嘴 继续不停咀嚼吞咽 只是不断点头回应 这个仙梨 虽然比不上你们老板娘的盘桃果 可也差不了多少 一个仙梨 也能给你提升不少修为的 夜修自信说道 夜修所说 虽然有点自夸的水分在 但也有点道理的 王母盘桃分三等 最差的那等盘桃 三千年一熟 夜修的七品梨数 四十年一熟 所皆之果 又是黄苹果实 离果实际营养价值和功效 怎么也有王母最下等的 盘桃果一成的功用 关键是 经过万年前的仙魔大熬战 王母盘桃果树悔辙殆尽 像崔判官这种直轻胃背 又站错队 抱错大腿的小仙官 哪还有什么机会 吃到王母盘桃了 就算是最下等品质的王母盘桃果 崔判官也是无福消瘦了 不过崔判官早前有吃过盘桃果的经历 知道盘桃果的价值和功效 这就是今天 他为什么在吃了叶修的七品黄街仙梨后 会那么惊喜的原因所在了 崔判官狼吞虎咽 吃完一个仙梨后 意犹未尽地望了望桌子上 仅剩的一个梨子 有点欲言又止的神情 看向叶修 叶修淡淡笑了笑 他当然知道 崔判官这个老小子 心里再打什么鬼主意了 只要你听话 仙梨绝对少不了你的 叶修微笑说道 他现在更为深刻理解了 玉帝是怎么统御控制仲仙的了 王母盘桃 正是玉帝统御控制仲仙的 重要手段之一 多谢上仙 只是杜天杰 一个仙梨 怕是胜算不大 把崔判官一脸担忧的神情说道 我也没说过一个梨子 就能让你度过天杰的话吧 叶修瞥了眼崔判官说道 事事事 下官言语唐突了 还望上仙莫怪 见叶修语气略微不满 崔判官当即裴笑脸道歉说道 生怕把自己目前 最后的救命贵人给得罪了 这个仙梨 只是给你打前站 增加你的信心 让你不去胡思乱想的 过些日子 我还要练些丹药出来 这些丹药 才是助你度劫的关键 叶修道出了自己心中的打算 上仙办事果然与众不同 高 实在是高 崔判官猫着腰 站在叶修身边 陪着笑脸 拍着马屁说道 行了 你也别说废话了 我今天来这就是 与你讨还人命的 叶修催促催判官赶紧落实 放骸削钢魂魄 严寿一事 上仙无需担心 我这就办来 只见崔判官从衣服里摸出生死包 反倒写有薛刚名字的一页 上仙 不知你想要给薛刚严寿几何 叶修想了想说道 严寿多少 不是由你说了算吗 当然越多越好了 上仙此话诧异 三界生灵万物 明明中都有各自的命数 下官虽私职地府因私生死判官之职 但能力所限 也斗不过天数 不敢逆天改命过甚 这种事 我也不敢随意乱来啊 崔判官说出了心中的难处 叶修回想起王双双所说的薛刚家庭现状 一双儿女还在念初一 到儿女念完大学成家立业 怎么也得要十年时间吧 二十年 叶修给出了自己想要的确定年寿数字 在这上面 叶修为了薛刚着想 尽量网多了说 崔判官没有回应 拿起判官笔 在生死包薛刚名字后面 挥笔刚加了一个二字 十字却是死活 也写不出来 上仙 二十年不行 生死包上写不出 薛刚无福销售二十年寿命 下官法力不足 二十年不成 十五年也行了吧 十五年也不成 崔判官无奈摇头苦笑说道 十年我就不信了 坏人那么长命 凭啥一个那么好的大好人命 却那么短 这是什么屁的天道叶修不满的赤道 成了上仙 薛刚严寿十年成了 他的寿源极限就只剩十年 请树下官办事不利之罪 崔判官有点担忧地望着叶修 小心翼翼说道 崔判官的话 终于让叶修把心中的石头放下了 这次地府阴司之行 自己总算是没有白来 辛苦你了 就这么着吧 时间也不早了 我先回了 叶修转身往森罗殿外走去 上仙留步 我的药 不知上仙何时可以练好崔判官追了上来 急迫地追问说道 练丹之士奇可儿戏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你当可以杜结的灵丹妙药 是那么容易就能练出来的吗 叶修故意用教训的口吻说道 把崔判官唬的是一愣一愣的 连连向叶修告罪赔礼不已 叶修所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是能够助仙人渡天结的丹药 那么容易练化出来 王母娘娘的盘桃 在众仙眼中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价值了 你尽可放心 我会在中秋月圆之前 把丹药练出来的 叶修在接管了冰破道军的仙界药谱 和药王顶之后 对丹药一道更是信心十足了 造化玉碟三千大道理 就囊括了丹药一道 其中就有可以助仙魔渡过天结的 渡元丹的练化配方和制作方法 渡元丹分两种 有大渡元丹和小渡元丹之分 两者虽只是一字之差 但制作难度和功效却有着天壤之别 大渡元丹药效远胜小渡元丹 一力就足够任何品界的仙魔 安然渡过天结了 小渡元丹药效就差上许多了 但更容易制作出来 不过小渡元丹仅仅能够供品界 低下的仙魔使用 且渡结之时还不能保证百分百成功 这也就是为什么给崔判官 两个七品黄结仙离的原因所在了 小渡元丹药效不足 可以借助仙离来弥补 两者功效叠加 叶修算定 崔判官定然能安然度过这次天节 有劳上仙了 上仙您慢走 崔判官一路恭恭敬敬 陪着笑脸 恭送叶修走出森罗殿 白无常 你送上仙出地府 小心伺候着 绝不可怠慢了上仙 薛刚的魂魄也一并放回 崔判官指着锤手 站立在殿外 听候调遣的黑白无常 牛头马面中鬼差大声吩咐道 小的领命 白无常上前领命道 一路上 白无常不时回头偷瞄身后跟着的叶修 他闹不明白了 叶修这么一个凡人 自己的顶头上司 堂堂地府掌案判官崔玉 会那么敬畏他的 小白 这次地府之行过于匆忙 没有什么准备 这个仙离 就给你当做见面礼吧 叶修说话间 给白无常扔过去一个仙离 白无常转身接住离子 他也有点惊讶 离果他是经常见的了 可这么大个头的离果 确实难得一见 只见他也不客气 也不说话 直接大口开吃起来 嗯 好吃 好吃 白无常血盆大口 胡伦几口 就把一个大仙离给啃光了 吃完仙离的白无常 一个劲称赞道 依着离果还能增长 修为白无常一脸惊喜的神情 看着叶修说道 眼神里满是疑惑之色 他实在不敢相信 叶修这么一个凡人一生 怎么会有仙离的 而且叶修的仙离功效还顶呱呱的 这年头上 哪去找品质这么好的仙果呀 白无常不像催判官 他只是地府阴似一个 刨腿打杂的小人物 小小的鬼差 修为低 品阶也低 从始至终 白无常都没有资格 享受天庭的上好仙果的待遇 顶多也就是 在一旁干瞪眼 看着别人享用仙果 今天白无常有幸 得吃一个高品质的 七品黄街仙离 自然是惊喜莫名 这仙离是七品离术所产 吃一个 凡人强生健体 百邪不清 身体倍儿棒 若是仙魔鬼神吃了 能够适量地提升修为 叶修直接说出了 仙离的价值所在 白无常闻言震惊不已 半想无语 他回想起 叶修在医院手术室门口 用悬崖倒火 阻挡自己的情景 森罗殿门外催判官 对叶修恭敬的模样 终于是明白了过来 眼前这个看似不起眼的 凡人一生魂魄 搞不好 还真是一个 隐姓埋名的修士高人呢 不知高人如何称呼 白无常这回算是 彻底对叶修拜服了 恭敬问道 争论起白无常和叶修的修为高下 毫无疑问 白无常是占优的 白无常虽只是地府 因此一个小角色 但修为和品阶 也达到了地先出阶的境界 白无常之所以会在 同叶修的对抗中落于下风 实在是被叶修锁炼 悬崖道火所克 加上叶修锁炼的 混元气修为 位列三界所有修行功法之前 乃是实至名归的 三界第一修炼功法 叶修修为 虽然不如白无常高 可修为质量上 却是胜过白无常多矣 实际对抗中 白无常不敌叶修 也是情理之中了 叶修 小白兄弟无需客气 如不嫌弃 今后 我们就以平背论交 搞定设服白无常 叶修也很是满意 以叶修的修为品阶 能与白无常平背论交 已数不易了 俗话说得好 眼望好见 小鬼难缠 今后与白无常 这类小角色 打交道见面的机会 还多着脸 若是不事先搞好关系 办起事情来 肯定还会有诸多阻碍的 叶医生 你可算是醒过来了 给叶修换药水的护士 看到叶修醒转了过来 惊呼喊道 小叶 担心死解了 你这么昏迷不醒的 真的吓死人了 王双双闻声 快步进了病房 惊喜地说道 王姐 问你个事 一号病房的病人薛刚 怎么样了叶修醒过来 第一句话 就把王双双给温猛了 薛刚昨晚 也给抢救过来了 听说他是自己苏醒的 醒了就好了 我要过去瞧一瞧 吃饭时间到了 一起吧 叶修神情略微疲惫地 从一号病房里走了出来 身后王双双 快步追了上来 叶修给惊险还魂的薛刚 进行了一次针灸治疗 薛刚身体里的火毒 已经被叶修基本去除干净了 烧伤严重 化农发炎的皮肤 也已经消炎消肿了 最艰难的治疗环节 叶修完美地完成了 剩下的愈合治疗 完全可以交由医院完成 王姐 跟你说件事 叶修放下筷子 看着王双双 美丽无暇的脸庞说道 哼哼 小燕 难得看见你一脸正经的样子 有什么事 说 王双双也被叶修 一脸正经的模样给逗乐了 王姐 我决定了 辞职回乡下老家发展 啊你疯了吗 省城第一院 你不但要回乡下农村 还发展小燕 你是不是还没完全清醒 王双双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吃惊地望着叶修连声问道 王姐 我清醒得很 我就是同你说一声 谢谢这些天 你对我的照顾 有缘再见 叶修说完起身离开 快步走出医院食堂 其实离开医院这个想法 叶修早就萌生了 经过昨晚因曹地府执行过后 叶修更是坚定了 离开医院返回老家 自己单干的想法 在医院里 规章制度 条条框框太多了 叶修就像是被附住了手脚一样 完全视斩不开 与其窝在医院处处受人撤肘 限制 还不如回归家乡农村 索性放开手脚大干一番 叶修说干就干 下午一上班 就去中医科黄主任办公室 递上了辞职报告 小叶啊 你可要考虑清楚呀 辞职容易 你现在已经是省城最好医院的 正式在编医生了 这可是多少医生忘川秋水 而不得的成就啊 你可不要一时冲动犯下大错呀 黄主任苦口婆心劝说道 中医医术 特别是叶修独有的针灸医术 黄主任这个老中医 可是亲眼见识过的 也十分佩服 人才难得呀 这就是为什么 叶修要辞职离开医院 黄主任会一反常态 苦苦劝说 若是换了其他医生 也像叶修这么明目张胆 毫不提前知会 就直接递交辞职报告的 以黄主任的脾气 肯定是立马点头同意 让你卷包袱走人 第一人民医院 从不缺医生 空出了一个位置 外边还有数不清 想挤破头往里钻的呢 不过对叶修这个年轻的小中医 黄主任可是另眼相看 不仅不发脾气 还放下领导的架子 苦口婆心做思想工作 挽留叶修 叶修虽然来中医科没多久 三个月都未待够 可就是这么一个年轻的 名不见经传的小中医 接连出手 抑制了好几名让医院 知名医疗专家教授 都束手无策的病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叶修短短三个月医院工作 就取得了别人行医 一辈子都做不到的医疗成绩 中医科在叶修加入后 很快便从被人遗忘 冷落的科室 一跃成为了医院所有科室里 最受院领导器重和乙重的科室 表扬接连不断 这正是叶修的主要功劳 中医科缺谁都行 唯独缺不了叶修 这就是黄主任 现在对叶修 这个年轻人的评价 黄主任 谢谢你的栽培 离开医院回老家发展 我早已考虑清楚了 不是心血来潮 还望黄主任答应 叶修表明了 自己心里的真实态度 见叶修态度坚决 黄主任心里虽然很是惋惜 但也不得不同意 强扭得瓜不甜 这个道理 黄主任自然明白 叶修拿着一大票 个人文件资料 在医院各个科室穿梭 办理离职手续 忙活了一个下午 带了不知多少公章 叶修终于办好了离职手续 从这一刻开始 叶修再也不是 第一人民医院的 在编医生了 司机大哥 新南方职业技术学院 谢谢 叶修上了一辆出租车 叶修想在离开DI市之前 去学校看一看 自己那个不成器的 顽劣弟弟夜宝 下了车 叶修轻车熟路 步行进入学校 招棚引扮出来压马路 校园林上很是热闹 打给我使劲 揍他出了是我负责 叶修路过学校篮球场的时候 听见篮球场里 传出的一阵叫骂声 学生打球一言不合 就动手这种事很常见 大家都是年轻人嘛 正是血气阵旺的年纪 很容易冲动 叶修本不想理会的 可接下来扭头看到的一幕 让叶修急了 只见一个瘦弱的小伙子 被三四个 比他个头撞得多的男生围殴 虽然那名被围殴的小伙子 毫不畏惧 奋力反抗 无奈实力相差悬殊 很快便被众人摔倒在地 叶宝叶修黄眼间 认出了被围殴倒地的 瘦弱小伙子 正是自己的弟弟叶宝 亲弟弟被人欺负 这还了得 叶修当即冲了过去 指几下 叶修就把围殴自己 弟弟叶宝的几个 绑大腰圆的撞小伙 给放倒了 你们干什么动手打人 叶修环视篮球场 在篮球架下面 发现了尹剑 那个曾经在学校餐厅 挑衅自己 被自己修理的校园恶把 叶宝 你没事吧 就在这时 一个身材窑窍的 年轻女孩跑了过来 伏击倒地的叶宝 关心地问道 秦秦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给我滚过来 要不别怪我不念 旧情尹剑走了过来 指着叶宝身边的女孩 立声动和喊道 哥 闷先动的手 我都没有他们 叶宝站了起来 看着尹剑气呼呼说道 尹剑 你小子不长记性 是不是当我说的话 是假的不用叶宝说 叶宝也知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尹剑走进定睛一看 剑是叶宝 脸色顿时大变 一声不吭 转身拔腿就往回跑 跑远了 见叶宝没有追上来 尹剑停了下来 咬指着叶宝大声恐吓道 有种你等着 叶宝坐视欲追 尹剑见识不妙 吓得他赶紧撒腿狂奔 一溜烟功夫 就跑没影了 损祸 这家伙没什么改变吗 叶修比仪的笑道 大哥 我跟你正式介绍一下 戴清清 我的女朋友 我大哥 叶修 叶宝一脸正经的样子 戴清清你不是影剑的女友吗 叶修还清楚记得 之前自己在餐厅用餐 正是因为影剑和戴清清闹矛盾 这才整出了 自己在餐厅修理影剑的事情 叶大哥 影剑对我一点都不好 我和他分手了 戴清清怕叶修误会 急忙解释说道 小宝 你对人家姑娘好一点 不要再胡闹了 叶修也乐于见到叶宝正经谈恋爱的 顽劣的叶宝 正需要一个好女人来管一管 而田径的戴清清 正适合这一角色 知道了 哥 叶宝一脸幸福的模样 握着戴清清的手印刀 叶修从戴清清面相和气场上看得出 这是一个没什么心机的单纯女孩子 叶宝找的这个新女友 叶修也很认可和放心 宝 哥今天来找你 就是告诉你一件事 叶修 叶宝 戴清清三人并排 坐在篮球场水泥气城的露天座位上闲聊 哥 你不是吧 这么严肃认真 难道 是什么大事不成我猜一猜 你要结婚了叶宝孝克克接到 想什么呢 哥辞职了 明天就要离开省城 回家乡发展了 叶修在叶宝脑门上谈了一记 微笑说道 阿哥 你不是开玩笑吧 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工作 你都给辞了 清清都说了 那可是全省最棒的医院了 哥你能在里面任职上班 弟弟我都替你 感到自豪和骄傲 清清你说是不是叶修的话 让叶宝惊讶不已 是啊 叶大哥 你该不会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吧 带清清的妈妈 就在第一人民医院上班 不过只是一名医院的护工 打卡上班 有什么可自豪和骄傲的 不就是慢慢熬着呗 叶修摇头苦笑说道 这也是 他在医院上班一个多月 感触最深的了 不是 哥 你要是走了 我在DI事就成功了 叶宝其实是害怕 没有了大哥叶修这棵大树的护佑 自己被人欺负 没人帮 我猜叶大哥心里 一定有一个更好 更宏大的梦想 要去实现把 带清清女孩子 特有的缜密细腻心思 发挥出了作用 他一语中定 把叶修内心深处的想法 给说了出来 还是清清聪明 宝 你平时要多向清清学习一点 把你身上的臭毛病都改了 叶修笑道 哥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如果真改了 清清兴许 就不喜欢我了 叶宝一脸坏笑说道 胡说什么啊 大哥面前不要乱讲话 带清清私下里 狠狠掐了叶宝一把 哎哟 清清你就不能清点叶宝惨叫道 宝 我一直没问你 你以后准备干些什么 哥 不满你 你弟弟我志向 虽然不像他人那么远大 但跪在接地气啊 叶宝摇头晃脑 似模似样地说道 接地气好呀 切实可行的理想 远比虚无缥缈的 胡思乱想强得多 说来听听 叶修扭头 看着自己这个顽劣的弟弟 微笑说道 我立志要当华夏 最出名的美食家 叶宝说完 便紧盯叶修的神态变化 宝啊 美食家也不是光动动嘴皮子 就行了的 你有见过哪个出名的美食家 不会下厨弄菜的 哪个美食家手底下 没有一手拿手绝活 哥 你别小瞧你弟弟 我这学期转专业 学习厨艺了 上个星期 刚拿了学校厨师 一年几组的厨艺技能比赛亚军呢 叶宝神气活现地说道 吹 就知道吹 那个讲 只是厨师手艺基本功比试 没什么好炫耀的 带轻轻揭露真相说道 我才学了一个多月 别人都学了半年以上了 叶宝不服气地便道 呵呵 百丈高楼平地起吗 基本功非常重要 还凑合 宝 想实现梦想 你还得继续努力啊 叶修微笑鼓励道 难得一见叶宝沉下心 专心做一件事情 无论如何 叶修都认可弟弟叶宝的这份决心和努力 瞧见了吧 哥都表扬我了 有了叶修的认可 叶宝在带轻轻面前又有底气了 轻轻说得对 宝 你可不能盲目自大 骄傲 人不可有傲气 否则必定会失败的 叶修尊尊告诫说道 就是他们 就在这时候 篮球场外传来了 引见那讨人宴的声音 把那两个男的 给我抓起来一个 身着学校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 大声喝道 他身后跟着的七八名学校保安 呼拉一下围了上来 把叶修三人包围了起来 喂 我们犯了什么事 你们这样做 可是违法的叶修起身 指着众保安说道 犯了什么事 校内寻衅姿势 殴打学生 光是这一条 就可以关你一个星期了 中年保安头子得意的孝道 叶大哥 那个保安科长 是尹建的叔叔 带轻轻小声提醒道 我当是谁啊 原来是一丘之和 叶修比一的说道 尹建在叶修这里吃过大亏 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所以跑回去 搬来叔叔这个学校 保安科长的救兵 并且在自己叔叔跟前 添油加醋的 说了很多叶修 两兄弟的坏话 尹建的叔叔尹刚 自幼拜师练过舞 年轻时参加过一些 省市搏击比赛 还拿过不少奖呢 是一个练家子 手底下有点硬料 平常时寻常之人 五六个修想 奈何得了他 这也是尹建 有恃无恐的重要原因 他认为 有自己叔叔正常压阵 叶修就猖狂不起来了 说动手就动手 叶修可没那么多废话 几个闪身 尹建只看到 一道人影 修修晃了几下 围上去的七八名 年轻力壮的保安 就全躺地上了 尹建见势不妙 抬头看向身旁 站着的叔叔尹刚 臭小子 竟敢暴力抗法 最佳一等尹刚 大声喊道 叶修才懒得理会他呢 尹刚这么做多 是为了自己提气壮胆而已 笑话 凭聂佩说法 叶修不懈地 看着尹刚赤道 压尹刚沉腰坐胯 双拳齐出 虎虎生风 哟 马不扎得不错 拳头也有几分力 只是像你这般笨模样 能打得到人嘛 有谁傻呼呼 送上门让你打的 叶修话音未落 忽然间身形一闪 人影一晃 已然神不知鬼不觉地 气到了尹刚身后 只轻轻在对方腰间 挤出穴道上一幅 尹刚就像是 被人抽去了几两骨一般 身体瞬间松垮了下来 往前扑倒 尹间看到自己叔叔一个照面 便被叶修给收拾了 这下他真慌神了 还想像先前一样 撒腿逃跑 可是还没等他迈开腿 叶修已经摁住了他的肩膀 任凭他怎么使劲 也休想挪动半分 你想干嘛 把尹间惊慌问道 哼 可笑至极 人是你先动手打的 是也是你挑的 你现在还有脸 问我想干嘛 叶修招呼自己弟弟说道 宝 他怎么打的你 你就打还回来 咱们不惹事 但也绝不怕事 尹间这种小杂碎 叶修还不屑亲自动手呢 好脸 叶宝文言欣然硬道 卷起一副袖子 上来啪啪啪 就朝尹间脸上 连抽了好几剂耳光 叶宝虽然不会什么功夫 但年轻人真下起狠手来 手上的力道 还是不弱的 尹间被叶宝这几巴掌 抽得是惊心直冒 耳朵嗡嗡直响 白皙的脸庞 顿时红肿了起来 嘴角也溢出了血 叶宝 有事好好说 不要动手 一个高个中年男子 走了过来 出声制止说道 哥 陆校长 叶宝扬起的手掌 指的放下 陆校长 快救救我呀 叶宝兄弟俩打人 尹间看见救兵来了 不失实际地反咬叶修 两兄弟一口 来个恶人先告状 陆校长走近一看 也是吓了一跳 篮球场地板上 横七竖八 躺着一地学校的保安 就连有着万人敌外号的学校 保卫科科长 尹刚都躺了 叶医生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陆校长有点慌神地询问道 没什么 小孩子一言不合 小打小闹 叶修云淡风轻微笑说道 这还是小打小闹陆校长 一脸惊讶的神情 看着躺满一地的学校保安 本来只是学生们之间的小事情 可有人去苟杖人事 公报私仇 最后事情 就变成了陆校长 你看到的样子了 叶修依旧不疾不虚地说道 陆校长心里清楚得很 尹剑的叔叔尹刚 是学校保卫科的科长 尹剑惹事 叔叔尹刚出面摆平 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之前就常出现过 所以叶修的话语 陆长江心里是相信的 只是道理归道理 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 就连学校保卫科 都几乎被人给一锅端了 这也让他这个一校之长 面子上难堪和为难 尹刚职务 虽然只是学校保卫科科长 名义上是陆长江的下属 可尹家的势力和后台 是让陆长江有所顾忌的 叶医生 他们是谁打倒的陆校长 指了指地上 横七竖八躺着的保安问道 哦 不要紧 我只是和他们玩玩而已 叶修淡淡说道 叶修说完 走到躺地上的保安众人身旁 一人轻点一脚 片刻功夫 原本躺在地上 动弹不得的保安们 开始一一呕呕地 挣扎喊叫站了起来 尹科长 你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陆校长见尹刚站了起来 便直接问道 这件事情上 陆校长心里 虽然偏向相信叶修的说辞 但作为一校支掌 表面上的功夫他 还是需要做足的 不能够紧紧听信 叶修一方的片面之词 陆校长 你要主持公道呀 叶宝说是他哥哥 动手殴打学校学生 我带队制止 不想也被他们殴打 尹刚躲到陆长江身后 眼神惊恐地看着叶修说道 陆校长也是 被自己的这个万人迪科长 栽赃家伙的话给兜乐了 在此之前 学校内外 无论什么打架斗殴的纷争 尹刚从来都是 以最终仲裁者的 强硬霸道姿态 出面弹压的 从来不会像今天这个怂样 躲到他人背后求助的 尹科长 我看今天这件事 我看就到此为止吧 幸好双方都没有人员受伤 陆校长略微纠结了一下 抬头看着叶修大声说道 陆校长只是略微纠结 权衡了一小话 尹家和叶修这两者中 陆校长坚定地选择了 站在叶修这一边 叶修的医术 对陆校长来说非常重要 若是没有叶修针灸治疗 陆长江早就瘫痪了 身体垮了 就算你苦心经营 再多的社会关系 和人脉关系 也是毫无用处的 这些都不能够 在你瘫痪的时候 给你带来哪怕一丝的帮助 唯独叶修这名年轻医生 可以挽救自己的性命 该如何选择 聪明的陆校长 自有决断 陆校长 你可不要纵容叶宝 这种害群之马的坏学生啊 尹刚今天吃了亏 心有不甘 哪里会轻易答应 陆长江西式宁人的 处置方案啊 见尹刚还不依不饶的 叶修也不禁来气 尹科长 既然你心有不甘 那么我们不妨这样 大家都是练武之人 谈不拢就用拳头来说话 谁拳头硬就听谁的 叶修说吧 蹭蹭蹭走到尹刚跟前 伸手一抓一甩 尹刚就像是 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摔跌出一丈远 叶医生 有话好好说 不要动气 陆校长看到万人敌 尹刚被叶修这么一抓一扔 就像是一只 毫无抵抗能力的弱鸡一般 他震惊了 叶修的功夫也太强了吧 摔跌出去的尹刚 此时心里的惊恐震撼 更是无以复加 他一脸惊惧的神情 呆呆地望着叶修 尹刚自存 习练了二十多年功夫了 实战经验也不弱 可今天在叶修这个年轻人面前 连续两次被轻易秒了 而且自己 毫无反抗的余地 这就让尹刚习武多年 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和优越感 瞬间崩盘了 在叶修跟前 他这个万人敌屁都不算 弱小得像一只蝼蚁一般 只要对方想 随时都可以轻易抹杀掉 尹科长 今天这是你 还有异议麻陆校长 看着尹刚问道 虽然他不怎么喜欢尹刚 做事做人的方式 但尹刚始终还是学校的职工 是他的下属 他再怎么着 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尹刚被人痛扁 而不闻不问的 没了 陆校长你做主吧 尹刚兴气 完全被叶修的强大实力 给无情碾压碎了 叶医生 你就看在我的脖面上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陆校长陪着笑脸 询问叶修意见 一旁站着的叶宝和戴清清 也被陆校长的态度给惊呆了 两人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 看到的一幕 几方今天站尽了便宜 对方不仅不敢吭声 就连陆校长 都不可思议地 站到自己一边来了 不行 不行 做错事 挑事的害群之马 必须道歉处罚 不然道理何在 学校纪律何在 叶修可没有那么好说话 他看着一旁瑟瑟发抖 低着头站着的尹剑说道 尹剑 你看你干的好事 还不快过去给人道歉 陆校长回头看着身后的尹剑 力声训斥道 尹剑扭头看了看 仍然跌坐在地上的叔叔尹刚 只见尹刚无奈摇头叹气 不再有任何表示 尹刚已经完全放弃抵抗了 叶修现在 在他心里 已经像是一道 完全不可逾越的高墙一般 他什么想法都不敢有了 只剩仰望 尹剑没了叔叔尹刚 这个最大的靠山河以仗 只得慢慢走到叶修跟前 站红着脸 低着头 小声地说道 对不起 我错了 啊你说什么大老爷们的 说话连个娘们 都不如叶修假装听不见 鼻翅道 尼尼 尹剑这个顽固子弟 从小家里娇生惯养的 哪里受到过这种窝囊气 抬起头 气呼呼地瞪了叶修一眼 不服啊 不服就动手呀 别他娘的学女人生问歉 叶修不屑地说道 尹剑 听陆校长的话 道歉尹刚大声喝道 对不起 我错了 尹剑听到叔叔发话了 自己最大的后台都服软了 他心中就算再怎么不乐意 也只得老老实实 大声重新向叶修道歉 这样就想走了 郑主你道歉了没有 尹剑大声道完歉 刚要转身跑开 便被叶修喊住 对不起 我错了 尹剑无奈之下 只得灰溜溜回过头 走到叶宝跟前赔礼道歉道 陆校长 今天我看在您的面子上 这事就算我吃点亏 先这样吧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 日后还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我可就不客气了 叶修看着尹刚一字一句冷冷说道 这句话 叶修虽然是同路校长说的 但傻子都听得出来 这话其实是说给尹剑 还有他背后那个科长叔叔尹刚听的 尹剑同学 鉴于你今天违反学校纪律 欺负殴打同学 给学校带来了很不好的负面影响 我代表学校 急于你警告处分一次 明天放学之前 交一份自我检讨给我陆校长见叶修 似乎还不太满意 立即加码处罚 尹剑说道 尹剑刚转身离开 听到陆校长的警告处罚话语 不由地停了下来 陆校长啊 你做得对 自我检讨不能敷衍了事啊 得深刻一些 叶修在一 天油加醋说道 叶医生提醒的是 尹剑自我检讨书字数 不能少于一千五百字还有 一定要深刻陆校长为了讨好叶修 也是拼了 知道了 尹剑文言后 很不满的大声应道 一千五百字 是不是少了点叶修 见尹剑态度还很恶劣 继续施压说道 尹剑 三千字一个字 也不能少陆校长再次加码 大声说道 为了讨叶修欢心 陆校长这次算是豁出去了 尹剑这个学校小霸王 今天算是彻底灾了 尹剑这一次不敢再出声了 低着头 三千字的检讨书 引见今晚怕是没叫 可睡了吧 叶宝有点幸灾乐祸的笑砍道 他睡不睡我不管 倒是你 我离开以后 要学会自立自强 别整天无所事事的 哦 我知道了 叶医生啊 你看这件事也处置完了 你有时间吗 我的膝盖风势部位 最近又有点疼合肿了 我担心旧病复发啊 陆校长走了过来 把叶修扯到一边 小声说道 小事一桩 上次我只是帮你驱失排毒 病早没来得及彻底治疗 叶修微笑说道 两日后 叶家村叶修老宅 阿修 你这么做 是不是太冲动了 省城大医院正式在边的医生工作 多少人眼红啊 薪酬和待遇都很高 工作也体面 你不应该那么草率就辞职的 叶修的老父亲叶全 还在为叶修辞职一事 耿耿于怀 念叨不停啊 爸 这是你放心 儿子大了 不会让你失望的 叶修心里 纵然有宏伟的大计划 也不能说给自己老父亲知道 至少在实现前不能说 不然非把传统守旧的老父叶全 给弃坏不可 爸 我出去转转 叶修也想去村子四周 探探地形地势 虽说小时候玩皮野 村子四周能去人的地 几乎都被叶修跑遍玩遍了 可那只是小时候 乡下孩子玩耍式地乱跑 做不得数的 叶修现在有幸得 造花玉碟三千大道传承 此时再去查探 那就不是简单地看风景了 出了村口 经过赵寡夫开的小杂货店门口的时候 赵寡夫在店里热情地叫道 小叶啊 进来坐坐 赵姐今天杀了一只鸡 进来喝碗鸡汤吧 不了 赵姐 我刚吃饱饭 太饱了 得去走走 下次吧 叶修婉据说道 赵寡夫说来 也是一个苦命人 她原名赵小娥 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大美人 只是家里爹娘去得早 从小孤苦无一 跟着二姑妈生活 没曾想 二姑妈是一个见钱眼开的薄情人 为了十万块彩礼钱 就匆匆把刚满十八岁的赵小娥卖了 嫁给了叶村 已经年育六十的叶老汉 没想到赵小娥嫁过来不到半年 叶老汉外出打工时意外死亡 赵小娥就稀里糊涂地做了寡妇了 若论起年纪 赵小娥比叶修大不了多少 最多大概二三岁的样子 私下里 叶修都称呼她为赵姐 叶修过了村口的石板拱桥 迎面遇到了一个 形色匆匆的蓝袍道士 叶道友蓝袍道士 当先诧意喊道 青阳子道长 好巧啊 你怎么往这穷山沟里钻呢 叶修抬眼一看 认出了对面来的人 正是青阳子 来这半点事情 你怎么也在这青阳子好奇问道 这是我家呀 叶修笑道 相请不如偶遇 既然叶道友在此 那频道就斗胆邀请叶道友帮个忙 不知叶道友意下 如何青阳子有点难为情 欲言又止地说道 说完一双眼睛 热切期盼的神情望着叶修 不知道长所为何是叶修没有贸然英语 而是继续询问道 事情是这样的 家师云游入京此地 在此地一座山上 发现了一处洞窟 洞窟里面妖气弥漫 肯定是妖邪的巢穴 所以 家师这才召集我等弟子门人和 几个道友 一同前去收妖除害 青阳子导出事情原位 家门口附近竟然有妖邪存在 这还要得 叶修没有犹疑 立刻点头答应道 除魔未道 是我被之人分内事 道长就算不请 我知道了 也一定要出手的 见叶修答应得非常痛快 青阳子大喜过望 青阳子可是亲眼见识过 叶修手段的了 知道叶修修为远在自己之上 如果有叶修这个强缘加入 无疑就会大大增加 此行除妖的成功几率 道长 你再此等我一下 我回家去准备准备 一会儿就来 叶修说完 没等青阳子答应 转身就往村子里跑 跑到一个没人的地 叶修呼出仙界果园时空门 进入仙界果园 拿起狼毫笔 站上朱砂 开始制作待会儿 除妖会使用到的曲鞋扶转 半小时过后 叶修怀揣着十张两极曲鞋 扶出了仙界果园 道长 我们上路吧 叶修回到拱桥 与青阳子会合 青阳子在前面带路 两人一前一后快速奔行 大约一个小时后 登上了叶家村以北十里的一座高山 在距离山顶 还有百余米的山脊坡林里 几名庄树各异的人 静静围坐在一起 闭目养神 青阳子和叶修两人 刚走进几人身判三丈距离 其中一名红袍 倒是庄树的老年男子 略微沙哑的声音响起 这个声音 还略带有点责怪的意思 青阳子 怎么那么不懂事 你还带来一个外人 师父 请恕徒儿擅自做主之罪 徒儿所请 同是修道之人 他还曾经救过徒儿一命 是一个道行深不可测的高人 有他加入 会给我们这次除妖行动 增添不少助力的 青阳子恭敬告罪禀道 哼 就他还道行深不可测马道长 你这个徒弟 还真敢吹啊 红袍倒是边上一个 一身运动休闲装穿着的中年男子 瞥了叶修一眼 不屑地说道 叶修见过各位前辈高人 叶修走近后 主动谦逊打招呼说道 叶修的谦逊礼让 只换来围坐着的几人冷冷的 巨人千里之外的恩声敷衍 围坐着的几人 都没把年纪轻轻的叶修放在眼里 依然拿着架子 在叶修面前 摆着室外高人高高在上的谱 青阳子见众人态度冷淡 怠慢了叶修 他也觉着 看了看叶修 只能是私底下表示歉意 叶修也明白 青阳子此刻的处境和难处 微微一笑予以回应 敢问各位前辈 此地妖邪所居洞窟 在何处叶修上前一步问道 卢道友 你可探查好了青阳子的师傅马道长 根本没有理会叶修的话语 而是与身旁的友人 自顾自说着话 马道长 这处洞窟窝几日前 就暗中查探了一番 洞窟里确实是有一响低吼声传出 妖邪定是住在洞窟里 而且据我多日的观察 这个妖邪 白天基本不会出来活动 休闲运动庄的中年男子 陈思说道 这也算是探查 还探查了几日 这个卢道友 竟连对方是个神东西 都没有闹明白 压根就没瞧见妖邪一眼 还尼玛说得煞有介事似的 什么妖邪白天 基本不会出动活动 那晚上呢晚上呢晚上呢 重要的是说三遍 叶修听这群前辈高人 激里咕噜说了好一会儿 感觉这些前辈 高人推不靠谱了 一个一个说话 都像是在故弄玄虚似的 马道长 福传你准备好了吗 另一个干瘦的格子衬衫 老头问道 孙道友 这个你放心 平道与弟子努力了一个月 福传已经齐备了 马道长从怀中口袋里 拿出一叠黄表纸 福传说道 天色也不早了 现在是五十三刻 白天阳气最盛的时候 我们趁着天时之力 去把妖邪灭了吧 孙道友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 起身说道 好 动手吧 众人纷纷点头同意 一起起身 这位夜道友 除妖时乃极其凶险之事 不是玩笑时 平道劝你 还是留在此地的后 不要轻涉险地 稀里糊涂丢了性命 就不值当了 马道长拦住 跟上来的夜修说道 是啊 马道长所说即是 年轻人不要逞一时之勇 有多大本事 就吃多少饭 量力而为 不要冲大头 卢道友一脸轻视地 看着夜修 鄙夷地说道 亲样子 还不快过来 把你的道友带下去 做事太没有分寸了 害了人家性命 你赔得起吗 马道长回头教训说道 师父 我来了 来了 青阳子跑到夜修身旁 不好意思的小声说道 对不住了 实名难为 对于马道长的做法 夜修微笑默然不语 这个马老道 虽然架子大了点 也有那么一点 自视甚高的坏毛病 但行长始终是好的 怕夜修年纪轻 不知深浅吃大亏 还特意留下青阳子看住他 等马道长等人走远了 夜修随后 悄悄跟着青阳子上去 以夜修的修为 若是不想暴露行藏 马道长几人 修想轻易发现 往山顶行了八十多米 将要上到封顶的时候 绕到山背一处 荆棘丛生的灌木林 马道长 要挟所居的洞窟 就在前方不远处 卢道友摇指 一处隐秘在荆棘灌木中 若隐若现的洞窟 小声说道 夜修蹲在众人身后 十多米远的灌木林后 摇见那处洞窟里 似有黑色的阴煞之色飘出 果然真有要挟 夜修掐指一算 心里不由咯噔一惊 暗叫一声 不好 刚想起身 阻止马道长几人 不要轻举妄动 没想到还是来不及了 孙道友点燃一个火把 在洞窟外放了一把火 洞窟外燃烧的灌木 荆棘飘起的阵阵浓烟 借着风势 一股脑全都灌进了洞窟里 不多时 洞窟里一阵异想响起 有怪异的阵阵低鸣嘶吼叫声传出 一股黑雾 当先从洞窟内喷涌而出 紧接着 一条闪耀着红色亮光的大蛇 急速窜出 那股黑雾 瞬间就把洞窟外的熊熊大火 给尽数浇灭了 当先站在洞窟口的孙道友 被急速窜出的大蛇给撞飞 后边的卢道友不知死活 口中念念有词 手中挥舞着陶木剑 使劲往大蛇硕大无比的 三角形舌头斩落 趴卢道友斩落的陶木剑 硬身而断 大蛇立起两米多高的身子 睁着两只灯泡大小的眼睛 瞪着跟前这个攻击自己的中年男人 忽然 血盆大口一张 喷出一股黑色的浓雾 浓雾当头把卢道友整个人给完全吞噬了 卢道友大惊之下 大喊大叫往回狂奔 可没等他跑几步 就倒栽葱一般扑倒在地上了 也没动静了 想必是毒发了 短短数息时间 马道长一行人 就被大蛇一照面给撂倒了两人 这妖也太强悍了些 马道长把自己的两个徒弟往后扯 大声喊道 你们快跑要挟太凶 为师断后 叶修此时才看清楚 这条浑身上下散发着耀眼红光的大蛇 大蛇周身覆盖 包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红色鳞片 在日光照射下 折折生辉 红色光亮 晃得人眼模糊难争 这条红灵妖莽三角蛇头顶上 还长有一对红褐色的肉脚 端蒂是十分凶猛 红灵妖莽见马道长 试图三人要跑 便腾空一跃 硕大绵长的蛇身 竟然凭空飞跃出树杖的距离 眨眼间便追到了马道长 两个徒弟身后不远处的地方 红灵妖莽三角形蛇头 再一次立起两米多高 阳光映照下 一道黑长的投影 在地面上显现了出来 青羊子大为惊惧 脚下一个酿呛 摔倒在地 青羊子的师兄玄羊子 赶紧过来扶起师弟 抬头往回一看 不看不要紧 玄羊子这一看之下 红灵妖莽正是血盆大口大张之时 红灵妖莽大张的血盆大口 甚为吓人 那黑森森的巨口 一口吞下 一个成年人都绰绰有余 不带喘的 就在这危急当口 近旁的马道长 连着制出两张符传 手捏法绝 口中断喝一声 零 只见两张符传 化作两团白色光团 朝红灵妖莽立起的蛇身射去 平平符传化成的白色能量光团 即在红灵妖莽 蛇身外表包裹着的红色鳞片上 发出两声闷响 红灵妖莽立起的身子 晃动了两下 随着蛇身的摆动 大张的血盆大口 喷出的黑雾也喷歪了 一口黑色浓雾 喷向了半空中 遮天蔽日的 马道长这次出手 基本没怎么奏效 没能给红灵妖莽 造成哪怕是一丁点的实质伤害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打乱了红灵妖莽的攻击节奏 歪打正着 毒雾没喷在人身上 挽救了自己 两个徒弟的性命 趁着红灵妖莽 挺立的硕大蛇身 在空中晃动的刹那时间 夜修从隐藏的灌木丛后 冲了上来 红灵妖莽很快便稳住了身形 血盆大口再次打张 对准了前方不远处 正在后退马道长师徒三人 倘若按照红灵妖莽的攻击节奏 和攻击强度来看 马道长师徒三人 仍然还处于 红灵妖莽的有效攻击范围内 马道长师徒三人 从地面上 红灵妖莽的黑色投影 可以看得出 他们身后的红灵妖莽 似乎正要发起新一波攻势 马道长师徒三人军大为惊骇 脸色大变 马道长 你们快撤我来断后夜修 这时迎难而上 往红灵妖莽所在冲了过去 奔行途中 红灵妖莽当头一口毒物喷出 夜修奔行之势未断 双掌齐出 迎着毒物拍出悬扬正气 夜修双掌拍出的悬扬正气 以席卷之势 把红灵妖莽喷出的毒物 进阶化尽 红灵妖莽见攻击失败 不甘心 又连着喷出了几口毒物 大有把夜修阴没于雾海里的意思 只见夜修毫不慌乱 连出树掌 把红灵妖莽喷出的毒物 全部化解于无形 夜修还趁着红灵妖莽 攻击呆滞的空隙 一记力道十足的悬扬掌力 击打在红灵妖莽 满视红灵的蛇身上 吃红灵妖莽 被夜修一掌 打得狂躁不已 可怕的低鸣嘶吼声响起 红灵妖莽 力气的两米多高的蛇身 被夜修这一掌 打得在半空中 狂摆乱晃不已 趁着红灵妖莽 混乱狂摆的好机会 夜修闪电般一行换位 让红灵妖莽 就是想攻击下口 都找不准人 奔行之时 夜修悬扬掌力连环击出 砰砰砰 连续击打在红灵妖莽 力气的蛇身上 夜修几乎每一掌 都能把红灵妖莽 蛇身上包裹着的 坚硬红灵片 打下几块下来 一人一蛇 就这么紧张对峙了一会儿后 红灵妖莽 力气的蛇身放下了 不再理会夜修 一个进往自己洞窟内游窜 想跑夜修 可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 落水狗一定要通打 红灵妖莽 往回游窜速度非常快 不过夜修比他更快 在红灵妖莽 游窜进洞窟之前 夜修在红灵妖莽 全力击出了两掌 红灵妖莽蛇身抖动不已 游窜的沿途上 留下了十多片 闪耀着红光的灵片 红灵妖莽 窜进漆黑的洞窟后 夜修止步于洞窟门口 洞窟内能见度极差 而且是红灵妖莽 经营多年的巢穴 敌暗我明 贸然追进去 风险太大 夜修背起堂倒 在洞窟门口不远处的卢道友 往山下奔去 在始发地的山脊坡林处 夜修与停留歇息的 马道长师徒几人相遇 夜道友 刚才多亏有你 要不然 我们师徒三人 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马道长一改之前的 傲慢轻视态度 一脸感激的神情 走上来说道 是啊 夜道友 真的谢谢你了 要不然 老朽这把老骨头 今天就葬身蛇腹了 孙道友也一并走了过来 表达感激之情 闲话少提 救人要紧夜修 将被上中了 红灵妖莽毒物的卢道友 平放下地 卢 有这事被那妖莽毒物所伤 晚了 蛇毒已经深入五脏六腑了 中毒太深 气息脉搏微弱 马道长蹲下身子 一番探查后 遗憾摇头说道 卢道友看来是难逃此劫了 爱孙道友 见躺在地上的卢道友 面色黑紫 被毒物沾染的皮肤 已有溃烂流浓的趋势 不由地摇头悲伤探道 众人一致认定 卢道友已经没有任何活命的希望了 气息仍在 只要有一口气在 就有得救夜修取出针袋 在卢道友心口附近的穴道上下针 就在马道长等人 不明白夜修此举有何意义的时候 昏迷躺倒在地的卢道友 忽然哀压 一声喊了出来 紧接着 嘴巴吐出一口腥臭无比的黑血出来 马道长见夜修 竟然可以凭两支钢针 就请一直处在中毒昏迷状态中的卢道友 震惊无比 他抬头看向一旁站着的孙道友 孙道友此时也是一脸猛逼的神情 两人面面相去 半想不敢出声 只是静静看着夜修施针治疗手法 施针治疗十分钟过后 卢道友被毒物腐蚀的皮肤 渐渐开始愈合了 皮肤上的浓疮也已化去 最关键的是 卢道友的面旁 黑子的气色开始褪去 恢复了以往正常时的气色 呼吸 心跳也正常了 卢道友 你体内的蛇毒 已经基本排除干净了 我吓得针三个小时后再取出来 针取出来之后 你就没事了 夜修失去额头上的汗珠 起身说道 夜道友 别的话我也不说了 我卢俊逸今天能重见天日 大难不死 全来夜道友你援救 今后我这条命 就是夜道友你的了 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我今生 就为夜修你马首是瞻了 卢俊逸挣扎做起 痛哭流涕说道 夜道友这首针酒绝技 真让老朽大开眼界啊 真是画符朽为神奇 了不得 了不得 孙道友由衷赞道 夜道友真乃天师下凡 平道甘拜下风 之前无知冒犯得罪之处 还望夜道友海寒 年纪一大把的马道长 恭敬向夜修鞠躬失礼 嘴上连声赔礼道歉 千功敬畏无比 马道长这是哪里话 快请请 夜修健壮 赶紧出手扶住 朝自己鞠躬失礼的马道长 大家还需团结一心 我们今天必须得 联手铲出这个红灵蛇妖 夜修大声说道 夜道友 这红灵蛇妖道痕很高 我等联手 怕是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啊 孙道友吃过蛇妖大亏 忌惮得很 是啊 平道官知 夜道友虽然有与 红灵蛇妖一战之力 可也是占了53克 阳气大胜的天使之力 阳气压制了蛇妖身上的 阴煞妖气 蛇妖这回吃了亏 多半再也不会在白天出动了 倘若他白天不出 我们借不到天使之力 真打起来 怕是会被蛇妖秒杀的 马道长老成持重 见识到红灵蛇妖厉害的他 心有余悸地说道 大家所言都很有道理 但以我官知 红灵蛇妖道横虽高 可还没有跨境幻化人形的人魔境界 倘若我们今天不趁他受伤之际 尽早铲除掉他 日后这条红灵蛇妖 必成大幻夜修分析说道 造化玉蝶妖魔道理 将妖魔一道 按修为高低 大致分为散妖 人魔 地魔 天魔 魔将 魔王 魔君 魔地 魔尊九个品阶 一旦散妖能够幻化出人形 那么 他将跨境真正的妖魔境 修为同散妖之时 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夜道友可有妙法 等红灵蛇妖养好伤 修为大镜之后 就更没什么机会了 老朽全凭夜道友驱策 夜道友可有妙法孙道 有紧盯着夜修 一脸期盼依赖的神情 妙法谈不上 只要大家信任我 我们或可放手一搏 夜修自信地说道 夜道友 青阳子愿听你调用青阳子 一脸坚定神情说道 放肆夜道友 也是你等可叫的 叫真人马道长 训斥徒弟说道 夜修今天的表现和实力 已经完全征服了一向 就是完全败服了 虽然夜修年纪 差他将近一个甲子 但夜修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已经今非昔比 大为提高了 他自己称夜修为道友 在他看来 已经算是有些僭越了 如今自己徒弟也这么称呼 马道长不发飙才怪 是 师父教训的是 徒儿知错了 青阳子低头懦懦硬声说道 夜真人 你说吧 要怎么干 我们听听你差遣 青阳子的师兄 玄阳子也出声力挺 夜修说道 有大家支持 不怕蛇妖猖狂夜修 夜修非常满意 众人团结一心 合力储产妖邪的态度 我的办法很简单 就是利用红灵蛇妖 以为我们不敢夜晚出击的想法 趁着夜色出击 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与红灵蛇妖决意死战 夜修慷慨激昂说道 神色极为坚定 决意死战 青阳子和玄阳子 正必高呼说道 神情甚为激动兴奋 没有一丝害怕畏惧的神色 马道长 你现在检查一遍服转数量 危急关头 夜修当人不让 吩咐说道 夜真人 评道已经检查过了 共计63张驱邪符 马道长将 符转取出回禀道 好 足够了 这血符转用好了 够蛇妖喝一壶的了 夜修文言大喜道 没想到马道长试图三人 竟然弄了那么多驱邪符转 看来一个月时间的准备 不是白来的 夜真人 符转评道也使用过了 似乎对那蛇妖 起不到任何实质的伤害啊 马道长不无担忧地说道 他就徒弟的时候 曾经使用过两张驱邪符攻击蛇妖 可符转只给蛇妖带来了微不足道 隔靴搔痒的打击作用 蛇妖的红灵坚硬无比 刀枪不入 水火不尽 寻常攻击根本无法穿透 马道长无需担心 大家等我命令 我负责包去红灵蛇妖的红灵 届时 大家只管往蛇妖薄弱处 使劲招呼就行 夜修笃定说道 马道长亲眼见识过夜修掌机蛇妖 打掉蛇妖红灵的一幕 所以对夜修的话深信不疑 点头答应道 频道听评夜真人命令行事 好 马道长 你将驱邪符给大家平均分了吧 马道长 不要少了我的一份哦 我也要与夜真人一同奋战 与蛇妖决一死战 躺地上的卢俊逸积愚说道 他吃了蛇妖大亏 急于报仇 斗志一点也不属于任何人 马道长给每一个人 都发了十张驱邪符 道长 我不需要 夜修微笑婉拒马道长递过来的驱邪符 夜修所修悬崖道火爵 本就是天下一切妖邪的死对头 具有先天的克制效果 是最好攻击技能和手段了 比马道长师徒制作的驱邪符 实际打击效果强得多了 若不是夜修现在本身会员工修为不足 还未能充分发挥出悬崖道火爵的威力 不然夜修仅凭一人之力 就能对付得了这条红林妖蟒了 众人在坡林里休息 直到月明星期的午夜时分 夜修率先起身说道 出发吧 这一次是由夜修率领 一马当先 众人紧随在身后 走到红林妖蟒七身的洞窟十丈远之地 夜修停了下来 你们就待在这里等待 我去布置一下 说吧 夜修当先走到距离蛇妖洞窟三丈的距离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十张两极驱邪符 按照造化玉碟里的结界阵法 开始布置起来 夜修这次布置的 是结界术法阵形里的一种 名叫十面埋伏的初阶防御结界阵法 想要布置此结界阵法 必须要有十张两极驱邪符 布阵之人 想要成功发动和驾驭此结界阵法 实力至少要达到散修六阶的水平 夜修目前会员功修为 虽然仅为练器两层巅峰境界 但实际战力已经达到了散修六阶的水平了 驾驭十面埋伏结界术法 完全没有问题 马道长等人 远远看着夜修一人 在蛇妖洞窟门口 埋头摆弄着些什么东西 在蛇妖眼皮子底下 都敢这么玩 众人都暗自为夜修捏一把汗 午夜时分 敢置身在蛇妖洞窟门口 这么明目张胆活动的 也就只有夜修了 换了在场任意一人 任谁都没这个胆 夜修鼓到了将近半个多小时 原路返回 待会大家紧跟着我 我让你们站在哪里 你们就站哪里 千万不要随意移动 不然到时没了保护 蛇妖出来 那就危险了 要得 我们都听夜真人的 马道长当先表态说道 马道长都点头了 其余个人也都纷纷点头 坚决服从夜修的命令 夜修简单恶药 交代了 待会儿需要注意的问题后 便悄悄领着众人 去十面埋伏结界的术法 阵型阵眼处站位 个人刚站好位置 洞窟里便传来了一阵 嘻嘻嘻嘻嘻的声音 伴随着蛇妖特有的 低沉的嘶吼叫声 红灵蛇妖 发现了洞窟外的异动 果然不出夜修所料 红灵蛇妖自视午夜 天使之力加持 有恃无恐 仍然赶出洞攻击夜修等人 忽然 洞窟内涌出一股浓烈的妖煞之气 眨眼间 红灵蛇妖一对灯泡般大小的眼睛 闪烁着骇人的绿光 在漆黑的夜色中特别眨眼 洞窟外被红灵蛇妖带起阵阵阴风 马道长等人脸上神情极为紧张 果然 在午夜阴煞之气的加持下 红灵蛇妖功力大涨 当先朝夜修急窜了过来 夜修没有一丝慌乱紧张的神色 就在红灵蛇妖堪堪堪扑到面前之时 将十面埋伏的结界竖法阵发动了起来 框红灵蛇妖迎头撞在了夜修身前的 一道白色光幕护照上 一时间 红灵蛇妖疼的嘶吼哀鸣不已 舌头上两个肉脚之间 明显撞起了一个肉包 红灵蛇妖本想着利用午夜天时之力 抱白天败于夜修手上之仇 没想到一出洞窟 就迎头撞在了钢板上 红灵蛇妖恼弱异常 对着光幕护照里的夜修等人大喷毒物 顿时 夜修等人四周被红灵蛇妖黑色的毒物弥漫 雾蒙蒙一大片的 就像是被笼罩在无尽的黑暗深渊中一般 不过红灵蛇妖所喷的毒物 奈何不了结界护照 见识不妙 红灵蛇妖想重新溜回洞窟里 夜修早已料定了 红灵蛇妖会有这么一出 早已在洞窟门口不下了一个阵眼 十面埋伏结界竖法发动后 洞窟就基本被光幕给封死了 红灵蛇妖的退路没了 夜修不仅把红灵蛇妖的退路封了 还把蛇妖腾空飞跃的空间基本给堵死了 这条红灵妖莽修为还没修炼到家 没有突破到人魔的境界 其妖力还无法支撑 它在空中连续不断地藤月飞翔 更不可能让它想 怎么藤月就怎么藤月 最多只能偶尔为之 虽说十面埋伏这个低阶防御结界竖法阵 在空间上也并没有封得那么完美 弱点还是有很多的 但用来对付红灵蛇妖这种散妖足够了 十面埋伏结界竖法已经发动 天上地上的空间几乎被结界光幕封死 只能在结界光幕盒子里腾转挪动 想破质而出 方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将结界光幕捅出一个窟窿来 见所有后路被堵死后 红灵蛇妖狂目不已 舌头力气两米多高 一对硕大的灯泡眼睛闪着骇人的绿光 舌头上的两个肉脚变成了红彤彤的身体骨障 身躯比正常时几乎大了一圈 如油桶一般粗壮 身体上的红灵一张一合的 夜色中闪耀着点点红光 更为害人 蛇妖要拼命了 大家一定要稳住 无论如何都不要擅立自己的位置 夜修大声提醒道 红灵蛇妖一对绿眼紧盯站在光幕里的夜修 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她先后两次吃了大亏 都是拜夜修所赐 红灵蛇妖恨不得生蛋其肉 呼一股滔天阴风平地掀起 风势害人呼呼作响 人畜肯定会被阴风轻松卷走 这股滔天阴风正是红灵蛇妖所造 她想用狂风搅乱夜修所不结界 好找出结界的弱点 破围而出 在红灵蛇妖引动的滔天阴风作乱下 有部分结界的光幕光亮有渐弱的趋势 石面埋伏结界已经处于一个很危险的境地了 如果任由红灵蛇妖肆无忌惮地继续加大阴风的强度 结界迟早是会分崩离析的 夜修决定抢先动手了 在结界光幕的保护下 外面的攻击无法穿透防御性质的结界光幕护罩 而在护罩里的人却可以发动攻击 打击护罩外面的对手 本来夜修是想激怒和引诱红灵蛇妖靠近攻击自己 然后就近出手打击蛇妖的 拳拳倒落的攻击 对红灵蛇妖造成的伤害才能最大化 离得远了 攻击伤害就会随之递减的 不过现在情势突变 红灵蛇妖没有上钩 离夜修所在位置有两三米的距离 夜修悬扬正气全力 运进击出 砰 一声闷响响起 挺立的红灵蛇妖被夜修这一击之力 生生地给打的身躯乱摆晃动 挺起的头部身躯乱摆混乱中 狠狠砸向四周的结界光幕护罩 框框作响 红灵蛇妖被夜修的凌空全力一击 给打得晕头转向的 痴痴 红灵蛇妖重新稳住身躯 将头转向夜修 血盆大口大张 马道长连着使用了两张驱邪符 攻击红灵蛇妖 想把红灵蛇妖引过来 从而减轻夜修所受的压力 可是红灵蛇妖丝毫不理会马道长那种 不疼不痒的攻击 全力攻击夜修 万分危急关头 夜修祭出了自己的最后杀招 一道一级火咒浮转之初 夜修口念法咒 手捏法绝 只见浮转化成一团红彤彤的能量光团 静止攻向红灵蛇妖的七寸部位 砰红灵蛇妖被能量光团击中的瞬间 身上的火苗瞬间四散蔓延开了 火界风势 在红灵蛇妖掀起的滔天阴风助燃下 蛇妖身上的火势迅速爆燃开了 不消一分钟时间 红灵蛇妖十数米长的巨大身躯 已经被大火给完全吞噬 红灵蛇妖挨鸣着 卷缩翻滚着 妄图扑灭身上的大火 一击奏效 夜修趁着红灵蛇妖胡乱翻腾 靠近自己的机会 全力出掌 将红灵蛇妖蛇身上的红灵 给硬生生打下一大片下来 本来红灵蛇妖 凭借坚硬的红灵 还可以勉强抵挡一下熊熊烈焰的 这下好了 失去红灵保护的蛇身 只一小块功夫 就被烈焰给烧焦烧穿 机会难得 夜修不失时机大声下令道 大家使劲往蛇妖烧焦的蛇身部位攻击 马道长等人正等着夜修的这话呢 大家齐声应试 一时间 数到白色能量光团 连续击打红灵蛇妖烧焦的部位 失去坚硬红灵保护的蛇妖 再也无法抵御马道长等人的驱邪扶转攻击 哀鸣惨叫声叠起 蛇身猛烈甩动翻滚 想躲避驱邪扶转的打击 不过红灵蛇妖这么做都是徒劳的 扶转攻击是一种由意念控制的精准攻击 只能抵御和化解 极难躲避 红灵蛇妖在熊熊烈焰灼烧和马道长等人驱邪 转持续不断的攻击下 翻滚的幅度越来越小 渐渐地 就连哀鸣惨嚎嘶吼声都越来越弱了 叶修凌空击出树掌 击打在蛇妖身上 红灵蛇妖没有之前被悬崖掌力击中时 那么大的反应 只是向征信的抽搐翻滚了几下 大家都不要动 以防蛇妖耍炸 说吧 叶修之身踏出结界光木保护罩 叶修闪身七道红灵蛇妖身判 双掌齐出 砰砰砰 一连十几记时辰时的全力掌击 红灵蛇妖猛地翻腾挣扎了一下 旋即被叶修持续猛烈的悬崖掌力 击打得肚腹爆裂 内脏血肠躺满一地 在叶修连番猛烈掌击过后 红灵蛇妖已经不再翻动了 奄奄一息的 粗壮的身躯被烈焰灼烧变得焦黑一片 叶修走到蛇妖头部附近 不管三七二十一 连出两掌 将红灵蛇妖脑壳彻底拍烂 砰 红灵蛇妖看似坚硬的脑壳 被叶修两记时辰时的悬崖掌力 给拍得血乎乎一片 灯泡时的大眼睛 也被强横的掌力给震爆了 变成了一团江湖状的粘稠物 大家可以出来了 蛇妖死了 叶修欣喜地喊道 叮恭喜二阶伞修叶修 你杀死了七阶伞妖红灵蛇妖 获得天庭七百功德值积分奖励 一道缥缈的仙音 在叶修耳畔响起 叶真人太厉害了 竟然能把这么凶悍的蛇妖给拍死了 就是 刚才我只看见人影翻飞 掌风呼啸 等我定睛一瞧 乖乖龙地东 蛇妖已经挺湿了 马道长的两个徒弟 玄阳子和青阳子惊叹道 叶真人一身修为 真是高深莫测 我等皆望尘莫及啊 马道长亲眼目睹了 叶修今晚沙妖的全程后 已经完全被叶修强大的实力给射服了 叶真人 你瞧 这里有一颗发光的物件 孙道友惊呼道 那是蛇妖的内单 马道长见多识广 笃定说道 蛇妖内单拿来当照明灯炮艇 绿色环保的 卢道友笑呵呵地 准备弯腰下去 捡起那枚红灵蛇妖内单 不要动蛇妖内单上 腰煞之气浓烈 道横不够之人 谁沾谁死马道长 立声警告说道 哎哟 好险啊 卢道友文言 当即缩手起身 急退几步 远离与蛇妖内单的距离 卢道友 算你命大 差一点你就玩完了 年老的孙道友 调侃笑道 马道长也识得内单之势 叶修好奇问道 那是平道十年前的一次除妖之行 当时平道与其他道门友人 一共三人同复一处山剑峡谷 在峡谷里遇到一只野猪妖 我们三人联手拼死 将野猪妖击杀 马道长缓声说道 停了停 捋了捋思路 马道长接着说道 当时我等三人 也是第一次击杀妖邪 不知道深浅 其中一名道友 破开死去野猪妖的杜妇 发现了野猪妖的内单 他当时也是非常兴奋和惊喜 一把抓起内单 还非要把野猪妖内单据为己有 虽说野猪妖 是我们三人联手击杀 但那位道友 却是处理最大最多的 他要野猪妖内单 我们两人也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没过多久 那位将野猪妖内单 据为己有的道友死讯传来 据说那位道友死前 曾性情大变 狂乱 嚎叫三天三夜 才死 马道长的话音刚落下 卢道友当即走到马道长身旁 一脸大难不死 劫后余生的兴奋神情 连声道谢马道长救命之恩 大家都不要蛇妖内单 叶修走到蛇妖内单旁问道 不要 不要不要 这个东西太邪门 碰不得了 众人皆是连连摇头拒绝 无一人敢要 既然这样 这个蛇妖内单 我就收下了 叶修微笑说道 叶真人 蛇妖如此凶悍 道行定然不浅 其内单里的妖煞之气 一定很盛 碰之不祥啊 马道长劝说道 是啊 叶真人 三思啊 众人齐声劝道 众人的劝说 叶修报以微笑回应 运功在虚空写了一个一级驱邪符传 用道门大手印法诀 打入蛇妖内单之中 数期时间过后 蛇妖内单里预计的阴煞之气 被倒逼了出来 叶修当即运起悬阳掌弓 将蛇妖内单里 被驱邪符倒逼出来的妖煞气 尽数化解掉 边上马道长等人 看见叶修竟然能在虚空以气制服 竟接惊恶 至于叶修接下来 除蛇妖内单妖煞之气的举动 就更让众人目瞪口呆了 他们别说贱了 就连听都没听说过 这是还能这么玩的 叶修此时再在众人心中 地位再次提升 马道长等人 现在已经把叶修 当成天神下凡一般崇敬了 叶修接连重复了 数次蛇妖内单除妖煞的举动 透视先眼确认 蛇妖内单里妖煞之气 已经清除干净后 把蛇妖内单收进衣服口袋里 起身说道 马道长 红灵蛇妖虽已诛杀 但他栖身的巢穴还没有扫荡干净 这样 我一人静动搜索 你们在洞窟外把守 不要放过任何妖邪 是 叶真人所言即是 明白 我等把手动口 请叶真人放心 一个妖邪都休想逃脱 众人皆点头服从叶修指令 无人有意义 叶修通过率领众人击杀红灵蛇妖 在马道长等人心里 树立起了不可撼动的道门权威 现在 叶修的话 就相当于道门前辈高人所说一般 分派好把守洞窟门口的人手后 叶修只身踏入红灵蛇妖气身的洞窟 这是一个阴暗潮湿的岩洞 里面阴凉无比 十分适合蛇妖这种冷血妖血气身 洞窟狼道还算宽大 叶修挺身直立行走 也没有丝毫局促感 叶修往洞窟里走了大约三分钟 眼前豁然开朗起来 一间宽阔高大的洞室 窟口 月光刚好可以从这个裂开的窟口照射进洞 这才使得石洞内景物依稀可见 救我 救我石洞内忽然传来了奇怪的呼救声音 谁叶修当即名神戒备 救我 我在这 奇怪的声音再次响起 叶修寻声找去 在石洞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一条白色的大蛇横躺在岩石地面上 原来真还有漏网之余 妖孽 那命来叶修正要运进发工 忽然 那条横躺着的白蛇赶紧哀叫道 上仙饶命我不是妖邪 文言 叶修定睛细瞧 发现白蛇护身上下 没有一丝妖煞之气 不仅没有妖煞之气 白蛇身上 四海隐隐透有一股仙灵之气 你是什么东西 如何出现在红灵妖蛇洞窟里 叶修心中也很纳闷 为何眼前这条白蛇会说人话 我本是西河龙王的四王子敖凯 出来玩耍 不想被红灵蛇妖撞见 为他所情 将我居在此处 每日吸食我的龙血修炼 西河龙王的四王子叶修 有点惊讶 西河是华夏第二长的大河 流经叶修的家乡 河到最近处不过三十里 如果敖凯所言非虚 那这可就有意思了 叶修从没想到过自己有朝一日 能有幸遇到真龙 现在真龙就躺在自己跟前 他倒是不知该怎么办了 宁神掐指一算 敖凯之事的缘由 叶修已经洞悉了 点头说道 敖凯 算你命大 遇到了我 蛇妖已经扶诛 你现在自由了 谢谢恩人救命之恩 可我现在完全动不了了 敖凯声音有些缠弱 叶修走进冥神戏桥 在敖凯龙身腹部 发现数个窗口 窗口仍然在渗血 而且还有炎症症状 窗口皮肤四周红肿得很 别动 你的窗口 看来是有些日子了 都发炎化浓了 叶修说道 恩人 自那蛇妖居我在此处 每日都被他割肉放血 我恨不能亲自手扔了那丝 小白龙敖凯恨声说道 这样 如果你信得过我 我带你出洞疗伤 妖洞里到处弥漫着阴煞之气 对你伤势的恢复 还是很有影响的 恩人这是哪的话 我今天能得恩人搭救 敖凯感激万分 恩人的话 敖凯哪里会不遵从呢 见小白龙敖凯如是说 叶修当即呼出 自家仙界果园时空门 俯身抱齐躺在地上 不能动弹的小白龙 进入仙界果园 叶修把小白龙敖凯 轻轻平放在仙界果园空地上 小白龙敖凯 初次进入仙界果园 也很惊奇 他忍不住问道 恩人 这是哪里灵气充沛环绕 当真是别有洞天啊 这是我的练功修炼地 你伤恢复之前 就先在这里修养吧 敢问恩人高姓大名 救命大恩 敖凯日后定然重重酬谢 四王子不必如此介怀 除妖救人 乃我被修是分内之事 叶修自谦笑道 恩人高怀 请恩人务必将姓名告知敖凯知道 倘若敖凯连救命大恩人 是谁都不知道 会被世人笑掉大牙的 小白龙敖凯坚持说道 叶修 叶叶修恩人 可是华夏国山南省华西县 罗阳乡叶家村人士 小白龙敖凯文言后大惊 连话音都打结了 正是 有何不妥骂叶修很是奇怪 为何自己的名字 能让小白龙敖凯产生那么大的反应 那就是了 敖凯有个不情之请 还望恩人答应 敖凯诚恳说道 不用那么客气 有什么就直说 叶修淡淡笑道 请恩人收我为徒 敖凯愿终生侍奉恩师 敖凯诚心实意 恳切说道 我只是下界 一名普通的散修 本是低微 似王子出身不凡 乃龙族一脉 又是龙公王室贵重 当可令你得到先师 叶修万不敢当你的师父 叶修推辞说道 恩公就是我命中的大福星 和授业恩师 这是命中注定了的 恳请恩公答应 收下敖凯这个猎徒 敖凯见叶修 不答应自己的拜师请求 大吉 面对小白龙敖凯 秦真义切的拜师请求 叶修微笑不语 按字掐指一算 须语 看着敖凯问道 你说我是你命中注定的 大福星和恩师 此话怎讲 事情是这样的 敖凯十周岁之时 天庭太上老君 曾来龙公做客 他曾为我补了一挂 太上老君为你补挂 他怎么说叶修好奇询问道 太上老君根据挂像 说我命中该有一节 甚为凶险 信得我命中福星搭救 而搭救我的这个福星大恩人 就是我命中的师父 敖凯唯唯道来 太上老君捕挂之术 也很了不得骂 不愧是红军老祖的大徒弟 叶修心里暗自琢磨道 问公 您就不要推辞了 敖凯今生 就认定你这个师父了 其他任何人 我都不考虑 敖凯态度坚决 言辞恳切 现在先不谈拜师收徒之事 你安心休养恢复 等你伤势痊愈了 想清楚了我们再说 叶修微笑说道 对于收徒叶修是很谨慎的 抱着宁缺无滥的原则 他也想借着疗伤相处的日子 暗中观察小白龙敖凯 看其人品 为人怎么样再做决定 好吧 见叶修这么说了 敖凯也不好再坚持了 值得点头应试 叶修摘下一颗鲜梨 放在小白龙敖凯嘴边 说道 把他吃了吧 对你恢复伤势有帮助 小白龙敖凯修为有限 远没有进化到幻化人形的境界 修为仅为三阶散修 品阶上看似比叶修高上一阶 可实际战力上 他同叶修差距可大了 要不也不会被红灵蛇妖 轻松掳掠了来 叶修为着敖凯吃完仙梨 估摸了一下时间 起身说道 四王子 你就先休息休息 我出去办点事 晚些时候再来 恩公请自便 敖凯晓得的 咩咩 我的小伙伴 疗伤休养期间 你要是觉得闷的话 可以找咩咩说说话 叶修临走前 将小白龙介绍给看护兽 咩咩认识 这样两只灵兽也有个半 出了妖洞 天色已经露出了鱼堵白 林中的鸟雀 叽叽喳喳叫的欢食 叶真人 你这一去 可让我们等得心急 里面情况怎么样 卢道友看见叶修走了出来 连忙问道 洞窟里就红灵蛇妖一个妖邪 都清理干净了 功德无量天尊 我等也算为众生 干了一件功德之事 马道长唱了一声道号 志得一满说道 马道长 各位道友 此次除妖 多谢各位鼎力相助 叶修再次谢过了 叶修道谢说道 马道长哪里敢领叶修的这份败泄之情呢 叶真人 快别这么说 这次除妖 若是没有你 我等结成了蛇妖附中餐了 孙道友也是坚持 不受叶修的败泄之情 连忙失礼说道 叶修这么做事 出于礼数 更是一种气度 鞠躬而不自傲 叶修送马道长等人下山 一路上暗中留意 四周山市地貌 此山高约一千多米 山脚下环绕着大片没有播种的农地 放眼瞧去 这些抛荒的农地少说 也得有一两百亩的 刚把马道长等人送走 叶修手机响了 喂 叶大哥 我帮你联系好了一家省里实力不错的 天鹿鹿乔公司 你中午有空吗 天鹿公司的林总说 他要带人去你们那里 勘查地形路况 你们最好能见一面 具体的事情 你们到时见面了 手机里 周萱萱的声音传了过来 好的 你把他的手机号码给我 我自己同他说 叶修回乡之前 已经把心中的一些规划 同周萱萱说了 樱桃果树种植 不能仅仅依靠仙界果园 那少得可怜的三分仙田 叶修是这么想的 仙界果园里种植出来的樱桃果树 结出的果实 包下的果盒 完全可以作为优质樱桃果树种子 然后把这些优质樱桃果树种子 种植在现实世界的果园里 结出的果实品质 应该也不会差多少的 这样做的好处很多 一来可以将高品质樱桃果保健酒之势 做得滴水不漏 还可以乘着樱桃果保健酒 打出来的好名声和广告效应 做大做强樱桃果产业 二来 叶修还想着 要把家乡的父老乡亲们 一块带上致富之路 让大家伙一同共享负责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三来最为关键 叶修心中有一个 宏伟的免费医疗计划 尽自己最大能力 为天下患病的百姓 提供最优质的治疗 治愈尽可能多的患病之人 疯狂捞取足够多的 天庭功德之积分 为自己的修仙正道之旅 保驾护航 而要实现这个宏伟计划 就得要有非常雄厚的 资金支持才行 叶修需要在 稳步推进计划的同时 还得要赚钱 赚钱 赚钱没钱 一切都只能抓瞎 叶修给天路公司的 林总打了电话 约定好了 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超进路赶了过去 途径乡中心小学 为了节省赶路时间 叶修没有选择较远的 路绕着学校外抢走 而是直接翻进学校 选择最短的行进路线 就在叶修途径乡中心小学老师 宿舍瓦房的时候 发现有两个十多岁的小年轻 鬼鬼祟祟 趴在一间宿舍瓦房的窗台边上 朝里面窥视 叶修走了过去 两人都没有发觉 你们两个 干什么 叶修拍了拍其中一人的肩膀 两名小年轻吓得不轻 妈呀一声喊 撒腿狂奔去 窗台外的动静 屋子里的人也听见了 只听见屋子里 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不过她本想着取点水 在宿舍擦擦身子 没想到被人偷窥 图青青此时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你在我窗口边偷窥些什么 图青青怒气冲冲质问叶修说道 呵呵 美女 我想你误会了 我刚才是 叶修正想做解释 没料到却被图青青强行打断 你不用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图青青 举起手中的赶面杖 指着窗台边站着的叶修赤倒 面对图青青的质问和指责 叶修回头望了望 那两名偷窥的 郑主早就跑没影了 叶修只得无奈摇头苦笑 一脸的无辜表情 我要是存心要看 需要干偷窥 那么下三滥的够当吗 结果 美女 讲真的 你身材真心不错 你说什么 不准跑给本姑娘 站住图青青眼 睁睁望着叶修远去的背影 气得直跳脚 气呼呼合道 叶修听到了 其他宿舍屋子里 有走动的声响 知道 再这么对峙下去 肯定不妙 现在是秀才遇到兵友里 说不清 等聚拢为官的人多了 那就大大不妙了 还是36G走围上 叶修用手隔开了 图青青蓝挡在身前的赶面杖 一溜烟便跑没影了 只剩下一脸气呼呼表情的 图青青愣在当场 喂 林总 我是叶修啊 叶修一路奔行 不消十分钟 便来到约定地点 远远望见前方不远处 有一群人架设着勘测设备 在测量道路和地形 便拿出手机 给林总拨了一个电话 叶先生 都总和我说过 你要修一条公路 这不 我今天就带着公司工程人员 来收集数据来了 叶修快步走到一个拿着手机 挺着啤酒肚的肥胖中年男子跟前 林总叶修 主动伸手示意 你是叶修叶先生 林总收起手机 礼节性地与叶修握手打招呼道 不过脸上却是一副轻视 自傲的神色 在林总眼里 叶修至多不过是乡村的一个爆发户而已 同自己社会地位差距 那可大了去了 他可看不上叶修这类型的农村爆发户 天鹿鹿桥公司 可是山南省排的上号的大型路桥建筑公司 公司旗下的大工程业务多着去了 随便哪一件都不得是上一起步的 像帮叶修修建一条三级公路的小活 在林总看来 那就根本不算是 他完全是看在周萱萱的面子上 才勉强硬承下来的 林总 以你的专业眼光来估算 如果要在这里修建一条三级公路到叶家村 需要多少钱叶修开门建山直接问道 这里地势还算平坦 一路上也没有什么河流沟壑 需要架桥的 如果是按建造三级公路的标准 一里路造价一百万吧 一里路一百万 与县里的公路接连起来 满打满算 怎么也得有四十里吧 那工程费用就不低于四千万 叶先生同周总是好朋友 周总曾经帮过我很多大忙 我老父亲的风尸骨痛晚级 也是托周总的樱桃宝建酒之好的 我就给叶先生一个九折优惠价 三千六百万怎么样 林总慷慨说道 林总 我最关心的是公路质量问题 不该省的钱不要省 我不缺钱 叶修可不是那种 林总玩花招 明面上是说打九折优惠价 实际上卖了人情 以后就拆东墙补西墙 路造了 质量却不行 最后变成了豆腐扎路 耽误了时间和金钱就不说了 自己的大事 如果就此耽误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 叶先生放心 这条路的毛毛与工程收入 还不入我的眼 我只是看在周总面子上 才答应帮这个忙的 林总监叶修 竟然有不信任他的意思 不禁有些生气 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傲气十足 不懈地说道 这样最好 工程款你同周总要 叶修才懒得理会 林总那副优越感做派呢 工程款直接找周总要叶先生 同周总很熟吗 林总惊讶地问道 他一直以为 叶修与周萱萱的交情 不过是泛泛之交而已 没想到两人的交情 都能达到 钱款帮富的熟络程度了 其实叶修这么说 一方面自己与周萱萱交情 确实不错 但更为关键的是 双方合作卖酒的收入 一直都还是在周萱萱公司账上的 当然 叶修淡淡应道 冒昧问一下 不知道叶先生 可曾在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工作过 林总忽然间想起什么事情 追问道 不才确实是在那 上过几天班 有什么疑问吗 叶修不解 为何林总会这么问 难不成叶先生就是周总口中 常提起的合伙人叶医生 林总一拍脑门 惊喜问道 怎么不像 不是 不是 叶医生对不住了 你看我这眼神啊 您研发的樱桃宝剑酒 真是太好了 就是太难买了 我也是 走了周总的后门 好不容易才买到了两瓶 林总一脸崇拜的神色 望着叶修说道 先前的傲慢轻视神色 一扫而空 你放心 只要你把工作造好了 我叫周总 送你一箱樱桃酒 叶修笑道 这样就真太好了 我拼了命也得 把路造好了呀 林总得叶修送酒的承诺后 满心欢喜 干净满满说道 叶医生 我听周总说 你中医医术很厉害 你看我的糖尿病 能治吗 林总挺着啤酒肚 追了上来问道 糖尿病可以治 不过我现在没空 等你把路造好了再说吧 叶修回头 瞥了眼林总 胀鼓鼓的大肚腩笑道 好烈 林某先谢过叶医生了 你放心 您要造的这条公路 我一定给您造的妥妥贴贴的 林总听到叶修说 能治他的糖尿病 心里乐开了花 哼着小曲 蹦蹦跳跳地回去了 叶修也笑了 知道自己要造的公路 这回铁定是不用担心的了 什么誓言 豪言壮语 都比不上自个儿身体健康重要 林总就算敢不听 自己老头子的话 借他一百个胆 他也不敢把叶修给得罪了 这可是他下半辈子 生活幸福的唯一指望了 与此同时 在罗阳乡中 新小学老师大办公室里 一起前来支教的 几个年轻女老师挤在一块 正在你一言我一语的 聊天打屁呢 而这些年轻女老师 聊天的内容很主流 也很有代表性 都是时下所有年轻女孩子们 聚在一起 最喜欢八卦的话题 男人 特别是那种优秀的 帅气多精的男人 永远是年轻女孩子 最热衷聊的主题 没有之一 清清 你家那么有钱 爸妈都是公司的大老板 你为什么不进公司 去当你的千金大小见 却跑来这个穷山沟 来一个长相普通的 高个女老师 有点羡慕地问道 我猜清清肯定是为了逃婚 才跑来这里来的 一个圆脸 有点婴儿肥的女老师 笑呵呵说道 柳杰 你偶像剧看多了吧 有人取笑她说道 清清 你老实交代 是不是你相好的 男友家乡在这里 你们认为 这个有可能吗 清清那么漂亮 家里又那么有钱 她会找一个土不拉几的乡下人 做男朋友那名高个女老师 用极为肯定的语气分析说道 也不是那样了 找男友又不是找饭票 钱不钱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感觉和演员 图清清本不想说话的 可是她被这群八卦的朋友 逼得实在是不开口不行了 哎 清清 难道卢阳乡几千年轻小伙子 都没有一人入得了 你的法眼柳杰笑道 哎 这个真没有 图清清清叹一声 清摇情手说道 哎 告诉清美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叶家村那个最帅的医生 已经回家了 饥饿的女同胞们 快行动啊 高个子的女老师 一脸兴奋的表情说道 刘燕 你说的那人叫叶修吧 对啊 她可是省城第一人民医院 中医科的医生呢 刘燕一脸神气的表情 仿佛是在介绍自己男友一般 我听学校年长的邓老师说 那个叶修可帅了 算得上是罗阳乡第一帅哥了 又帅又有才 如果是我的男朋友 那该多好呀 柳杰一脸期盼的神情 双手合十 赐给小杰一个帅哥吧 你看把他给缠的 众人一起取笑柳杰说道 青青 我觉得那个叶修 与你挺般配的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刘燕笑道 真有那么帅的 我怎么没有发现 图青青此时脑海里 不经意就浮现出了 中午在自己宿舍窗台外 偷窥自己换衣服 被抓现行的叶修的模样 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 该不会就是那个 不要脸的偷窥狂吧 青青 晚上在乡政府的广场上 有一处文艺会演 你还看吗 刘燕似乎与图青青关系很要好 但什么都不忘扯上图青青 今晚是周末 没什么事情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大家一起去 一个都不能少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一个年纪稍微年长的女老师 用不可质疑的语气说道 叶修回到叶家村后 没有回家 而是直奔叶家村的村长 也是叶家村的老族长 三叔公家里 修路的事情落实了 现在叶修就要着手办理 种植樱桃果树需要的田地问题了 三叔公 您吃过饭了 没有叶修刚踏入院子 迎面就遇到了 从屋子里走出来的三叔公 三叔公今年已经八十了 精神头还是那么绝朔 他的年纪在叶家村里 虽然算不上最老的 可他的辈分 却是叶家村所有人里最高的 为人也正直 德高望重 所以大家伙一直推选 他当叶家村的村长 三叔公在村长的位置上 已经连续干了三十个年头了 叶修也是三叔公看着长大的 阿修 叔公听人说 你很能干 在省城最好的医院当医生 现在你怎么不好好上班 偷懒跑回来呢 三叔公同叶修关系一向不错 一老一少年龄 虽然有着一个甲子的差距 但两人说起话来 一点障碍都没有 三叔公 村里这些年 不是一直缺医少药吗 乡亲们得了病 大多没第一 自个咬牙再挺着 实在不行了 才跑去县里的医院去看病 叶修的话语 勾起了三叔公的感慨 他神情有点落寞的叹气街道 谁说不是呢 这都是穷子给闹的 三叔公无能啊 干了三十年的村长 也没能领着乡亲们 奔上致富路 过上好生活 唉 三叔公 我这次辞职回来 就是要带着乡亲们 一块奔上致富路的 哦 三叔公眼前一亮 重新审视起跟前的叶修来 叶修搀扶着三叔公 回屋坐下来 一五一时 将自己此番回乡的 奋斗蓝图雏形说 与三叔公听 如果能得到村里 德高望重的三叔公的支持 叶修这次回乡创业之路 就能走得顺畅些 能省下许多麻烦事呢 在叶修说的时候 三叔公在一旁认真聆听 还时不时叫停叶修 自己则在笔记本上 记下叶修说话的重点内容 就是这样了 三叔公 您吃过的盐 比我吃过的饭还要多 您说说看 我这么干中 不中叶修讲完后 询问三叔公 态度和意见呢 中怎么不中 阿修啊 叶家村这么多年轻后生里 三叔公自始至终就认为 你是最出色 最棒的那一个 好啊 学了本事以后 还能不忘记穷乡呢 阿修 你很好 三叔公没看错你 三叔公动情地说道 叶修从三叔公家里出来后 哪也没去 进入自己的仙界果园里 叶修从三叔公家里出来后 进入自己的仙界果园里 小白龙敖凯 在吃了几个仙梨后 再得叶修试针调理了一下 窗口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恢复得挺好挺快的 在休养疗伤期间 小白龙敖凯 与仙界果园看护兽咩咩 聊得挺投机的 两个灵兽现在都恨不得粘在一起 不分开了 如焦似锡的 叶修凝神运功 将自己的神识频率 调到与天庭仙界果园的一致 叶修除掉了七阶散妖红灵蛇妖 一次性便获得了 天庭七百功德积分奖励 他准备使用这些功德积分 在自己仙界的领地内大干一番 将仙界果园和药谱建设好 叶修一口气 将自己四级的仙界果园和药谱 提升到最高的九级 果园和药谱的等级提升 一共消耗掉了叶修七百点功德积分 功德值积分还剩下四百多 叶修打开天庭个人账户信息查看后 发现自己最大一笔的功德值积分 就是来自击沙红灵蛇妖 剩下的四百多点功德值积分 是由致病 还有樱桃宝剑九处获得的 剩下的这四百多功德值积分 该怎么使用 叶修想了想 如今 果园和药谱等级已经建设到顶了 现实世界一个时辰时间流逝 相当于仙界果园和药谱一年的 果树和灵药种植效率已经狠了不得了 现在量已经够了 应该再至上下功夫了 叶修将仙界果园和药谱的 土壤肥沃度等级提升 从四级一起提升到了六级 消耗掉了两百多功德值积分 还剩两百多点 土壤肥沃度提升到六级之后 果园和药谱种植的果树和药材产量 会提高三十 另外还有三十的几率 种植出高品质的果实和灵药 建设告一段落后 叶修神石频率同步天庭大卖场 在天庭大卖场里 购买了一批果树种子和灵药种子 将它们种植在自己的果园和药谱里 自从叶修有了七品黄结仙梨 和九一聚灵阵法注意 会员仪气绝修炼效率明显提升了很多 每一天都有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这让叶修很是憧憬 自己日后所能达到的境界和高度 练功热情和动力就更是充足了 临走前 叶修拿了几个仙梨 刚走进自家院门 大头和二旦两个小伙伴 一左一右从院门后跃了出来 哇修哥 你手里捧着的是什么东西 那么大的个头二旦眼睛 直勾勾盯着叶修捧在怀中 宛如柚子一般大小的仙梨问道 你们来得正好 带两个梨子回去给扁单书尝尝 叶修说道 修哥 这么大个头的梨子 你是从哪弄来的大头脑袋瓜 比二旦灵光线 抢先问道 省城里的朋友送来的 这可是国内最好的梨子了 叶修编了个谎 给圆了过去 好脸 那就谢谢修哥了 二旦文言当即开心地 拿起两个梨子 对了 修哥 乡政府广场 有场文艺演出 听说是省城里的歌舞团来搞的 我们等一下要去看演出 你也同我们一起去把大头倒出来 那好吧 你们等我一下 叶修进了屋子 把仙梨放好 刚好叶全从里屋走了出来 看见叶修手里大个的仙梨 便好奇问道 阿修 你这是什么果子 你哪来的 最新品种的梨子 省城的朋友送的 爸 这几个留给你吃 很好吃的 我这次回家 就是要种植这种新品种的梨子呢 叶修不识时机 向自己老父亲 透露一点自己的想法 这样挺好 脚踏实地 只是把一生工作 辞了回乡务农 传统的叶全 心里还没有放下叶修 擅自辞职回家之事 爸 大头 二旦 叫我去乡政府看文艺会演 我先走了 叶修没等老父亲念叨开 便抢先说道 转身出门 叶修也知道 自己擅自辞职返乡务农一事 老父业全那没有那么容易释怀的 只有当自己踏实干出 一番事业出来之后 才能让老父亲真的释怀 进而改变态度 全力支持自己 修哥 你看场面多热闹 大头指着乡政府广场上 黑压压 骗的人群说道 广场上临时搭建起了一座舞台 舞台上的演出已经开始了 哇 好多漂亮的姐姐啊 二旦一双眼睛 直勾勾盯着舞台上 恶努多姿的年轻舞蹈演员 一脸花痴的模样笑道 二旦 抹干净你的哈喇子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坐下 慢慢看吧 叶修拍了拍二旦笑道 喂 青青 快看那边 我说的那个医生大帅哥来了 刘燕扯了扯身旁坐着的图青青 指着远处的叶修喊道 图青青循着刘燕手指着的方向看过去 脸色忽然变了 笑容瞬间就凝固了起来 翘脸就像是照上了一层冰霜一般 青青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 又高又帅的吧 刘燕没有留意到图青青脸色的变化 笑呵呵问道 哼偷窥狂无耻之徒图青青看着叶修 一脸比一的表情不屑说道 青青你怎么了 偷窥狂怎么回事 刘燕这回终于是发现 身旁的图青青 神情有些不对了 赶紧问道 没等图青青回应 从边上走过来几个 穿着时髦前卫的乡村小年轻 一个个头型都非常的扎眼 同城里的非主流小年轻相比 丝毫不逊色 而且还独具别样的乡土气息呢 美女 看演出呀 等会散场了 哥哥请你们去县里逛夜市 怎么样 其中一个领头的 梳着一个墨西干攻击头的 马连小帅哥 拍了拍图青青肩头 一脸皮笑地说道 眼睛肆无忌惮地 在图青青胸前 那一对鼓杖挺拔的飓风上 贪婪地屈循着 不去 不去一边去被陌生男子触碰 图青青很不高兴 厌恶得冷冷是道 美女 你是乡中心小学新来的老师吧 实话 对你说吧 我挺欣赏你的 我叫牛俊 想同你交个朋友 大家一起耍耍吧 马连小帅哥 继续死缠烂打说道 看得出来 他盯上图青青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连图青青在哪工作都摸清楚了 绝对是有备而来的 我们认识吗 自己一边玩去 别来着烦我图青青抬眼 看了看马连小帅哥 脸上厌恶之色更甚 不耐烦吃的 哟 美女生气了 呵呵 美女就是美女 生起气来也是一样的美 牛俊脸皮真是有够厚的 被图青青当场狠狠甩脸拒绝后 还能笑得出来 你们到底 想干什么 没看见人家姑娘不愿搭理你们 图青青身边 坐着的刘燕 站了起来帮衬说道 丑八怪 不管你的事 坐下牛俊身旁的小跟班们 指着刘燕喝道 你说谁呢 没教养的东西 刘燕被人当众羞辱 火气蹭蹭蹭就上来了 刘燕虽说不漂亮吧 但也绝谈不上丑 只能说是长相普通 毫无亮点 可当众被人骂丑 任哪个姑娘都忍不了 说你呢 丑八怪长得丑 不是你的错 但长得丑出来吓人 就是你的错了牛俊的小跟班 算是童刘燕卯上了 两人一人一句地骂开了 燕 别理他们 我们回去吧 图青青眉头微皱 起身 扯了扯刘燕说道 美女 还没散场呢 急什么回去呀 牛俊身手挡住图青青去路说道 牛俊 你想干什么 信不信我马上打电话给你吧 让他来收拾你和图青青 一起来看演出的老师里 有一个是本地人 他认识牛俊 拿出手机假意要拨打 大声赤道 还我手机强到流氓 牛俊示意自己的小跟班上去 把那位女老师的手机给抢了 我牛俊看上的姑娘 还从来没有抛不到的 今晚你必须陪我耍牛俊一脸很近 断然说道 神经病让开图青青也怒了 试图使劲推开挡道的牛俊 可是图青青一个弱女子 如何推得动牛俊 这样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呢 图青青不仅没推开牛俊 还被牛俊趁机开油 在脸蛋上摸了一把 好滑呢哟 香 真是香 牛俊摸完 还不忘使劲闻了闻 图青青现在无法脱身 还被牛俊轻薄羞辱 手足无措 急得都要哭了 牛俊可是罗阳乡的一爸 老爸在县里开了几家工厂 有几个小钱 家里的叔叔 又是罗阳乡的乡长 使得他平日里交纵惯了 作威作福的 乡亲们就算见到了 也没有人敢出头管的 美女 我的车就停在乡政府外边 咱们这就一起去县里耍耍吧 牛俊说完 就要上来用墙 想要硬扯图青青 跟着图青青一起来看演出的几个女老师 被牛俊的小跟班们挡着了 根本就无法帮上图青青什么忙 别碰我 图青青使劲甩开牛俊伸过来的手 大声叱道 呵呵 性子还挺烈 有意思 哥哥我喜欢 牛俊一脸皮笑 肆无忌惮说道 放开你的爪子 人家姑娘不喜欢你这款 夜修快步走了过来 挡在图青青身前 看着牛俊 冷冷说道 夜修 这没你的事 滚一边去牛俊认出夜修后 不懈地喝道 家庭贫穷 又没有什么关系和后台 在牛俊眼里 夜修充其量 也就是一个落魄回乡的小医生而已 他才不会把夜修放在眼里呢 跟着我 夜修没有理会叫嚣的牛俊 回过头对图青青说道 嗯 图青青下意识地应了声 不过他眼里的恐惧神色 并没有因为夜修的到来 而减弱多少 现在局面一目了然 夜修只一人 而牛俊一方 可是有六人 夜修 你不要找死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数三生 立刻给我滚开 不然你就不要怪我 牛俊恶狠狠说道 一 二 牛俊三字还没有喊出口 夜修一手拉着图青青 柔弱无骨的先手 一手指轻轻 朝篮挡在跟前的牛俊一服 牛俊就像是被大风刮起的烟河一般 被夜修一服之力 向后推开了十几步 最后站立不稳 跌坐在满是黄土的地面上 样子狼狈急了 给我上 往死里打牛俊当众出丑 恼羞成怒 当即朝自己的小跟班们吼道 五个小年轻们 刚冲到夜修跟前 还没来得及动手 就一个接着一个 被夜修给轻松扶倒了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倒地的 你拉着我要去 哪块放手出了乡政府大门 图青青警惕地看着夜修 大声喊道 虽然今晚是夜修出手救了他 可夜修偷窥的坏印象 在图青青脑海里挥之不去 他下意识地把夜修 划到是危险分子那类人里去了 牛俊和他的人可还在看着呢 想耍大小姐脾气 也要等等吧 夜修没有理会图青青的喊叫和挣扎 继续拉着他往回走 哎呦 图青青惨叫道 大小姐 你又怎么了 夜修回头问道 我鞋跟掉了 脚崴了 图青青蹲下来 一脸痛苦的表情 说什么都不走了 女人真是麻烦 夜修蹲下来 扭头看着图青青说道 上来 我背你 哼 不上图青青气嘟嘟地说道 夜修的话让他很不高兴 认为夜修是 在其歧视女人 你不走 那我就留你在这裸 届时牛俊过来 后果自负夜修起身笑道 哎 你别走我听你的还不成吗 图青青一想到 牛俊那张猥琐的马脸 就感到一阵恶心 跟前的夜修 虽说也不是什么好人 可起码看上去还凑合 顺眼 图青青爬上夜修背上后 夜修手托着图青青 弹性十足的小屁屁 向上颠了颠 报警了 等下摔下来 可别怪我 夜修说道 切 偷窥狂 你装什么 你以为自己是哈雷米国 著名摩托车品牌 背着我你 还能飞不成 夜修没接话 背着图青青 在乡间黄土路上 飞奔了起来 图青青只觉得脸庞生风 耳畔风声呼呼直响 道路两旁的景物 刷刷往后倒退 夜修奔行的速度 让图青青感到惊奇 继而感到害怕 他不由将手 估住夜修脖子 身体紧紧贴住夜修背脊 夜修只觉得 背上一团软绵绵 弹性十足的东西 压得自己非常舒服 你能不能慢点 我不赶时间 图青青没办法了 夜修再这么狂奔下去 他可就支撑不住了 上下颠簸得难受 这关我什么事 夜修脚下没有减速 继续狂奔不停 你图青青很不满 但又一点办法也没有 谁叫他自己 腿脚不争气呢 夜修背着图青青 奔行了将近半个小时 忽然看见乡中 新小学校方向 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大小剑 你家着火了 夜修将背上的图青青 慢慢放了下来 哇 图青青在夜修背上 颠簸了半个小时 颜色煞白 一停下来 落地便吐了夜修一身 喂 大小剑 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 我背你 你不敢谢 我就算了 还恩将仇报 吐了我一身 我这件七匹狼衬衫 可是独此一件的呀 夜修吐槽说道 闭嘴大不了 我买一件陪你 图青青也被学校的 这场大火给惊呆了 心情十分的不好 消防队马罗阳乡小学着火了 夜修拨了火警求救电话 学校这场大火 火势挺大的 图青青指得在路边 寻一块青草地坐下 拿出手机 连着给学校的老师们 打了一遍电话 在得到大家 全都安然无恙的确认后 他才长叙了一口气 大小剑 把你受伤的脚伸出来 夜修用命令的语气说道 你想干什么还有 我叫图青青 不叫大小剑 图青青似乎不太买夜修的账 这里是荒郊野外 我想干什么都可以 只要我想 在我跟前 你必须听话 夜修用不可置疑的语气说道 你对你的病人 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图青青完全被夜修的霸道气势 给震住了 再加上荒郊野外 寡男寡女的 他不敢再任性耍什么小性子了 老老实实地 把伤脚伸了出来 那就得看病人配不配合了 夜修淡淡一笑道 暴君医生 图青青看着夜修棱角分明 英俊的脸庞 吐出了这么一句话 外表看上去挺不错的 很阳光 也很帅 可惜太霸道了 还很猥琐 图青青近距离默默凝望着 蹲在身旁 为自己揉脚的夜修想道 哎哟 你就不能轻点伤脚的剧痛 让图青青喊了出来 起来试试看能不能走 夜修说道 图青青一脸的不乐意 不过在夜修注视下 还是磨磨蹭蹭站了起来 他现在在夜修跟前可听话了 只见图青青先是试着 活动了几下伤脚 觉得不疼了 便迈腿走了起来 夜没事了 图青青欢快地跳了起来 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姑娘一般 笑呵呵喊道 这也值得庆贺女人啊 夜修摇头微笑起身说道 青青 你没事吧 就在这时 不远处刘燕的声音传来 刘燕等人在夜修离开后 他们担心图青青安危 也意气快步往回赶 见图青青的伙伴回来了 夜修起身快步离开 边走边说道 记住 没事晚上别出来吓晃哟 青青 那人是夜修吧 刘燕一路小跑 过来问道 他是一个怪人 可凶了 图青青望着夜修远去的背影 土舌说道 那个怪人把我们轻轻怎么了留言笑道 没想到呀 夜修这个医生还真挺厉害的 没看到他怎么动手 牛居那伙人就全部倒地了 那个本地的女老师由衷称赞说道 燕姐 学校怎么起火了柳杰看着学校方向 夜空中红彤彤的火光 忧心忡忡地问道 走吧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夜修返回自家 前脚刚踏进屋门 院门外便传来了三叔公焦急的呼喊声 现在都快晚上九点了 这个点在农村来说 已经算是晚了的 三叔公深夜来访 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想到这 夜修赶紧跑出院门外迎接 三叔公 这么晚了 您找我有什么急事 夜修搀扶着三叔公 进屋坐下说话 阿修 你同我说了你的事情后 我过后便给邻村的甘村长打了电话 同他说了你准备要承包北山脚那片土地的事情 他虽然是同意了 可他开出的价格却高得离谱 三叔公愤愤不平地说道 他已经把夜修的事情 当成自己的来办了 甘村长开的价格是多少夜修 也很好奇 三叔公口中高得离谱的价格是怎样的 那个见钱眼开的土财主 喊出了一亩地三千元三叔公说道 石下国内土地承包的价格 旱田 肥沃度不太好的地 也就三四百左右 水田的话 一般六百左右 如果田地土壤肥沃的话 会适当提高一点 但很少会超过一千 像甘村长喊出一亩田三千元的价格 这明显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难怪三叔公这么大年纪的老村长 都会生气动怒的 三叔公不用同那种人一般见识 气坏了 身体划不来 我们自干我们的 我就不信了 缺了他们村的田 我就种不成树了 叶修安慰三叔公说道 北山脚下的两百多亩的农田 叶家村和甘家村各占一半 不过因为长期缺水 绝大部分农地 已经处于抛荒的状态了 三叔公 承包土地的事情 我就拜托你了 价格吗 按目前国内最高的价格开吧 反正这次我回乡创业 其中很大一个目的 就是带着大家伙 一块致富的 好啊 阿修 有你这句话 三叔公绝对听你到底 你就等着三叔公的好消息吧 三叔公笑呵呵 起身离开了 三叔公离开后 叶修去后院 水井边冲了的冷水走 刚穿好衣服进屋 三叔公的儿子叶开 领着两个女人进了院门 叶全老弟 没睡得把村委 有个急事 需要大家配合 叶开一进门 便笑呵呵大声说道 怎么是你叶开身后 其中一名女的 看见叶修时 十分惊讶地喊道 嗨 青青 天涯何处不相逢 看见来人是 涂青青和她的女伴刘燕 叶修并没有 向涂青青那般吃惊 而是云淡风轻微笑 打招呼道 阿开 这么晚了 你有什么急事 说吧 能帮我都尽量帮 叶全从里屋走了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 乡中心小学遭了火灾 校舍全烧了 学校老师们 都无处安身了 我们村里学校最近 村委会应乡党委的号召 积极配合乡里 做好安置学校老师的工作 这两名老师 不知道方不方便 就近住在你家里当然了 这只是暂时的 等学校重新修建完后 老师们就返回学校住了 叶开笑着说道 阿开 你也知道的 我家就剩我们父子 两个大男人 这要是突然住进 两个女老师 怕是大家都不方便 把叶全犹豫了一会儿 尴尬说道 爸 没关系的 我的房间就让给 两位老师住 叶修倒是爽快 一口硬成说道 你的房间让出来 那你住哪里 叶全不知道自己儿子 葫芦里到底卖什么呀 我是医生啊 从今天起 我就睡在村卫生锁了 叶修笑道 阿全 你看这样可行 叶开眼巴巴 望着叶修的父亲询问道 安置学校的老师住宿 他身上的任务可重了 还有很多老师等着安排呢 好吧 那就先这样吧 叶全点头答应道 不过我先说哦 我房间可乱了 还请女老师们多多包涵哦 叶修走到图青青身边 一脸坏笑道 哼 图青青微微扬起 清冷的翘脸 轻横一声 他吃过叶修很多亏 看见叶修这副坏笑的皮样